欢迎收听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相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二十八集 所有人都是一惊 随后不约而同地看下了那名下家下人手中的铁盒子 混账 这种东西能随便送到这里来吗 万一这盒子里面装着炸弹怎么办 一名跟随在董贵英身边的侍女呵斥的 他走上前去 便一个耳光甩在这名下家下人的脸上 董贵英作为下家老太君 在这下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 因此就算是他身边的一个婢女也是飞扬跋扈 这名下家下人挨了一巴掌 自然心头不爽 但是他不敢发作 急忙到 盒子我们已经扫描过了 里面没有金属类的东西 不存在有炸弹 把它拿过来 董贵英对旁边的侍女吩咐了一声 那名侍女便走过去 将那个铁盒子给拿了过来 打开 我倒想看看 那个丧门星能给我送什么礼物过来 旁边的夏尊龙和奔雷等人 也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边 他们也很疑惑 就在这个时候 那名刚把铁盒子打开的侍女突然惊恐地叫了一声 可能因为太过紧张 那铁盒子掉在了地上 然后一颗圆咕隆的人头便从那铁盒子里面滚了出来 上官英雄 这一瞬间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可是他们夏家三王之一的上官英雄 在青省那边更是只手遮天 夏天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 居然能够杀掉他 把信拿过来 董贵英这才想起了夏人手中的那封信 他一把将信给抓了过来 然后撕开 信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排字 他一眼便认出来了这是夏天的自己 老太婆 想娶我的骨髓救那个贱女人的儿子 痴人说吗 我不杀奔雷 是因为奔雷当年给我母亲打了刀 他那一刀换他一命 但是这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你三番五次地派人来骚扰我 我今日灭你一王已是几个 今日 我只杀你一王 你随时可以再立新王而不损根基 但若有下次 我灭你整只王满 你若不信 尽可放马过了 夏天自 当看完这信上的内容之后 董桂英只感觉有一股热血在心头窜动 全身都气得不断发抖 猖狂 这死好生猖狂 他居然敢威胁我 我可是他奶奶 气死我了 真的是气死我了 整个院子都回荡着董桂英那愤怒无比的声音 而一旁的夏尊龙等人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上官英雄的住处防卫森严 不仅有各种枪手 狙击手保护着 还有各种强者和侯氏三兄弟互其左右 按道理来说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闯进上官英雄的住处 取他手机 放眼整个夏家 也只有一只守护在老太君身边的那一位 可能会有这样的本事 而夏天今年仅仅三十岁不到 难不成他已经可以和老太君身边的那一位比肩了 这绝对不可能 坐在轮椅上的奔雷松了一口气 夏天给老太君送来的这两样东西 他清楚这是夏天在帮他 今日他算是躲过一劫了 一旁的夏尊龙第一时间说道 母亲 连上官英雄都死在了夏天的手中 难道你还认为夏天没本事吗 上官英雄都斗不过夏天 奔雷又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哼 董归英冷哼一声 随后看下了那一位送信的下人 确定送信人是夏天 是一个送外卖的 说是有人给了他一千块钱 把这些东西送到我们夏家 并且带话说 是夏天送给老太君您的 他一定还在北方 通知下去 发动我北方夏家所有的力量 全力封锁 一定要把那个丧门星给我抓回来 说完这些之后 董归英怒气冲冲的离开了 没有再去责问奔雷 这个时候 夏尊龙终于长须一口气 转头看下了奔雷 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 那小子还有点人性 居然会用这种方式来给你解围 不过 那上官英雄真是他杀的 老爷 我之前就说过 三少爷是一条龙 别说他杀掉了上官英雄 正如他信中所说的那样 他真要灭我夏家一只王蔓 也并不是在吹牛 他或许 真有那样的能力 这一瞬间 夏尊龙沉默了 他的心中五味杂陈 夏天这十年来 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成就了如今的能力 我们父子之间总有再见面的那一天 我们见面的时候 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夏尊龙打心底期待和夏天重新见面 那一天他足足等了十年 但他同时也惶恐与夏天见面 毕竟夏尊龙欠夏天的太多太多 本雷 上官英雄被夏天所杀之件事 你相信是他亲手做的吗 对于这个问题 本雷沉默了好一阵子 最后连他也得不出个答案 除非夏天 已经到了老台军身边的那一位的能力 但是他如今 连三十岁都不到啊 所以 连你也不相信 本雷摇头 梁九之后说道 看不透啊 那小子 再怎么说也是夏昆仑的孙子 好了 就这样吧 夏尊龙走到了奔雷的身后 亲自推着他的轮椅 离开了这处别院 不管怎么说 夏天今天算是救了你一命 老太君的确是想借这个机会杀你 但是因为夏天的这件事 他找不到足够的理由了 不过接下来 可得注意了啊 我知道 老爷 奔雷深吸了一口气 可能因为伤口有些恶化 他剧烈的咳嗽了两声 这一阵咳嗽 直接让他原本缝合的伤口崩裂 有鲜血从他的伤口里面流出 小心一些 夏尊龙有些担忧奔雷的伤势 在他看来 奔雷是绝对不能出事的 因为如今夏家能够死心塌地追随他 为他所用的人真的不多了 我没事的老爷 这点小伤我还撑得过去 夏尊龙让穷奇赶快推着奔雷下去 处理伤口 而他自己则是重新回到了那别院之内 别院里有一棵翠柳树 这是二十年前他和他最爱的妻子 还有最疼的儿子一起种下去的 如今这棵翠柳树已经长大 但是曾经的一家三口 一个去了 一个和他反目成仇 最终这翠柳树下就只剩下他一人 夏尊龙站在这翠柳树下 背负双手 君临天下般的气息又一次流露出来 夏尊龙笑了起来 笑着笑着 他的眼睛红了 与此同时 奉夏家老太君之命 这一整座城市都开始进行地毯式搜捕 同时北方的其他家族为了巴结夏家 也派出了不少高手 大范围的搜索夏天的下落 然而在当天下午 夏天看了一下时间 下午三点左右 他打了一个出租车 直接开去了周小草的幼儿园 这个时间 周小草刚好从幼儿园放学 原本是曾鸿英在学校门口接他 当看到夏天居然过来的时候 曾鸿英也吓了一跳 夏天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香省那边办事了吗 妈 刚把事情办完 从香省那边回来 我看时间正好碰上小草放学 所以就过来接他了 夏天啊 你也别怪妈话多 你和晚秋啊 的确是忙 但还是得多抽点时间来陪陪小草 小草这马上就要六岁了 已经有自己的思考能力了 你们现在如果不多抽一点时间陪他 以后他真会和你们生疏的 而且现在的小孩子没有父母的管教容易叛逆 你和晚秋还是尽量多抽一点时间出来陪一下小草吧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人这样说夏天和周晚秋了 哎妈 我们会注意的 以后尽量多花一点时间来陪小草 你们自己明白就好 这个时候幼儿园的大门打开了 周小草从学校里面走了出来 老药 看到曾红英 周小草第一时间朝他这边跑了过来 然后他才注意到了一旁的夏天 爸爸你怎么也在啊 爸爸是专门来接你的呀 说着夏天一把将周小草给抱了起来 小草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啊 老师有没有教小草新的英语单词啊 今天老师没有教英语单词 但是教了一首儿歌 小草很喜欢 是吗 那小草能把这首儿歌唱给爸爸听吗 嗯 好呀 周小草学着大人的模样 先是咳了一声 嗯嗯 爸爸 这首儿歌叫做起航 爸爸带着我去天空翱翔 时时刻刻陪伴在我的身旁 妈妈在我心中中下梦想 幸福的坏 幸福的坏 幸福的绽放 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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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牵着我的成长 爸爸的肩膀为我撑起梦想 周小草 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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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里的木瓜 周小草很高兴 在夏天的怀中欢呼雀跃 现在的他还无法体会夏天的心情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周小草慢慢会长大 或许他再稍微长大一点 就能明白这其中很多事情了 有那么一瞬间 夏天突然有些害怕周小草长大 会不会他长大之后 就不再是我熟悉的这个女儿了 我们的关系 又会不会闹得很僵呢 就好像是我和我的父亲夏曾龙那样 本集结束了 我是曾鸿鹰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二十九集 与此同时 西数 一座看起来古色古香的庄园 大门恢红气排 门上的正中央挂着一块巨大的金字牌匾 上面苍巾有力的写着三个大字 状元府 字的旁边还盖着一个大印 大印上刻着四个字 光绪之宝 这个地方来头不小 西蜀状元府乃是前卿最后一位状元 吴三甲的家族 这状元府在西蜀已经传承了一百多年 已是南方一线好组 此时在这状元府内 有一个大型的练武广场 练武场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战 四名身材魁梧的大汉赤裸着上身 呈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战役 在这四人的中央 站着一名五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 正是乔宗武 之前乔宗武被奔雷打成重伤 然后被乔家人拉到荒郊野外 抛尸埋葬 最后是吴迪将他从泥土堆里刨了出来 而吴迪就是这状元府的小少爷 人称西蜀小状元 此时四名大汉全都死死的盯着中间的乔宗武 他们开始蓄力 身上的肌肉不断隆起 每一寸都充斥着一股爆炸性的力量 开始了 旁边有人喊了一声 几乎是同一时间 四名大汉同时朝乔宗武那边 扑了上去 只听乔宗武一声暴喊 身上瞬间被他捂一下 只见他的大手 猛地拍在其中一名大汉的胸膛上 用力一推 那大汉便如同风筝一般 朝后面倒飞了出去 剩下的大汉 抡动自己的双拳 刚猛的拳头 如同暴雨一般 朝乔宗武砸了过来 乔宗武脚下迈着极其凌厉的步伐 以最快的速度 躲避了这些拳头 铁城扣 巨大的力量 巨大的身体力 巨大的力量 海洋一般 一名大汉被他依靠 倒飞出去 飞出去的同时 他的身体砸向了身后的另外一名大汉 于是两名大汉 也都朝后面飞了出去 最后一招 朝乔宗武抓住了最后一名大汉的手腕 有看不见的力量 顺着这名大汉的手腕 窜进 一路沿袭到了肩膀 这名大汉双臂之上的每一处关节 全部错位 他一样是在那一股巨力的推动下 朝着后面倒飞出去 自此 一分多钟的时间 四名大汉全都被乔宗武 给打翻在了地上 一旁传来了一阵鼓掌的声音 脖子上挂着一条三截棍的无敌 笑着朝这边走了过来 厉害 真的很厉害 真是没想到 八级拳的威力居然这么大 今天小爷我真的是开眼界了 乔宗武收工 转身看向了这边的无敌 急忙拱手道 见过小庄园 乔先生不必那么客气 你叫我名字就行了 或者叫我小吴 怎么样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身上的伤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碍了吧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碍了 还没来得及感谢小庄园你的救命之恩 请受乔宗武一败 别客气 无敌第一时间阻止了乔宗武的行礼 我之所以会救你 是因为你被我寄在我的小本门上 你还没有和我打一场 所以你不能死 你的小本门 哦 就是这个 无敌笑着将一个黑色的小本子给拿了出来 在我十岁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我家老祖宗留下的一种提升个人武力的办法 你家老祖宗 没错 他叫吴三甲 是我们华夏最后一个武状元 我家那老祖宗从十三岁开始 便开始挑战整个中原的百家武学 最终在他十九岁的时候 打败了一百名各大武学的代表 几百家之长 最终成为了威名赫赫的武状元 画到此处 无敌指了指挂在他脖子上的那条三截棍 看到了吗 这条三截棍名为状元棍 便是我家那老祖宗当年最宝贝的武器 当年他也是凭借着这一条状元棍 夺得头筹成为状元的 难怪你被人称为小状元 所以你现在的路子 就是按照当年吴三甲来的 没错 无敌撇开了嘴 露出那一嘴洁白的牙齿 当年我家老祖宗花了十年的时间 挑战整个中原大师 及百家武学之长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武状元 如今我无敌也一样 我要走他的路 而且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清出于蓝 你是我所了解的 最厉害的八级拳大师 所以我救你 就是要和你打一场 你可以死 但是必须死在我的手里 乔宗武这条命是无敌捡回来的 所以他现在的一切都属于无敌 无敌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刹那间 乔宗武也变得严肃起来 他必须得尽全力应对 那是他对无敌这个救命恩人 最大的尊重 开始吧 无敌将手中的小本子放到了一边 直接用状元棍启示 看得出来 他也十分看重乔宗武这个对手 好 乔宗武应了一声 也直接使出拳力 哈纳烟 到人影就像是练武广场上较量起来 一开始 两人的互相上 乔宗武心头差异 这无敌如此年轻 居然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而且他的招式套路千变万化 真的可以用其百家之长来形容 不仅如此 那些招式和套路更是被他轮轨贯通 这个无敌 已经学会利用这些武学 来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路子和打法了 从一开始乔宗武便被无敌压着打 本坦荡地说 乔宗武根本就不是无敌的对手 想什么呢 你若不专心 我随时都有可能打败你 甚至把你给打死 无敌手中的三结棍 重重地砸在了乔宗武的头上 瞬间将乔宗武砸退了好几步 乔宗武很可能摇晃了底下自己的脑袋 而这个时候 无敌已经又一次朝他扑了过来 铁山靠 乔宗武凭借本能反应 猛地一靠 瞬间将无敌给靠飞出去 然而无敌并没有像其他人那般 飞出去之后被砸在地上 而是整个身体在空中翻腾两圈之后 手中的三结棍朝地面猛地一甩借力 随后他的身体居然反弹回来 随空一棍 重重地甩在乔宗武的脸上 一声声地将乔宗武给甩翻在了地上 倒地的一瞬间 乔宗武有些茫然 他练习八级拳至今 切山靠从未败过 站起来 继续 无敌早已经打出了血性 这场战斗如若不彻底的分出个胜负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乔宗武也很给力 他吐出一嘴血压 半张脸高高肿起 却依旧从地上爬了起来 就在两人准备继续大战之际 却突然有一道白色的身影 从练武场那边移动过来 速度极快 瞬间挡在两人的肢间 小少爷 老太爷叫你过去见他 这是一名穿着一身白衣的中年男子 四十岁出头 风度翩翩 气质极甲 他那白衣领口上 用金钱 纹着几缕白云 这正是隐喻了他的名号 白云炭花 白云炭花的出现 瞬间制止了乔总武和吴迪之间的战斗 然而 吴迪此时打起了兴致 完全不听白云炭花的吩咐 继续挥动着手中的三截棍 冲向乔总武那边 白云叔 你先闪一边去 等我和他打完了这一场再说 然而 白云炭花却身形一闪 瞬间抓住了吴迪三截棍的一端 小少爷 你敢让老太爷等你太久吗 这 不敢让爷爷等太久 白云叔 我随你过去 然后 吴迪回头看了乔总武一眼 你在这里等着我 等我回来 我们继续 在这状元府内 有一处十分幽静的人工池 池中有假山 山上有喷泉 泉下有游动的鱼儿 此时在这人工池的旁边 坐着一名白须白发的老人 老人年近八旬 名叫吴半公 是吴迪的爷爷 也是状元府的老太爷 当家人 同时也是当年那华夏最后一位 状元爷吴三甲的亲孙子 此时吴半公正坐在这池边钓鱼 旁边有两名年轻的侍女 正在给他摇着蒲扇 而这个时候 吴迪跟随着白云探花 朝这边走了过来 爷爷 爷爷今天收获如何 吴迪看向鱼桶之中 撇了撇嘴 爷爷 你这怎么才三条鱼啊 看来你今天的收获不行啊 来 爷爷 让我来替你甩量干 一边去 给我立正站好 想明白自己哪里错了 再过来和我说话 吴迪见自己的爷爷有些生气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只得乖乖地站到了一旁 而吴半公则是摆了摆手 身后的两名侍女 立马撤下蒲扇 朝着后面退去 你也先去忙你的吧 吴半公又回头 看了白云探花一眼 说道 是 老太爷 白云探花对吴半公行礼 然后退了下去 吴半公继续盯着池中的鱼镖 而一旁的吴迪 则是安静的站在一旁 他像是在沉思自己的过错 事实上 他也盯着那边的鱼镖不眨眼睛 好似他对钓鱼也十分有兴趣 差不多过了七八分钟 那水上的鱼镖 突然动了一下 爷爷 动了 鱼镖动了 鱼儿上钩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三十集 吴半公回头瞪了吴迪一眼 一个眼神 便让吴迪吓了一跳 他立马缩紧了自己的脖子 又规规矩矩地站在了一旁 而吴半公则是不急不躁地 继续等那下方的鱼儿吃食 待那鱼镖已经沉下去将近一半的时候 他手轻轻一抖 一只大红锦里便被他给提了上 好家伙 这条至少有六两 吊着了鱼 吴半公的心情明显好了一些 他一边将那只锦里从鱼沟上面取下来 一边问旁边的吴迪 你还没给我想清楚你的错误吗 爷爷 这次回来的匆忙 您也知道 我从外面带回来了一个人 一直在忙着给他治病 所以没有来得及过来给爷爷您请安 还请爷爷责罚 吴迪啊 知道你老祖宗当年为啥要给我取名办公吗 因为公拉太满容易断 当年你老祖宗既百家所长 就是公拉的太满了 所以不到三十岁便归隐 一言百年 实时证明 你老祖宗那一套是行不通的 行得通 吴迪非常坚定的回答道 当年老祖宗明满天下 只是后来心智还不够坚定 所以出了问题 但是我相信 我吴迪一定能够清除于蓝 有自信是好 但是不能自满 说着 吴办公将手中的那条锦里放到了鱼桶 哭通一声 溅起了一片水花 你应该明白 我这次叫你来 并不是因为你没来给我请安这件事 爷爷 除了这件事情 松儿再想不出其他有什么事情 惹爷爷您不高兴了呀 吴办公的眼神突然就变得凌厉起来 只见他将手中的鱼竿一提 啪的一声 那鱼线甩在了吴迪的身上 我是很认真的在跟你说 你别跟我洗皮笑脸 要不然我今天抽死你 爷爷 跪下 啪通一声 吴迪直接就跪在了地上 我这次让你去三江城 是为了什么 爷爷 这 说 看吴办公现在这个模样 肯定是动真格的了 这种情况下 吴迪可不敢再乱来 爷让我去三江省找原家 与原家小姐原君尧 完成婚约 那你去干了些什么 我 我去找那原君尧 毁了婚约 爷爷 这次毁婚 真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事实上 那原家的小姐原君尧 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们现在都是新时代的青年 不接受包办婚姻的 所以爷爷 你和那原家的家主 一开始就说过 虽然婚约在前 但是这桩婚约到底成不成 最后还得看我们自己的意愿 既然我们双方都不同意这桩婚约 那就算无效 所以爷爷 这件事情 您真不能怪我 混账 谁知吴半公 却根本不听吴迪的解释 又是一杆抽在了吴迪的身上 你这个混账 咱们先不说这婚约到底成不成立 你告诉我 你有没有去原家拜访过 拜访 你可是我吴半公的孙子 真正的壮元爷之后 你怎么能够那般没有礼数 而且你之所以不去原家拜访 是因为你迫不及待的 要去找那个什么永春泉大师决战 对吧 你说你怎么和你老祖宗一个德行啊 和老祖宗一个德行不好吗 他都成了状元了 我们西蜀吴家 不正是因为老祖宗 才成了这整个南方赫赫有名的 西蜀状元府吗 爷爷 您就放心吧 最多再给我十年时间 我一定能超过老祖宗 让我们状元府 在整个华夏都威名赫赫 就如同当年老祖宗那样 明满天下 吴迪的雄心壮志 并没有得到吴半公的赞同 对方反倒又是一杆 甩在了他的身上 那种鱼线甩在身上 真的如同刀割一样 疼到血肉里 此时吴迪的身上 已经多出了好几道血痕 我当年和三江原众 那算得上是忘年之交 所以我们才会定下这桩婚约 吴迪 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和袁军瑶那丫头的婚约 不能取消 爷爷 还想吃鞭子是不是 吴迪瞳孔微微一缩 他是真的怕这玩意儿 随后只能认怂到 那爷爷 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吧 反正这婚书 我都已经让对方签字了 已经无效了 婚书无效没关系 你先去给我关禁闭 好好的反省反省 等你出来之后 立刻给我动身去三江原家 向袁军瑶那个丫头提亲 爷爷 你自己说过不包办婚姻的 我的确是说过 但我现在反悔了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但是爷爷 就算我去提亲 人家那个袁军瑶 也不一定愿意啊 哼 你去提亲是你的事 他愿不愿意是他的事 再说了 你不去做 又怎知道人家不愿意啊 话到此处 吴板公将鱼竿给收了起来 他重新在鱼沟上放了鱼石 又一次将鱼沟扔到了水里 更何况 你是我吴板公的孙子 西蜀小状元 我相信你有的是办法 搞定原家那个丫头 但是爷爷 我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做 你能不能先让我还话 别成天想着满世界挑战各大无数高手 你要是不把原家那个丫头给我取进门 我废了你武功 吴板公所说的废武功 自然没有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么玄 他的意思就是打断无敌的双手双脚 爷爷您来真的 你觉得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自己滚下去 给我关一个星期禁闭 出来之后马上去三江原家 请罪提亲 吴迪一脸哀怨的离开了 他始终还是不敢忤逆自己爷爷的意思 吴迪离开不久 白云探花朝这边走了过来 老太爷 那小子带回来的那个人 能入你的法眼吗 能 此人精通八级权 已经算得上是大师级别 虽然实力算不上太强 但如若加以培养 潜力无穷 应当可以胜任我庄元府六甲之一 那小子平日就不着调 这次倒是误打误撞的 办了一件好事 不过老太爷 如今我们六甲之中只差秀才 那乔总我看起来和秀才沾不上边啊 吴办公继续笑着 所谓的六甲 只不过是当年老祖宗延续下来的一个称呼罢了 更何况状元都已经被踢除六甲之外 这和人的貌相毫无关系 你去给我试试他 如若真如你说的那般 就赐他一个八级秀才吧 是老太爷 白云探花离开之后 吴办公继续坐在这池边钓鱼 就在这个时候 那鱼镖又一次眨了一下 吴办公微微眯眼 手一抖 又是一条红色锦鲤被他给吊了上来 数日之后 三江滨城穹顶酒楼 顶楼的露天餐厅 半个月前 乔云飞在此开圆桌会议 试图联合三江22位掌权人 对付夏天和袁仲 最终却偷击不成18米 把自己的命交代在了这里 当时袁仲并没有为难这三江22位家族的掌权人 而是告知他们半个月之后将会在这个位置登顶三江王 到时候袁仲会发出邀请 今日也是袁仲与这些人约定的时间 除此之外 袁仲另外还多发出了十多张邀请函 今日袁仲一共邀请了35人 差不多在下午6点多 这里一共来了34人 气氛一如既往的沉寂 在这件事情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任何人都不敢轻言 此时在那玻璃窗户前 袁仲和夏天并惊而立 夏天看了一下手中的时间 六点钟已经过了 你邀请的35人来了34个 还有谁没来 玄城的徐霄 玄城徐家 是玄城第一大家族 一直以来 这个家族和南方某一线家族 走得非常近 所以 他怕是不太同意我 做这个三将王的位置 徐家 不过我估计那个徐霄一定会来 只是他故意不按时来吧 他这是想给你一个下马威吧 花到此处 夏天转身 眯眼看向袁仲 一会儿你有什么打算吗 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 他宣称徐家 不支持我袁仲做三将王 我总不可能 去求着他支持吧 我等他了 你要过去和大家一起吗 袁仲一边说 一边朝其中一张大圆桌走去 还夏天没有跟过去 他依旧站在这玻璃窗户前 看着外面的风景 袁仲刚过来 这三十四位三将掌权者 便纷纷站了起来 大家不必拘谨 更不用客气 来 都坐下 我们大家先喝一杯 一众掌权者纷纷坐下 旁边有专门的侍者帮他们倒酒 随后所有人都举起了手中的高脚杯 禁三将王 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对袁仲的恭敬 虽然没有谁能够彻底的看清楚 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但至少 在场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反对袁仲 坐着三将王的位置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三十一集 袁仲也举起了酒杯 以后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袁仲在此向大家保证 未来一定会带领整个三将大族 去看那更高的风景 来 大家干一干 谢三将王 所有人都举起酒杯 然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那边又有一个声音 突兀的想了起来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呀 路上堵车 来晚了 只见门口那边 走进来了一个 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他一边走 一边抽着雪茄 整个人看起来派头十足 这个人便是徐霄 宣称第一家族 徐家家主 此时徐霄浑身上下 都充斥着一种嚣张的气息 而他的身后 更是跟着一大群保镖 这次袁仲在这里 召开袁桌会议 登顶三将王宝座 在场每一位大佬的保镖 都守在楼下 就算是袁仲 也让刀杰和孟宁他们 待在了下面 这完全算得上是 大家坦诚相待了 在场很多人 都对徐霄的作态表示不满 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将这种不满表现出来 谁都清楚 这徐霄的背后抱着一棵大树 那可是南方一线豪族 就算是袁仲 如今成了三将王 掌管整个三将 哪怕再加上乡省乔家 也绝对无法和真正的南方 一线豪族所比拟 因此 这个徐霄嚣张 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而且这一切 本就是他故意做出来 给袁仲看的 徐霄朝圆桌这边走了过来 随后他扫视了前方一圈 这才发现 这圆桌上 早就没有了位置 你起来 徐霄直接在离他最近的一名掌权者的肩膀上拍了一把 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说道 这名掌权者有些犹豫 毕竟他在这个时候要是规规矩矩的起来了 那可真是很丢人的事情 他在等袁仲开口 但是袁仲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倒是徐霄有些愤怒的说道 你没听到我的话吗 起来 把你的位置让给我来坐 那名袁仲依旧没有说话 这名掌权者只能规规矩矩的站了起来 他可不想贸然得罪徐霄 只是这名掌权者心头很是不爽 甚至对袁仲有些失望 不只是这名被逼着让位置的掌权者感觉失望 其他掌权者也有这样的感觉 徐霄坐下 直接从旁边拿了一瓶红酒 就好像是喝饮料一般 将这一瓶酒放在嘴里 一口气喝了半瓶 不好意思呀 刚才走得太急 有些渴了 我这吃相啊 的确有些难看 不过想必大家都不会介意吧 周围没有任何一个人回答 徐霄的脸上则是挂着淡淡的得意 然后徐霄便直接将目光望向了袁仲 袁仲 你如今要坐这三江王的位置呢 我宣称徐家是绝对没有话说的 来 袁王 我敬你一个 徐霄将那半瓶红酒举了起来 而袁仲则是淡淡一笑 也举起了酒杯 徐兄弟能够支持我 感激不尽呢 说着袁仲狠给面子的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而这边的徐霄却是眯眼一笑 袁王客气了 不过说起来呢 我这也说不上什么支持 主要就是吧 我徐家现在做生意 已经很少在三江这边了 想必袁王你也知道 我徐家现在喜欢和南方那边的一线豪族做生意 因此三江这边我徐家基本上都不涉猎了 如此一来 这三江谁来做王和我徐家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袁王 如今你做了三江王 我徐家也不反对 但是以后要再有这种集体会议 我徐家也不会再来参加 我这样说 袁王肯定是明白我的意思了对 当这番话从徐霄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 在场好多人都变了脸色 所有人都等着袁众的反应 换作是任何一个有点血性的人 怕是现在已经火冒三丈了 然而袁众却依旧稳如泰山 笑眯眯的看着徐霄 所以这就是徐兄弟你的态度 对啊 我这话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 想必也不需要我再解释第二遍了吧 那好吧 袁众轻轻地吸了一口气 又让旁边的侍者给他倒了一杯酒 徐兄弟这是不结盟不加入的态度 三江这个地方太小了嘛 容不下你这条大龙对吧 哈哈哈哈 我可没有这样说 不过袁王称呼我为大龙 还真的是有些荣幸 话到此处 徐霄故意去看了一下手腕上的时间 说完徐霄也不管袁众同不同意 在他那一大群保镖的跟随下 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整个顶层餐厅的气氛 瞬间就变得十分尴尬 甚至在场好多掌权人的脸上 都很明显地写着失望 袁王你就这样放他走了 那个徐霄太狂了 袁王你这都不吭声 那以后怕是难以服众啊 煞事间在场这些掌权人都议论纷纷 而袁众却依旧坐在那里 稳如泰山 而玻璃窗户那边 夏天也目睹了刚才所发生的这一切 他的脸上一直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就在这个时候苍穹酒楼的下方 突然传来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傻事间在场每一位掌权人 都感觉心头猛地颤抖了一下 他们全都从这大圆桌旁站了起来 然后冲向了玻璃窗户那边 此时徐霄带来的那些保镖 已经被人揍趴在了地上 而刚才还嚣张无比的徐霄 此时却被人踩在脚下 他浑身是血鼻青脸肿 将他踩在脚下的人是孟宁 他的脚掌不断地用力 好似要将徐霄的头骨都给踩爆一般 徐霄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啊 他的惨叫如同杀猪声一般 让人听着头皮发麻 此时刀截则是从背后摸出来了一把刀 笑眯眯地看着孟宁脚下的徐霄 他想干什么 楼上终于有掌权者忍不住叫了起来 他们认出了刀截 那是原众的义子 只见刀截蹲下身去 用手中的刀在徐霄的脸上 比划了几下 你真牛啊 我义父好心好意 请你过来喝酒吃饭 你居然都敢迟到 迟到也就罢了 你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不给他面子 要不徐家主 这个三江王的位子 让你来做如何 小子 别吓唬我 你是原众 专门安排来羞辱老子的对吧 真有种 就把我给杀了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老子不是威胁你 是嘟你没这个胆子 我宣称徐家 背后可是与南方一线豪族 都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的 你要是敢动我 我保证你们整个原家 会灰飞烟灭 半个月前 乔家的大少爷乔云飞 好像也说过这种话 你是觉得你宣称徐家的位置 在这南方比乡省乔家还牛 话到此处 刀吉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杀鸡 这一瞬间 徐乔终究还是意识到了 情况有些不对劲 你还真的 你觉得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一会儿呢 我会让你死得惨一点 那么多掌权者看着他 一定要对他们造成绝对的威慑才行 我这一招就叫做杀鸡锦猴 你也别怪谁 谁叫你投铁 非要抢着来做这一只鸡呢 你敢 我的背后 可是南方印象好 好 徐乔这最后一句话 还没有来得及说完 刀姐手中的刀 便朝徐乔刺了过去 嘴巴进去 后脑勺出了 看到这一幕 楼上那三十多位家族掌权人全都呆住了 甚至好多人身上都起了一层厚厚的鸡皮疙瘩 一时间 刚才这些人心中对袁仲的讥讽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换作的是一种极浓的黄口 袁仲依旧坐在袁桌那边喝着酒 然后开口道 好了 戏也看完了 都过来陪我好好喝一杯如何 没有任何人敢说一个步子 全都规规矩矩的坐了过来 然后端起了酒杯 再进三江王 入夜 一轮圆月高挂空中 结束了那场圆桌酒宴之后 袁仲直接回到了省城袁家 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 夏天也到袁家住了一晚 过来之后 夏天先去指点了一下卫庄的刀法 确定他如今自己研创出来的重刀 并没有什么副作用之后 他来到了袁家大院的那处凉亭 此时月光之下 袁仲和夏天正在饮茶 今天这件事情 一开始我还真以为你是怂了 夏天喝了一口手中的茶 笑着说道 夏天 你是不是真觉得我老了 那倒没有 只是我现在也有那么一些体会 这人啊 一旦上了年纪 牵挂就会变多 牵挂一多 胆子就会变小 你说的倒是一点没错 不过有一句话是梗骨不变的 只有自身强大了 才能够应急地保护身边的人 话到此处 袁仲和夏天碰了一杯 不过话说回来 袁叔 你今天这一招杀鸡敬猴 的确是做得相当的精彩 先把那家伙捧起来再踩 那真是踩出血性了呀 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看到 那些家族掌权人的反应 怕是有好多当场被吓瘫痪了 刀截那家伙也是好手段 那徐霄被他干掉那一幕 怕是会成为好多三江家族掌权人的噩梦 今天晚上 好多人都睡不着喽 要的不就是这个效果吗 不过要让那些家伙真正的福气 管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啊 夏天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眯起了眼睛 是吗 接下来还有好戏看吗 你不早已经猜到了吗 夏天 你这次去北方 可在那边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啊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集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三十二集 夏天摇头道 其实也没啥大东西啊 就是把夏家三王之一的上官英雄给解决了 不过那对夏家来说 压根就没什么影响 毕竟 我一个人是伤不了他们那一只王脉的 那老太婆随时都可以重新立一个新王处了 嗯 行事越来越严峻了 如今你和夏家 已经不止是一次交手了 大的风暴 很快就会来了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那夏家老太军 很快就会沉不住气了 嗯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加快速度了 要不然到时候 夏天那一艘大船冲击过来 怕是他们一个大浪 就得把我们拍翻在沙滩上 原仲点头道 是啊 那可是北方的超级豪族 所以我们接下来得尽快考虑整个南方了 与我所知 如今南方几大一线豪族相互斗争多年 此时正好是我们的机会啊 对啊 从很早之前开始 这南派高手便不如北方全师 潜移默化之下 也导致了北方大族一直压了南方豪族一头 再加上这些年来 南方各大一线豪族争斗不断 更是被北方豪族死死地压了下去 如今也该是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画到此处 夏天直接站了起来 抬头望向空中那一轮圆月 有些困了袁叔 先去睡了 好 今夜月色很美 夜晚也非常宁静 只是在这宁静之下 不知道又有多少腥风血雨 四日早晨 还是这处凉亭 夏天和袁仲对立而坐 一样是一壶清茶 两人各自饮了一杯 随后夏天看向了东边 那出生的太阳 感慨一声 今天一早得到的消息 昨天半夜 宣称徐家消失了 宣称的徐家垮了 一夜之间彻底从三江灰飞烟灭 连渣都不省 当三江省那些家族的掌权人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都非常震惊 昨天那徐家的家主徐霄 还公然和袁仲叫板 结果他当场就被 袁仲的人给干掉了 所有人都以为 这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可谁知仅仅一夜之间 整个徐家都从宣称消失了 如此一来 整个三江省 还有谁敢和袁仲作对 夏天将杯中茶一饮而尽 眯眼看向袁仲 一夜之间 让一座城市的第一家族 灰飞烟灭 怕是南方一流豪族也办不到 你是如何做到的 这不很简单吗 要让我袁仲一夜之间覆灭虚假 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但如果 我未雨绸缪 提前做好了准备 这炸弹提侠安了上去 到时候只要轻轻一动按钮 他徐家那座大厦 不就瞬间塌了 夏天其实早就想到了 是这么个情况 不过当这个事情 从袁仲口中亲口说出的时候 夏天依旧感受到了震撼 袁仲早就在为 昨日的那场宴会做准备了 而且他早就搞清楚了 宣称徐家的心思 所以早在很早之前 袁仲就在暗中 安排人对付徐家了 到了昨天 一切都已经准备到位 就等着那个徐潇潮坑里跳了 所以 昨天发生的那些事情 袁仲或许在很早之前 就已经预料到了 宣称徐家 也在很早之前 被袁仲给判了死刑 夏天摇了摇头 然后自己倒了一杯茶 这姜还是老的辣呀 我其实很庆幸 从一开始跟你不是敌人 要不然呢 即使能把你给干掉 但一样也会被你扒一层皮的 啥也别说了 如若换做你来做这个三江王 只怕是手段会比我更加高明 夏天 我还是那句话 千万别小看了北方的超级大族 接下来可有的忙了 趁着这真正的大风暴还没来 回去好好陪陪棋子和女儿吧 夏天顶了下头 准备即刻动身回庆市 去陪自己的女儿和妻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袁家大院的大门口那边 是传来一阵打斗的声音 夏天和袁仲对视一眼 第一时间朝着外面走去 他们刚来到这边 就看到刀杰和吴迪 居然在门口打了起来 此时刀杰手中拿着一把刀 而吴迪则是背着那个黑布包 赤手空拳 在吴迪看来 刀杰还没有让他拿出 撞圆棍的姿勺 就算是赤手空拳 他也把刀杰打得落花流水 毫无反手之力 这小子怎么来了 当看到吴迪的时候 夏天的心中 抹过一丝差弱 住手 见状 袁仲深深的皱起了眉头 两人听到袁仲的呵斥 第一时间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刀杰被吴迪揍得鼻青脸肿 满是挫败 西蜀庄元甫吴迪 见过袁叔 原来你是吴贤职啊 还别客气 不必多礼 上次来南疆 吴迪并没有前来拜访袁仲 所以这才算得上是 袁仲第一次见到吴迪 随后袁仲一脸阴沉的 看向了刀杰 刀杰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和他打了起来 义父 这家伙 有些话到了嘴边 刀杰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 而吴迪却直接说道 袁叔 我这次来这边 是奉我家爷爷的吩咐 过来找军阳妹妹提亲的 什么 夏天心头也是一争 这家伙 这家伙搞什么名堂 上次他不是亲手将婚书拿了过来 然后和袁军瑶在那婚书上签订了婚约作废协定吗 这才过了几天呢 这家伙又跑来提亲了 这是什么操作 小子 君瑶不喜欢你 更不会同意嫁给你 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 要不然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刀杰当时便火冒三丈 刚才他们两个之所以会打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刀杰你干什么 这个时候 袁军瑶却大不留心的从袁家大院内走了出来 第一时间拦住了刀杰 君瑶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包包婚姻吗 上次你和这小子都已经撕毁婚书了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图谋不轨 还想来骚扰你 我作为你的大哥 现在就帮你把这小子给打跑 然而 袁军瑶对刀杰摇了下头 然后转身看向了那边的吴迪 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回来找我 既然如此 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和你处处 什么 刀杰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 他感觉自己越来越看不透袁军瑶了 夏天也在自己的额头上用力的拍了一把 上次在咖啡厅我就有感觉 袁军瑶是对吴迪一见钟情了 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只是这个袁军瑶怎么那么随意呢 上次是我 这次是吴迪 袁仲当场哈哈大笑起来 对于自己女儿的这个决定 她有些意外 但也十分高兴 难得自己这个女儿如此懂事一回 她第一时间让吴迪进屋 同时看向夏天 夏天 今天我原家来了贵客 要不你在这里留一天 算了 是你招女婿 又不是我招女婿 有这时间啊 我还不如回去 多陪陪晚秋跟小草 夏天和这一众原家人打了个招呼 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她和吴迪对视了一眼 夏天面带微笑的对吴迪点了下头 而吴迪在看夏天的时候 眼中有一丝怪异 当天 袁仲一家人热情的接待了吴迪 而对于吴迪专程过来提亲这件事 袁仲和秦桧都十分高兴 下午的时候 为了让两个年轻人培养感情 吴迪和袁军瑶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不过 这约会似乎并没有两人想象的那般甜蜜 两人在广场的长椅上坐了一阵 也不知道到底该聊些什么 袁军瑶想和吴迪聊当下最火的明星 而吴迪却给袁军瑶翻看他随身携带的那个小本本 说这本子上的人 他已经挑战了六十多个了 还差三十多个 他就能及百家之长 成为真正的状元了 袁军瑶很懵 总感觉这个稀署小状元像个傻子一样 我有些渴了 你能去给我买一瓶水吗 当然可以啊 吴迪站了起来 然后去不远处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水过来 将其中一瓶递给了袁军瑶 袁军瑶将那瓶水接过来拧了一下 你拧不开啊 你帮我拧开一下 怎么可能拧不开啊 你又没被废武功 废武功 就是挑战你的手筋脚筋 那样我才相信你拧不开瓶盖 我爷爷经常说要废我武功 我听说你以前很调皮对不对 你要是有我那样一个爷爷 你分分钟被他给打死 接下来袁军瑶想说去看电影 吴迪没有拒绝 反正他今天是专门出来和袁军瑶约会的 袁军瑶想做什么 他就陪着做什么 你想看什么电影 你来选可以吧 两人来到电影院 袁军瑶指着那海报上的一些爱情片说道 吴迪却直摇头 有武打片吗 两人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这约会总给袁军瑶一种怪怪的感觉 主要他感觉这个无敌有些怪 两人从电影院出来了 天色已经很晚 袁军瑶看了下手中的时间 这么晚了 我们今晚就在外面住吧 你带身份证了吗 大梁 出门在外 肯定要把身份证带在身上的 你呢 我没带 看来今晚我们要是去住酒店 就只能开一个房间了 你没带身份证 那不行 没身份证 你是住不了酒店的 我还是送你回家吧 袁军瑶将随身携带的钥匙给拿了出来 直接扔到了旁边的水池中 哎 钥匙不小心掉进水里了 这么晚回去敲门 打扰了家里的佣人睡觉 我爸肯定会骂我的 现在想回去回不去了 只见吴迪一个猛子扎入水中 几秒钟后 他从水里面钻了出来 然后用手抹掉脸上的水珠 笑得天真无邪 他将那一串袁军瑶刚扔下去的钥匙摇了摇 看 我给你把钥匙捞起来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三十三集 四日 袁家大院 先知啊 昨天你和军瑶出去玩 感觉怎么样啊 虽然你和军瑶从小有婚约在身 但是我这个人并不封建 所以你们到底有没有那个意愿 还得看你们自己的相处 吴迪自信的笑笑 嗯 我觉得昨天和军瑶相处的挺开心的 哈哈 那就好 袁仲哈哈大笑 心情也是大好 他是打心底想撮合自己女儿和吴迪 毕竟这个吴迪让袁仲十分满意 就在这个时候 袁军瑶却气冲冲的从那边走了过来 爸 我不同意这门亲事 你又胡闹什么 你和吴迪不是相处的挺好的吗 好个屁 他都是个傻子 一转眼 炎热的夏季彻底过去 如今即将到金秋十月 天气也开始转凉了 望月山别墅的露天花园内 夏天站在花园的边缘 俯视下方的庆史 想什么呢 周婉秋从后面搂住了夏天的腰 问道 没什么呀 只是远眺 夏天转身 一马将周婉秋抱住 朝他投去了一个很是温柔的微笑 秋草彻底进军整个南方的计划 制定出来了吗 正在进行中 我们秋草 如今在整个三江省都已经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 的确是应该走出三江 进军整个南方 不过南方这边 一直有一个南方商盟 掌控着南方主要的大型企业 各行各业 想要在南方发展 都需要经过南方商盟之手 我们正准备和南方商盟那边谈相关事宜 如果谈清楚了 我们就可以彻底在整个南方全面发展了 嗯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出发吧 要不然一会儿得误了飞机啊 嗯 好 夏天和周婉秋一起下楼 然后开着车赶往飞机场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当然是去长兴市 之前夏天就说过 如若想让秋草走向国际 甚至成为国际知名的大品牌 光是服装这一块肯定不够 必须得多元化发展 所以娱乐公司 便是秋草集团旗下附属的第一个产业 之前夏天已经收购了星渝 同时星渝又收购了明辉 所以这两家娱乐公司 如今都被夏天掌控 而夏天早在几天前 已经将这两家公司的股份 全部并入了秋草集团 同时 他直接将这两家娱乐公司合并 并改名为秋草传媒 同时 黄川也早已去了长兴 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这次夏天和周婉秋过去 就是为了给秋草传媒剪彩的 当夏天和周婉秋乘坐飞机 来到长兴市时 已经是傍晚时分 冯雪和张丽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 婉秋姐 天歌 夏天和周婉秋上车 冯雪和张丽第一时间和他们打招呼 小雪 你现在已经算得上是一线一人了 以后接机这种事情 还是少来的好 放心吧 婉秋姐 我能应付的 不会有问题 而且这次 婉秋姐你亲自来长兴 我肯定要过来接你的 你这丫头 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啊 黄总已经安排了一场晚宴 邀请了南方所有的娱乐公司高管 和比较出名的艺人 我们秋草这边合并的星雨和明辉 即将形成一个新的娱乐公司 在这之前呢 还是得跟他们好好交流合作一下的 而且明天的剪彩仪式啊 也需要这些南方娱乐界的大人物出席 不得不说 黄总在这一方面的确是非常的厉害啊 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 原本我以为南方这边很多娱乐公司都不会给他面子的 毕竟他刚刚出来乍到嘛 但是我刚刚就接到消息说 几乎他今天邀请的所有人都过来了 夏天呵呵一笑 对于黄川的能力 他是非常认可的 毕竟那可是庆市的新媒体之王啊 几人开着车来到了举行宴会的地点 这场宴会专门在一艘游艇上举行 夏天一行人来到江边码头 早已经有专门的快艇在这里等着他们 他们一起乘着快艇朝游艇那边开去 当他们来到这游艇的大厅时 宴会早已经开始了 天哥 天嫂 你们来了 黄川在一众秋草传媒高层的跟随下 第一时间来到门前迎接 夏天和周晚秋点了下头 来得有些晚了 没办法 从庆市到长兴 这下午啊 就只有那一班飞机 这自然是没关系的 对了 天哥 今天南方娱乐圈这边 比较有名的大人物和一线明星都过来了 你和天嫂 作为秋草传媒背后的老板 要不要认识一下他们 没那个必要 你现在才是秋草的CEO 处理这些关系 是你的事 我和晚秋没有必要掺和其中 知道了 天哥 既然夏天已经将秋草传媒 彻底交给了黄川打理 那么他和周晚秋都没有再打算掺和进来 明天的剪彩仪式 周晚秋会作为幕后老板出现 再之后 他便不会再管这边的事情了 你先去忙吧 不用管我们 夏天对黄川吩咐了一声 好的天哥 黄川一行人转身进入宴会厅 继续与那些南方娱乐圈的大佬交流 同时冯雪和张力也需要趁着这种机会去结交更多的朋友 不过夏天和周晚秋不是混娱乐圈的 所以不需要去刻意巴结谁 他们二人在宴会厅里吃了一些点心填下了肚子 然后周晚秋感觉这里面实在是闷 所以就想去外面的甲板上透透气 于是夏天便和周晚秋一起来到了外面的甲板上 两人站在船头看着远处 那一座巨大的长星城已经开始亮起灯光 十分漂亮 现在还感觉闷吗 夏天从后面搂住了周晚秋的腰 温柔地问道 好多了 在这江心上吹江风 那是很不错 是吗 那既然你喜欢 改天我就专门给你买艘游艇 到时候我们只要有空 就可以带着爸妈跟小草 把她开到江心 吹风吃烧烤 还是别了吧 你真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 周晚秋转身瞪了夏天一眼 就在这个时候 冯雪也朝甲板这边走了过来 天哥 晚秋姐 你们都在啊 见到夏天和周晚秋在这里 冯雪第一时间打招呼道 小雪 你怎么也出来了 我实在是不太喜欢 跟那些娱乐圈的大人物打交道 总感觉 他们做什么事都是带着目的的 而且都很假 晚秋姐 你说我这样的性格 是不是不太适合混娱乐圈啊 你这叫出于你而不然 以后 你将会是我们秋草传媒的当家花蛋 我要的就是你这种艺人 你放心吧 小雪 你不仅是秋草传媒的艺人 还是我们秋草品牌的代言人 所以 以后你完全不用担心那些混乱的人际关系 你只需要提升你的演技 保持好你的嗓音 资源这方面 完全不必担心 谢谢晚秋姐 不用感谢我 感谢你夏天哥哥吧 他已经和黄总商量了 接下来就会给你投资一部大制作的电影 差不多五亿的投资 投资方 就是我们自己 小雪 你到时候 可千万别让我们失望了 嗯 冯雪重重的点了下头 他也早就知道了那部五亿投资的大制作 这部电影其实就是上次他和明辉签下的那一部 白蛇 星成之恋 不过当时因为明辉受到星渝的指使 恶意将这部电影改成了香艳片 而事实上 这部电影的剧本非常好 所以这次秋草传媒打算继续以这个剧本为蓝本 推出一部大制作电影 此时冯雪和周晚秋讨论的热火朝天 而夏天却站在一旁 漠不作声 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游艇的第二层 在那上面的走廊处 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做清洗的工作 老公 你在看什么呢 感觉到夏天有些不对劲 一旁的周晚秋急忙问道 然而夏天却没有回答 他的目光依旧在望着游艇的第二层 而且眉头微微皱起 老公 老公 周晚秋声音大了一些 夏天这才反应过来 啊 怎么了老婆 你怎么了 老是盯着第二层 看什么呢 啊 没什么 夏天摇了摇头 下意识的却又一次看向了游艇的第二层 就在此时 那第二层的甲板上 夏天仿佛看到了一道人影闪过 就连他自己都不确定 那到底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那是一道黑色的人影 黑色的斗篷 只露出一个眼睛 如同鬼魅一般 就这样 在二层的甲板上转瞬即逝 叶修罗 夏天心头猛的一颤 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和周晚秋与冯雪打一个招呼 直接朝游艇第二层甲板的那个方向冲了过去 他并没有走楼梯 而是直接来到第二层的下方 纵身一跃 整个人居然跳起了将近三米高 跳起之后 夏天一把抓住了第二层的栏杆 两次借力之后 直接翻到了第二层的甲板上 然而 当他来到甲板上时 就只看到几名游艇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清洗甲板 压根就没有见到任何黑衣 不对劲 突然间 夏天的目光猛的看向那边的走廊 一道黑影在走廊的尽头一闪而过 夏天二话不说 第一时间就朝走廊那边窜了过去 他的速度快如一道闪电 眨眼之间便来到了走廊这边 然而 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那一道人影依旧消失了 一时间 夏天有些茫然 他以最快的速度 打开了这游艇第二层的每一个房间 然后又将这里所有的地方都看了一遍 却依旧没有发现任何的黑影 随后 他走向了那几名 正在清洗甲板的工作人员 你们刚才 有没有看到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人站在那 夏天一边问话 一边将一张金色的身份牌 在这些工作人员的面前亮了出来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三十四集 这张身份牌是刚才黄川给夏天和周晚秋的 相当于是这艘游艇的至尊VIP证件 凭借着这张证件 他们可以在这游艇上做任何想做的事 几名工作人员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对夏天的态度也相当的恭敬 没有啊 我们刚才一直在这甲板上 没有看到有人站在这里啊 确定 走廊那边呢 都没有 工作人员纷纷摇头 他们都很确定的说 并没有人在这里看到穿着黑色斗篷的人 你们的监控室在哪 第三层 夏天点了下头 没再多问 直接朝第三层的监控室走了上去 凭借着手中那个证件 夏天要来这里查监控 也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他直接让监控室的工作人员 调出了五分钟以前 第二层的所有监控画面 然后通过快放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而 一通监控看完 视频中就只有夏天和那几名清洗甲板的工作人员 也就是说 刚才夏天所看到的那个夜修罗 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是我出现幻觉了 这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夏天用力在自己额头上拍了一把 这种情况 他只能够归结于自己的第六感 夜修罗现在 应该正遭到全世界杀手 雇佣兵或者赏金猎人的追杀 他应该不会来华夏 但是不对 这第六感 都快凝结出实际的影像 我这种感觉向来没错 难不成 夜修罗那家伙 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躲避那么多强者追杀 然后迂回地滑下来对付我 就算今天夜修罗真没出现 但既然我已经出现这种第六感 那有很大的纪律说明 夜修罗就快要出现了 此时 周婉秋和冯雪都疑惑地站在这下面的甲板上 不明白夏天到底是怎么了 此时 有一名穿着西装 大概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朝这边走了过来 冯雪小姐 我找了你好久 原来你在这里啊 男子朝这边走来 目光直接在冯雪的身上游礼 何东 冯雪当场便皱起了眉头 很显然 他并不太喜欢眼前的这个男人 这个何东在南方娱乐圈有着不小的背景 他手下有一个电视台 而这电视台打造出了好几款 当下非常火爆的真人秀节目 之前那个哥哥向前冲的真人秀 便是这何东手底下的电视台打造出来的 因此 当下南方很多明星都想上这个电视台的节目 因为上了 就能够在一夜之间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名气 所以 这个何东也算是南方娱乐圈 翻云覆雨般的人物 冯雪小姐 我可是找了你很久了呀 没想到你居然在这里 何先生 我感觉里面有些闷 所以想出来透透气 冯雪明显有些忌惮这个合同 所以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 哦 那现在冯雪小姐感觉好些了吗 你是胸口闷吗 那我来给你揉揉 说着 何东便旁若无人的朝冯雪的胸口摸去 这个举动吓了冯雪一跳 一旁的周婉秋眉头一皱 一把拍开了何东的手 然后他上前一步挡在了冯雪的前面 你这人怎么这么无理啊 何东这才注意到了周婉秋 他一下子就被周婉秋的美貌给吸引住了 甚至周婉秋的美貌比起冯雪来 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小姐你也是混娱乐圈的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何东是长星台的台长 以前没见过你啊 你这是才进入娱乐圈吧 现在呢 我给你一个成为一线艺人的机会 就接下来 我们台里面要制作一个新的真人秀节目 我邀请你来做我们这个节目的常驻嘉宾 一定能够让你在这个节目之后火遍全国 不过呢 我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这位小姐 这艘游艇的三楼有一个我的专属房间 要不我们上去想谈如何 说完 何东又看向了周婉秋背后的冯雪 冯雪小姐 你对我们台内节目的常驻嘉宾有兴趣吗 如果有兴趣 你也和我一起上去谈谈怎么样 现如今的娱乐圈 都已经明目张胆到这种程度了吗 会不上 周婉秋大骂一声 玉手一挥 一个耳光便甩在了何东的脸上 你 你居然敢打我 告诉我 你是哪个公司的艺人 你死定了 你的星途将会毁于一旦 还有你 冯雪 这是你的朋友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要不然 你们背后那个所谓的秋草传媒 也会受到牵连 冯雪有些紧张地拉了一下周婉秋的手 婉秋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得罪了这个何东 我们秋草传媒 接下来怕是会有很大的麻烦了 周婉秋却毫不在意 直接看着那个何东回答道 我不是明星 我叫周婉秋 是秋草传媒真正的老板 原来你就是周婉秋 难怪你那么狂 你信不信 我让你秋草传媒明天开业便破产 你要是有那个本事 就来试试 你这种人 我现在看着就恶心 马上给我从这艘船上滚下去 你说什么 你让我从这船上滚 我可是黄川专门邀请来的贵宾 你去问问他 他敢让我滚吗 何东有足够的自信 他的确是黄川专门邀请过来的贵宾 如今放眼整个娱乐圈 这个何东的确相当于泰斗级大佬 所以黄川是费了不小的功夫才将他邀请过来 而且某种意义上来说 秋草传媒要想正式启航 彻底在南方娱乐圈站稳脚跟 还需要经过这个何东的同意才行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才是秋草传媒的幕后老板 黄川只不过是给我打工的 我现在让你马上从这艘游艇上滚下去 不需要经过黄川的同意 散吧 话可别说的这么满 我混娱乐圈的时间 比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还久 你是老板又怎么样 但是你离不开黄川 黄川来了他都不敢让我下船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 今天这事没完 你和冯雪要是不给我道歉 把我赔好了 你们都得完蛋 不仅你们要完蛋 你们整个秋草传媒都要完蛋 何东 你算个什么东西 居然敢威胁我们周总 说话的是黄川 他在两名贴身保镖的跟随下 朝这边走了过来 何东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下这艘游艇 要不然 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黄川 你吃错药了 该这样和我说话 不行吗 黄川冷笑一声 压根就不想和这个何东说太多 直接对身后两名保镖吩咐道 把他给我从这里扔到江里去 什么 黄川 你来真的 你觉得我像是在和你开玩笑吗 何东 我看你是活腻了 连周总都敢得罪 你真是不知死活呀 两名保镖直接把何东给架了起来 然后来到了甲板的边缘 黄川 你别乱来 老子不会游泳啊 别 别把我扔下去 我可是长星台的柴长 你们敢得罪我 我保证你们整个求草传媒都要完蛋 巨大的落水灯 溅起一大片水花 何东在水里疯狂的挣扎大海 黄川顺势扔了一个游泳圈下去 何东一把抱住了那个游泳圈 快把我拉上去 然而 黄川直接拿出了对讲机 吩咐游艇返航 立马回码头 至于那个河东 他有那个本事 就靠游泳圈游回去 没那个本事 就自己在这湘江里喂鱼吧 这时 夏天从第三层下来 刚才发生的那些事情 他都看到了 他一直没有过来 就是想看一下 如今周晚秋 蜕变到了什么程度 同时也想看看 黄川在处理这些事情时候的 态度和决心 天哥 夏天过来 黄川第一时间给他打招呼 刚才的那件事情 我已经看到了 你做得不错 无论什么时候 你们都要记住 你们 是我夏天的人 我夏天的人在全世界 都是横着走的 不过天哥 明天我们秋草的剪彩仪式 肯定不会太平了 他要是敢来捣乱 我就让他整个公司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当天晚上 夏天和周晚秋 就住在这艘游艇的VIP套房里 此时 夏天站在窗户前 看着外面波涛起伏的江面 神色严峻 怎么了 老公 之前就感觉你有些怪怪的 周晚秋从背后抱住了夏天 将头埋在了他的后背上 你是在为刚才的那件事担心吗 刚遭黄川 将那个河东从游艇上扔了下去 明天秋草船没剪裁 怕 周晚秋的这番话还没有说完 夏天便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他转过身来 一把将周晚秋给抱住 怎么 刚才你那么硬气 现在反倒是担心起来了 我硬气 还不是因为有你在我背后吗 但是你现在却一筹莫展的 难道对于娱乐圈 你也束手无策吗 夏天忍不住 在周晚秋的脸上亲了一口 老婆 我怎么感觉 你这越看越可爱了呢 你老公我连乔家都不放在眼里 还会在乎那区区一个电视台的台长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三十五集 花到此处 夏天顿了半秒 继续说道 刚才我在甲板上 说的那一句话 你一定要一直记得心头 我夏天的人 在全世界都是横着走 更何况你是我老婆 就算是天王老子在你面前 他也得恭恭敬敬地 叫你一声夏夫人 嗯 那老公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 夏天转身 看向了远处的江面 然后指着江面上的一处海岛 老婆 你看那座海岛 像什么东西 那不就是一座黑漆漆的岛吗 能看出什么呀 黑漆漆的像是一个人站在那 人 什么样的人啊 一个穿着一身黑色斗篷 只露出一个眼睛的人 话到此处 夏天却不愿意再多说些什么 说多了 他怕周晚秋会担心 老公 是你的敌人出现了吗 没有 就是随便说说罢了 说着 夏天直接一把将周晚秋给抱了起来 然后朝那边的大船走了过去 老婆 这江上的风景不错 凉晨美景 小草一直嚷嚷着想有个弟弟 不如今晚 我们就赶紧给萧草生一个 怎么样 周晚秋翘脸一红 假装用力的锤打夏天的胸膛 你就是个 不舍不舍的大坏蛋 四日上午 秋草传媒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剪彩的地方就在原星渝的总部 这里接下来也将会成为秋草传媒的总部 因为黄川在提前安排 今日南方很多娱乐圈的大佬和艺人都过来捧场 媒体也不少 一大早 这里便已经是人山人海 非常热闹 九点左右 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伴随着周晚秋和黄川 共同拿着剪刀 一刀将那长虹给剪下去 便标志着秋草传媒 正式成立了 周围响起了一阵热烈的响 媒体的摄像机和照相机也全都对准这边 不断按下开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却突然响了起来 周晚秋 黄川 你们想在长兴市这边开娱乐公司 有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刹事间 好多人都不约而同的将目光望向了声音的来源处 直接那边 河东在一众人的跟随下气势汹汹的朝这边走了过来 昨夜 好在那湘江江面风平浪静 并没有什么大的波涛 所以那湘江水并没有将河东淹死 不过当他挂着游泳圈从江心游回到岸边时 已经将近午夜了 昨天一整晚 河东都在医院里打掉瓶 今天一早 原本他还需要继续在医院输液的 但是他实在忍不住了 直接从医院跑出来 来到了秋草传媒的检采现场 河东 我秋草传媒的成立 好像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吧 黄川眯起眼睛 看向河东 丝毫不怂 此时的河东已经来到黄川和周晚秋这边 与其争锋相对 你们秋草传媒成立 的确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不过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了 接下来 我长星台将会封杀你们秋草旗下所有的一人 此话一出 现场一片哗然 长星台在南方娱乐圈的影响力是无庸置疑的 就算是国内很多的一线明星 都不敢贸然和长星台闹崩 不然他们将会遭受难以承受的后果 现在河东居然当着整个娱乐圈的面 公然说要封杀秋草传媒旗下所有的艺人 这无疑是直接宣布了秋草传媒的死刑 黄川 周晚秋 我不仅要封杀你们秋草传媒旗下所有艺人 而且 以后整个南方娱乐圈 有任何娱乐公司敢和你们合作 都将会遭到我们长星台的封杀 此话一出 现场更是一片哗然 河东的做法彻底断绝了秋草传媒的后路 这时 很多原本站在黄川和周晚秋身边的南方娱乐圈大佬 本能的和他们保持了距离 此时 黄川也有一丝着急 周总 黄川转头看向周晚秋 现在怎么办 如果没有更大的势力出来压着这个河东 我们秋草传媒根本就不可能在娱乐圈立足啊 不怕 周晚秋此时的淡定让黄川一争 随后周晚秋看向了人群中的夏天 此时夏天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个笑容给了周晚秋无比踏实的鼓励 夏天并没有站出来 周晚秋也看出来了 夏天这是想让他亲自来解决这件事情 他深吸了一口气 直面那趾高气昂的河东 刹那间 一股灵力之势从周晚秋的身上爆发出来 真是笑话 你区区一个长星台 也想在娱乐圈支手遮天吗 就凭你 还想封杀我秋草传媒旗下的艺人 谁给你的胆子 周晚秋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我河东不敢动你 不是不敢 而是你没那个能力 你若敢动我秋草船门一根豪猫 我可以保证 你整个河室都得完蛋 狂猫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敢说出这种话来 谁给你的勇气 这个时候 夏天终于面带微笑地朝周晚秋那边走了过去 姐夫儿 你做得真好 以后遇上任何事情都要保持现在这种气势 你要记住了 天比你大 地也比你大 但是这天地之间 你说了算 发到此处 夏天转身看向了那边的河东 我老婆的勇气 是我给他的 你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夏天淡淡一笑 指向河东身后 让他告诉你 我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河东将头转了过去 转过身后 他整个人都僵直在了原地 周围更是一片哗然 因为好多人都被河东身后的那位给吓到了 啊 乔云帆乔家主 所有人忍不住惊呼起来 因为谁都没有想到 如今的乡省之王 乔家新任家主 居然会出现在秋草传媒的剪彩仪式上 和乔家这种豪族比起来 整个乡省的娱乐圈都是蝼蚁 就算是合适掌控的长星台 在乔家面前也不算什么 放眼整个长星乃至乡省 乔家就是帝王一般的存在 乔 乔家主 你怎么来了 两久之后 河东才反应过来 心头更是生腾起了一股极其不好的预感 乔云帆二话不说 一个耳光便甩在了河东的脸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叫嚣着风沙天扫公司旗下的义人 我现在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们整个和氏 完蛋了 乔家主 你刚才说 说啥 你听不懂人话吗 乔云帆一脚踹在了河东的身上 我说 你整个和氏都完蛋了 长星台那边 我会让人撤销你们和氏的控制权 至于你们和氏其他产业 将会受到我乔家的全面打击 今日天黑之前 我要让你们整个和氏都土崩瓦解 这 河东大脑瞬间一片空白 紧接着 整个人都瘫软在了地上 乔 乔家主 这是为什么呀 因为 你得罪了你永远都得罪不起的人 话到此处 乔云帆压根就不想再看河东一眼 转身快步地朝夏天和周婉秋那边走了过去 然后他就当着在场所有人的面 恭恭敬敬地对夏天和周婉秋 恭声行礼 乔云帆见殿 天歌天嫂 同时驻天嫂的秋草传媒 昏昏火火 裁员广进 整个现场直接炸开了锅 河东整个人面如死灰地坐在地上 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一般 乔云帆 既然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说出那种话来 那毫无疑问 他们和事完蛋了 彻底的完蛋了 作为乡省第一大族 乔家要整垮他们和事 真的是不费吹灰之力 饶命 饶命啊 当河东想明白这一切之后 刚才还趾高气昂的他 直接跪向了周婉秋这边 周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你 还请你网开一面 放我一马吧 我保证 保证以后把长星台所有的资源 都给秋草传媒旗下的一人 求你开恩啊 何老板 如果乔家主没有出现 你会像你所说的这样 放过我们秋草传媒吗 这 这 一时间 何东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你既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那我就来替你回答吧 你肯定不愿意 既然如此 那我又凭什么要放过你呢 乔家主 我现在就让你动用乔家的力量 彻底让和事土崩瓦解 灰飞烟灭 立刻 马上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三十六集 周晚秋的强势 让在场很多人都是大吃一惊 这个外表看似柔弱的漂亮女人 行事作风 居然如此雷厉风行 霸道果决 周晚秋无疑是给何东宣判了死刑 周晚秋心头明白 这是一个杀鸡儆猴的绝佳机会 而且像何东这样的人 在南方娱乐圈本就是一颗毒瘤 所以他便趁着这个机会 彻底铲除和事 这样一来 不但能够给自己和这边很多人出一口恶气 同时也直接奠定了秋草传媒 在南方娱乐圈的地位 乔云帆在听到周晚秋的吩咐之后 同样是第一时间拿出手机安排下去 由他乔家家主亲自下令安排 何事在一日之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已经成了定局 何东是被人给拖出去现场的 拖出去的时候 他整个人都是翻着白眼 口吐白目 下场看起来是极其的悲惨 不过在场没有任何人去可怜他 反倒是拍手称快 这些年何东仗着长星台 带着南方娱乐圈作恶多端 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 如今周晚秋为民除害 自然是让人大快人心 何东被拉走之后 剪彩仪式继续 同时黄川也是趁着这个机会 宣布了秋草传媒 即将投资一部大制作电影 白蛇 青城之恋 将会由秋草传媒旗下 当家花旦冯雪 出演一号白素贞的角色 同时其他角色 也将会全面由秋草集团旗下的艺人担当 趁现在大多数媒体都在 黄川就此宣布出来了这部电影的制作消息 也是瞬间在网络上吵起来了不低的热度 今天秋草传媒的剪彩仪式上 虽然出现了何东这个插曲 但是整体来说则是进行的非常顺利的 夏天退回到了之前他所站的幕后位置 看着自己的老婆周婉秋在台上独挡一面 夏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然而很快 夏天脸上的那一丝笑容却凝固了 因为他看到在那边的人群之中 一道穿着黑色斗篷 只露出一个眼睛的身影就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他就好像是一只幽灵 明明穿着打扮都十分的怪异 但是周围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他 天哥 你这是怎么了 夏天用力的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然后又一次看向了人群那边 但是这个时候那一道人影已经消失了 夏天没有继续在这剪裁现场待下去 他转身走到了秋草传媒大楼的天台之上 天台上有凉风吹来 让夏天的脑子清醒了不少 这种不知道是幻觉还是真实存在的第六感越来越强烈了 这让夏天愈发的感觉到心中有些不安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两年前 天王殿即将和黑暗图腾爆发总决战的时候一般 让夏天时时刻刻都绷紧神经 他拿出了手机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老大 天父 叶修罗在逮国那边失踪之后 有没有二次现身 你们影部有没有追踪到他的行踪啊 老大 当时你在暗网上发布了三十亿美金的悬赏 如今全世界无数的杀手 雇佣兵或者赏金猎人 都在追踪夜修罗的总结 根据我们影部这边搜集到的最新消息 半个月前 在缅国那边 疑似出现了夜修罗的总结 疑事 蝙蝠 我要的是确切信息 别跟我说这些模棱两可的词 你说你什么时候 才能够将影部发展成JPE那样 缅国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三名在国际杀手榜排名前15的超级杀手 再加上一支国际顶级的雇佣兵组织 最后 还有一名黄金级别的赏金猎人 全部都死在了缅国那边的同一处地方 后来事件发现 那些人是死于同一人之手 全都是一招毙命 一共将近20人 几分钟的时间 便被人给杀绝了 凭着我们现在的认知能力 再加上老大 你在暗网上的那三十亿悬赏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出 干出这一些的 肯定就是 远黑暗图腾的第一强者 叶修罗 你说的没错 杀手 雇佣兵和赏金猎人 会联合在一起攻击一人 当下 也只有叶修罗了 而能够同时杀掉这么多世界顶级强者的 也唯有他叶修罗 还有其他线索吗 没有啊 老大 不发呗您嘛 说实话 凭我们贬赴当下的情报系统 完全没有办法 追踪到叶修罗 如今放眼圈世界 除了那些超级大国的 官方情报部门之外 也只有GPE 能够提供叶修罗的具体行动啊 这一批那边就别想了 叶修罗早已经在那里投保封禁了 我要是能拿出一千亿 直接就可以把影部发展起来了 还求个屁的这一批一样 叶修罗 我这两天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总感觉 叶修罗来华夏了 什么 老大 这不太可能吧 华夏那边可是全世界黑暗强者的坟墓 叶修罗应该没那么大胆子 闯到华夏禁区来吧 更何况 他如今被暗网悬赏 他的资料肯定是进了 华夏官方部门的相关档案之中的 他要是贸然闯入华夏 怕是很难活着出去 这世上就没有叶修罗干不出来的事情 你继续加大力度 给我查叶修罗的消息 有任何的风吹草动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你 是 老大 老大 那叶修罗 我万一真的来华夏 你那边怎么办 需要总部这边派人过来吗 我夏天在哪儿 那儿就是天王殿的总部 我反倒是担心他不来呢 夏天也不想继续说太多 直接挂掉了电话 他在这天台上站了一会儿 居高临下的情况下 夏天的双眼就如同那扫描仪一般 不断地扫视着下方那人山人海 几乎每一个人都清晰地 呈现在了夏天的眼中 他的大脑就如同是一台 高精密的电脑一样 比起常人来说 不知道强大了有多少倍 没有发现那道黑色的人影 也就是说 叶修罗并不在这里 夏天又一次在自己脑门上 拍了几把 然后转头朝着天台下面走去 从长星市回到庆市 周晚秋总能够察觉到 夏天身上那种细微的变化 这让他的心头愈发地担心 老公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从这次去长星市开始 就总是感觉你有些心绪不宁的 有吗 我没事啊 可能是这段时间 遇上的事情有点多吧 有些疲倦了 我没事老婆 你可千万别担心我 反倒是你 这段时间 一直都在忙公司的事情 还是得好好休息一下 嗯 说起来 这段时间的确是挺累的 哎 老公 我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 什么想法 黄川先生 已经联系好了国内知名导演 成哥的拍摄团队 白蛇青城之恋 马上就要进行开机仪式了 开机之后 他们会第一时间 去仙女山那边进行取景 那个时间 恰好是国庆节前后 所以我想着 我们可以带着小草 和剧组一起去仙女山那边 散散心 可以啊 仙女山是南方这边 非常有名的景区 山上常年白雾环绕 如同人间仙境一般 很多篇玄幻的电影 也都会在仙女山这边取景 而这一部 由秋草传媒投资的 白蛇青城之恋 主要就是讲述 关于白素贞的故事 这部电影的开篇 便是白素贞 在山中化身为人的场景 在仙女山那边取景 是最适合不过的 到时候 让爸妈一起过去吧 说起来 我们一家人 还从来没有出去玩过呢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玩玩 接下来几天 周婉就打算提前安排好 秋草这边的一切事宜 而夏天闲着无事 每天出了陪周小草 上学放学之外 其余的时间 他大多数时候 都会前往狼窝那边 夏天的这个举动 有些反常 因为一般情况之下 夏天大多数时间 都会待在秋草集团那边 做他的保安部长 陪着周婉秋 狼窝那边 他去的次数比较少 因为那边如今的一切 已经走上了正轨 也不需要夏天去操心太多 甚至这天 夏天从早晨 一直到晚上 都是待在狼窝这边 寸步未离 夜幕降临 一轮圆月高挂夜空 狼窝门前 两头将近半人高的黑狼 仰天望着空中 那一轮圆月 放声咆哮 整个夜空 都充斥着 这黑狼的狼窝之声 给着整个狼窝 增添了不少神秘的色彩 此时 狼窝之内 连续不断的响起 一阵又一阵的 拳头轰击之声 砰砰砰 狼窝中间 只见夏天赤裸着上身 那身上的肌肉 勾勒出完美的身躯 甚至连他身上的那些发痕 都极具力量与眉眼 他的身上 早已经是布满了汗水 他的拳头 不断的砸在对面 一个体型庞大的大汉身上 这个大汉 是陈大力 在夏天那如风的 灵力攻击之下 目前狼窝排名二号的 陈大力 为夏天打得 毫无还手之力 而此时的夏天 连十分之一的力量 都没有拿出来 慢了 太慢了 你这段时间 都练了些什么呀 怎么这么慢 让我看看你的拳头 出拳 师父 你太过分了 少瞧不起人 陈大力身上的肌肉 瞬间隆起 充斥着一股狂野的力量 两个拳头对碰在了一起 夏天纹丝未动 而陈大力那如山一般的身躯 却是直接倒飞出去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废物 那边的陈大力 整个人都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 他感觉到很挫败 周围那些狼窝成员 将夏天围成一个圈 每一个脸上都挂着震惊和疑惑 夏天是狼窝的灵号 是他们最尊重的天歌 同时也是他们心中 如同神灵一般的男人 在这之前 夏天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这几天 夏天给他们的感觉 好似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几天 他们明显感觉到夏天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那一股力气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 夏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三十七集 特别是今晚 夏天就好像是一头暴怒的野兽一般 对着每一个人都好像充斥着一种不满 不过这种不满可以归结为恨铁不成钢 所以夏天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理解夏天 因为他们知道夏天是为了他们好 但是他们一直都很努力 非常非常的努力 甚至已经达到了 每天都在突破极限废寝忘食的程度 夏天还想让他们怎样 夏天一一扫过在场的这一群狼窝成员 脸上依旧带着一股争灵 你们心头都很不爽对吗 不爽就对了 把你们的火气都给我发泄出来 我今天针对的不是陈大力一个 而是你们全部 你们所有人都是废物 说着夏天直接朝着其中一名狼窝成员冲了上去 一拳将其砸出去 紧张着他又是一脚 将另外一人踹趴在了地上 你们全都给我过来 杀时间 在场每一个人都朝着夏天扑扑扑 狼窝之内想起了一连堆战斗的声音 从头一头一头一 踪入了狼群之中 狼窝四号增强 出局 狼窝出局 七号蝴蝶出局 狼狂出局 狼狼出局 门神出局 前后一共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截至目前 二十三位狼窝成员全都被夏天揍趴在了地上 而且 这还是夏天没用出全力的情况下 看着这些狼窝成员横七竖八的趴在地上 夏天甩了一下自己的拳头 拳头上面 甚至还挂着血珠 这一刻 他也没有再多看他们一眼 而是将目光移动到了那边一排废弃的轮胎上面 此时这废弃轮胎上 风八指正躺在那里睡觉 从入夜开始 狼窝这里面如此大的动静 但是这风八指却好像是压根就没有听到一样 一直就躺在那里呼呼大睡 风八指作为狼窝一号 却是除了他来到狼窝第一天征排名之后 便再也没有和任何人战斗过 不过 之前他和卫庄也打过一场 但是南疆刀狂卫庄却是被他虐得毫无脾气 除非是夏天有特殊的任务要交代给他 要不然这个家伙就是睡 当狼窝里面恢复到平静之后 那边便很清晰的响起了风八指打呼噜的声音 他的呼噜声听起来很特别 非常的有节奏 甚至有一种一扬顿挫的感觉 夏天的目光死死的锁定风八指那边 然后一步一步地朝着他那边走了过去 当年师父要去海外 你却不愿意跟着去 一定是有原因的 并不是你不愿意去 而是师父不准你去 对吧 钟八指 老子今天就要搞清楚 当年师父到底交给了你什么 然而此时的风八指却依旧在呼呼大睡 就好像他完全就没有发现夏天的到来一般 夏天也没叫醒风八指 毫不客气的一拳朝着他砸了下去 这一拳势大力尘 甚至夏天都没有怎么刻意去收力 一拳下去 风八指躺着的那废弃轮胎直接爆了 然而夏天的这一拳并没有砸中风八指 还处于睡梦中的风八指 居然鬼使神差的躲过了夏天这一拳 睡梦罗汉吗 这一瞬间连夏天都感觉有些差异 然后他便放开了自己的拳脚 继续朝着风八指那人攻击 连续好几拳 都没睡 八指给躲了过去 速度看似缓慢 躲避的身法却是非常的精妙 夏天最后一拳砸下 风八指下面那虫着的一叠废弃轮胎 全部都被夏天给砸爆 巨大的爆破声就好像是一道惊雷一般 终于风八指醒了过来 他一极快的身法闪到了一旁 然后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 他揉着稀松的睡眼 看下了夏天这边 夏天 你干什么呀 夏天 这都是你干的 对 你这家伙 这几天到底怎么了 陪我打一场 用你的权力 我知道你很厉害 甚至不输这世界上最顶级的强者 话到此处 夏天已经移动到了风八指的面前 风八指有一种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 他这个人有些懒 能够躺着绝对不会坐着 能够不出手也绝对不会出手 但是这个时候 他好似已经没有退路了 于是他和夏天便在这狼窝里面大战起来 速度都是快如斩跌 那拳头之间所爆发出来的力量 更是让人感觉头皮发露 那些趴在地上 还能够保持清晰意识的狼窝成员 在看到这场战斗的时候 也都是被吓到了 这两人的战斗 又一次抓紧了他们的强者的认知 狼窝所有成员加起来 也就在夏天手底下撑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而且那还是在夏天没有权力的情况下 而现在夏天对付风八指的时候 明显要比刚才认真 而风八指仅仅一个人 却已经在夏天手底下撑了将近五分钟 终于在接近六分钟的时候 夏天一起砸在风八指里 然后就看到风八指好像炮弹一般倒飞出去 他的身体重重地砸在后面的墙壁上 然后整栋墙壁都塌了 而风八指的身体则是直接滚到了狼窝外面 这一拳石破天惊 巨大的响动又一次惊动了外面的狼群 煞时间整个狼窝上空都回响起了那凄厉的狼嚎之声 这一拳差不多用了夏天将近六成的力量 就算是像陈大力那种身体强悍到极致的变态 在挨了夏天这一拳之后也会被当场砸死 但是风八指这看似弱不禁风的身材 却是第一时间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甚至都没有受太重的内伤 嘴角也是溢出了那么一丝淡淡的鲜血 夏天顺着那个窟窿从狼窝里面走了出去 跆拳还想打 夏天你饶了我吧 不风八指 这不是你真正的实力 我今天一定要搞明白 当年师父到底传给了你什么 睡梦罗汉的降龙十八掌 就是星野武装元苏琴那种 你是在逗我吗 哎呀我不骗你 盖黄真是教的我这个 他没有告诉我名字 但是我就喜欢叫他降龙十八掌 而且这玩意儿目前只能睡觉的时候用 那你现在就给我睡 来过去 夏天 你大爷 我这才睡醒 你让我怎么睡啊 两人一拳一后追了差不多有好几公里 最终在一个小山坡上停了下来 风八指的确打不过夏天 但是他的速度却是能够与夏天不相上下 毕竟这都是在曾经乞讨的时候 被野狗追赶时候所练就的本事 好了 你别跑了 我也不追了 一场奔跑之后 夏天原本那种躁动的心态 好像突然就变得平静下来 然后他就坐在这个小山坡上 吹着夜风 然后点燃了一支烟 风八指转身走回到了夏天这边 然后在他的身边坐下 那给我来一口 夏天将一支烟递给了他 又顺便帮他点燃 两人都深深的吸了一口 然后风八指就将手中的烟给掐灭 又转身将夏天手中那支烟给拿了过来 他吸了一口夏天的这支烟 又递回到了夏天手中 而夏天也吸了两口 然后又给了风八指 两人共同吸着同一支烟 然后就笑了起来 时间过得真快呀 一转眼就七百年了 是啊 那时候我们一起在街上 讨来的馒头 就是这样一人一口 从垃圾堆里面捡的烟地 也是这样一人一口 一开始你根本就不会抽 我还记得你第一次抽烟的时候 差点给呛死 其实我现在也不太会 只是有时候不想忘记一些事情 身上就一直带着一包 夏天哪 我总觉得你某些时候需要特别的尼鼓钉来麻醉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感觉你就像变了个人一样 你这几天让我想起当年的一桩往事 你还记得那天我们被一群恶犬追的那件事情吗 记得一些 那个时候我们在街上 跟一群恶犬抢尸 然后被那群恶犬追了好几条街 但是我记得我当时摔了一下 直接就摔晕过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 就看到你 护在我的旁边 而那三四条恶犬呢 全部都死在我们面前了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知道 你那时候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你一个人是怎么样把那些恶犬全部都给干死的呀 夏天 这件事我一直瞒着你 是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跟你说出这个真相 但是现在啊 我不得不说了 什么真相 当时那几条恶犬根本就不是被我给干死的 是被你 我 你开什么玩笑 我当时明明是晕过去了 而且晕在地上的时候 肯定是被那些恶犬给咬了 我起来 这身上到处都是牙印 我怎么可能会干死那些恶犬呢 就是你 你身上的牙印 就是在和那些恶犬搏斗的时候被咬的 而且你可能已经忘了 当时你嘴上满是血腥 那是因为你直接咬断了两条恶犬的脖子 风八指 你没跟我开玩笑吗 哎呀没有 我可以对天发誓 那时候你真的就跟他入了魔一样 眼睛一片血红 这真跟恶魔一样啊 我当时是让你吓着了 而且后来我经常睡觉 都会梦见那天晚上你那个模样 夏天 难道对于那晚的事情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 我还以为你知道 只是不想提这事 所以 我也一直没问你这个事 我是真不知道 我呀 我感觉你和常人不太一样 夏天 这些年你在海外 发生过类似的事吗 比如 突然失忆 而在失忆的过程中 其实你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 下期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38集 没有 不是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并没有听其他人 说起过这种事情 到底有没有 其实我也不清楚 不过有几次 我在身处绝境的时候 倒是真的突然感觉 自己变强了很多 然后将敌人绝地反杀 那种感觉有些怪 我其实也说不清楚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你这几天的状态 和当年非常像 就是眼神 还有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力气 像极了你当年 咬死那几条恶犬的时候 所以夏天 你这几天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是因为叶修罗吧 叶修罗 他差不多算得上是我的宿敌 一个很厉害的家伙 不过他最近被我搞得很惨 我以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都不可能再出现在 我的生活之中了 那是从那天 我去长星参加 秋草传媒剪彩仪式的时候 我就已经经常会看到 叶修罗的身影 他就好像是鬼魂一样 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 你确定你真的看到他了 不确定 或者说 那只是我的幻觉 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第六感 也可能是因为 叶修罗始终没有除掉 我心头一直不踏实吧 以前在海外的时候 我也有着很强烈的第六感 非常准 但是我并不会去忌惮 某个对手或者敌人 但是如今 我不得不说 我的确是忌惮叶修罗了 是因为你现在牵挂太多了吧 老婆女儿朋友 刚才你之所以会那般野性大发 将狼窝里所有人都赶翻在地 其实也是因为你担心他们 对吗 你在想 万一叶修罗找到了狼窝 就凭着他们那些花拳绣腿 分分钟会给叶修罗赶成肉泥 所以你才那么着急 毕竟你回国之后 接触的这些人 都不是你天王殿的那些变态 说起来 他们现在都还没有自保的能力 或许是吧 两人突然就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 最后夏天看了一下手中的时间 已经是凌晨一点了 我第六感一直挺准的 所以叶修罗有很大的概率会出现 风马指 帮我一个忙 你说 从明天开始 你保护我的妻女家人 一直到我干掉叶修罗为止 那你呢 我担心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行 接下来夏天 他们打算一家人去仙女山散心 风八指也决定跟随他们一起过去 这正儿八经的出去旅游 风八指肯定不能像平时那样脏兮兮的 次日上午 夏天便直接带着风八指 去了秋草集团的线下门店 给他全身上下都给换了一遍 然后又带着风八指去了理发店 将他这一头乱糟糟的头发给剪了 理了一个精神的发型 风八指的年纪和夏天差不多 但是因为平时他的那种穿着打扮 看起来却好像是几十岁的抠脚大汉一般 而如今在改头换面之后 风八指整个人看起来却是相当的精神帅气 真是没发现啊 你这家伙 在改头换面之后 居然也是一个大帅哥呀 去一边玩去 风八指明显很不适应这一身新的行头 他的手更是时不时的会在自己的嘎吱窝上乱抓 所谓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你啊 以后就这么穿 看起来还真有点像吴彦祖啊 等这次从仙女山旅游回来 我去给你买一辆车 然后到那边的卫校门口把妹如何 然后他就习惯性的找了旁边的一个角落 一屁股就要坐下去 你干嘛啊 睡觉啊 这是大街啊 四日一大早 夏天一家五口 连同风八指一起登上了前往仙女山的大挖车 因为白蛇剧组是直接从长新那边出发的 夏天他们并没有去长新那边和剧组一起 而是在仙女山和剧组会合 国庆前后是旅游的黄金期 而像仙女山这种著名的景区 去玩的人自然也有不少 夏天他们所乘坐的这一辆大巴车 完全就是坐无虚心 一行人中 最高兴的就要莫过于周小草了 今天他很早就起了床 然后自己收拾好了自己的小背包 小姑娘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可爱 车上周小草和周婉秋坐在夏天的后面一排 妈妈 我们这次是去仙女山吗 对啊 那仙女山在什么地方 我们要坐多久的车才能到那里啊 嗯 仙女山离我们青狮不远也不近 差不多有五百公里左右吧 今天下午三点钟我们就能够到那边了 妈妈 仙女山上真的有仙子吗 有啊 周婉秋将关于仙女山这个名字由来的典故 说给了周小草听 那妈妈 秋天到了 仙子会往南飞吗 一会排成一字 一会排成人字 嗯 嗯 老师教的呀 秋天到了 仙子飞往南方 一会排成一个一字 一会排成一个人字 哈哈哈哈 小草 你说的那是燕子 不是仙子 大巴车一路朝着仙女山的方向进发 车上的气氛十分的和谐 夏天他们所跟的这个旅游团叫做青草旅游团 这次带团的导游被称为小林 是一个看起来很阳光 也很热情的大男生 一路上 小林介绍了很多关于仙女山那边的神话传说 他描绘的绘声绘色 直接将周小草给听入迷了 这个青草旅游团挺不错的 应该是唐首富极下的产业吧 唐龙在庆市那边除了做酒店的生意之外 旅游这一块也在做 这个旅行社应该是他旗下的产业吧 不过庆市的旅游业 目前来说并不算红 所以这一块并不算重点 怎么了老婆 你是不是想搞旅游这一块啊 嗯 还真有这个想法 老公 你可别小看了旅游这一块 如果发展起来 前景很大的 哎哟 老婆啊 我发现你现在是越来越有商业头脑了 没问题啊 如果你真有这个想法 这次回去之后 我让唐龙把旅游这块给让出来 交给秋草来做 之前我就说过 要想秋草 真正的走向国际 必须得多元化发展 旅游这一块 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项目 快到中午的时候 大巴车开进了沿途的一个服务站里面 这个服务站和旅行社是合作关系 每一次青草旅行团的大巴车 沿途到仙女山这边 都会在饭点进入这个服务站 让游客在这里吃饭 对于这种情况 只要这些店铺东西不是贵的离谱 或者强买强卖 游客也是能接受的 从大巴车上走下来之后 小林带着一行游客直接去了这个服务区的餐厅 此时 这餐厅里面早已经是准备好了午餐 午餐以辛辣为主 火锅 烧烤 或者小龙虾 各种各样的菜肴看起来秀色可餐 非常的有食欲 原本游客们以为 这种跟团旅游吃的食物会很贵 然而这里的菜肴和外面的价格比起来 反倒是更加的便宜 我这出来旅游这么久 还真是头一丝捧战这么靠谱的旅游团 对啊对啊 不仅不宰客 反倒是比外面的更加的优惠啊 嗯 这小龙虾的味道不错啊 吃一点就感觉胃口大开 给我来两份 我们清草旅行团所秉承的宗旨便是 顾客就是上帝 既然大家都是花了钱给我们团的 那我们旅行团自然会给大家带来最实惠 最优质的服务 接下来大家可以用餐了 你们喜欢吃什么就买什么 价格透明绝对不会乱收费 周围响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夸赞声 然后这些游客便开始去挑选自己喜欢的食物 你们想吃什么呀 我去点 爸爸 小草要吃那个白斩鸡 好 爸爸一会儿就给你点 好吗 夏天用手摸了摸周小草的头 而一旁的周婉秋和曾宏英他们 则没什么要求 反正是填饱肚子 没必要去在意那么多 于是夏天和风八指便过去点餐 这餐厅的菜肴的确不错 而且色香味俱全 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 这里的所有菜都好似以辣为主 清淡的食物却是很少 后来在吃饭的时候 夏天他们还发现 这些菜味道都很重 不仅辣 而且有点咸 虽然味道都很不错 但是吃多了就会感觉口渴 当这些游客将饭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 便开始有人想买矿泉水或者饮料 然而接下来 却是得知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回答 这个餐厅乃至服务站 因为酒水供货商的车在路上出了问题 所以今日都没有酒水和饮料买 酒水饮料没有也就罢了 甚至连烧开的开水都没有提供 这就让人有些不解了 你这么大一个服务站 怎么会连喝的水都没有 然而餐厅这边却并未做出任何的回应 那边的小林则是见大家情绪有些不对 急忙站了起来 她先是看了一下自己手中的时间 各位旅客 今天服务站这边确实是遇上了一些特殊情况 给你们造成了不便 我现在在这里给大家说一声抱歉 你们看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大巴车差不多也要开了 留在这里等开水 多浪费时间啊 而我们大巴车的行李区域是有准备矿泉水的 大家先填饱肚子 忍一忍 一会上车之后 我再把水分给大家怎么样 小林一路过来的出色表现 所以大家对她的印象都很不错 既然小林都这样说了 在场这些游客也不再多说些什么 于是大家忍着那种口干吃完饭 然后开始陆续回到了大巴车上 而小林也并没有欺骗大家 此时已经有人开始从大巴车的行李区域 将好几件矿泉水给搬了出来 送到了车上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三十九集 小林 先给我一瓶吧 这都快渴死了 有一名游客第一时间走向那边 想伸手去拿矿泉水 然而小林却是急忙制止 心没急吧 等会上车之后 大家都有份 你现在来拿很有可能会影响秩序 再等几分钟 等大家都上车了 我再把水给大家 怎么样 这名游客只能作罢 然后兴兴的上了车 很快 所有的游客全都回到了这辆大巴车上 大巴车启动 继续朝着仙女山的方向开去 小林 你快点把水发给大家吧 中午那菜实在是太咸太辣了 真是渴死了 对啊 赶紧把水发过来 你看我们把自己带的水都喝完了 还是不能解渴 站在那边的小林 面带微笑地找过车上的乘客 然后点了下头 随后她弯下腰许 从里面抽出了一瓶矿泉水握在手中 今天中午的饭菜呢 的确是有些太咸太辣了 再加上那边又没有酒水饮料供应 所以大家现在有些口干舌游 我能够理解 那么接下来 我就把水卖给大家吧 坐在旁边的游客已经忍不住了 那是一名大约40多岁的中年妇人 下意识地就要去拿小林身边的矿泉水 然而这一瞬间 小林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她一把拍在这名中年妇女的手背上 那语气好似换了一个人一般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我当然是拿水喝 想喝水可以啊 不过你要先付钱 这中年妇女争了一秒 好像也没有感觉小林这话有什么毛病 然后她第一时间从包里面摸出了一块钱 递到小林那边 一块钱 你开什么玩笑 一瓶水四百 现金不够的可以转账 什么 一瓶进价几毛钱的矿泉水卖四百 你这是抢劫吗 对啊 小林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 你这玩笑看得也是太夸张了一点吧 你这是想钱想方了吧 所有人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旅游团宰客早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是像这样宰的 他们还真是头一次看见 这一瞬间车上的旅客好似全部都反应过来 难怪刚才在服务站餐厅里面的那些饭菜会那么的便宜 难怪那些菜又那么的辣 那么的咸 而且没有酒水卖 原来他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载客 这辆大巴车上一共做了六十多名乘客 每人就算一瓶 那也是三四万的收入了 我真狠啊 现在这些旅游团为了骗钱 那可真是花样百出啊 个老子的 原本以为这次跟了一个比较靠谱的旅游团 没想到居然这么的黑心 晚秋 咱们现在有钱不假 但这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这水绝对不能买 至于夏天 则是一直将头看向窗外 看着外面的风景 就好似他完全没有去在意这车内的情况一般 而且自从前天晚上 风八指给他说了关于当年 他和那群恶犬的那件事情之后 夏天的记忆之中 开始有了一些记忆 逐渐变得深刻起来 这六年来 他在海外好像有好多次都出现了那种状态 那种有些失控的状态 此时 这不满的情绪已经在整个大巴车上蔓延 眼看就快到了要失控的程度 而小林在这个时候 已经彻底的将他的真面目给露了出来 都别吵 我说的呢 那个菜那么咸 然后一碗辣还没有酒水卖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 这也太过分了吧 就是我还以为遇到了一个什么良心的旅游团 没想到居然是这样 果然都是奸商 都别吵 耳朵聋了吗 说话的同时 小林还故意将手中的麦克风 朝着旁边的座位上砸了一下 那种刺耳的电流声传来 充斥着整个大巴车 刹那间 原本吵杂的大巴车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就连周小草也是吓了一跳 瞎意识的便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然后一脸惶恐的盯着周婉秋 周婉秋急忙将周小草抱入怀中 小林倩车内平静了下来 重新将麦克风放到自己的嘴边 晃动了一下手中那瓶矿泉水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这边专门生产的清泉水 取材来自于仙女山上的一个泉眼 然后经过重重过滤包装出来的 喝了它之后呢 可以提神醒脑 延年益寿 所以这绝对不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种 净价几毛钱一瓶的矿泉水 这种水我们一般净价都是三百多 一瓶也就赚你们几块钱 别给脸不要脸 而且你们现在一个个都口干舌燥的 我可以保证 你们只喝一口就不渴了 这真是太不要脸了 这些矿泉水虽然都被撕掉了标签 但是那瓶子一看就是康师傅的瓶子 他这是把大家都当成傻子了吗 你卖四百 我们大不了不喝就是了 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对 哪有你们这样的 四百一瓶的矿泉水 就算你那是穷江玉露也值不了那么多 还清泉水 骗鬼呢 你们每一个人至少要给我买一瓶 如果不买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画壁前排的那几个座位上面 立马就窜起来了好几名 磅大腰圆满臂纹身的大汉 一脸的凶下 其中一人将那一瓶矿泉水报了起来 开始一一朝着座位上的乘客发水 而后面则是跟着三个人挨着收钱 这些客人都是普通人 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啊 当时便被吓到了 难怪这个小林敢这么横啊 原来这车上早就有他的人做好了准备 而且这些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刚才还嚷嚷着不买水的游客们瞬间就怂了 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看到 这些大汉的腰间都别着刀 无奈之下 这些乘客只能奢财免灾 一个个极不情愿的掏出了四百块钱 买下了这样一瓶 净价只有几毛钱的矿泉水 然而这一整车的人 并不是每个人都熟 还是有比较硬气的 当这几名大汉走到一名 戴着眼镜的年轻男子身边的时候 却是遭到了拒绝 那眼镜男子三十岁出头 穿着白色的衬衫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应该是教师或者公职人员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居然敢敲诈烙水 没有王法了吗 这个钱谁爱出谁出 我反正是不会买的 有本事你们就动我一下是时候 我倒是不信了 法治社会你们这群人渣 还能够无法无天了不成 他一边说 还一边从自己的包里面摸出了手机 准备对着这群人拍下他们的罪证 这几名大汉并不惊慌 反倒是觉得有些好笑 走在最前的那人 一把便将手机 从这名眼镜男子的手头抢了过去 然后罩着他的脑门 狠狠的砸了一下 在这里还敢和老子讲王法 老子就是王法 给我狠狠的打 身后两名大汉二话不说便冲了上来 罩着这眼镜男便是一阵拳打桥 眼镜男又守护着自己的脑袋 不断的惨叫 眼镜都被人给打飞了 买还是不买 我买 我买 对方则是直接拿出了三瓶水 扔到了眼镜男的身上 一千五 眼镜男不敢再多说半句 车上的其他人也都是吓得不敢吱声 甚至一开始 又花了四百块钱买了一瓶水的游客 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就好像他花了四百买一瓶水 反倒是赚了一样 都给我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乖乖掏钱买水 不买的 这就是下场 有了前车之鉴 车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吱声 后面的也只能乖乖的掏钱 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花钱免灾 要不然不仅会挨一顿揍 还会被强迫买好几瓶 那就真的花不来了 这个时候 那走在最前面的大汉 已经来到了夏天 他们这群人的面前 曾鸿英和周志文都有些紧张 而周小草则是将头埋在周晚秋的怀中 一脸的惊恐 不过紧张归紧张 除了周小草之外 其他人并不害怕 因为他们知道有夏天在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谁能够欺负他们 周晚秋感觉有些奇怪的是 按道理来说 这样的情况 坐在前排的夏天早就应该站出来了 但是偏偏一直到现在 夏天都没有任何的动作 他一直转头看着窗外 就好像是有什么心事一样 那名大汉同样掏出了两瓶水 扔到了夏天和风八指那边 一共八百 滚 小子 你说啥 滚 卧槽 难道刚才那眼睛被揍成那个样的时候 你还在睡大觉呢 少废话 赶紧给钱 夏天没再继续说话 而一旁的风八指 则是笑眯眯的摸出了自己的钱包 从里面摸出了一叠钞票 钱 我们有 但是 你们敢收吗 哎呀 小伙子 这出门在外的 别和人置气 奢财免灾 可别意气用事啊 别和他废话 把剩下的那半剑宣布给他 让他给钱 这名大汉立马变得一脸猙獰 还真伸手去拿风八指手中的那一叠钳 风八指眼睛一瞇 就要动手 然而 他都还没有来得及出手 坐在他旁边的夏天 却是突然就窜了起来 闪电般的抓住了这名大汉的手腕 用力一捏 大巴车上 立马传来了这名大汉杀猪般的惨叫 其他几名大汉见状都是脸色一沉 全朝夏天这边围了过来 然而此时夏天的脸色却早已经变得十分的猙獰 他的拳头瞬间捏紧 身上一股恐怖的杀气 瞬间爆发出来 转瞬之间 这整个大巴车的温度都好像下降了好几度 瞬间变成了森罗地狱一般 不对劲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四十集 风八指猛地看向夏天 这种气息就是当年那一夜夏天发狂 干死了那几条恶犬的时候那种气息 夏天 你别冲动 风八指已经预见了接下来所发生的那一幕 眼前的这些大害一定会被夏天当成当年的那些野狗一般给干死 风八指第一时间冲了上去 要阻止夏天 冲的一拳 夏天面前的这名大汉直接被他轰飞出去 巨大的力量将这大汉砸出去的时候 同时他身后的几人也跟着撞飞出去 倒了一片 而这一拳还是风八指抱住了夏天的情况下 所以夏天的这一拳并没有砸死人 叶修罗 夏天的双眼突然变得有些血红 甚至从他的眼中看出去周围都是一片血色 唯有正前方的那一道人影 在夏天的眼中变得格外的清晰 那一道人影正是小林 此时的小林已经被吓傻了 他手中拿着话筒 一脸呆滞的看着夏天 这是人还是野兽啊 此时在夏天眼中 小林压根就不是小林 而是一个穿着黑色斗篷 只露出了一个眼睛的人 这个人就是叶修罗 甚至夏天在看到小林手中那个话筒的时候 下意识的就把那个话筒看成了一枚炸弹 叶修罗 你想伤害我夏天最期的亲人 做梦 夏天一个闪身便移动到小林的面前 一把捏住了对方的脖子 然后将他整个人都提到了半空之中 小林的脸色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他的脑袋开始缺氧 一片空白 甚至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都快从身体里面窜了出来 夏天住手 风八指想去掰开夏天的手 但是却发现此时夏天的手就好像是老虎钱一样 就算风八指使尽了全力 也根本无法将夏天的手给掰开 这边小林已经到了断气的边缘 夏天 这一瞬间周婉秋和曾红英他们也是被吓到了 因为他们也完全没有想到 夏天会突然变成现在这般 完全就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然而就算是周婉秋和曾红英他们的喊声 也根本没能让夏天变得清醒 一直到 周小草是真的被吓到了 不是被刚才小林这群人给吓到了 而是被夏天给吓到了 因为他根本就不明白 为何自己非常喜欢的爸爸突然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周小草的哭声瞬间传入夏天的耳朵里 刹那之间夏天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 好似突然就被触碰到了一样 那种刺痛让夏天的意识突然变得清醒下来 终于他松开了自己的心 落地新鲜的空气 吸入了肺腿 让他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小草 小草别哭啊 爸爸在呢 你别哭啊 小草 你会把混蛋 别哭啊 小草 老公 你刚才怎么了 我没事 你 你 真的没事 放心吧老婆 我没事的 刚才只是有些冲动了 毕竟 我也很看不惯这种没有原则的恶霸 一会儿我就给唐龙打电话 让他好好地整顿一下这些黑心的旅行社 等我们这次旅游完之后呢 就让秋草来发展庆史的旅游行业 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大巴车顺利地开向了仙女山的山脚 而在这途中 夏天直接给唐龙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说明了这边的情况 唐龙听后 当时便勃然大怒 同时心头也是惊恐不已 他没想到 居然有自己旗下的旅行社 载客载到了夏天一家头上去了 接下来 唐龙一连打了好几通电话出去 当大巴车到达仙女山的时候 这边已经有唐龙联系的警察 等候在了这里 车刚到站 警察便直接将小林和那些大汉给带走了 而他们所属的青草旅行社 更是直接被唐龙在庆市那边给严办 后来听人说 当时连那个青草旅行社的老板 都直接在庆市消失了 这个时间点 白蛇巨组早已经来到了仙女山这边 而他们已经选好了取寝的地方 周晚秋给张力打了一个电话之后 确定了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然后一行人通过仙女山这边的一辆观光车 朝着山上走去 因为担心夏天又会突然出现什么情绪不对劲的情况 所以风八指提议 直接包了一辆观光车上山 上山的时候 风八指一直坐在夏天的旁边 十分警惕地看着他 生怕他又会突然发疯一样 你不必那么紧张 我没事的 夏天 我总感觉你很不对劲 你真的没事 应该 应该没事吧 不过这段时间 我的确是感觉到了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我的身体之内 好像有一些东西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那你确定了吗 你身上到底哪和别人不一样啊 不确定 有可能是像电视上演的那样 我骨骼惊喜 又或者说我是外星人 再或者 是我体内流淌的血液 甚至可能是我能够造险 骨髓 这一瞬间 风八指也沉默了 因为他能够隐约地感觉到 夏天的这种情况 已经超出了他的预知 事实上 这不仅是超出了风八指的预知 连夏天自己 都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回去之后 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我总担心你以后会闹出什么乱子 我其实每年都会做全身检查的 但是我并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 或许 还是因为叶修罗的原因吗 骨髓指 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一定要保护好我的亲人 因为只有你 在睡梦之中 反倒比清醒的时候更加厉害 我总觉得 叶修罗很快就会出现 或许在我彻底干掉他之后 我这种压力没了 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态了吧 希望吧 风八指也没有再说太多 转身望向了窗外 开始欣赏这仙女山的风景 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观光车终于来到了仙女山的山顶 这山顶很大 因为是风景区的原因 这上面修建了不少的酒店和农家乐 同时这山上还有好几处道观 同时 这里最出名的是一个盘桃林 说是当年天上的七仙女下凡 专门在这里种植出来的盘桃园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仙女侠 仙女侠上有清泉瀑布留下 下面形成了一个清水潭 而这个清水潭 传说是当年仙女在这里洗澡的地方 而此时白蛇剧组拍摄取景的地点 便是清水潭这边 当夏天他们一行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白蛇剧组正在拍摄白素贞 刚化身成人 从那边的山洞中飞出 然后穿过瀑布 最后落入潭水之中沐浴更衣的画面 不得不说 冯雪拍戏是非常的敬业 虽然他如今已经算得上是一线明星了 但是无论是吊威亚 还是做一些危险动作 他都是亲自上阵 压根就不会用替身 诚哥是国内非常知名的一线导演 所以他的专业程度肯定无庸置疑 而诚哥每一个镜头都会要求完美 很多镜头甚至会一连拍几十遍才过 但是这些冯雪都没有任何的怨言 一遍又一遍的配合着导演 多年以后冯雪早已经成为了 火遍世界的超级巨星 而诚哥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大导演 每当回想起第一次和冯雪合作这一部 《白蛇倾城之恋》的时候 诚哥的嘴角都会洋溢起淡淡的笑容 说上一句 这样有天赋又努力又认真的演员 活该他火遍全世界 火一辈子 见夏天他们一家人来到拍摄现场这边 张力第一时间朝着他们那边走了过去 周总 天歌 你们来了 拍摄的怎么样 还顺利吗 嗯 一切都很顺利 程导演是知名大导演 他团队的拍摄手法也都很先进 而且小雪也能吃苦 相信这部电影在拍完制作之后 一定能够大火 我们也相信 此时冯雪在恩基了七八次之后 终于完成了吊威亚飞跃瀑布 然后落下下方清水潭中的长镜头 纵然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在演戏 但是冯雪就是完全把白素贞角色给演活了 以至于在这拍摄现场 好多人也直接被带入了进去 就好像真的看到白素贞从化身成人 穿越瀑布 然后在这清水潭中沐浴更衣一板 这一幕实在是太鲜了 卡 留着一大串胡子的程歌大导演 在拍完这一个长镜头的时候 激动的喊了一声卡 然后他站起来 快步的朝着冯雪那边跑了过去 冯小姐 你的表演实在是太完美了 用这一系列的镜头作为电影的开端 一定相当的完美 冯小姐 你绝对是我成大胡子从业以来 遇上的最好最敬业的演员之一 谢谢导演夸奖 冯雪浑身湿漉漉的从清水潭中走了出来 当看到那边的夏天和周婉秋等人的时候 他甚至都没有去幕后换衣服 快步的朝着夏天和周婉秋这边走了过来 婉秋姐 天哥 你们来了 与此同时 成哥也第一时间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和周婉秋他们打招呼 来了 你们今天的拍摄任务完成了吗 小雪你看你 都全身都打湿了 快点去幕后把衣服换了 一会儿别着凉了 哎呀婉秋姐 我没有那么娇气 没事的 我以前跑龙套的时候 一整天泡在水里都没事 这不算什么 冯小姐 你现在可不是跑龙套的了 你是女主角 而且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未来你一定是大明星 火避全国 甚至全世界的大明星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41集 那真是接陈导吉言了 我这是实话实说 好了 今天下午的拍摄就到这里 我们剧组已经在山顶那边包了一个酒店 我们先过去吃晚饭 吃了之后 今天还有一场夜戏 到时候还得忙呢 行 一星人收工 朝着酒店那边走去 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白蛇剧组包下的这个酒店 正处于山边的位置 而在这酒店前面的休闲区域 正好可以看见远处的夕阳 好美的夕阳啊 我们去那边看看 夏天一把将周小草给抱了起来 然后又牵起了周婉秋的手 朝着那一边一处大石头的方向走去 来到这大石头上 一家三口坐下 看着远处的落日 要是 一辈子 都能像现在这般 那该多好 夏天用手摸着周小草的脑袋 然后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周婉秋 莫名的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一直在追寻志强的道路 目的并不是想让自己变得多牛逼 多么的强大 而是只有自己强大了 他才有足够的能力 去保护身边所爱的人 爸爸 你看那个老爷爷在干什么 周小草指着那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峰叫了起来 夏天等人都不约而同的朝着周小草所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然后他们就看到那小山峰的山顶之上 有一头发胡须全白的老道 正在坐着荆棘独立 这老道脸上布满了沟壑与皱纹 却是先锋倒鼓 他腰间跨着葫芦 后背背着长剑 而在他的背后便是万丈悬崖 在这万丈悬崖之巅坐着荆棘独立 完全不惧周围吹过的晚风和脚下的万丈深渊 这老头全身上下都写着一股淡然 他像是在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修炼朝天礼拜 那是住在这仙女山上真正的道人 据说在这仙女山上 有真正的老道在此修炼 非常的厉害 而且以前呢 有我们圈里的朋友 来到这里遇上这样的道人 都能够让他帮忙算上一挂 或者解惑 他们算的都非常的准 而且解惑之后 更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啼虎灌顶 今天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居然能够在欣赏落日的同时 遇上这样一位在深山修炼的大师 之前我就一直想请这样的大师 给我算上一挂 问一下我什么时候 才能够遇上让自己满意的演员 不过现在我已经遇上了冯雪小姐 这一挂呀自然也不用算了 冯雪小姐 你们有没有想法 让那个道人给你们算一挂 就算你什么时候能够红遍整个世界 陈导 这种事情啊 我觉得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而且那道人现在离我们好远呢 我们现在赶过去 只怕人家早就离开了 那倒也是 在这仙女山山顶就是这样 明明直线距离只有几十米 但是你要想走过去 怕是得花上好一阵子 而此时 夏天却是目不转睛的盯着那边的道人 若有所思 就在这个时候 那边的老道突然拔下来腰间的葫芦 葫芦里面装着的是美酒 他打开葫芦 仰天将里面的美酒倒入自己的口中 这一幕洒脱至极 甚至连那些影视作品里面的摆拍 也完全无法做到老道这般超脱自然 而成哥他们因为职业习惯 也早就忍不住将拍摄设备给拿了出来 对准了那边的老道 只见老道猛地将手中那个葫芦 抛洒向了空中 葫芦当空 腰间的剑咻得一声出笑 刹那间 老道便在那脚下 只有几平米大小空地的山峰上面 舞起了剑来 剑法时缓时急 时而如同奔腾大海 时而又好似风平浪静 其中招式并不花少 但是每当那葫芦从天上落下之际 都会被那老道的剑给重新弹回到空中 如此狭窄的地方 如此飘逸的剑法 又是如此神奇的手段 就好像那葫芦已经成了精 正在环绕着这五剑老道 不停的飞舞一般 这边成哥和冯雪等人直接看呆了 这种场景就算他们用电脑特效做出来 也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这实在是太飘逸太鲜了 就好像是那天上的老神仙下了凡尘一般 所有人都被老道这一套绝技给惊艳到了 而此时 夏天却已经站了起来 晚秋 一会儿不必等我吃饭了 我去找那道人问点事情 说完 夏天不等周晚秋回答 已经转身离开 眨眼之间 夏天的身影便已经到了十多米开外 一个转瞬 他已经从众人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隔着几十米的山峰 换做是普通人 怕是一两个小时都无法从这边的酒店 到达对面山峰道人那里 但是夏天不一样 一路上 夏天的脑海里面 满是那个老道人在山顶舞剑的画面 对于那个老道人手中的剑 旁人或许也只能够把它当成杂技来看 但是夏天不同 就算是隔着几十米的距离 他也能够感受到那道人剑法的非凡 这个老道绝对不是普通人 他的剑法浑然天成 与天地共鸣 每一剑出来都会伴随着剑纲出体 那酒葫芦事实上也在落下之后 压根就没有碰到他的剑 而是被他剑中所发出来的钢气给弹回去的 对于剑气或者刀气这种东西 说起来的确很玄 他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这种玩意不存在 就好像之前的北疆剑痴 他手中的剑其实就已经具备了剑气 但是和老道此时手中那把剑的剑气比起来 那却是有着天线一般的差距 当夏天跑向那边山峰的时候 这边老道已经将一套完整的剑法打完 长剑回跳 而那一直在空中飘洒的酒葫芦 则是精准的挂回到了老道腰间的钮扣上 不只是酒店这边的成哥那些人 在其他地方甚至是老道那边周围 都有其他原本是来看日落的游客 看到了这样一幕 此时这每个人都显得非常的兴奋 拍手充决 老道面带微笑的府弄汗下白须 然后对着众人拱手示意 老道人 你今年多少岁啊 人锐之年 此话一出 很多人都张大嘴巴 一脸的不可思议 所谓人锐便是古人对百岁老人的尊称 而这老道虽然看起来年迈 却先锋盗鼓 顶多看起来也就七八十岁的模样 却没想到他已经年过百岁 老道人 那真乃是奇人啊 今日仙女山一行 能见你这奇人一面 真是三生有幸啊 不知老道姓甚名傻 道好何许 又住在这泰山上的哪个道观之中啊 老道依旧府弄汗下白须 微微一笑并未回答 随后老道从那山峰上翩翩跳下 身体轻盈 如同会那轻功一般 不消片刻 老道便已经穿入那边树林 消失了踪迹 这个老道人好生沉寂 肯定是世外高人 当夏天来到这边山峰的时候 这边还有不少游客聚在这里讨论 迟迟不散 而那老道人却早已经如同一阵清风 消失在了这天地之间 夏天来到了刚才老道人武剑的地方 环视四方 这四周都是悬崖峭壁 那边夕阳已经彻底从天际落下 整个天空都逐渐的黑了下来 站在这里 夏天突然有一种能怀抱天地的感觉 就好似他的灵魂瞬间升华了一步 就这样走了吗 夏天看着这茫茫的大山 老道人早已经不见踪迹 霎时间 他又感觉心中有些空落落的 夏天转身准备回酒店 然而就在他从山峰空地跳下的一瞬间 却是突然看到脚下的石板之上 居然有剑痕斑布 夏天心头一睁 急忙退开几步 然后他就看到 这看似凌乱的剑痕 从远处看去 居然形成了两行字 清风浮凡尘 冠绝天地间 清绝冠 这个老道人早就知道我要来 所以这是他故意留给我的 一时间就连夏天也感觉这有些神奇 不过很快 夏天又隐隐感觉 有那么一些不对 但是到底是哪里不对 一时半会儿他根本就说不上来 去还是不去呢 我到底在纠结什么呀 我之所以会跑过来 不就是奔着这道人来的吗 现在 人家都已经留下自己的心踪了 那我还在犹豫什么呢 夏天一步跳下 对着周围的那些游客问道 请问 你们有谁知道清绝冠在什么地方吗 在场的游客对此都表示不知 于是夏天只能去询问这仙女山上的住户 经过一番询问之后 夏天终于在这里询问到了清绝冠的下路 乃是这仙女山顶上 一处非常偏僻清幽的地方 如今这仙女山被开发成了旅游圣地 山上的很多道观寺庙都已经变了性质 通常都是以商业为目的 唯有清绝冠 不坠凡俗 依旧保持着他原有的本性 冠不辉煌 再加上地势偏僻 能够来到此处参拜的游客几乎绝技 夏天花了不少的功夫 才风尘仆仆的找到了这里 这是一座看似很古老破败的道观 已经上了年程 虽然破败 但门前却并非杂草横生 灌门前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如同一方净土 那山门之前 居然有一差不多十来岁的道童守在那里 正望着远处那群山发呆 见夏天过来 道童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夏天 你是谁 啊 小师傅 我是前来登山的游客 心中有货 恰逢这深山古叉 想前来找高人解惑的 不知你师傅是否方便 原来师傅让我在门前迎客 要赢的便是你 夏天心头一惊 果然老道人在山顶留下的那一行字 是专门为他而留的 师傅说原道客人道 请随我来 在这名道童的带领下 夏天一路进入了这家道观 里面和外面差不多 道观不大 而且古旧 但是却收拾的相当的干净整洁 而且在进来之后会给人一种内心空灵 不染世俗凡尘的感觉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四十二集 那边一座老军向前 老道士盘坐在一普团之上 普团前面闭目打坐 来了 夏天则是朝着老道士那边走了过去 拱手行礼 然后盘坐在了老道士对面的一个普团之上 可以先把你身上的电子设备 关机吗 夏天点头 急忙将手机拿了出来 然后关机 这里算得上是道门清静之地 对方有这种要求 也是算得上合情合理 年轻人 怎么称呼啊 晚辈姓夏 单名一个天子 不知老道人名号何须 老道轻轻地俯弄 汗下白须 却并未回答 夏天知道 老道人似乎并不太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号 他也没有继续追问 坐近之后 夏天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这道人自带一股道者气息 浑然天成 仿佛与这天地大道融为一体 年轻人啊 你面生立相 恶从心生 却又待枭雄之际 心中有祸 如若任其发展下去 恐怕会走火入魔 巨蛇成龙 却不知是神是魔 三叉路前 只看你心之所向 如何抉择 一步错 深渊万丈 步步错 万劫不复 你如若向道 便可海阔天空 老道人说了一通 听起来很是玄乎深奥 但是夏天 也能从中感受一二 这道人怕是已经通过 夏天的面相 看出了一些他的过去 六年海外的浴血经历 的确是让夏天身上 弥漫着一股暴力之气 之前因为在周婉秋 和周小草他们的面前 夏天刻意去隐匿了这种气息 但是此时来到这道观之后 夏天却是肆无忌惮的 将这种隐藏的气息 给释放出来 因为这里 能够让他感觉十分的轻松 看着样子 老道人这番话 像是劝夏天放下凡尘 一心向道啊 前辈说得甚是有理 无奈 晚辈心有执念 无法一心向道 多谢前辈一番好意 那 真是可惜了 不过 道言万物 无论哪一条路 都能够通往大道终点 修行 不居地点 不居方圆 不居形式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都在道中 前辈 这段时间 我因为某些特殊的事情 总感觉有些心绪不宁的 而且因为这些事情 像是唤醒了我体内 某些非常特殊的东西 我感觉就像是突然走进了一个牢笼 无法摆脱 敢问前辈 我如何才能够从牢笼之中摆脱出来呢 之前风八指对夏天所说的那一席话 以及今日在大巴车上夏天的失控 这更是让夏天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有些不对劲 这已经引起了夏天内心深处的那一种恐惧感 而这种恐惧的根源 也是和夏天如今有太多的牵挂有关系 老道人沉默片刻 又上下打量了夏天一番 然后俯弄汗须 寻规蹈矩 是你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还是其实这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个自己 你没找到 另外一个自己 自己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一切顺其自然 但是也不能违背自己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真正要干什么 这便是随心 心虽易动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想要什么 只有你自己的内心 才最清楚 老前辈 你这番话 我听不太懂 但是又好像能够体会一二 就是那种 只能意会 不能言传的感觉 老前辈 那你说 我以后会不会突然变成另外一个人 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 我会不会有精神分裂症啊 你确定 那一切都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吗 夏天的脑海里面 突然像放电影一样 出现了很多记忆的片段 甚至连当年夏天 在街道上面 干死了那几条恶犬的画面 也全都清晰的呈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这一切好似在梦中出现过 但是又在夏天的记忆之中 显得那般的真实 夏天将手轻轻的在自己太阳穴上揉了几下 这应该是真实的吧 但是在真实和噩梦之中来回交替 时间久了 便再也分不清 那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觉了 幻觉 又真又实 又假又虚 世间万物 本就是一种气 聚则成形 散则成气 都离不开大道 如果你把它太固执磕流 就会走火入魔 一个圣人 见了一个圣人 擦肩而过 不相识 这就是你来就来 你要走就走 我也不惊奇 我也不留恋 这是大道的自然规律 活好当下 只有瞬间 才可能是真实的 其他一切皆是虚幻 活在当下 瞬间真实 其他皆为虚幻 夏天闭上眼睛 整个人都好似 突然就进入了 另外一个境界之中一般 这时候 他原本内心的那般浮躁 好似突然就变得平静了下来 他甚至在心中 听到了老道的呼吸 外面童子在山门前 喃喃自语的声音 以及夜幕之下 那夜风吹拂的声音 这种感觉 非常的奇妙 就好像他突然就胸怀天地一般 如同他刚才在那山峰之巅 拥抱天地的那种感觉 夏天也不知道 自己在这种状态之下 沉寂了多久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 传来了一阵蟲鸣 天早就已经黑了 而夏天重新睁开眼睛的 那一双毛子 却是清亮了许多 多谢前辈解惑 那前辈 你相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 有人的血液或者骨髓 会与众不同呢 道生万物 每一种都是与众不同 嗯 完辈明白了 天策也不早了 完辈告辞 以后 再不回到此来 打扰前辈 去吧 夏天转身离开 来到道观门前的时候 那道童依旧守在那里 夏天与道童打了个招呼 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他刚踏出大门的那一瞬间 道童声音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先生请留步 啊 小师傅有事 道童上前 将一张字符塞到了夏天的手中 这是师傅让我转交给你的 嗯 还有 他想让我转告给师傅一句话 啊 小师傅请说 那道童好似瞬间就变了一个人一样 学着老道人 那老练沉稳的模样 来到了这山门前 然后 他背负双手 看着远处的宽广大山 道童的这一战 居然站出了 君灵天下的气势 仙女山向来是清幽之地 但是现在 却杀鸡四伏 先生 师傅说仙女山的清幽来之不易 如若先生心存感激之心 希望你今晚 别让这仙女山 染上太多的血腥 说完这句话后 道童干净利索的转身 关上了大门 杀鸡四伏 刹那间 夏天原本才平静了一些的内心 好似瞬间就变得躁动起来 下意识的 他打开了老道人 让道童转交给自己的那张字条 字条上面 就写着一整片的咒语 心若冰青 天塌不惊 万变犹定 神仪弃静 清心咒 夏天在心中默念 瞬间心中那一股躁动 好似又被压制了下去 然而下一秒 当他抬起头的那一瞬间 就看到前方大概十几米处的位置 一道人影 如同是那月光下的鬼魅一般 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 当看到这道身影的一瞬间 夏天心头那一股躁动再次调动起来 就算是这清心咒 一时半会儿 也完全无法将夏天的这种躁动给压制下去 那是一个穿着一身黑色风衣 留着长发 五官极其精致漂亮的年轻女人 夏天一眼便认出了对方 那人是 那才重新开机的手机 突然传来一阵催命般的滴滴声 那是无数短信涌入夏天手机里面的声音 夏天一边看着那边的女人 一边将手机给拿了出来 这些短信 有周婉秋和风八指他们发出来的 不过更多的则是来自影部的蝙蝠 看来夏天刚才在这道观里面近物 耗费了不少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 差不多已经是晚上九点 也就是说 刚才夏天在道观闭眼 他自己感觉只过了很短的时间 然而事实上 他却是在里面坐了将近两个小时 而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好似外面的世界变了 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隐部蝙蝠打来的 老大 你刚才到底干啥了 我让电话一直关机啊 有话就说 隐部刚收到的消息 隐秀罗的确进入化下了 而且 随他一起进来的 还有一大批国际杀手和供应兵 赏金猎人也有好机会 他故意暴露了自己的心松 然后引来的大批枪者去追杀他 真很反常 老大 他一定是冲着你来的 你一定要小心 隐秀 他为啥要故意暴露自己的心松队一点 我们一直查不明白 但是 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就这样吧 蝙蝠 叶修罗 已经来到我身边了 什么 那 老大 你现在 我一直在 我一直在等他 等得都快不耐烦了 他终于 还是来了 话到此处 夏天挂断了电话 然后他一步一步的朝着那边的女人走去 岳将 难道就只有你一个人来了吗 你家主人呢 那边 岳将依旧是站在原地 那一张漂亮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极其诡异的笑容 在夏天离他大概还有七八米距离的时候 岳将猛的拽身 朝着后面跑去 夏天没有任何的犹豫 第一时间朝着岳将追了上去 这个女人明显是有备而来 她早就已经规划好了具体的逃走路线 所以在这些崎岖的山路上狂奔 她几乎是不感觉到有任何的难度 整个人就如同是脱兔一般 速度快如闪电 夏天的速度肯定要比岳将快很多 要换做其他地方 夏天绝对能够轻松追上岳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和岳将却始终是保持着一段距离 差不多追了有一两公里的距离 夏天终于快要追上岳将了 而这个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岳将自己知道 逃不出夏天的手掌心 他居然主动停了下来 然后转身 一脸诡异的看着夏天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43集 追上岳将的瞬间 夏天的拳头已经轰了出来 在夏天这快如疾风的拳头之下 岳将根本就没有能力 躲过夏天的这一拳 这一拳正中岳将胸膛 直接将他整个人都轰飞出去 岳将重重的摔倒在了地上 口中直接吐出了大口的鲜血 夏天走向了岳将那边 然后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侍郎 少废话 夏天的耐心并不算好 他一把将岳将给执飞出去 然后一脚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既然叶修罗是冲着我来的 那就没有必要在暗中藏着了 让他出来 所有恩怨 今天我和他一并算清楚了 夏天 你真狠啊 既然在暗网上悬赏三十亿美金 从而引得全世界的强者 都在追杀我主人 不得不说 你的目的的确是达到了 这段时间 我和主人四处奔波 遭到满世界的追杀 就是好像 这偌大的世界 就没有了我们的容身之地一般 主人说 他很累 这段时间真的是被你坑死了 所以 他也想让你感受一下 这世界上最顶级的杀手 雇佣兵团 以及赏金猎人围攻的那种感觉 叶修罗之所以要暴露自己的行踪 就是想把那些杀手 和赏金猎人引到滑下来 最后聚集在这仙女山上 对我动手 叶修罗是傻子吗 这些强者 就算是来到这仙女山上 他们的目标 也始终是叶修罗 而我夏天在暗网上的赏金 不过只有八亿美金吧 而叶修罗是三十亿 我想那些杀手和赏金猎人 是绝对能分得清楚 八亿和三十亿的区别的 另外 我不相信他们如今敢为了区区八亿赏金 和我夏天做 夏天 现在在这仙女山上 到处都有杀手 雇佣兵 或者赏金猎人赶上来 你说的一点没错 他们的确是不敢动你 就算是当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杀手 或者雇佣兵 也不敢来找你这个天王殿殿主的不快呀 但是 我有说过 主人把那些杀手引过来 是要对付你的吗 什么 万秋 小草 夏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他是这世界上当之无愧的顶级强者 绝对不害怕任何挑战 任何人想要对付他 尽可以放马过来 但是 敌人要想对付他的亲人 那就不一样了 夏天也会害怕 也会恐惧 不对 有风八指在 应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夏天 你难道忘记了吗 刚才我说 这段时间 我和主人被那些雇佣兵杀手 赏金猎人满世界的追杀 所以主人今天 也要让你尝一下被他们围攻的滋味 主人知道你老婆孩子身边有高手保护着 所以 主人不会那么傻 现在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主人这段时间突然迷上了电影明星 特别是 无意之中 他看到了你们庆室城中城开业时候的 那一场演唱会 他瞬间就被那个叫冯雪的丫头给迷住了 主人是真的真的很喜欢那个冯雪 你知道的 主人喜欢的女人 绝对不允许其他人去精神玷污的 但是啊 那个冯雪现在太火了 主人不可能阻止其他人喜欢她 既然如此 主人就想着把她给毁灭了吧 夏天的心头猛的一抽 她蹲下身去 又是一把掐住了月匠的脖子 叶修罗 她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 主人在暗网上面悬赏了三亿美金 就悬赏冯雪的人头 那个冯雪 现在就在这仙女山上吧 夏天 那些雇佣兵和杀手 的确是对付不了你 也杀不了主人 但是你说 她们要是得知这仙女山上 有一个价值三亿美金 却是唾手可得的恋物 她们会怎么样呢 这一瞬间 夏天只感觉 后背窜起了一股大大的寒气 果然 这才是真正的叶修罗 这个家伙越来越恐怖 也越来越卑鄙 不要脸了 这便是她真正的目的 她一开始便在暗网上面悬赏冯雪 然后利用自己 把那些顶级杀手和雇佣兵 以及赏金猎人 引到这仙女山上来 然后放出冯雪的位置 如此一来 那些杀手和雇佣兵 肯定会为了那三亿悬赏 去杀冯雪 而叶修罗也拿住了夏天的软肋 他知道夏天绝对不会放任冯雪 不管 所以那些人去杀冯雪 夏天必定是要去救冯雪 如此一来 夏天就会和那些人遭遇 一旦遭遇上 那现场根本就不是夏天能够控制的 他们之间 绝对会爆发出一场惨烈的大战 这就是叶修罗所说的 要让夏天也尝尝 被那些杀手雇佣兵 以及赏金猎人围攻的滋味 夏天 用你们华下的一句话来说 这叫做 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你呀 现在紧张了吗 卑鄙 夏天的勃然大怒 一把掐住了岳将的脖子 他开始用力 准备直接结束了岳将的幸福 夏天 难道你忘记了 那个老道人给你所说的那一番话了吗 这仙女山的清静来之不易 所以他希望 你不要在这里将仙女山染上血腥 岳将 难道这就是你来找我 而想着活命的依仗吗 你以为我夏天 会为了那老道人区区一句话 而放掉一个极其危险的敌人吗 说起来 你真的很悲哀啊 你对叶修罗死心踏地 到头来 你也只不过是他一枚 随时可以抛弃的棋子吧 所谓叶木六将 叶修罗随时可以搞出好多新的来 夏天 你 少废话 我不可能让你活着 你对我亲人朋友有威胁 那我便让这整个仙女山 都染成血色又如何 话音刚落 夏天手下用力 月将的搏紧乎 传来咔嚓一声 然后便连续不断地有鲜血 从他的嘴里面流了出来 他瞪大了双眼 眼中满是血丝与不可思议 他真没想到自己今天会死 只能怪他太小看夏天了 夏天掐断了月将的脖子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随后猛的一手 直接将月将的尸体 甩下了那万丈深渊 然后夏天转身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酒店那边赶去 一路上夏天的脑海里面 又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了 刚才小道童口中所说的那句话 他说的一点没错 现在仙女山这一片清静之地 的确是变得杀鸡四伏 就算是夏天还没有看到那些雇佣兵和杀手上山 但是他已经能够嗅到这种血腥的味道了 夏天飞速地朝着酒店那边飞奔 同时他摸出手机 第一时间给风八指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啊 电话一直打不通 啥时候回来啊 你那边现在什么情况 没啥情况啊 我们都已经吃完饭了 白蛇剧组去桃花林拍那场夜戏去了 你家人现在还在酒店 他们一会儿也想过去看看 别去 风八指 我全话短说 我的速递叶修罗 现在就在仙女山上 他引了一大批的杀手和雇佣兵 还有赏金猎人 现在 他把所有矛头都指向冯雪那边 我现在要过去救冯雪 但是 为了防止万一 你一定要让我的亲人 好好地待在酒店 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夏天 什么情况 我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 你只要记住 保护好我的家人就行了 挂了 说完 夏天直接挂掉了电话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桃花林的方向跑了过去 此时 桃花林这边 白蛇剧组已经在这里准备好了一切 这一段剧情之所以会拍夜戏 是因为演的是白素贞 要在这桃花林里面与一个蜈蚣精大战 最后点化这名蜈蚣精 既然是妖怪出没 那自然是晚上的气氛最适合不过了 此时 冯雪已经换好了服装 调上了威亚 武术指导 正在对他指导着接下来这段戏的动作内容 同时 那名蜈蚣精也化好了妆 做好了准备工作 所有的灯光都打到那棵比较大的桃花树上 加上了干冰的效果 让整个环境看起来都如梦似幻一般 几分钟过后 拍摄正式开始 穿着一身白衣 如同仙女下凡一般的逢雪 吊着威亚 从桃花树上飞跃而下 整个场景看起来真的是太鲜太鲜了 一时间周围的这些工作人员 都有了一种看呆了的感觉 那边的诚哥导演 则是第一时间喊了一声 吴共惊出场 刹那间 桃花树下 有一大片绿色的烟雾出现 那种真实感 就好像是真正的妖怪要出现了一般 大约三秒钟之后 烟雾之中走出来了一道人影 然而 当周围的人都在看这道人影的时候 所有人都争住了 脸上更是写满了震惊与疑惑 因为这个从绿色烟雾之中走出来的人 压根就不是这吴共惊的演员 而是一个留着一头绿发 身材高挑销瘦的外国男子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声像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44集 整个现场都凝固了几秒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茫然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那绿发男子从烟雾中走出 脸上挂着一种邪恶到了极致的笑容 当他的目光锁定在冯雪身上的时候 冯雪就感觉自己被一头恶魔盯上一般 常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个外国老是谁啊 造型师 搞什么名堂啊 为什么把这蜈蚣精化妆成了外国人的模样啊 我们这是拍东方神话 搞个外国人出来干啥 导演成哥 当时勃然大怒 导演 这不对啊 这不是我化妆的那个演员 什么 蜈蚣精 死了 死了 所有人都朝着尖叫的来源那边望了过去 下一秒 悬场炸锅 果然 他们看到那边一棵桃树下 躺着一具尸子 胸膛被人给戳穿了一个血窟窿 蜈蚣精 一动不动的躺在了地上 你是谁 成哥等人转过身来 用着一种惊恐的眼神 望着那边的绿发男子 男子黑黑一笑 单手一翻 一柄碧绿色 好似游戏里面那种道具一般的匕首 出现在他的手中 那匕首的表面还挂着鲜血 你至于我介绍一下 我叫绿魔 在世界杀手榜上排名十四 真没想到 暗网上面悬赏三亿的小兔兔居然会这么漂亮 还真是有些舍不得下手呢 不过 跟三亿美金比起来 再美的游物 他也只能走向命运的终结 花音刚落 绿魔手中匕首一翻 瞬间朝着冯雪那边冲了上去 直击冯雪要害 然而 就在绿魔手中的匕首 刺向冯雪胸口的那一刹那 冯雪整个人却是猛地朝着空中飞了上去 那边大导演成哥条件反射的就拉住了吊在冯雪身上的威亚 将冯雪拉到了半空之中 才让冯雪免遭这样一劫 什么 绿魔转身看向这边的成哥 脸上浮现出了一股无尽的争鸣与愤怒 只见他手头再次一翻 那一柄匕首已经射了出去 此时冯雪被吊在七米高的半空之中 绿魔无法对其出手 但是这没有关系 他将匕首当成了飞镖 这么近的距离 被吊在空中的冯雪根本就不可能躲闪过去 冯雪已经遇见了自己 被这一柄匕首给击穿胸膛的那一幕 无可奈何之下 他只能恐惧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然而 就在他手中匕首射出去的那一瞬间 另外一边却是有一柄飞刀突然射来 飞刀与匕首在冯雪的眼前精准地碰撞在了一起 迸射出一道刺眼的火光 随后飞刀和匕首双双从空中掉落下来 绿摩一把将自己的匕首抓回到了手中 凌厉的眼神看向飞刀射来的方向 那边出现了一名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身材彪悍粗犷 额前有一条星红的刀疤 腰间则是挂着一排飞刀 金磊 这个金磊的确是华夏人 但同时他也是一名赏金猎人 黄金级别 而且纵然是在黄金级别的赏金猎人之中 这金磊也算是非常强大的那一种 放眼全世界的黑暗世界 杀手雇佣兵以及赏金猎人 在外行人看来都是差不多的性质的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毕竟都是拿钱办事的主 但事实上 这三种职业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所谓杀手便是专门从事暗杀 或者刺杀一类任务的 主要做的事情便是杀人 无论目标是好人还是坏人 只要给钱 他们都会去杀 而雇佣兵大多则是团体活动 他们从事的事业可不止杀人一项 保镖走私杀人又或者打仗 同样是金主给得起钱 他们啥都能干 最后是赏金猎人 这一类人的业务范围便小多了 他们主要是针对暗网这一类 大型的国际黑暗网站 通过上面的悬赏榜单 从而进行对被悬赏者的 缉拿或者追杀 这一类人算得上是专门为 各大黑暗网站的悬赏榜服务的 甚至传言 有不少的赏金猎人 和世界各国官方 也有着密切的合作 这一类算得上是 亦正亦邪的存在 金赖 少废话 猎赏 无粉锅剑 那倒也是 我们全部原本都是因为 夜修罗而来 但是没想到在这山上 居然碰上了一只 唾手可得的猎物 绿摩 此刻到达这座山上的追捕者 可远远不止你我 只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来得比较早罢了 你说得没错 所以金赖 你想干嘛 还想要和我搭一场吗 不 我们可以合作 话音刚落 金雷已经从腰间抽出了一柄飞刀 笑眯眯的看着那边 依旧被吊在半空之中的缝雪 夜色之下 金磊额前的那一道刀疤 非常的骇人 以至于他整张脸看起来 也非常的骇人 绿摩也是咧嘴一笑 短短几句话 他和金磊便已经达成了共识 下意识的 绿摩也是手腕一翻 那一柄绿色的匕首 又一次被他抓在手中 而他的双眼 也是死死的锁定在了缝雪那边 我们一同出手 在最短的时间内杀死猎物 赏金我们一人一半 如何 不然一会儿其他人来了 这赏金可就没有什么好转了 正是此意 两人相视一笑 立马准备动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个声音在不远处响起 关于这三叶美金的悬赏 大家都是追着叶修罗到这边才发现的 金磊 绿摩 你们这样做 是不是有些不太厚道 金磊和绿摩心头一颤 第一时间转向声音的来源处 那边一名穿着一身紧身皮衣 留着一头火红长发的女人 手中拿着一根血红的钢刺 迈步走来 血色玫瑰 金磊的反应还算是比较淡定 但是绿摩这时候 却是完全无法淡定了 因为来人也是一名杀手 绿摩在世界杀手榜上排名十四 而这个血色玫瑰 则是排名在第九位 九和十四之间 虽然仅仅只有几个数字的差别 但事实上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算上我一个如何 三亿美金 我要两亿五千万 血色玫瑰 你过分了 三亿美金 凭什么你要分两亿五千万 哼 因为我比你们更加的强大啊 你不信吗 你要不信 那我们先试试如何 金磊下意识地 就要抽出自己腰间那一排飞刀 而旁边的绿摩则是有些着急 时间不多了 别乱来 玫瑰姐 你要那么多 的确是有些过分了呀 总得分给我们一口汤对不 这样吧 你咬一般 剩下的一半 在于我和金磊分如何 血色玫瑰做出沉思的模样 然而就在他沉思的这短短几秒之内 那边又是一群人朝着这边冲了过来 那是一行十多名身材彪悍 身上充斥着一股铁血之气的男子 身上则是穿着一身花豹子一样的作战服 这一瞬间 绿摩彻底的无奈了 原本还以为能够通过时间优势 在这里先下手为强 从而得到一大笔赏金 如今看来 他这个美好的计划直接落空了 美洲豹雇佣兵团 西方那边一支非常强大的佣兵团 团内成员全部由米国特种退役军官组成 这一支雇佣兵团 在全世界的雇佣兵团排名之中 至少能够进入前五位 同时 除了这美洲豹雇佣兵团之外 另外的方向 还有好几道人影出现 一名穿着一身黑色风衣 戴着一个鸭舌帽的男子 此人绰号亚当 世界杀手排名第七位 另外还有一名身材极其庞大 甚至能够和陈大力相提并论的壮汉 他是灰熊 也是黄金级赏金猎人 除了这些之外 周围陆续出现了其他的一些杀手和赏金猎人 前前后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这里便多出了将近二十多人 全部都是当下世界上最顶级的杀手 雇佣兵或者赏金猎人 而那边的诚哥 以及那一众白蛇剧组的工作人员 早就已经傻眼了 这是啥剧组的 这是雇佣兵和杀手 这些不是演员 这是动真格的 一时间包括诚哥在内 所有人的心头都被那一种极浓的恐惧所占据 一个个的如同木桩一般站在原地 仿佛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凝固了一半 他们是奔着冯雪小姐来的 诚哥一脸的吃傻 完全不明白冯雪一个混娱乐圈的 为啥会引来这么多杀手和雇佣兵的追杀 这种情况纵然诚哥想上前说上两句 问他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但是他也完全没那个胆子呀 因为他们早就已经发现 这些人中很多人腰间都配着枪 动下 白蛇剧组的全部成员都乖乖的举手蹲在了地上 瑟瑟发抖 而绿魔这些人很明显对白蛇剧组的人并不感兴趣 白蛇剧组的这些人暂时是安全的 那边冯雪依旧是被吊在半空之中 恐惧早已经侵染了他的全身 他也根本就想不明白 为啥这里会突然出现这么多人 他们全都是来杀自己的 花豹子 你们每周报雇佣兵 可是世界上最顶级的雇佣兵团 兵团里面重型火机可有不少 而且 你们每一次执行任务 机关枪火箭炮加特林这些可都是要带齐全的 今天怎么回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怎么你们兵团里面 每个人身上都只带了一柄小小的手枪啊 你最喜欢的加特林呢 怎么没带上啊 说话的是那个在杀手榜上排名第七的亚当 他的语气之中带着一丝的戏剧 但是可以看出他和这个美洲报雇佣兵团的团长 关系是比较好的 这个国家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太阳了 那些玩意儿根本运不进来 就这土喷子都费了我们好大的功夫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四十五集 花豹子直接从腰间抽出了一柄一指多长的君子 不过我们每周报雇佣兵团 可不只是玩热武器厉害 冷兵器 我们也没怕过谁 花豹子将手中的君子一挥 瞬间斩断了那边吊着同学的钢丝 冯雪瞬间从空中落到了地上 好在他身上还有其他威亚吊着 所以这从空中落下的时候 速度并不算太快 他一脸茫然与惶恐的看着周围的这些人 就如同一只装入狼窝的小绵羊一般 瑟瑟发抖 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这个华夏女人价值三亿美金 相当于白减 不过大家这么多人也别争了 我提议啊 先杀掉她 赏金大家按照国际排名比例分配 如何呀 对于这个提议 在场之人好像都没有太多的意见 排名在前的自然是实力强悍的 所以他们理所应当要多分一些 所以他们不会有意见 排名靠后的实力相对来说弱一些 就算他们心头有意见 也不敢说出来呀 行那就给他个痛快吧 花豹子点了下头 看下了自己旁边的一名手下 这名手下瞬间从腰间摸出了一把枪 对准了冯雪的脑门 他们美洲报雇佣兵团目前人数最多 而且在这里的实力也算是非常强大靠前的那种 所以到时候分钱的时候 他们肯定能多分一份 终于这个时候 从那种恐惧之中反映过来的张力 惶恐的冲了过来 用着一种祈求的目光 看着在场的这些人 张力一把将冯雪护到了身上 你们不能杀他 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 而且这里是华夏 你们不能乱来 要是你们敢在这里滥杀物工 一定走不出华夏的 见张力这样一个女人都已经挺身而出 成歌大导演也终于忍不住了 她也是飞快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对 你们一定是认错人了 我们就是一个拍摄电影的剧组 这位冯雪小姐也只是一个演员罢了 她是绝对不可能和你们产生关系的 而且华夏一直被称为海外黑暗世界的禁地 你们最好还是别滥杀无辜啊 你这是在威胁我们吗 这名美洲报的雇佣兵成员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转身并将枪口对准了成歌这边 什么禁地 电影里面瞎扯的就能够唬住人吗 话到此处 这名雇佣兵成员便要对着成歌扣动扳机 这一瞬间 成歌浑身上下都感觉被死亡的气息所笼罩一般 他甚至已经遇见了那子弹穿透他头颅的那一幕 然而就在这名美洲报雇佣兵成员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 却是突然有一道金光在夜空中一闪而过 下一秒 这名雇佣兵成员瞬间定格在了原地 砰的一声 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惊 有很多人也是下意识地摸出了腰间的配枪 那边黑夜之中 一道人影瞬间闪动过来 那速度甚至比闪电都要快 连续不断的拳头碰撞声在这周围响起 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惨叫 他们这一行二十多人全都是世界顶级强者 但是这个时候 有人杀到了他们的人群之中 这都已经躺下好几个了 然而 他们都还没有看清楚对方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来头 这太恐怖了 煞时间在场每个人心头都是一紧 终于那道人影变慢了下来 他就如同是那来自地狱的魔神一般 傲然挺立于这群强者之间 脸上充斥着一股肃杀之气 夏天 第一个看清楚夏天这张脸的就是绿魔 第一时间内 他的心脏猛的抽出了一下 他甚至以为自己看错了 但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看错 夏天 你怎么在这里 紧接着亚当和血色玫瑰他们也将夏天给认了出来 他们的反应和绿魔差不了太多 心头都是狠狠一抽 同时本能的感受到了一股恐惧 夏天在海外的民生 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是将近神灵一般的存在了 夏天当着这所有人的面 庞若无人的走到了冯雪的面前 然后将惊恐万状的冯雪从地上浮了起来 脸上挂着一丝轻松的笑容 夏天 夏天 大哥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 不过现在你安全了 把小姐扶过去 然后你们剧组所有人 退出这片桃树林 张力急忙照做 而白蛇剧组的工作人员心头虽然恐惧 但也没有犹豫 快速地朝着桃树林外面撤退 而在场剩下二十多名世界强者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却是没有任何人敢有半点的动作 夏天当然明白这些人的心思 他一一扫过在场众人 很失望吗你们 你们应该庆幸 还没来得及对他下手 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 天王殿主 这是个误会 你看 现在我们大家都相安无事 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吧 告辞啊 亚当居然第一个怂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后退 见杀手榜排名第七的亚当都怂了 同为杀手的血色玫瑰和绿魔这些杀手 也是小心翼翼地朝着后面退去 同时花豹子也对着夏天拱手 天王殿主 我们这次一行并不是针对你 你心头肯定明白 所以这的确是个误会 对对对 这是误会 我们可不敢伤害天王殿主的朋友 那边的另外一名赏金恋人灰熊也是急忙开口 这些强者都如同避开鬼魂一样 小心翼翼地朝着后面退走 你们当这是菜市场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一句话 瞬间使得在场空气全部都凝固下来一般 天王殿主 这 这的确是个误会 夏天抬头看向了那不远处的一座山峰 一轮圆月就挂在那山峰上的夜空之中 月光投射之下 在下面映照出来了一道人影 那是一道黑色的人影 就算现在隔着那么远 夏天看不清楚那人影到底是个什么模样 但是在他的脑海里面 已经是印刻出了那个画面 黑色的斗篷只露出一个眼睛 那一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桃树林这边 而那斗篷遮掩之下的嘴角微微翘起 勾勒起了一丝淡淡的弧度 叶修罗 这就是你想看到的对吧 把这么多杀手引到这儿来 就想看看我被这些人围攻的画面 让我也体会一下 你这段时间被这些家伙满世界追杀的滋味 我还真是看不透你 我怎么就感觉你那么幼稚 像个小屁孩一样 既然如此 那就如你所愿 毕竟 这也算是你的遗愿了 当看到那边山峰之上 月圆之下的叶修罗的时候 夏天的心头好像突然就释然了一般 那是一种非常轻松的感觉 就好像是一直苦苦追寻的题目 终究还是得到了答案的那种轻松与畅快 周围 那些强者每个人都感觉头皮发麻 夏天不准他们走 便没有任何人敢贸然离开半步 毕竟他们此时所面对的 可是那强大的如同神灵一般的存在 天王殿主 你想干嘛 这里是华夏 我的故乡 你们这些人贸然闯入这里 便已经是触碰了禁忌 你们现在想杀我的朋友 要是我夏天今日就这样什么也不做 放任你们离开 那你们说 以后我夏天还怎么在海外立足啊 我天王殿 还怎么在海外横行霸道 所以呢 你想要如何 要换座之前的话 我会杀了你们在场所有人 别那么紧张啊 我都说了 那是之前 不过刚才 我在这深山老林里面 遇上了一位世外高人 他对我有恩 他说这仙女山上的清静来之不易 不希望我将这里染上太多的血性 所以 你们每个人 自断一臂 便可离开 什么 此话一出 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每个人都是用着一种非常震惊与愤怒的眼神 看着夏天这边 天王殿主 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本就是一个误会 而且我们也绝对不是针对你来的 既然现在大家都相安无事 你为何还要咄咄逼人呢 想让我们自断一臂 这绝对不可能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那样做的 天王殿主 我们都知道你非常的强大 但是我们也绝对没有你所想起的那么弱 真要拼个鱼死网破 我们这么多人加起来 也未必不能够与你一战 所以一条手臂和一条命之间 你们是想要手臂而不想要命是吧 天王殿主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只是 我已经给过你们活命的机会了 既然你们不珍惜 那行吧 刹那间 一股极其强大的气势 从夏天的身体里面迸射出来 煞时间整个桃花灵都笼罩在了这一层恐怖的气势之中 就好像转瞬之间 这里就变成了无间地狱一样 既然你们不知好歹 那今天就全都死在这儿吧 话音刚落 夏天已经朝着一名美洲报雇佣兵团的成员冲了过去 一拳就砸在这人的面门之上 这是这名雇佣兵头骨碎裂的声音 在这黑夜之中听起来格外的清晰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四十六集 这名美洲报雇佣兵成员 直接飞出去了七八米 还没有落地就已经挂了 夏天 你欺人太甚 大家一起上 老子就真的不信了 这么多人还干不掉你一个夏天 别犹豫了大家 这可是八亿美金 再加上刚才那个女人 一共十一亿 够大家吃一辈子了 要是继续松下去 今天所有人都得交代在这里 花豹子的这一番话 瞬间激起了在场这些人的血迹 他说的一点没错 反正都是死 那为何不拼死一搏呢 死了也就罢了 要是赢了 那就可以保他们一世荣华富贵 亚当 灰熊 血色玫瑰 绿魔 以及金雷 全部都打起了惊人 体内的那一股力气和杀气 也是瞬间爆发出来 下时间 这整个桃树林都是杀气冲天 一场大战 瞬间拉开序幕 夏天身上也是杀鸡尽显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快到背后都已经拉出了残影子 每一步的移动都会有一名强者射到他的攻击 而一旦遭到他的攻击 这名强者悲死极惨 前后也就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二十多名世界级强者已经有一半躺在了地上 一连串的飞刀 朝着夏天这边射了过来 却全都被夏天给轻松地躲了过去 最后一柄飞刀被夏天一把抓在手中 当他看向那个金雷的时候 咧嘴一笑 哼 你的飞刀伤不了我分好 但是我的飞刀 却可以要你的命 话音刚落 夏天单手一刀 手中的飞刀如同闪电一般射出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非常优美的直线 金雷明明感觉自己已经躲开了 但是他一直到死都想不明白 为何这柄飞刀还是刺穿了他的脖子 他大脑一黑 嘴里面鲜血喷出 直接倒在了地上 一柄军刺朝着夏天这边刺了过来 与之一起的还有一柄匕首 夏天一个侧身 直接躲过了这军刺的攻击 随后他又一把抓住了那刺过来的匕首 将其夺了过来 被夏天捏在手中的匕首 刺入了绿膜的胸膛之内 只见夏天用力一拍 那匕首连同刀柄都进入了绿膜的身体 胸前进后背出 留下的是一个对穿的血窟窿 杀手榜上排名前列的杀手 在夏天面前依然是不堪一击 这才是天王殿店主的真正实力 这还是人吗 这还能继续打下去吗 看着周围横七竖八躺着的尸体 花抱子他们都有些后悔了 此时在那一座山峰的山巅处 夜风吹拂 吹动着夜修罗身上的黑色斗篷 他站在山巅 双手抱于胸前 那一双又黑又深邃的毛子 就好像是来自那宇宙深处的黑洞一般 仿佛能够吞噬这世间万物 两年多的时间 真没想到 你居然又变强了这么多 看来这些家伙在你面前 只不过是蝼蚁罢了 夏天 如果这个宇宙之中有平行世界 在另外一个世界之中 你说我们会不会是朋友呢 一时间 整个山巅都回荡在他这一种非常诡异 而且惊悚的笑声之中 又如同真的是那来自地狱深渊的修罗一般 桃花林这边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这些被称之为世界级强者的家伙 已经差不多全被夏天给打废了 那个灰熊以力量著称 走得差不多和陈大力是一个路子 而且他很明显比陈大力要强很多倍 但是他在夏天的面前 一样是不堪一击 夏天一拳便将他给轰飞出去 肋骨全断 五脏六腑全部被轰裂 当场死亡 剩下的亚当 花豹子和血色玫瑰这些人也是一样的 打到最后 他们直接就被夏天打得心态崩溃 甚至亚当和血色玫瑰已经无心恋战 转身就逃 但是他们逃得了吗 最终夏天以雷霆手段 收割了在场所有人的性命 桃花林内 弥漫着一股极浓的血腥 很多桃花树连头树干都被折断 树枝上面更是到处都染着鲜血 夏天的脚下垫地尸体 每一个都是在惊恐之中死去 尽管心有不甘 但黄泉路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从大战爆发一直到现在 前天后后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在场所有人全灭 而夏天却完全可以用毫霸无损来形容 这一战比起之前在缅国境内 叶修罗和其他世界级强者的大战更加的惨烈 同时效果也更加的震撼 总的来说 夏天比叶修罗更强 夏天用手抹掉了自己额头上的几滴汉珠 又一次望向了那边的山峰 此时山峰之上 叶修罗依然站在那里 就好像是故意站在那里 等着夏天一样 叶修罗 今夜就让你我 彻底的做个了结吧 夏天几步踏出了这一片桃树林 然后朝着山峰那边走去 一路上夏天走得不急不躁 他心头一点都不着急 他很清楚 叶修罗都会一直留在那里等自己 当夏天来到这处山峰之上的时候 叶修罗站在那里 一轮圆月高挂空中 左右两边 这两名世界上顶级的强者 就这样站在那里 四目相对 你终于来了 你终于出现了 我这段时间总是会出现一些幻觉 会在很多场合看到 这种滴溜感一直告诉我 你很快就会出现 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 是吗 能够被天王殿店主一直挂念着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 其实我和你差不多 这段时间睡觉 每次做梦都会梦登 是吗 不过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荣幸 叶修罗 两年多以前那一战 你杀了我天罪那么多兄弟 今天 便是我给那些兄弟 报仇的时候 夏天 你天罪才多少人 我黑暗图腾当时 可是有上万人 被你天王殿给宰了呢 那我找谁哭去 那倒也是啊 既然如此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叶修罗 当年我和你那一战 还没有分出个胜负 今天 我们就做一个了结吧 话音刚落 夏天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直接朝着叶修罗冲了上去 叶修罗没有丝毫臂上 硬怼出一拳 两拳相碰 好似空气之中 都被他们给轰得爆炸一般 月圆之下 两大顶级强者 终于还是交手在一起 煞时间 整个山巅都环绕在一股霸道至极的气息之中 叶修罗绝对算得上是夏天 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高手之中 最强大的一位 无论是哪个方面 这家伙都算得上是顶级 这不愧是昔日黑暗图腾第一强承 相同的 夏天同样是叶修罗目前所遇到最强的对手 因此 这一场战斗之中 夏天和叶修罗全都是拼尽了权力 没有任何的保留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负责 同时也是给予对手最大的尊重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内 夏天和叶修罗便已经交手了上百招 他们出拳的速度 早已经无法用正常人类的速度来衡量 这早就是超出人类极限很大一劫了 百多招之后 夏天和叶修罗都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疲惫 反倒是越战越勇 这一战注定会被载入史册 最终双方在赤手空拳之下 较量了一百多个回合之后 双方都各自遭受到了对方的重击 但是从当下的情况来看 明显是叶修罗占了下风 夏天依旧是最强的天王殿之主 就算是昔日黑暗图腾的第一杀神 一样不是夏天的对手 一声力气破空的声音 叶修罗手中突然出现了一柄黑色的修罗刀 这一刀横起而出 好似将这空间都切开了一道口子一般 夏天迅速后撤 胸前的衣服被修罗刀手中的刀给割出了一道口子 但是并没有伤到夏天的肌肤 不过这已经很恐怖了 因为修罗刀的这一刀能够割开夏天的衣服 便意味着他的下一刀便能够割开夏天的胸膛 叶修罗扶掌于那修罗刀刀刃之上 这把刀是专门为他打造而成的 配合着修罗之名刀身通体漆黑 上面刻着无数的修罗图纹 修罗刀在手 叶修罗如虎添翼 整个人的战斗力也好似在这一瞬间提升了许多一半 然而就在叶修罗一刀劈向夏天身子的一刹那 夏天却是单手一翻 有金属利器在他手中挡下了叶修罗手中的修罗刀 甚至将叶修罗整个人都给弹开了两步 只见夏天的手中出现了一把大约一指长的银色小刀 这柄小刀来自于盖黄传给他的那一套 扁鹊七十二针 这玩意儿是用来给别人做手术的 但是他在夏天的手中却依旧能够被当成一件武器 而且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一直到现在夏天都没有搞清楚这一套银针和银刀 到底是用什么材质打造的 就拿夏天手中的这一柄银色小刀来说 捏在手中几乎感觉不到它的重量 但是这柄刀却是非常的锋利 甚至可以用削铁如泥来形容 而且这柄刀非常的坚固 曾经夏天为了验证这玩意儿到底坚固到什么程度 专门用枪射击过这刀的表面 最后的实验结果是 子弹打在这柄刀的表面直接被弹飞出去 而刀身上被射击的地方 确实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一套家伙恐怖如斯 夏天很早之前就说自己是十项全能 这话绝对不是在吹牛逼的 他确实称得上是十项全能 这一柄仅仅只有一指长的银色小刀 在夏天的手中 不仅可以当作飞刀用 也能够当作近身武器使用 当然最重要的是 他还能够用来帮人做手术 这柄刀不仅可以救人 同样也可以用来杀人 转瞬之间 两人又一次大站在了一起 煽风之上 那连续不断的铿锵之声 更是非常的悦耳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两人用手中的武器 弹奏出来了一曲 非常动静美妙的曲子一般 一次火光四溅的对碰之后 夏天和叶修罗各自朝着后面弹开了好几步 就好像是两个吸铁石的超强排斥一般 两人都稳住了自己的身体 此时 叶修罗那一身黑色的斗篷之上 已经出现了好几道口子 甚至有鲜血从那些口子里面流出 放眼当下 能够伤到叶修罗使其如此狼狈的 恐怕也只有夏天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四十七集 当然 夏天也并非完好无损 除了刚才他胸前的衣服 被叶修罗割破以外 此时夏天的肩膀上 也被划了一刀 不过问题并不大 但这也一样能够说明 叶修罗的强大 果然不愧是夏天 那个能灭掉黑暗图腾的男人 已经有好久 没有人能够让我受伤了 不过你别得意 战斗才刚开始 话音刚录 叶修罗踏着诡异的步伐 又一次朝着夏天这边冲了上来 月圆当空 有一群蝙蝠在月亮之下飞步 神秘而且诡异 与此同时 酒店这边 周婉秋和曾鸿英他们 已经意识到情况不太对劲 夏天已经离开好几个小时了 但依旧没有回来 周婉秋已经大致的猜到了一些事情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为什么还没回来 小草给爸爸留的馒头都冷了 就算如今周小草已经成为了千金大小姐 但是她对馒头依旧是情有独钟 所以 每次吃饭 馒头依然是她觉得最好吃 最宝贝的东西 周婉秋心头也很不踏实 她跟夏天打了好几通电话 先是关机 然后便是无人接听 这的确非常的反常 夏天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妈妈 我想出去找爸爸 这 爸爸 一时间 周婉秋有些恍然 她竟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 周婉秋牵着周小草的手 一路走出酒店 此时周志文和曾红英 正坐在外面的长椅上面看夜景 见周小草和周婉秋出来 曾红英第一时间问道 红英 这夏天到底去哪里了 怎么还没回来 我也不知道 我和小草 想出去找她 你开什么玩笑 这深山老林的 你去哪里找 万一出世 惊了怎么办 是 周婉秋 你可不能到处乱跑 就算没遇上什么事 在这山上迷了路 也是非常危险的 你就放心吧 夏天那么厉害 肯定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周婉秋是担心夏天 但是她的父母说的一点没错 要是她现在带着周小草出去 肯定会非常的危险 最终她还是继续在这里 等着夏天回来 中途她又给夏天打了好几通电话 但是依旧没人接听 就在这个时候 酒店大门口那边 一行五道人影 朝着酒店大门口这边走了过来 最后停在了这酒店大门口的位置 带头的是一名 戴着一副黑墨镜的长发女人 身材瘦高修长 脖子上纹着一条眼镜蛇的纹身 身后其他四人也都是差不多的造型 穿着黑色的特战制服 头顶肩膀或者腰间 都纹着种类不一的毒蛇图案 一行五人身上散发着一股 非常阴冷的气息 他们朝着这里一站 真就如同是五条毒蛇 站在这里的感觉 花蛇 你确定夏天的家人就在这酒店里面 这里是华夏 我们国际黑暗势力还是得对这个地方忌惮三分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绝对不能在这里随便杀人 如果你的情报有误 我们在这里滥杀无辜 或许我们所有人 都无法活着离开这个国度 时候 情报绝对无误 夏天在华夏这边的家人 这次陪着一个剧组来这里拍戏 这座酒店被他们给包了 现在剧组已经出去了 但是夏天的家人还在这里面 而且我已经查清楚了 那个暗网上面 对那个明星三亿赏金的悬赏 是燕修罗故意发不出去的 现在随我们一起追过来的所有人 都去找那个剧组了 不过我感觉 燕修罗肯定在计划着什么阴谋 叶修罗什么阴谋和我没关系 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心思去挣什么赏金 我就想要夏天 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 话到此处 女人抬头看向了夜空 空中那一轮云月 此时显得格外的星红 她摘下了鼻梁上面的墨镜 墨镜之下的那一双眼睛 看起来同样是星红无比 当年夏天杀死了我最爱的人 杀死了我们冷舍傭兵团的那么多兄弟 今天终于找到报仇的机会了 差不多在三年前 海外有一支非常强大的雇佣兵组织 这支雇佣兵团以蛇徒腾为战骑 称之为冷舌傭兵团 傭兵团的首领是一男一女 他们是一对夫妻 被称之为蛇王蛇后 这两人不仅自身实力强大 领导力也是非常的强悍 在短短几年内 便让他们建立的傭兵团 成为了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傭兵团 在最巅峰的时期 这支傭兵团在世界雇佣兵团的排名上 至少可以排进前五 甚至前三 三年前 天王殿与黑暗图腾的矛盾日益严重 甚至时不时的都会展开大规模的战斗 多次较量之下 黑暗图腾一直处于下风 甚至最后被天王殿打的组织内 高手精锐严重不足 那时候 黑暗图腾是国际老牌组织 里面的各种领导人和大将年纪都偏大 而天王殿则是一个才发展起来 没多少年的新兴组织 组织内的领导人和大将 也都是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这样一来 天王殿敢打敢杀 而黑暗图腾 很多时候则是畏首畏尾 最后在眼看不敌天王殿的情况下 黑暗图腾开始花重金 在全世界内招募高手对付天王殿 而冷蛇佣兵团 便是黑暗图腾花重金请来对付天王殿的 那时候冷蛇佣兵团 有将近200人的规模 佣兵团内高手众多 而且武器配备都非常的先进 再加上有处于巅峰时期 蛇王蛇后亲自领导 这只佣兵团如日中天 在被黑暗图腾雇佣之后 这只佣兵团开始着手对付天王殿 一开始 的确是在好几场战役之中 都重创了天王殿那边的队伍 甚至还斩杀了天王殿当时的一员大将 这件事情引得当时天王殿的夏天王震怒 最终由夏天亲自带队 与冷蛇雇佣兵团展开了一场大战 那一战 夏天充分发挥出了天王殿天王的出色能力 直接打的冷蛇佣兵团落花流水 最后硬生生的斩杀对方将近200人 相当于把整个冷蛇佣兵团都给杀绝了 不仅如此 那一战夏天更是以非常暴力的手段 干掉了冷蛇组织的蛇王 几乎是彻底毁灭了这只佣兵团 而那一战 蛇后却是在蛇王的拼死保护之下 侥幸逃脱了一解 从那之后 冷蛇佣兵团在国际上便不复存在 但事实上很多人都知道 这只佣兵团一直没有彻底的烟消云散 因为蛇后还在 这些年 他一直带领着佣兵团的残余力量在外活动 目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斩杀夏天 毁灭天王殿 替蛇王报仇 而这一次 冷蛇佣兵团也是追着叶修罗来到了华夏 然而在中途 他们却查探到了 关于夏天亲人所处位置的这些事情 蛇王蛇后的感情向来很深 当年夏天杀了蛇王 让蛇后痛不欲生了好多年 而这一次 蛇后自然就想杀掉夏天的妻女 让他也尝尝这种失去至亲的痛苦 夏天 你们华夏有一句话叫做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三年了 今日我就要杀你妻女 替蛇王报仇 你可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夏天 我曾经受过的那些痛苦 如今你也来尝尝吧 蛇后重新戴上了那一副黑色的墨镜 在四名冷蛇雇佣兵的跟随之下 踏步朝着酒店里面走了进去 站住 你们是谁 这酒店已经被人给包下来了 先赃人的 不得入内 蛇后等五人刚踏入酒店的大门 便有两名守门的保安 将他们给拦了下来 而且这两名保安身材魁无惊骇 一看就是退伍军人退役的 蛇后抬头 看了这两名保安一眼 没有回话 继续踏步向前 而他身后一名冷蛇雇佣兵 则是拿出了一把尼泊尔军刀 喂 你站住 其中一名保安第一时间追向蛇后 下意识的就要用手去抓蛇后的肩膀 蛇后身后的一名冷蛇雇佣兵突然出手 那一把尼泊尔军刀顺着这名保安的手臂斩下 这名保安的手腕硬生生的被这人一刀 给齐刷刷的斩断了 鲜血喷出 手掌则是掉落在了地上 另外一名保安当场被吓蒙逼了 他甚至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那名冷蛇雇佣兵一个转身 一刀割向了他的喉咙 一道血痕在这名保安的喉咙处出现 紧接着也是鲜血喷出 他当场便直挺挺的倒在了地上 一行五人踏步进入酒店 门口就只留下两具死不明目的尸体 此时在酒店前面的休闲区域 周婉秋和周小草他们 依旧在这里等待着夏天回来 而在他们的旁边 有一棵不知道有多少年成的黄绝树 而风八指就一直躺在这黄绝树上睡觉 原本正沉入梦乡的风八指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样 他猛的睁开眼睛 然后一个纵身从黄绝树上跳了下来 晚秋 带着你爸妈和小侄女进屋 赶快 风八指大哥 你这是怎么了 别废话 赶紧进屋 晚秋 进去之后把房门锁起来 矿帘拉上 千万别往外面看 等于是小侄女 一定要捂着她的眼睛 要不然我怕她会做一辈子的噩梦 风八指说出这番话的时候 真的是严肃到了极点 周晚秋也急忙点头进入酒店 他和自己的父母还有周小草 进入了同一个房间 然后锁好房门将窗帘拉上 里面黑漆漆的一片 连灯都没敢开 整个房间都充斥在一股紧张 与惊恐的氛围之中 孟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天在外面 到底招惹了什么样的邪神 别过去 那 风八指大哥竟然都这样说了 肯定有他的道理 这个时候我们就别添乱了 但是 曾鸿英也是紧张得全身都是汗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 内心的那种好奇 打算去窗户那边一探究竟 曾鸿英还想说些什么 不过后来他想了想 还是停了下来 然后他就将耳朵贴在窗帘后面 静静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此时外面 他很清晰地听到 有哒哒哒的脚步声 正朝着这边靠近过来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四十八集 蛇后以及他身后的四名冷蛇雇佣兵 朝着酒店这边走了过来 最后停在了那一棵黄绝树的下面 前面 风八指懒洋洋地站在那里 不过他的眼神却是相当的犀利 我不管你们是谁 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马上给我滚 那边蛇后五人都是皱起了眉头 看向风八指这边 此时的风八指可不是乞丐打扮 穿着正装 身上干干净净 再加上他那不差的长相 反倒是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帅气 哪里来的小白脸 蛇后压根就没有将风八指 放在眼里继续向前 风八指一个闪身 移动到了蛇后等人的面前 用着一种挑衅的眼神看着他们 说你们呢 事都聋了吗 对了 忘记了你们并不是华夏人吧 You get out Now 风八指自认为自己的英文讲的还是不错的 他这话音刚落 蛇后身后一名雇佣兵 便已经一个剑步飞回上来 这名雇佣兵正是刚才用尼泊尔军刀 干掉了酒店门口两名保安的那位 寒光一闪 如同一道闪电顺着风八指的头顶皮下 风八指眼睛一眯 瞬间后侧躲过了这一刀 同时风八指已经出手 他步伐诡异 招式也是相当的刁钻 鬼使神差的便一把抓住了这名雇佣兵的腋下 用力一捏 风八指的这一抓真的是比直接断掉他这一条胳膊 还让人撕心裂肺 紧接着风八指将这名雇佣兵给扯过了头顶 重重的朝着地上一砸 气死地下 脚下的青石地面都好似被砸出了蜘蛛网一般的裂痕 这名雇佣兵当场被砸得七荤八素 口中吐血 腋下也是血肉模糊一片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 风八指拍了拍自己的手掌 继续用那种凌厉的眼神 看着身边的蛇后等人 奥塔 闹 否则 带 保守 蛇后以及他身后那几名雇佣兵都是一争 脸色也是变得相当的严肃起来 煞时间 蛇后等人也都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所有人都用随身携带的武器给抽了出来 杀了他 三名雇佣兵如同猎豹一般 从蛇后的身后窜了出来 然后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风八指之后扑了过来 每一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柄异常光丽的眼刀 速度极快 而且下手极狠 全部都是奔着风八指的命能和要害而来 然而风八指可不是抖前之后 他可是能够与夏天大战好多回合的超级猛人 这三名雇佣兵的联合攻击之下 风八指压根就没有显得有任何的慌望 依然是凶猛无比 以一敌三完全没有任何的难度 不过也不得不说这三名雇佣兵也是非常厉害的 这不愧是当年能够在国际雇佣兵组织上面 能够排进前五甚至前三的雇佣兵成员 每一位都拥有着极其强大的单兵作战能力 除此之外 他们之间的配合也可以相当的默示 可攻可守 很快便形成了一种密不透风的攻击方式 夜色之下 几道人影飞速的穿梭着 各种寒刀滑火夜空的声音 各种如同野兽一般低滑的声音 此时在这酒店的房间之内 透过窗帘的窗户 曾红英可以清楚的听到外面传来的声音 他终究还是忍不住掀起了窗帘的一角 看向了外面 然后他就看到外面风八指 与那几名冷舌雇佣兵成员大战的场景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要干什么 曾红英在仅仅看了一眼之后 就不敢再继续看下去 因为就算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他也能够感觉得到 从那些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那一种恐怖气息 他转过身来 惊恐万壮的看着周晚秋 周晚秋也说不出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心情 他也显得手足无措 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的抱着周小草 不断的对周小草说 他们现在正在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虽然他自己都感觉这个说法有些太low 不可能骗得过聪明的周小草 但是他这样说心头会踏实一些 这个时候周晚秋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神经一紧 下意识的就将电话按成了静音 打电话来的是冯雪 周晚秋也没想太多 第一时间滑动了接听见 小雪 晚秋姐 你们那边没事吧 刚才我们剧组遭到了袭击 有好多国外的雇佣兵和杀手 进入了我们派系的桃花里 他们又来杀我 那小雪 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有没有出事 我们没事晚秋姐 夏天大哥在关键的时候出现了 然后 然后怎么了 小雪 你快说啊 你夏天大哥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怎么样了 夏天大哥现在没事 他 他把那些人 全都杀死了 冯雪雨出惊人 煞时间 整个房间都变得诡异的安静下来 曾鸿英和周志文 都是感觉头皮发麻 然后用着一种极其怪异的眼神 看着那边的周晚秋 甚至连猪小草 也是瞪着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就看着自己的妈妈 小雪 你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晚秋姐 我哪里敢和你开玩笑啊 我们剧组的人 当时都退出了桃花里 全部都在外面看到了 不过 不过那些人太可怕了 我们设备也没拿出来 所以 所以不敢将那些画面给拍下来 但是我可以肯定 那些全部都是国际杀手和雇佣兵 足足有二十多位 晚秋姐 我之所以给你打电话来 就是想问问你那边的情况 这些人 到底是哪里来的 你那边有没有事情 我这边暂时没事 不过小雪 告诉剧组那边 在没有接到我的电话之前 你们都别回来 另外 你夏天哥哥 现在和你们在一起没有 没有 那边的山顶 有一道人影像是鬼魂一样 夏天大哥 朝着那道人影追过去了 晚秋姐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你们自己要小心一点 夏天竟然敢丢下你们 去追那道人影 那便说明 你们现在是安全的 但是记住 现在千万不要回酒店 晚秋姐 你那边 是不是也遇到麻烦了 不用担心我 我这边没事 周晚秋并不想继续在电话里面说太多 直接挂掉了电话 然后 这整个房间又一次陷入了一种 极其惊悚的气氛之中 这次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早有预谋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夏天而起 此时夏天的那些敌人 已经开始威胁他身边人的安全了 外面的那一棵黄结树下 风八指和那几名冷蛇雇佣兵 依旧在大战 风八指的强悍 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以一敌三的情况下 他硬是将那三名雇佣兵 都给打退了下去 而且其实有两人 已经遭到了风八指的重创 却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直站在一旁 看着风八指露术的蛇后 突然出声 蛇后有一个特点 那便是他的学习能力非常的强 任何招式露术 他只要在看一遍之后 就能够大致的摸清楚对方的路 剪招拆招 甚至将对方的路子作为挤用 刚才蛇后一直没有出手 就是站在一旁 看风八指的露术 现在很明显 他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一张门下 蛇后的群出其不意的砸在风八指的后背上 当场将风八指给砸飞出去 女人就是卑鄙 只见蛇后朝着自己的腰间一扯 像是把拴在他腰间的那一条皮带给扯了下来 不过仔细一看 却能够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皮带 而是一柄蛇形软剑 黑夜之中 看起来这柄软剑更像是一条将半截身子都凳在空中的毒蛇 蛇鳞缩紧 看起来十分的可怖 只见蛇后将手中的软剑一挥 整个人瞬间化作一道残影 冲向风八指那边 刀光剑影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风八指的身上 并被蛇后给刺出了好些道口 有鲜血顺着这些口气流出 让风八指感觉到一片火辣辣的疼 这是怎么回事 风八指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的招式路子 好像全都被对方给摸熟一般 这直接导致了风八指的每一招 都被蛇后给躲了过去 而对方出的每一件 都让风八指身上多出了一道血淋淋的孔 风八指见识不对 以最快的速度避开了蛇后 他心头已经遇见了这个蛇后的恐怖 怕是自己的招式路数 已经全部被他给摸清楚了 这个女人太恐怖了 风八指的招式传承于盖皇 而这个传承其实是非常凌乱的 后来风八指边学边误 加上在街上乞讨的时候 一些疯狗一般的打法 可以说风八指的招式路数 根本就无迹可循 但是眼前的这个女人 却是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将风八指的路数全部摸熟 然后反制风八指 这个世界上果然什么样的人才都有 怕了吗 不怕 只是有些好奇啊 好奇什么 好奇我为什么能够看穿你的套路吗 不 哎呀 我很好奇 你能不能连我的睡梦拳也一并看透啊 睡梦拳 此时风八指又打了一个哈欠 直接就躺到了地上 舍后等人都是一脸懵逼 完全不明白这风八指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这正打着呢 他怎么突然就躺下睡觉呢 神经病 舍后二话不说 直接提着那柄蛇行剑 就朝着风八指那边走了过去 风八指如果真要睡 他不介意一剑将风八指给劈成两段 然而就在舍后手中的剑 伸向风八指的那一刹那 风八指整个人 却是瞬间侧疑过去 很是精准地躲过了舍后劈出来的剑 这看似偶然 却又绝对不是偶然 这怎么可能 本集结束了 我是曾红英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四十九集 蛇后心头一惊 下意识地又是好几剑 靠着风八指劈了上去 相同的结果 风八指又一次轻松地躲过了蛇后的剑 那边甚至传来了他打呼噜的声音 蛇后有些心急了 又一次朝着风八指攻击起来 而此时风八指整个人都已经陷入了一种沉睡的状态之中 但是他的身体却是比刚才灵活了不知道多少倍 而且在这种睡梦之中 风八指完成了许多正常人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动作 就拿麦克尔杰克逊最经典的俯身倾斜的动作来说 那是因为鞋子下面踩着机关 所以才能够做到这种无视地球重力的动作 然而此时风八指脚下却是绝对没有机关的 但是这些动作对于他来说却是相当的轻松 睡梦中的风八指和蛇后已经对决了好多次 而此时的情况和刚才比起来完全是一个惊天的大逆转 刚才风八指每一招每一事都被蛇后给看破 以至于风八指被蛇后给压着打 但是这个时候睡梦中的风八指每一招蛇后都看不透 所以他再也无法伤到风八指分好 相反的风八指已经在蛇后的身上造成了好几次重击 已经有鲜血从蛇后的嘴里面溢出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那边另外几名雇佣兵还处于震惊之中 在听到蛇后的喊声之后 他们这才反应过来 三名雇佣兵同时不想风八指 而蛇后则是按照刚才的方法继续闪磨在了一旁 他将从中观看风八指的招式路上 然而很快蛇后就发觉不太对象 因为风八指此时的每一招每一事都不一样 完全没有任何的招数可明 他这招法看似砸乱无章 然而却是非常的刁钻鬼 而且杀伤力极强 此时的风八指和刚才比起来 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影 比起刚才不知道要强大多少倍 直接风八指一招砸出 直接将一名冷舌雇佣兵团的雇佣兵给砸飞出去 而且是直接飞出去了十几米的那种 那边不远处便是悬崖 这名雇佣兵在没有等到落地的机会 就直接朝着那悬崖飞了出去 另外两人则是被风八指一手扯着一个 如同是在地上画了一个太极一板 用力一抛 两人同样被风八指给甩飞到了悬崖那边 剩下蛇后再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只感觉全身都僵硬 而此时风八指则是单脚落地 斜睡在了半空之中 这个画面诡异到了极点 蛇形软件引起快如疾风 大指是闭着眼睛连续不断的躲闪 最终他的双指猛地夹进了蛇后手中的剑 用力一弹 蛇形剑被风八指夹断 他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一个侧移 瞬间来到蛇后的身边 半截断剑刺入他的胸口之中 用力一拍 只见断剑从蛇后的胸口进入 后背传出 最后如同暗器飞镖一般 射入身后那一棵黄绝树上 整个剑身都没入了那黄绝树中 蛇后瞪打双眼 或许他到死都没有明白 这所谓的睡梦拳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居然能够要了他的性命 睡梦中的风八指又是一双 连同蛇后和一开始被他砸在地上的 那名雇佣兵一起全部被他给甩到了悬崖下面 至此这休息广场上空荡荡的 除了那石板地面上的一些裂痕之外 就好像压根就没有人来过一样 而风八指又伸了一个懒腰 并未醒过来 继续躺在这黄绝树下 睡着了 而此时酒店内的曾红英 又一次忍不住内心那种好奇 掀开了窗帘的一角 刚才风八指打败蛇后一行人 并且将他们全部扔下悬崖的一幕 全都被曾红英看在眼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风八指又是什么来头 为何夏天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而这边的周婉秋 依旧是紧紧的抱着周小草 他的内心此时也是相当的纠结 事实上 周婉秋很早之前就知道夏天的身份不一般 也知道他这些年在海外成立了一个天王殿 但是周婉秋也一直没有做好 真正去接受夏天身份的准备 这一次这么多的海外杀手都出现了 尽管周婉秋依旧没有准备好 但是他也知道 这时候不得不让夏天摊牌了 不过周婉秋心头也十分的坚定 无论夏天是什么背景身份 无论夏天有着什么样的过去 又无论未来陪伴在夏天身边有多么的凶险 周婉秋都会毫不犹豫的陪伴在夏天的身边 对他不离不弃 与此同时 仙女山这边最高的这一处山峰之上 夏天和叶修罗的大战已经到了尾声 此时叶修罗的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鲜血已经染遍了他的全身 刚才的一场对决 夏天用手中的刀在叶修罗的身上 劈了至少有二十刀 打到后面 叶修罗已经彻底的败在了夏天的手下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 而夏天的身上则是多了两道口子 一道在胸前 一道在后背 两道口子都是鲜血淋漓 已经有好久 没有人能够将夏天伤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此时双方很有默契地停了下来 夏天站在这边靠领的位置 而叶修罗则是站在悬崖边上 两人相距也就五米左右的距离 两人都打算缓一口气 然后做最后的了解 夏天 我终究还是败给了你 夏天 你今天是奔着杀我来的对吗 这不是很明显吗 说句心里话 叶修罗 你若不死 我睡不着觉 花音刚落 夏天已经不想再继续废话 他挣了一下手中的那一柄手术刀 打算冲上去 彻底收割了叶修罗的性命 等等 夏天 怎么 你怕死了 所以现在想求饶了 这可不是你做事的风格 你误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你今天也杀不死我 是吗 这悬崖绝壁 可没有直升机能够把你接走啊 知道你不信 不过我也没有打算让你相信 夏天 你说我们也算得上是好多年的老朋友了 难道你一直对我的样貌 不好奇吗 有什么好奇的 你又不是女人 我对你一个大男人好奇个什么 那倒也是 叶修罗将手放到了自己的头上 然后缓缓的将那戴在他头上 遮住他那张脸的斗篷给扯了下来 这一瞬间 夏天的心头其实是有些好奇的 毕竟他和叶修罗打交道也是有好多年的时间了 但是却一直没有人见识过叶修罗的真面目 而今日夏天 马上就要见到这个叶修罗的真面目了 这的确能够满足夏天的好奇心 当那一张斗篷从叶修罗头上扯下来之后 夏天也终于看清楚了叶修罗的那张脸 那是一张帅出天际的面孔 活脱脱的从漫画里面走出来的绝世美男子一般 他是东方人 准确来说是歹国人 夏天自己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帅哥了 但是说实话 在看到叶修罗这张俊脸的时候 他也会感觉到自残行贿 这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 叶修罗 你这是想色诱我吗 很遗憾 老子不喜欢男人 所以今天 你依然是难逃一死 不 夏天 刚才我就说了 今天你杀不了我 我之所以会将斗篷给扯下来 其实就是想让你记清楚我这张脸 因为我叶修罗还会回来的 人死了 可不能复生啊 前不久 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我发现 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强者 其实并不是你我这样 夏天 用你们一句华夏的话来说 叫做天外有天 山外有山 你是不是以为你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顶牵的高手了 事实上 你在真正的高手面前 连蝼蚁都算不上 夏天 我要去一个地方 一个能够让我变得很强很强的地方 请你记住我这一张脸 总有一天 我会再回来找你的 叶修罗一边说 开始一边朝着悬崖后面后退 而他脸上那股笑容 看起来则是愈加的邪恶 夏天感觉情况不太对劲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叶修罗那边冲了上去 然而 他还是慢了叶修罗一步 当他冲到这悬崖边缘的时候 叶修罗已经是一步踏空 从这悬崖高处摔了下去 他这是要跳崖自杀吗 当然不是 夏天看着前面的悬崖 再不敢向前踏出一步 因为这么高的地方摔下去 铁定是粉身碎骨 然而 夏天却是看到了叶修罗 在摔下悬崖的时候 他身上某个机关触动 然后 他就穿着一身翼装 像是一只大雁一般 以最快的速度 消失在了夏天的眼前 操 夏天心头感觉 像是被堵了一大块石头一般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一次叶修罗还能逃掉 夏天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算起来 他这已经是第二次栽在叶修罗的手中了 事不顾三 夏天看着前方那黑漆漆一片的悬崖 早已经没有了叶修罗的踪影 夏天无奈的摇了一下头 转身离开 他摸出手机 第一时间给风八指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询问酒店那边的情况 然而 电话无人接听 夏天的心头狠狠一抽 又急忙给周婉秋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电话很快便接通了 老公 你终于打电话来了 你去了哪里啊 有没有事 我没事 你那边怎么样了 风八指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没事 老公 风八指大哥 他 他 他怎么了 老婆 你快告诉我 风八指到底怎么了 他要不要急 死了没有 老公 你想到哪里去了 风八指大哥他没事 只是睡着了 怎么叫都叫不行 本集结束了 我是曾红英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五十几 老婆 你 你说话就不能一次性说完吗 可担心死我了 怎么 你这是在责备我吗 不敢不敢 挂掉电话 夏天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酒店 此时白蛇剧组的人也回来了 同时因为酒店有两名保安被杀 酒店那边已经报了警 今晚事情闹得这么大 这仙女山上也死了这么多的人 不可能不惊动警方 不过夏天也并不担心 到时候警察来了会处理好这一切的 风八指依旧躺在那黄绝树下呼呼大声 周婉秋和冯雪他们怎么叫都叫不醒他 如果不是这家伙还能发出那打呼噜的声音 周婉秋还真的会怀疑 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今天夏天回来周婉秋第一时间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 老公你回来了 回来了 我没事 你们呢 我们也没事 老公 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啊 你看这还在流血 赶快让我给你包扎一下 不碍事啊 夏天对着周婉秋笑笑 然后朝着风八指那边走了过去 老公 这风八指大哥是怎么了 为什么一直睡 怎么叫都叫不醒 夏天二话不说 直接让旁边人提过来了一桶凉水 破了风八指的身上 身上到处都在淌血 你还睡啊 真不怕在这儿 因为流血过多挂了 夏天让人把风八指带回酒店包扎 而他也是和周婉秋一起 回去了酒店的房间里面 此时 这房间里面曾鸿英周志文和周小草都在 房间里面的气氛显得很沉闷 周志文和曾鸿英的脸色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难看 夏天当然知道 自己的岳父岳母心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事到如今 夏天也知道 已经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小草 你去隔壁找冯雪阿姨玩好吗 周小草很听话 乖乖的去了冯雪的那个房间 最后 房间里面就只剩下夏天他们四人 夏天一一看过周婉秋 曾鸿英和周志文 努力的将自己的状态放到了最轻松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我们是一家人 只要你们想知道 任何事情 我都可以如实回答 曾鸿英他们并没有第一时间 就向夏天问问题 曾鸿英已经将从酒店那边 带来的医药包给拿了出来 你看你 搞得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快过来 我和晚秋给你清理伤口 然后包扎一下 夏天的心头有一阵暖流习过 他没有再说什么 坐到了那边 然后脱掉了自己的上衣 这一刻夏天将他的上半身 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了周婉秋 以及自己岳父岳母眼前 周婉秋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夏天身上的这些疤痕 但无论他曾经见过多少次 这每一次见都依然能够给他造成极强的心理冲击 至于一旁的周志文和曾鸿英当场就呆住了 满身的伤疤和弹空 这夏天曾经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将自己的身体搞成现在这般 妈 我知道 你们心头有很多疑惑 一会儿我就慢慢的告诉你们 周志文帮助夏天擦拭伤口 而曾鸿英则是看着夏天背上那条血淋淋的伤口 夏天 要不你还是去医院吧 再不即找个医生过来 我不会风针啊 妈 别紧张 你就当补衣服那样就行了 补衣服 没错 你看 我身上这么多伤痕 来吧 我没问题的 最终 曾鸿英按照补衣服的方式 帮助夏天缝合伤口 这酒店里面的医疗条件有限 也没有麻药 那刺针刺入夏天的肌肉里面 蹭蹭作响 这一幕 周婉秋根本不敢看 而周志文也是感觉头皮发麻 曾鸿英和周婉秋 帮助夏天缝合伤口 然后缠续纱布 前前后后 花了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做完这些之后 曾鸿英和周婉秋 都是满头大汗 整个房间内 最轻松的 反倒是夏天了 谢谢妈 谢谢老婆 今天的事情 把你们吓着了吧 夏天 今天来的那些人 到底是什么人啊 他们为何要来 那些是国际杀手 国际雇佣兵 还有赏金猎人 你们就算没有接触过这些人 但是在电视上 也肯定看过 或者说 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些 比电视上演的还要厉害 他们是奔着我来的 同时因为 你们是我最亲近的人 所以他们也威胁到 你们的安全了 爸 妈 婉秋 对不起 因为我 让你们的人身安全 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危险 夏天 现在并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你到底是谁 有着什么样的身份背景 也该和我们一一交代出来了 我叫夏天 原本是北方 超一流豪族夏家的三少爷 光听到这样几个字 曾鸿英和周志文 他们便惊呆了 北方超一流豪族 那是什么概念 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 是绝对想象不到 超一流豪族 是什么样的存在的 周婉秋此刻 也是屏住了呼吸 如今秋草集团 已经算得上是国内 比较知名的服装品牌集团了 而周婉秋 作为秋草集团的董事长 他则是能够更加的直白的 去理解超一流家族 这个含义 纵观整个南方 最顶级的是一流豪族 而超一流豪族 则是凌驾于一流豪族之上 简单来说 这样的家族 旗下资产几千亿 旗下涉及的产业 遍布全国甚至世界 甚至每一个这样的家族 都掌控着好几个大省的话语权 这绝对算得上是 国内最顶级的家族了 而夏天 他的老公 居然是北方超一流家族 夏家的三少爷 这 你们不用那么惊讶 事实上 十多年以前 我和北方夏家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相反 我如今和夏家 有着不死不休的仇怨 接下来 夏天足足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 完完整整的 给周晚秋和曾孔英他们交代了一遍 从一开始 夏天被赶出夏家 然后再到 他被人四处追杀 之后又流落庆史成了乞丐 然后再认识风八指 随后被人算计 与周晚秋发生关系 这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夏天都清清楚楚的讲述了出来 之后他们遇上盖黄 前往海外 然后在海外进入狼窝 成立天王殿 随后发展和壮大天王殿 再到最后和黑暗图腾决一死战 彻底将天王殿 推到了世界巅峰 这一切 夏天依旧没有隐瞒 在这之后 夏天回归华夏 寻找自己的妻女 并且碰上了北方夏家 前来索要骨髓 黑暗图腾残余力量 叶修罗 与自己三番五次的作对 这所有的所有 夏天也都是全盘拖出 没有任何的隐瞒 终于 夏天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将自己这十多年的经历 全部都给周晚秋 和曾鸿英他们交代了出来 那就如同是看完了一部 励志的热血电影一般 听完之后 曾鸿英和周志文都沉默了 而周晚秋的眼眶里面 确实有泪水在打转 如今他们一家 凭借着夏天已经走向飞黄腾打 但是周晚秋不敢去想象 他的老公曾经到底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伤 才给他们换来了今天的这一切 爸 妈 晚秋 如今你们成了我的亲人 的确有时候处境会很危险 但是我夏天再次保证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他们伤你们分号 当然 如果你们确实担心被我连累 我其实可以和晚秋 夏天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想和我离婚 和我撇开关系吗 你把我周晚秋当成什么了 夏天 如果你真想这样做 那可真是含了我们的心了 妈 别说了 你家那个老太君真是个畜生 你可是他亲孙子 居然为了区区几句迷信的话 将你赶出家族 而且这么多年了 他居然还想着赶尽杀绝 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歹毒的老妖婆 那个老妖婆现在要是站在我的面前 我铁定要抄他压的一巴掌 真是个畜生 你这孩子 也不知道这些年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 你如此尽心尽力的对我们一家 你说 我们又怎么可能会舍你而去 夏天 以后这种话可不能再说了啊 夏家不时好歹 不把你当亲人 但我曾红英把你当亲儿子 以后无论遇上什么风险 什么样的大风大浪 我们一家人都和你一起面对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丈母娘曾红英没多少文化 好听的话语她也不太会说 但是就是这样一番话 每一个字都狠狠地敲击在夏天的心上 这一瞬间夏天心头的那些心结好似全部都解开了 谢谢你们 以后 我再也不会说这种话了 所有的一切 我们共同面对 半夜时分 有官方部门连夜赶到了仙女山上 然而来的并不是警察 而是一批穿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 酒店的经理专门找到了夏天 说是官方部门那边要找他问话 需要他配合着过去一趟 夏天没有拒绝 直接跟着这名酒店的老板离开了酒店 来到了桃花林这边 此时 这些尸体依旧横七竖八地摆在这里 十几名攀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 将这些尸体给扛了起来 然后装到了那不远处的一个集装车里面 这些人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每一个身上都散发着一股极其伶俐铁铁铁的气息 这种气息和军人很像 但夏天可以确定 他们并不是军人 六扇门 作为海外天王殿的殿主 夏天知道每一个国度 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官方部门 部门里面全部都是一等一的超级强者 用来管理和规范 这世界上各种黑暗势力 这种官方部门越是在混乱的国家 就越活跃 而华夏是全世界最安定的国家 这种部门便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存在感 但是这绝对不能说这个部门不存在 之前夏天就有听说过华夏六扇门 不过只是听说却从未见过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51集 那边 一棵巨大的桃树之下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背负双手 背对着夏天 就算是隔着好多米的距离 夏天也能够感受得到 从那人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如同大海一样浩瀚 这种气势 甚至不输于他夏天 夏天指着那边的那名男子 对着旁边的酒店经理问道 就是他要找我吧 对 对对对 你们聊 我先走了 夏天 微微点了下头 然后朝着那桃树下的男子 走了过去 等你好久了 你终于来了 那男子缓缓地转过身来 看着夏天露出了一丝善意的微笑 这人四十多岁 裹子脸 两腮留着浅浅的落腮壶 双眼则是非常的犀利 你是谁 你是天王殿主 不可能猜不到我的身份 男子从怀中摸出了一块令牌 展现在夏天的面前 六扇门 青龙 幸会 夏天虽然并不明白 这个青龙在六扇门 是个什么样的地位 但是从他身上这一股磅礴气息 夏天也能够猜得出来 此人在六扇门的地位绝对不低 甚至可以说是极高 青龙将那一块令牌收了起来 然后指着周围那些 正在被台上集装箱的尸体说道 这些人 都是你杀的 对啊 果然不愧为天王殿主 的确厉害 这么多的顶级杀手 和雇佣兵 外加各种赏金猎人 一股脑全都被你干掉了 不过话说回来 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这么多的世界级强者 闯入我华夏了 天王殿主 这些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六扇门来交涉的 但是你却从根源上帮我们解决了问题 然而 这些人一样是因你而来 所以 你说我这是该谢你呢 还是该向你问责呢 我自己的锅自己来背 你们六扇门 依旧可以过你们的安稳日子 我倒是很想继续过那安稳日子 但是夏天 从你回归华夏的那一天开始 就注定我们六扇门的安稳日子到头了 这也并不是我想见到的 你应该也查清楚了 今天的这件事情并不是我调起来的 但是夜修罗是因你而来 那倒也是 秦鸥 你想干嘛就明说吧 你是要抓我吗 不抓 今天我之所以会亲自过来 一方面是出于对你的好奇 现在见着了 好奇心自然也没有了 另外一方面 就是打算提前来跟你混个脸书 毕竟以后 我们六扇门肯定会和你长期打交道 划到此处 青龙已经走出了桃树林 而这里的尸体 也全都被他带来的人给清理干净 夏天 如若你真想让天王殿落叶归根 回归华夏 可得提前和我六扇门打个招呼 这是规矩 悬崖下面还有几具尸体 不去一并把它们给处理了 不去了 麻烦 那边的集装车启动 很快便消失在了夏天的眼督 夏天看着车灯一路下山的背影 闭上眼睛 六扇门都出来了呀 真是越来越有趣了 两日之后 白蛇剧组已经在这仙女山上 完成了取景拍摄 接下来他们准备去另外一处风景区 拍摄其他的镜头 原本白蛇剧组是要在仙女山这边待好几天的 但是因为杀手事件 整个剧组都不太愿意在这里待太久 所以加快进度拍完之后 他们紧接着去了另外一处取景地 而夏天他们一家人一样是因为这件事情 取消了原先的计划 他们也随剧组一起离开了仙女山 到下一个景区继续游玩 南方苏航 宽阔的马路上车来车往 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 各种车辆正停在斑马线前等着绿灯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后方却是突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隐形轰鸣声 紧接着一连串的豪车 风驰电车的从那边的街头飞驰而来 法拉利 宾利 劳斯莱斯 保时捷 马莎拉蒂 各种各样的超豪华跑车 穿流不息 应接不暇 这明显是在飙车 而且这大白天在这城市道路上飙车 完全无视任何的交通规则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辆红色的宾利 一记绝尘 很快一行十几辆豪车 就从这城市道路之中飞驰而过 只留下一片震惊 差不多十几分钟之后 苏航郊区外的一处大型汽车改装厂这边 红色宾利停在了这家改装厂的门口 足足在十几秒之后 后面的车才陆续跟了上来 车门朝天打开 从宾利车上走下来了一名身材性感高挑 长得也是非常漂亮精致的年轻女子 女子看起来也就二十多岁 火红长发身上散发着一股极其凌厉的气息 女子名叫苏九儿 是苏航这边一流豪族苏家的大小姐 放眼整个苏航如今共有两大豪族 不对 准确来说是一大豪族一大集团 东齐天西半城 所谓东齐天指的便是苏航东边一带的齐天集团 掌控着苏航大部分的经济命脉 集团旗下产业遍布各行各业极其强大 齐天集团虽然并不是家族企业 但是它在整个南方的影响力已经堪比一流豪族 甚至在几大一流豪族之中也是排名前列 而西半城自然指的便是苏航苏家 苏家同样是苏航这边的超级豪族 而且在苏航这一带苏家已经传承了好几代 最巅峰的时期甚至传言 苏家的资产能够买下半个苏航 西半城的名号由此而来 苏家同样是南方的一流豪族 不过如今的世界瞬息万变 新兴事物的不断兴起 大幅度的冲击了苏家这种老牌行业的家族 特别是这十多年来齐天集团的壮大 也是大大的削弱了苏家的底蕴和力量 虽然辉煌不及当年 但是如今的苏家依旧算得上是南方的一流豪族 此时十几辆超跑的车门纷纷打开 上面走下来的全部都是苏航这边有名的富二代 苏九儿轻轻的聊了一下 肩上那一头最红色的长发 在这一大群富二代的跟随下 一路朝着改装厂里面走了进去 一路上每一个人在见到苏九儿过来的时候 都会恭恭敬敬的喊上一声 在这一片苏九儿便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大 这不仅仅是与她的身份背景有关系 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女人 改装厂内一群汽车改装大师正在忙碌 那边还有好几辆超跑正在被他们进行改装 九儿姐坐 今天飙车我足足超了你们十几秒 你们连我的车尾灯都没有看见 没办法呀 那是九儿姐如今的车机越来越好了 我们这些做弟弟的都没能够追上九儿姐你啊 弟弟说错话了 还请九儿姐原谅 苏九儿重新回到了那张椅子上 然后拿出一支女士香烟含在嘴中 旁边立马有人帮助她将这支香烟点燃 我之所以能够领先你们这么长时间 并不是因为我的车技太好 而是因为我这一辆车被改装得太牛了 我这辆车是谁改的 那边立马有一名三十岁出头 留着浅浅黄发的男子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九儿姐你的这辆车是我负责改装的 九儿姐你还满意吧 嗯 那改装大师立马喜笑颜开 他给苏九儿改装出了一辆性能超级好的超跑 苏九儿一高兴肯定会重重的赏赐他的 然而此时苏九儿的眼中却是有寒芒绽放 他朝着旁边招了招手 旁边立马有人将一个扳手递到了苏九儿的手中 苏九儿掂量了一下手中的扳手 我说 我前段时间挺无聊的 于是迷上了飙车 倒是觉得飙车这门游戏挺好玩的 但是你现在把我车性能改得这么好 直接让我没有了对手 所以你明白无敌多寂寞那种感觉吗 你把我的车改得太好 直接导致我对这门游戏失去了最基本的兴趣 所以谁让你把我车改得这么好的 苏九儿突然暴怒 蹭的一下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然后就将手中的扳手砸在了这名改装大师的头上 鲜血流出 这名改装大师当场跪在了地上 他是懵逼的 也是绝望的 从事改装行业这么多年 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把别人的车改装得太好而挨打 这个苏九儿就是一个疯子神经病 你让我很不开心 所以你以后还是别做改装了吧 把他的双手给我废了 说完这句话后 苏九儿在一众人的跟随之下走出了改装场 来到外面 看着前方遍地的豪车 苏九儿丢掉了手中的香烟 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 真是没趣啊 旁边一名留着寸头的青年 却是笑眯眯的走了上来 九儿姐 我有一件好货 九儿姐一定会喜欢 要不要看看 什么好货 该不会又是那个什么土喷子吧 新老弟 我丑话可说在前头 你要是又拿那种垃圾来糊弄我 我可会让你好看的 苏九儿口中所说的土喷子 其实就是手枪 这个女人的性格和她外表的性感妖娆 完全是两个极端 她是一个内心十分心狠手辣的女人 在这苏杭一带 苏九儿的手段可是出了名的 甚至很多江湖大佬也都忌惮她三分 当然 她同时也是很多大佬梦寐以求的对象 但是放眼着整个苏杭又有谁敢打苏九儿的主意 苏九儿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玩刀 刚成年就开始玩枪 就算是在这热武器管辖极其严格的华夏 苏九儿想要什么军火 只要不是太过戒的 她的这些弟弟们一样能够帮她搞来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五十二集 放心吧九儿姐 这是我搞来的东西 绝对会让你非常的满意 新老弟打了一个响指 那边不远处的一辆大奔的后备箱 瞬间打开 只见那后备箱里 放着一个迷彩色的长条箱子 箱子上面还带着密码锁 整个看起来非常的神秘 啥玩意儿 以苏九儿为首的一干富二代 快步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好奇的盯着这口长箱子看 新老弟笑眯眯的将手摸向了箱子那边 然后输入了密码 箱子打开了 兄弟们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要见证 西式珍宝的诞生一般 然而 当箱子真正打开的那一刻 在场之人却是大失所望 功奴 我说阿新 你搞什么命堂 九儿姐连枪都玩腻了 你整个功奴来干嘛 你真是越回越回去了 苏九儿当场便一脚踹在了这新老弟的小腹之上 新老弟 刚才我可是先警告过你 你要是敢拿烂货来糊弄我 我可会对你不客气的 九儿姐 你这可真是误会我了呀 你好好看看 这可绝对不是一般的功奴 九儿姐 这可是世界上最牛逼的隐形者 XLT奴 是由米国顶级功奴制作厂家 破天公司所研发 这可是绝对的好货 这样一说 苏九儿倒是来了一些兴趣 然后 他便从新老弟的手中 将那一条功奴给接了过来 功奴大约只有2000克左右的重量 这对于玩惯了枪械的苏九儿来说 并算不得太重 这玩意儿拿在手里面手感很好 苏九儿好似瞬间 就对这东西感兴趣起来 他是误会你了 九儿姐你喜欢吗 我跟你说 这家伙威力可大着呢 瞬间冲击力能够到达3000多牛 可以在100米的射程内 轻松击碎一头成年大象的头骨 绝对的变态啊 就算是很多枪械 威力都没有这功奴大 苏九儿淡淡的点了下头 然后将剑上膛 下意识的就瞄准了新老弟 倒是挺想试试这家伙的威力 是不是有你说的那么深 九儿姐你可别对着我啊 我害怕 九儿姐 那边是靶子 你射过去就能够看到他的威力了 那是个死靶子 多没意思 说话间 苏九儿端着那把隐形者弓弩 一一扫过在场这些富二代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苏九儿向来都有把活人用来练枪的习惯 尽管他的枪法很狗 但之前一样有人被他射成了残废 当然 苏九儿还是有一些分寸的 他不会将苏杭这边大家族的公子哥用来当靶子 一般也就是一些普通的社会混混 或者小家族的私生子 你过来 就在这个时候 苏九儿将目光望向了那边 一名大约二十多岁 面容有些紧张憔悴的青年身上 青年战战兢兢的站了出来 叫了一声九儿姐 苏九儿上下打量了这名青年一般 对了 你叫什么来着 好像你不是我们苏杭的人 九儿姐 我叫徐亮 是从三江省那边来的 对 你叫徐亮 对了 你来找我 是为了什么事来着 徐亮心头非常的无语 很早之前 他就给这苏九儿说明过来意了 当时苏九儿 也对他的要求满口答应 然而这才多久 苏九儿就把之前那些忘得干干净净了 虽然心头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徐亮也不敢有任何的埋怨 谁叫自己要做苏九儿身边的一条狗呢 九儿姐 我是宣称徐家的人 徐霄是我的父亲 我们徐家和苏家 一直有着很密切的生意往来 啊 对 你就是那个来自徐家的徐亮 前不久 你们整个徐家在三江省那边灰飞烟灭了 对吧 请九儿姐 为我徐家做主啊 九儿姐 我徐家 就是遭到了那个三江王袁仲的毒手 当时袁仲 向登顶三江 我家父亲 就说了他是苏家的人 要一直追随苏家 而不追随他袁仲 然后这袁仲 便将我徐家给灭门了 不仅如此 那袁仲还说 苏航的苏家算个什么东西 有本事 就拉到三江 去溜溜 完全就没有将苏家放到眼里 九儿姐 看在我徐家这些年 一直对苏家兢兢业业的份上 还请九儿姐替我徐家报仇啊 苏九儿二话不说 一脚便将徐亮给踹翻在了地上 那徐亮一脸的痛苦与不解 少在这挑拨离间 别把我苏九儿当傻子 那袁仲再狂 他也不敢公然说出 不把我苏家放在眼中这种话来 九儿姐 我 说起来 你三江徐家 的确是我苏家的一条狗 所谓打狗还要看主人 那个袁仲居然敢灭你徐家 真是完全没把我苏家放在眼里 想让我给你徐家报仇 月星 请九儿姐替我徐家做主 先别急 要想找我帮忙 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站过去 在你头上给我放一瓶矿泉水 当我的靶子 如果我这一件射出 你没有下尿裤子 我就帮你 如何 九儿姐 这 这 这 怎么 怕了 想让我给你徐家报仇 你自然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如果你连这点勇气和本事都没有 那凭什么让我给你报仇 行 九儿姐 徐亮有些失魂落魄的走向靶子那边 身后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声 新老弟第一时间拿了一瓶矿泉水跑到徐亮那边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两名青年 他们手中拿着手铐 你们干嘛 别紧张 这不害怕你条件反射吗 光让你站在这里 一块九儿姐的弓弩射了过来 你要是跑了怎么办 所以把你靠在这靶子上 你想跑也跑不了 徐亮心头惶恐不已 但是他不敢反抗 很快 徐亮被靠好 头上则是顶着一瓶矿泉水 这边的苏九儿端起弓弩 瞄准了那边的徐亮 徐亮一脸煞白紧闭着眼睛 俨然已经紧张惶恐到了极点 苏九儿即将发射 旁边的其他富二代 再也不敢发出半点声音 一时间整个四周都变得寂静无比 好似一根针掉在地上 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一般 瞄准射击 只听见咻的一声 那只剑好似将空间 都哗啦出一道裂痕 朝着徐亮那边飞射过去 鲜血飞剑 周围继续一片死寂 这威力还真不是一般的 看着那边胸膛 被冻穿了一个血窟窿 已经没有动静的徐亮 苏九儿的眼前一亮 然后他便将这只弓弩 放回到了那箱子里面 连同箱子一并提在手中 新老弟 你这次给我的玩意儿倒是不错 我很喜欢 九儿姐喜欢就好 周围又是欢呼一片 压根就没有人去在意 那边已经死透了的徐亮 苏九儿将手中的箱子 扔到了自己那一辆兵力上面 随后自己也上了车 把这里给我处理干净了 接下来我可能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不会在苏行 你们可别太想我 九儿姐 难不成你还真想去三江 给那个什么徐家报仇 整天待在苏行这边 都快门出病了 出去走走 我好吗 说完 苏九儿一脚踩下兵力的油门 绝尘而去 留下这些富二代面面相许 不过很快 他们的脸上都不约而同的 流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容 这个动不动就断人手脚 要人命的女魔头 总算是走了 最好是 这个女魔头直接死在三江 永远都不要再回来 苏九儿的兵力一路开向了西城市区 这边的一处豪华别墅里面 她刚将车停好 还没来得及从车上走下来 旁边一名穿着一身白衣 光头的青年便已经等在了那里 仔细一看 这青年的光头上居然有九个香巴 也就是说 这青年其实是一个和尚 小姐 你回来了 和尚帮助苏卷拉开了车门 他的动作看起来很优雅 给人一种不急不躁的感觉 嗯 君宝 我今天找到了一样非常好玩 而且有趣的玩意 一会儿也给你玩玩 小姐 老爷来了 正在书房等你 什么 苏九儿的面色瞬间一产 然后将那箱子塞到了和尚手中 大步地朝着别墅的书房里面走去 此时书房里面站着一名 大约五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 两兵有些花板 浑身上下充斥着一股威严 此人名叫苏鼎 乃是苏家的现任家主 苏九儿的父亲 苏九儿推门走进书房 看到苏鼎 并没有主动行礼问候 面若冰霜 你来干什么 苏鼎突然一手拍在面前的书桌上面 巨大的震动 让苏九儿心头也是猛地咯噔一下 苏九儿 你说我来干什么 我已经跟你说了好多次 不要整天在外面惹事生非 你可知道这每天苏航一带有多少家族的掌权人来找我抱怨 说你苏九儿在外面欺负他们的族人 你每次在外面干的那些好事都让我来给你擦屁股 你好意思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 大家闺秀 没事在外面和一群男人鬼混干什么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呢 哼 这不是你逼我的吗 要不你让我来做下一任苏家家主 你看我能不能比苏狂做得更好 苏九儿口中的苏狂是苏家二少爷 也就是苏九儿的龙凤胎弟弟 而苏九儿和苏狂虽然是龙凤胎姐弟 但从小到大这两姐弟的关系并不好 这苏九儿和苏狂平日里名争暗斗 要不是有他们老子苏鼎在上面压着 怕是这两姐弟早就已经是兵戎相间了 而导致这两姐弟感情破裂的根源 还是苏鼎自己 这件事情还得从十年前的一桩绑架案说起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 欢迎收听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53集 十年前 有苏家的商业对手 花重金请来了雇佣兵 绑架了苏鼎的儿女 并且让苏鼎选择 儿子女儿只能活一个 当时苏鼎几乎毫不犹豫的 就选择了保儿子 这让身为女儿的苏九儿非常的愤怒与心寒 从小到大 苏九儿无论哪一方面都强于苏狂 说起来 苏狂只不过是一个啥都不会的二世祖罢了 纵然那次事件 苏鼎最后将自己的女儿都给救了出来 但是从那之后苏九儿的心中 便已经埋下了很深的芥蒂 之后伴随着他和苏狂逐渐长大 苏鼎那种重男轻女的偏心思想 也是更加的明显 他处处都想培养苏狂 整个苏家都清楚 苏鼎是想让自己的儿子接任下一任苏家家主的位置 而苏九儿这边呢 尽管他能力出众 手腕也是超强 但是却依旧得不到苏鼎的重视 这才导致他最终堕落 四处惹祸 此时这书房之内 两妇女已经是剑拔弩张起来 小时候苏九儿很忌惮自己的父亲 但是如今他已经长大了 便再不会像曾经那般忌惮了 苏家的家主不可能是你 所以还是因为我是个女人对吧 对 你是个女人 始终要嫁出去的 你如何能够担任苏家家主啊 我可以朝旭入赘 又或者我终身补嫁 苏狂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罢了 你说哪方面不比他强千倍万倍 未来的苏家交给他肯定会完蛋 混账 你胡说八道什么 那是你弟弟 那只是你的亲儿子 十多年前 我苏家可是苏行这边第一豪族 齐天集团压根就不够看 但是这些年 苏家迅速没落 都快跌出南方一线豪族的行列了 你 难道就没找原因吗 你 怎么 被我戳中你痛处了 苏狂身体里面流着的是你苏鼎的血 我苏九儿身体里面流的可不是 我流的是我母亲的血 苏九儿这番话的确是重伤了苏鼎 十多年前苏家出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天才人物 那个人叫做苏渊 是苏鼎同父异母的弟弟 说白了 那就是苏家老爷子生前的小妾生的 当时苏家在苏渊的带领下发展的突飞猛进 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同时 那时候苏家老爷子重病即将归天 几乎大半个苏行的人都认为苏渊将会成为苏家的下一任家主 然而结果却是大相径庭 最终成为家主的是平庸的苏鼎 而不是苏渊 原因很简单 因为苏鼎是老爷子正式生的 由此可见 苏家向来对家族血统与尊卑是非常的重视的 当年的苏鼎其实就和如今的苏狂一样 就是一个不学无数的二世祖 他坐上了苏家家主之位 毫无领导能力 使得整个苏家迅速走下坡路 在这期间 苏渊曾多次试图反水苏鼎 但无奈苏鼎讨了一个好老婆 非常的厉害 在苏鼎老婆 也就是苏九儿和苏狂母亲的帮助之下 使得苏鼎好几次扛住了苏渊的冲击 最终帮助苏鼎坐稳了苏家家主的位置 不过在好几年前 苏鼎的老婆便已经过世了 而近年来 苏渊早就已经将目光看向了海外 他利用苏家的底蕴 在海外的生意大转特转 自然也懒得和苏鼎 争着国内苏家家主的位置了 因此这些年 苏鼎这苏家家主的位置 坐得还算稳当 但是因为他的能力不足 却是年年导致苏家下滑 十多年前 齐天集团在苏家眼中就是蝼蚁 然而五六年前 齐天集团在苏航已经能够与苏家分庭抗礼 号称东齐天 西半城 而如今 齐天集团早已经压了苏家一头 放眼整个南方一线豪门 齐天集团已经击身前列 而苏家却早已经是吊车尾了 当年你的背后要不是由我母亲撑着 你这苏家家主之位 早就被苏元给夺了过去 这些年苏元虽然将大部分生意 都做到了海外 但是你自己心头也清楚 他始终是一头狼 总有一天 他会将你这苏家家主的位置 给夺过去 但是 只要你愿意重用我 我可以保证 苏元那只老狐狸休想如愿以偿 如果你继续重用苏狂 那个窝囊费 不是我苏九儿瞧不上他 他若尚未 最多一年 他就会将苏家家主这位拱手 让给苏元 相信我 我可是完美地继承了 我娘所有的优秀血统 甚至 我能够清出于蓝 所以 你现在想干嘛 三江宣承的徐家 前段时间被三江王原众给摧毁了 徐家的活口 徐亮来找到了我 希望我能够动用苏家的关系 帮助对付三江的原众 给徐家报仇 所以呢 反正这段时间 我在苏行这边也太无聊了 就过去玩玩了 区区一个徐家 和我苏家也算不得有多大的交情 灭了就灭了 犯得着你过去瞎掺我 苏九儿 你就规规矩矩地给我呆在苏行 哪里都不准去 我去哪里并不需要征求你的同意 这些年苏家为何一直会走下坡路 就是因为你没有魄力 如今苏家都快调出南方一线豪足的行列了 再没点座位 迟早苏家会被齐天集团给吞并 我去三江 拿下原众 将三江归入我苏家的版图 那样一来 便再没有谁敢想去我苏家 话到这里 苏九儿并不想继续说太多 转身就要离开书房 苏九儿 你到底还有没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 那你又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女儿 你想阻止我去三江对吧 因为你害怕我真把三江给拿了下来 那样一来 苏狂在苏家的地位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对不 你是在担心你的儿子 怕我这个女儿在苏家把你儿子给踩下去 既然你一心想让苏狂做家主 行 正好这次将三江当成战场 你让他过来 和我好好地斗一场 成王百寇 苏鼎气得浑身都在发抖 他完全想不明白 自己的女儿如今为何会变成这样 真的要走到手足相残的地步吗 他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苏九儿已经毫不客气地离开了 苏鼎站在原地沉默了有好一段时间 三江王原重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呀 此日上午 一架从苏航直飞庆室的飞机在庆室机场落地 穿着一身静装性感夭着的苏九儿从机场走了出来 一路上 他这火辣的身材和漂亮的脸蛋引来了不少人的注目 同时 苏九儿身边跟着的和尚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白色的布衣 白净的长相 头顶九届相巴 居然给人一种不识人间烟火般的感觉 两人一路走出机场 然后在外面坐上了一辆挂官方牌照的轿车 车上 和尚和苏九儿坐在后排 当车辆启动 开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和尚终于忍不住开口了 小姐 为何我们来的是静视 而不是去三江省城 你说要过来给许家报仇 但是许家不是被三江王元仲给灭掉的吗 此时苏九儿从一个公文包里面 拿出了一大碟的资料 全部是关于三江王元仲的 这些资料里面详细记载了关于元仲的所有 甚至包括之前秦桧得病 元仲假死 以及南北开战这些 都有记录其中 君宝 你就只适合打坐念经 对于其他动脑筋的事情 真的不适合你 那许家算了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苏九儿出手帮他们报仇 我这次来三江 可不是为了许家来的 但是呢 我的确是冲着三江王来的 不过我苏九儿做事情都喜欢未雨绸缪 通过这些资料我发现 元仲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并不是靠他自己 小姐的意思是 元仲身边有他人想住 没错 就是他 画到此处 苏九儿将目光定格在了资料中的一张相片之上 而这相片上的人正是夏天 不得不承认 元仲的确是一个很有能力和手段的人 但是之前这么多年 他却一直是一个南疆王 连个良言都搞不定 所以他的能力有限 再加上他如今都五十多了 已经老了 我对他真的是完全失去了兴趣 不过这个夏天 倒是让我感觉非常的有趣 资料上说 他大概半年前从海外归来 然后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妻女 并且买下了一个城中城国际商贸中心 还帮助他的妻子建立了秋草集团 这个夏天不仅有钱 而且手底下还有一群高手 之前元仲干的好几件事都是有他帮忙 才使得元仲大获全胜 没有夏天 元仲如今也还只是个南疆王 和尚 你猜猜 这个夏天之前在海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他这次回夏 名义上是回来找妻女 但实际上你看 他干的这些事情 我怎么感觉 他是想在这里成就一番霸业啊 和尚表示不紧 正如苏绝儿所说的那样 他的确是个不会动脑子的鱼目 小姐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 去找庆舍的大领导 我对这个夏天的兴趣远超过元仲的兴趣 而且我可以确定 只要拿下了这个夏天 再对付元仲就易如反掌了 那拿下这个夏天 和我们去找庆舍的大领导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是要送给夏天一份见面礼啊 同时 那个夏天到底是个什么性格和想法 我们暂时还没有摸透 得先给自己找个保护伞 小姐 我不就是你的保护伞吗 在苏豪你能保护我 但是这里是庆室 我怕你保护不了我 苏九儿靠在后座的椅子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资料中 夏天的那张照片 这么年轻 而且长得还挺养眼的 要是把你纳入我苏家 做上门女婿 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想到这里 苏九儿的嘴角 便不经意间 勾起了一丝极其怪异的弧度 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 这辆商务车 在市里面一处政务大楼前 停了下来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集结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抽屏 声响工作室 制作的多人有声句 天王殿 第254集 司机将车停好 然后非常客气地 将苏九儿和和尚 带入了这座政务大楼 此时 在这政务大楼的一处办公室里面 室里面的大领导 早已经等候在了这里 这位大领导不是别人 正是林渊廷 竟是一把手 上次秋草集团 开业剪彩的时候 林渊廷就出现过 当时他还帮助秋草集团 狠狠地教训了 周子曼那群人一番 苏小姐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林领导你好 让你久等了 真是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 苏小姐 快请坐 这次来庆史 可有不少事情 麻烦领导领导您了 九儿现在这里 给领导领导您 说一声麻烦 不得不说 这苏九儿的确是厉害 光是性格的 随意切换这一点 便能够让好多人都自愧不如 在这之前 她是一个心狠手辣 喜怒无常的江湖大姐 而现在 她则是一名谈吐优雅 举止得体的商界精英 而这一次苏九儿来庆史 便是以苏航 苏家投资商的名义来的 这可是南方一流豪足 庆史能够招来苏家的投资 绝对是一件 对于庆史将来的发展 非常有利的事情 苏小姐哪里话 我们庆史能够得到苏家的投资 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我们庆史还真是求之不得呢 不知苏小姐这次来我庆史 主要想干些什么 我们苏家在苏行一带 设立的行业非常广 什么都做了 比如服装 商场 以及丝绸加工这些方面 更是我们苏家的强项 所以这次来庆史投资发展 具体做些什么 我们还有待商量 不过呢为了表达我们苏家的诚意 所以想先在庆史这边买一块地 林渊廷急忙点头 林渊廷第一时间给土地规划那边打了电话 没过多久 便有专门的人拿着一些关于庆史当地地皮外售的资料赶了过来 苏小姐我们庆史当下准备投入规划开发的地都在这资料里面 苏小姐你看上哪块可以选择 苏九儿笑着点了下头 然后开始翻开那些资料 她看得很快 甚至有些敷衍 事实上苏九儿的心头早就已经有了打算 她一切都是有备而来 这一块 西门瓶 多少钱我苏家买了 什么 怎么 领导领导这是有什么问题吗 苏小姐 要不你换个地方 这不行 我差不多把目前能够投入规划开发的地都看了 也就西门瓶这一块适合我们苏家在此发展 领导领导你也是知道的 如果我们苏家要投资庆史 最少也是数百亿的投资 肯定得做到非常的谨慎 绝对不能出任何的岔子 当下我也就看到西门瓶这一块适比较适合我们 如若领导领导不愿意把这块适卖出来 那我们苏家也只有选择其他的城市了 说到这里 苏九儿毫不犹豫的便朝着门外走 这一下林渊亭急了 苏小姐 稍等 如果领导领导你这有什么难处 不必勉强的 这次不能合作 还有下次吗 林渊亭欲哭无泪啊 他可不是傻子 这种动辄几百亿的投资 一旦从他指尖溜走 那就绝对没有下次了 更何况 那可是苏行苏家 南方一流豪足 一旦让他们投资庆史 这也仅仅是一个开端 后续还要投资多少资金进来 无法想象 如若这次林渊亭放走苏家 让他们去投资其他城市 那庆史便再也没有机会了 苏小姐 你们想要西门平的这块地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去你办合同 林渊亭旁边的那名土地规划的手下 还想说些什么 却是被林渊亭一个眼神阻止 这种事情需要的便是雷厉风险 那行 那灵大领导 我马上就吩咐我们苏家的人过来办手续 不过 看灵大领导刚才的反应 似乎我苏家动了西门平那块地 是和某人发生了冲突对吧 灵大领导 我们来庆市这边可是正儿八经做生意的 到时候会不会被某些人针对啊 哎呀 苏小姐这是什么话 你是我们庆市这边最尊贵的投资商 谁要是敢动你 那就是和我们庆市官方过不去 苏小姐 这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你们在庆市这边是绝对安全的 没有任何人敢和苏小姐你过不去 是吗 那就多谢灵大领导的保护了 我们苏家之前每去一座城市做生意 都会遭到不少低头蛇的攻击 真是烦死了 哈哈哈哈 苏小姐 我可以向你保证 庆市这边绝对没有低头蛇 灵元廷又一次与苏九儿握手 这个合作项目算是彻底的谈下来了 四日城中城顶层的会议室内 唐龙坐在会议室主要的位置之上 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子 而他旁边的则是坐着刘栋 刘小玉以及孙仲华和李志 这一杆庆市大佬 整个会议室的气氛都显得十分的凝重 空气之中则是弥漫着一股极浓的 尼古丁味道 唐龙吸了一口手中的雪茄 然后将剩下的半截放到了旁边的烟灰缸上 他一一扫过在场众人 关于西门平那块地 你们有什么看法 哎呀 我已经给国土那边打过电话了 那块地啊 是由林大领导亲自谈下来的 已经批给了别人 西门平那一块是进入城中城最为关键的地段 相当于是城中城的咽喉处 原本啊 我们都已经规划好了 打算在西门平建一片绿化带 一直通往城中城 那样啊 会给世界各地 前来城中城谈业务和投资的客人们 一种很好的视觉享受 而且 之前国土那边 也是和我们谈好了条件的 西门平招标 中标的 只能是我们城中城 然而 现在那边却是反悔了 太过分了 李志一下拍在了面前的会议桌上 蹭他一下 别站了起来 他作为当下庆室地下世界的龙头 眼睛里面自然是揉不得半点沙子 如今在这庆室 居然还有人敢跟我们作对 他这是活腻了吗 我现在就带人去会会他们 老子倒是要看一看 谁那么大的胆子 敢和我们城中城抢地 李兄 你先别冲动 对方既然能够直接从林大领导那里 将地从我们手中抢过去 那便说明人家的来头一定不小 这件事 它不是我们能够解决的呀 话到此处 唐龙将身后一个投影仪给打开 上面瞬间显示出来了苏九儿的照片 以及背景介绍 苏九儿 南方一线豪族苏家的大小姐 这次 就是他以苏家的名义来庆史投资 从我们这里 把西门平那块地给抢了过去 在场每一个人都是倒抽一口凉气 就连刚才还愤怒不已的理智 此时也变得消停了下来 南方一线豪族 那真的是让他们只能够仰望的存在了 苏杭苏家 为何会突然来我们庆史搞投资 而且他们还偏偏从我们手中 抢走了西门平那块地 直接握住了我们城中城的咽喉 唐老哥 他这该不会是冲着我们城中城来的吧 这种事情已经超过我们的掌控了 得立刻给天国汇报 而且前段时间 宣称徐家被灭那件事情 你们也听说过 就是天歌连同如今的三江王干的 天歌和三江王关系不浅 这在三江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而据我所知 宣称徐家被贺所依靠的家族 就是苏杭苏家 话到此处 他们几乎已经可以确定 那苏九儿突然来庆史 就是针对夏天而来 所以他直接以苏家的名义去找林渊廷 要来西门平那块地 用来扼住城中城的咽喉 主要目的就是对付夏天 唐龙站了起来 走到了窗户那边 在这里可以看到城中城之外 很远的地方 包括西门平 这个女人不简单呢 西门平的建设 相当于是我们城中城的门面 这一点 林渊廷不可能没有想到 而这块地如今却被林渊廷给了苏九儿 那就说明 林渊廷已经铁了心要报苏家的那棵大树了 而我们城中城已经被他给变相放弃 那苏九儿要是真把这块地拿来做建设到好 就怕他是故意用来针对我们城中城的 到时候他要是在那块地上建一些不该建的东西 那我们城中城也就跟着回了 这些事情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了 得马上统治天歌 而此时 夏天他们已经和白蛇巨组来到了苏杭西湖这边 说来也真是很巧 苏九儿为了对付夏天 风尘仆仆的从苏杭跑到了庆市 而夏天反倒是就在苏杭 白蛇巨组接下来需要拍白素贞水漫金山的那一段 所以必须要来雷锋塔这边取景 而这里自古以来就有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的美誉 夏天他们一家来这边游玩 也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当接到唐龙电话的时候 夏天并没有表现出太过的惊讶 因为自从袁昼灭了徐家的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知道迟早徐家背后的家族会对三江下手 只是夏天没想到 徐家背后的家族居然是苏杭的西半城苏家 而且苏家居然是派出苏九儿这样一个女人来三江 这苏九儿也是搞笑啊 他不去省城找原仲的不快 却偏偏要到庆市来找他的麻烦 他这是找死吗 夏天告知唐龙他们一切暗兵不动 等他回来 然后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夏天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庆市 说实话 他还真打心底 没有将这个所谓的苏九儿放在盐里 没必要为了这么一点小事情 而破坏了他们一家来之不易的旅行 夏天一家继续在苏杭这边游玩了三天 待白蛇剧组彻底完成了水漫金山的拍摄之后 夏天一家才随白蛇剧组一起离开了苏杭 当天下午夏天一家从苏杭回到了庆市 回来之后夏天啥都没做 就陪着周婉秋和周小草在家里待了一晚上 养精蓄锐 次日周婉秋去了公司 而夏天则开始将重心放在了苏九儿的身上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五十五集 在去城中城的路上 夏天给袁仲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夏天 怎么这么久才给我打电话过来 这些天啊 一直陪家人在外边玩呢 哪有时间给你打电话呀 好了 废话我不多说了 我搞不懂你们苏家那个大小姐 脑子里面到底想什么呢 不去省城找你袁叔 却偏偏来庆事找我的麻烦 这件事情得算是你欠我的 我无所谓 反正我欠你的不少 不过 那苏九儿背后 可是南方一流豪族苏家 需不需要我帮忙啊 一个小小的苏九儿 我还没必要放在眼里 不过袁说 之前你跟我说三步计划 第一步 我帮你对付北江良言 第二步拿下三江 第三步便是针对整个南方 这现如今 前面两步 我们都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了 恰好这次苏九儿来庆事 我觉得 这倒是一个很不错的突破口 你说的没错 方言如今整个南方一流豪族 苏航的苏家算是最弱的 这次 你却是个很好的突破口 一旦把这个口子给打开了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玩多了 不过夏天 那苏九儿 可不是等仙之辈 你想清楚怎么对付他了吗 兵来将挡 水来吐烟 苏九儿玩不过我 不过袁说 我需要关于苏家那边所有的资料 你能把我弄过来吗 可以 老不这样吧 这些天 你干娘一直说想你 也想见一下她的干孙女 明天你带着晚秋和小草 来我家如何 咱们好好拒绝 没问题啊 挂掉电话之后 夏天一脚油门 开着这辆凯迪拉克 以最快的速度 去了城中城那边 还是城中城顶楼的 那个会议室里面 唐龙等一杆庆室大佬 早已经等候在了这里 夏天推门走了 唐龙等人立马起身 喊着天哥 夏天摆了下手 随后夏天便坐到了那边 城中城老板的位置上 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唐龙等人 西门坪那块地 确定下来了吗 对 手续全都买下来了 这次林源亭那边 是铁了心 要把苏家那棵大树 所以一切手续都非常快 我们城中城 算是彻底失去那块地了 有和林源亭交涉吗 有 但是他一直和我们 打官腔揉太极 交涉了也没有用啊 夏天并不责备林源亭 毕竟人家作为 沁市这边的大领导 一切都得朝着 沁市未来的发展看起 所以在城中城和苏家面前 任何一个聪明人 都会选择苏家 夏天站了起来 走到了窗户那边 看向外面西门坪那块地 知道那个苏九儿 想用这块地来干什么吗 暂时还不清楚 天哥 现在怕的就是 那个苏九儿用这块地乱来 那地方是从外面 到咱们城中城的 比京之地 而且是最重要的 咽喉地带 如果苏九儿 在那块地上乱搞 对咱们城中城 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啊 我知道 苏九儿的电话给我吧 我给他打过去 此时 一处高端酒店的总统套房内 苏九儿手中端着一杯咖啡 站在窗户前 看着外面那淋漓的高楼 柳眉微醋 也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的身后 一身白衣的和尚 安静地站在那里 他就好像是一个天使一样 无时无刻 守在苏九儿的身边 珍宝 我好无聊 是因为那个夏天 没来找你吗 对啊 苏九儿一边说 一边从那边的箱子里面 将那一柄影形者弓弩 给拿了出来 架在了窗台上 那个夏天 还真是沉得住气 君宝 你说我这支箭射出去 能够把街上那人给射中吗 苏九儿一边说 一边已经瞄准了 下面街道上的一位行人 手指则是准备扣动扳机 然而 就在苏九儿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 和尚却是猛地一把 按住了他的手 小姐 君宝 你分界了 所谓男女授术不亲 你抓我的手干嘛 和尚心头一个哆嗦 猛地将手给缩了回来 一脸的惊慌失措 君宝 你看你 老是傻乎乎的 这里是庆室不是苏航 我可不敢胡来 我刚才只是逗你玩的呢 和尚一脸无奈 却早已经习惯 被苏九儿这般戏弄 说起来 和尚跟苏九儿 已经有十几年了 从他们的寺庙失火那一天开始 和尚就没有了家 是苏九儿重新给了他家 如今 和尚算得上是苏九儿这个女魔头 唯一的朋友 就在这个时候 苏九儿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这一瞬间 苏九儿笑了 你好 夏天 很高兴认识你 你很聪明 既然是聪明人 那我也没必要拐弯抹角了 你现在在哪 我来找你 千万别 你是有家事的人 我现在正在酒店洗澡嘛 你来找我 就不怕被你老婆误会 当然了 如果你不介意 我其实也不介意的 说实话 从第一眼看到你照片的时候 我就有种 把你招为苏家上门女婿的想法 夏天 要不你和你媳妇离婚 考虑考虑我怎么样 我没兴趣听你说这些婚段子 走到窗前 看楼下 正拿着手机进入酒店 那个人就是我 说完这句话后 电话那头直接挂断了 苏九儿子是眉头一皱 下意识的就走向了窗户前 果然就看到了夏天 正拿着手机进入了酒店 很巧的是 刚才苏九儿 用隐形者弓弩瞄准的 那个路人就是夏天 只是隔着太远看不清面貌 所以只见过夏天照片的苏九儿 并没有将其认出来 他真是有趣 君宝 去把酒柜上面的那片浪费打开 我要招待客人了 是 小姐 大概半分钟过后 苏九儿这间总统套房的房门 被人敲响了 门打开 夏天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还真敢来啊 看来你和外界传言的不太一样 并不是个奇怪言啊 我老婆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 她很信任我 天下 哪有男人不投心 苏九儿从和尚手中将红酒给端了过来 递了一杯到夏天的手中 来 初次见面 我们喝一杯如何 没那个必要 苏九儿是吧 苏航一流豪族 苏家大小姐 这次你来庆市想要做什么 明说吧 我当然是来做投资生意的 还能干嘛 做生意 没必要一来就抢我西门平那块地吧 想必任何一个外来企业要入住庆市 都不会故意和我城中城作对的 是吗 夏天 怎么听你这口气 就好像你才是这庆市的天王老子一样 我们苏家要来庆市发展 是不是还要提前来给你拜拜码头啊 我没这个意思 民做的再大 自然大不过关 但是苏九儿 你来之前就应该打听清楚了 我夏天曾经是干什么的 不要以为你以苏家的名义 你投资入住庆市 就能够得到凌渊亭那一个保护伞 惹恼了我 凌渊亭也保不住你 话到此处 夏天的身上顿时爆发出来了一股极其凌厉的气势 煞时间 整个房间的温度都好似陡然下降了好几度一百 苏九儿向来就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瞬间 她的后背突然就窜起了一股寒气 不过很快 苏九儿便恢复到了阵地 夏天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是不是威胁 你自己心头应该有数 夏天那犀利的眼神看了过去 锋芒毕露 苏九儿心头一颤 竟然有些不敢直视夏天 她深吸了一口气 努力地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 不得不说苏九儿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次遇上夏天这种人物 夏天 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也懒得和你拐弯抹角了 那我就明说了吧 可以 你和三江王元仲是什么关系 我差不多已经了解了 而且我也知道你的身手很厉害 你的身边还跟着一批同样身手很厉害的高手 对吧 对 你前些年在海外发展 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不清楚 但是我想一定是干那刀口上舔血的够的 夏天 如今你回归华夏 如果你真是回来想找你老婆女儿想轻浮的 那就没必要去和原众那样的人打交道 然而你回来之后 却是三番五次地帮助原众解决危机 最终祝她登上了三江王的位置 夏天 想必你做的这一切 肯定是另有所图吧 你想在华夏发展属于你自己的势力和地盘 化地为王 原众只不过是你实现这一步计划的跳板 对吧 一旦你语意丰满了 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干掉原众 取代她三江王的位置 对不对 苏九儿说的头头是道 听起来还真是那么一个道理 不过苏九儿的这番话在夏天的眼中 那就真是太可笑了 见夏天迟迟不回话 苏九儿有些得意地看着她 怎么啊 夏天 被我说中了对不对 不过夏天啊 有野心是好 但是也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 区区三江在南方根本就不值一提 就算你干掉原众 登顶了三江王的位置又如何呢 你一样无法在南方开辟一片天地 不过夏天 我可以给你机会 我苏家乃是南方一流豪族 你要是愿意为我办事 我可以保证 等我苏家成为北方超野流豪族 那样的大家族之后 你夏天 就是南方一流豪族 如何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五十六集 你笑什么 苏九儿 如果我说 原众那三江王的位置 是我让给他的 你信不信 你开什么玩笑 我只是和我的朋友开玩笑 而我夏天 并没有把你苏九儿当成朋友 苏九儿 女人呢 就应该在家里想着 将来该如何找一个好夫家 别出来抛头露面 特别是你这种喜欢自作聪明的女人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夏天 你混蛋给我站住 夏天却没有理会苏九儿 继续朝着门外走 而那边原本 那边原本还在四五米外的和尚 却是突然一个闪身 瞬间挡在了夏天的面前 夏天这才注意到了 这个身穿白衣 看起来与世无争的和尚 不经意间 他好像突然就对这和尚感兴趣起来 你想拦我 小姐让你站住 你拦不住 拦不住也要拦 夏天最终并没有为难这个和尚 而是转身看向了苏九儿 其实没什么好谈的 你想玩 我就陪你玩 夏天 西门平那块地现在在我的手中 你要是敢和我作对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所以 这就是你想让我给苏家做狗的底牌吗 苏九儿 你还是太嫩了呀 夏天又一次转身 准备离开 夏天 你要是不答应我的要求 我就把西门平那块地 修成活葬场 别怀疑我的能力 我苏九儿向来说到做到 而且凌云亭为了赢我们苏家投资 也一定会想办法把我这个项目给劈下来 到时候 我把火葬场修在你城中城的咽喉处 看你城中城如何发展 随便 不过苏九儿 你一定要记住 这里是庆市 同时也是上帝禁区 希望你能够顺利活到火葬场开工的那一天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有幸是官方保我 夏天 我不信你敢拿我怎么样 不信什么 那咱们就试试 你不真走 来到门口 和尚依旧一脸坚定的手在那里 夏天将手放到了和尚的肩膀上 你很有趣 如果有一天 你跟这个女人跟腻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做事 我有一个地方非常适合你 话音刚落 夏天的手轻轻一推 那和尚瞬间从夏天的掌尖倒飞出去 撞击在外面走廊的墙壁上 这一瞬间 屋内的苏九儿直接傻眼了 夏天踏步走出套房 没有丝毫的停留 直接离开 苏九儿在惊愣了好几秒之后 才反应过来 急忙从套房内冲了出去 俊宝 你怎么会 师兄姐 听我一起劝 别招惹这个人 俊宝 难不成你 我不是他的对手 苏九儿如遭雷击 紧接着 他疯了一样朝着套房内冲了进去 然后将床上那一隐形者公奴 给拿了起来 他冲到了窗前 刚好此时夏天从酒店走出 暴露在他的视野之中 苏九儿瞄准夏天 就要扣动扳机 小姐不要 和尚冲了上来 想要阻止 但还是晚了一步 只见苏九儿扣动扳机 那只剑瞬间飞了出去 直接射向夏天那边 长剑破空 直逼夏天而去 然而就在那只剑射向夏天的那一刹那 夏天随手一抓 居然将那只剑轻松的抓在手中 记住了 苏九儿整个人都愣住了 他还在发愣之际 就感觉脸颊一凉 像是有什么东西顺着他的脸颊划过 身后则是传来嗡的一声 他猛的转过头去 就看到了刚才自己射出去的那只剑 此时正盯在那边的墙壁之上 嗡嗡作响 苏九儿只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而一旁的和尚也是有一种木灯口袋的感觉 苏九儿突然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 有心血在他脸上绽放 刚才那只剑从他的脸颊划过 划出了一道血口子 军宝 在 小姐 就这种 你能做到吗 我或许能够接触 但是绝对射不回来 小姐 我觉得我们还是会苏航吧 这里很危险 就算是那个领导领导 也不一定能保得住你 不行 事情没办成之前我不可能会苏航 军宝你知不知道 这是我把苏狂踩下去的唯一机会 谁说女子不如男 我一定要打破这种恶心的传统观念 这个夏天越是强大 对我们就越有好处 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他 军宝 夏天之所以不愿意归顺我 是因为我们手头的筹码还不够 你信不信再过一段时间 他会主动来求我 小姐 我不明白 军宝 你说要是换作是苏狂 他会用什么方法来招揽夏天呢 和尚继续摇头 你真是个沐浴 如果是苏狂 他一定会用最暴力的手段 在夏天面前展现他的强大 然后强行让夏天屈服 所以我说苏狂没脑子 根本不适合做苏家下一任家主 这个夏天吃软不吃硬 我得再好好地计划计划 小姐 你真不打算回苏航吗 当然要回 不过得先拿下来夏天 干掉了原众再回去 好吧 军宝 你以后会离开我吗 去哪里 刚才夏天说 他对你很感兴趣 说有一个地方很适合你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吗 军宝 你说我是不是一个铁笼 一直把你关在了笼子里面 而事实上 你并不喜欢待在这个笼子里 其实 我也不知道 城中城顶层的办公室内 当得知苏九儿拿下西门坪那块地 目的的时候 唐龙一行人都是勃然大怒 恨不得现在就带人去把那苏九儿给灭了 早在夏天还没有来庆祝之前 这些人在这座城市便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 后来夏天来了 他们更是走上了更高的巅峰 在之前就没人敢欺负他们 更别提在这之后了 而如今 苏九儿完全是要骑在他们的头上 拉屎拉尿了 换做是谁也吞不下这口气呀 夏天站在窗前 听着这些大佬愤怒的抱怨 心头波澜不惊 都给我闭嘴吧 去干掉苏九儿 他现在背后有灵渊停承着 你们感动他吗 但是天哥 这个女人如此针对城中城 如果不给他点颜色 瞧瞧 他还真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 他不是针对城中城 而是针对我 他要在西门平修火葬场 那就让他修 大不了我们把城中城换一个方向 修一条路出去 他又真敢不把钱当钱 胡作非为的话 那我们就陪他玩玩 一干轻视大佬恍然大悟 说到烧钱 又有谁烧得过夏天呢 就算苏家是南方一流豪足 也不行 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别理那个女人就行了 换方向修路 只是最坏的那一步打算 我是不会给他在西门平修火葬场的机会的 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夏天也懒得再说太多 直接走出了办公室 自日上午 夏天一家三口出了门 然后开车去了省城 至于苏九儿 夏天还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事实上 夏天反倒是希望苏九儿 尽快搞点事情出来 因为只有苏九儿搞事情了 夏天才有机会 通过他这个突破口进入南方 这也是为何 昨天夏天会故意激怒苏九儿的原因 他若不搞事情 一直这样拖着 夏天反倒会比较难办 当夏天一家人来到省城原家的时候 秦桧一家早已经准备好了饭菜 等着夏天一家的到来 啊 来了 袁叔 干娘 袁叔 干娘 袁爷爷 干奶奶 哟 小草真乖 这是袁仲和秦桧第一次见到周小草真人 看到他的第一眼 秦桧和袁仲便喜欢上了这个小丫头 秦桧第一时间将提前准备好的一个红包 递给了周小草 然后一把将周小草给抱了起来 小草啊 听说你很喜欢吃红烧排骨 奶奶今天专程给你做了一份 一会儿小草尝尝奶奶的手艺怎么样 做下评价 嗯 那些人笑呵呵的走进了袁家大院 还真有一种回娘家的感觉 刚进去 袁君瑶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天哥哥 晚秋姐 这就是小草吗 好漂亮的丫头 快来姐姐抱 姐姐带你去玩啊 然后袁君瑶就直接将周小草抱了过来 周小草脸蛋一红 小草其实已经长大了 不需要抱的 呵呵 呵呵 袁君瑶将周小草给放了下来 牵起了她的手 姐姐一会儿带你去玩好不好 嗯 俊阳妹妹 你和夏天是一辈的 所以你应该让小草叫你阿姨 这个声音是那悉俗小状元吴迪的声音 其实夏天也很惊讶 都这么长时间了 这家伙居然还待在袁家没有回去 女人最讨厌的就是别人把她说太老了 而这个吴迪说话好像明显不怎么过脑子呀 你滚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天皇殿 第二百五十七集 吴迪一脸的懵逼 根本就不明白他到底说错了什么 一行人进屋吃饭 吃完饭后 周晚秋帮着秦桧收拾 而袁君瑶则是带着周小草出去玩了 至于吴迪 则是独自一人去了花园 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在那边干些什么 而夏天则是和袁仲一起去了书房 来到书房之后 袁仲将一个U盘递到了夏天的手中 这U盘里面是关于苏家的所有资料 除此以外 苏行那个齐天集团的资料也在里面 同时 整个南方一流豪族也都有一定的介绍 这些对你应该有帮助 袁叔 你口口声声说你老了 不想再折腾 但是我感觉你这些年 可是做了不少的准备啊 做准备并不一定要去做那件事情 不过只是未雨绸缪 你看现在不正式用上了吗 夏天 如果你想对付苏家 苏家二爷苏渊 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苏渊 到时候你看了U盘上面的资料就清楚了 其实如今苏家早已经大不如前了 苏航一代如今最难对付的并不是苏家 而是齐天集团 那个苏九儿 你准备怎么对付 正想着呢 我就等着他下一步的动作 所谓敌不动我不动 敌动了 他的末日就不远了 苏九儿是一枚很好的棋子 不得万不得已 你最好别动他 能够将他为你所用 那是最好的 正有此意 不过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想好 到底该如何去对付那个女人 这杀了荣叶 收复很难 最关键的是 他这次到庆市 直接避了我的锋芒 给我来软的 这也说明 这个女人并不简单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吧 如今滑下南北两方 之所以南方 一直没有北方那种 超一流豪族出现 就是因为南方太乱了 一直没有一个 能够掌舵的人出现 夏天 我希望 你能成为南方的 那个掌舵人 袁叔 你这就扯得太远了 就算以后 南方真出现了一个掌舵人 那也只会是你 不会是我 夏天 难不成你 我对南方王没什么兴趣 之所以要走出这一步 就是为了对付夏家罢了 所以在那之后 南方对于我来说 终究只是一个过客 所以到时候 烂摊子 你还是会甩给我 袁叔 你这不是已经摊上了吗 那我不甩给你 甩给谁啊 袁叔 你才五十多 不算老 给我三五年时间 我带你去这华夏 最巅峰的地方 看看风情如何 华夏的最巅峰 袁叔 荆州皇城有秦家 和甘娘的关系不浅吧 夏天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猜的 你信不信 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既然信 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吧 这一刻的夏天和袁州 已经没有了年龄辈分的界限 他们更像是一同出来创业 想闯出一片天地的兄弟 两人从书房里面出来 一路聊天 来到了花园这边 此时 吴迪手中 拿着那一条三节棍 正在花园里面练着棍法 这个吴迪 是奉西蜀吴家家主的命令 过了找君瑶提亲的吧 是啊 但我也不知道 君瑶那个死丫头 到底在想些什么 老是不离无敌这孩子 我倒是觉得 这孩子还挺好的 这年轻人的想法 你这老人家 肯定琢磨不透啊 袁硕 这西蜀状元府 也是南方的一流豪族 对 那当年你之所以要和状元府那位前辈定娃娃亲 就是因为想借助状元府的力量 帮你成就一些事情吗 我和状元府那位前辈相识只是偶然 不过 这次我们要进军整个南方 状元府 状元府 倒是挺乐意助我们一笔之力的 这个时候 花园那边的吴迪已经将这一套棍法打完 当看到夏天的时候 他顿时眼前一亮 夏天大哥 你过来 我有点事情想请教你 竟无敌居然主动叫自己 夏天有些惊讶 这家伙能有什么事情要请教自己 难不成他已经知道 上次在巷子那边朝他设狮子的那个人 是自己了 不过话说回来 夏天对这个无敌倒是比较感兴趣的 要不然上次他也不会悄悄的跟踪无敌 一直去了巷子那边 你们年轻人倒是可以好好交流交流 什么事 夏天大哥 我就是想问 想问 有什么话 你就直接说吧 你扭扭捏捏干嘛 像个女人一样 夏天大哥 听说之前 君瑶很喜欢你 说非你不嫁 我就想问问 你是怎么让他喜欢上你的呀 无敌啊 这个问题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准确来说呢 君瑶当时嚷嚷着要嫁给我 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喜欢我 而是因为 我治好了他母亲的病 而在这之前 君瑶曾经说过 谁治好了他母亲的病 他就嫁给谁 这样吧 就是这样 不过呢 这追女孩子呀 其实是有办法的 主要来说 就总结成八个字 被称为八字真言 八字真言 夏天大哥 啥八字真言 快说出来 我听听 拜托你了 生死看淡 不服就干 啥意思啊 夏天其实也不知道 这八字真言 到底是个啥意思 反正当时 严余修就是这样教他的 说起来 对于追女孩子这一方面 夏天比起吴迪来也好不了多少 同样是个感情白痴 不过说起来 夏天倒是要比吴迪好一点 至少夏天 不像吴迪那样 是个直男 夏天大哥 这到底是个啥意思呀 你快说呀 我也不知道啊 反正干就得了 对了吴迪 你之前 不是不想履行这个婚约吗 不都已经退婚了吗 干嘛现在又反过来追俊阳 难不成 你真爱上他了 其实我对女孩子 没多大爱好的 反倒是之前接触的 大多数都是男人 你不要误会啊 夏天大哥 我指的是这个 吴迪将自己随身携带的 那个小本子给拿了出来 这是我从我家先祖那里 议会来的特殊恋务方法 挑战国内十八般武艺 所有的大师 然后及百家所长 成为真正的武装员 只是这些大师 大多数都是男人 但是这和你追君瑶 有什么关系啊 哎呦 我爷下了死命令 要是不把君瑶给取回家 就废了我的武功 废武功 就是把我的四肢都给打断 所以啊 我一天在这里追不到君瑶 也就一天不准我出去挑战那些武术大师 你看我本子上记录的 还有那么多没挑战呢 所以你和君瑶结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应付你爷爷 那到时候新婚之后 你满世界去挑战武林高手 君瑶怎么办啊 他还可以和我一起呀 你真牛 好吧 追君瑶这件事 我的确是爱莫能助 不过你想及百家之长 效仿你先祖 成为当之无愧的武装员 我或许有更好的方法帮助你 什么方法 有一个地方 很适合你这种人 哪里啊 等你把君瑶追到手了 我再告诉你 与此同时 庆室那边一处豪华的酒店之内 苏九儿手中正拿着一支隐形者公弩 对着前面瞄来瞄去 而此时在她的面前 则是站着一名穿着黑衣的男子 这种穿着打扮 一看就是搞情报的 确定夏天没在庆室 是 是的 苏小姐 夏天现在并没有在庆室 那他去了哪里 回苏小姐 他去了省城找原仲了 苏九儿猛地扣动了扳机 那只剑咻的一声便射了出去 黑衣男子浑身一颤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只手突然抓住了这只剑 剑剑此时 离这名男子的额头 只剩下不到一寸的距离 而抓着那只剑的手 这时鲜血横流 合上整条手臂的青筋都抱了起来 脸色看起来也有些痛苦 你先出去 谢谢 黑衣男子如获大赦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门外跑了出去 而此时 苏九儿则是看着和尚那只鲜血淋漓的手发呆 君宝 你为什么要 我没事的 小姐 和尚自己过去清理伤口 然后用纱布将手给缠了起来 苏九儿急忙跑过去 我来帮你 小姐 男女束手不亲 我自己能行 君宝你手都这样了 还在乎什么男女束手不亲啊 别乱动 我来帮你包扎 和尚终究没有再说些什么 任由着苏九儿帮她包扎起来 刚才苏九儿射出去的那一剑 因为距离太近 和尚是用了全力 才将那只剑给抓了下来 这种情况 无异于是空手抓子弹了 而且这近距离的摩擦力 让和尚吃尽了苦头 现在一看 那伤口都快穿到手掌心了 真的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 小姐 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血 是因为那个夏天无视了你吗 我让那个夏天跟我一起对付袁仲 他居然直接跑到袁仲家里去了 君宝你说 夏天是不是故意在气我 小姐 要不 我帮你出戏吧 君宝你胡说八道什么啊 你自己都说了你不是夏天的对手 你能帮我出什么气 而且君宝 你的双手 是不沾血腥的 小姐 如若你真的洗不过来 君宝愿意为你 永度无间地狱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五十八集 苏九儿很感动 是真的感动 从小到大 苏九儿并没有什么朋友 甚至在家里面 也没有人真心带她 但是唯有和尚 从她被带回苏家的那时候开始 苏九儿才算是真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观星 和尚一心向佛 遵守戒律 从不杀生 双手也不愿沾染血腥 但是她的身份是苏九儿的保镖 所以在苏九儿遇上危险的时候 和尚也会毫不犹豫的去破戒 和尚虽然信佛 但是苏九儿就是她心中的第一佛 这一瞬间 苏九儿心中的阴霾好像瞬间被散去了 她看着和尚这傻乎乎的模样 君宝 别傻了 我都说了要朝两夏天不能用墙 你还是生生心吧 和尚没有回答 那清亮的眼中 在此时却好似迷上了一层混沌 也不知道这家伙心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今秋十月 天气已经转凉 像沁室这种地方一旦到了秋天 便很少再能够见到太阳 此时天空雾蒙蒙的 同时还飘着几丝黑云 秋草集团大门外 一名穿着黑色衣裤 光头 头上顶着九届香巴的和尚 缓缓地朝着秋草集团的大门口走了进去 你好啊这位大师 我们这里并不是花园的地方 门口的门卫 第一时间拦下了这黑衣和尚 很有礼貌地说道 哼 我不是来花园的 我来找周婉秋 找周总 请问你有预约吗 这门卫话音刚落 和尚突然一拳 就砸在了这名门卫的小腹之上 门卫一脸痛苦 有鲜血从他嘴里流出 一滴一滴地落在了和尚的手臂之上 你干什么 另外一名门卫健壮 一边拿出对讲机 给保安部那边说明情况 一边朝着和尚这边冲了上来 你这和尚 为什么要打人 你是精病吗 和尚抬头 瞬间掐住了这名门卫的脖子 周婉秋在哪里 我 我这是个 什么的 不知道周总在哪里 和尚咧嘴一笑 脸上满是邪恶 只见他用力一甩 想因为当时 爬出去了七八米 门口再无人能拦住这和尚 他迈开步子 快步地朝着秋草集团大楼里面走去 此时正值上班时间 集团里面有各种工作人员 正在来来往往 周婉秋在哪里 和尚逮着一名在此上班的员工 这名员工一脸的懵逼 我只是一个小文员 怎么会知道周总在哪里 和尚一拳轰出 当场便把这名秋草的员工 砸翻在了地上 一时间 所有人都看向了和尚这边 脸上写着震惊与骇然 周婉秋在哪里 又是夜另外一名秋草集团的员工 被和尚给砸飞了 短短十多二十秒钟的时间 这大厅里面横七竖八地倒了一片 痛苦的哀嚎声响彻整个大厅 就在和尚准备踏步上楼的时候 周振雄和邓刚等人 急匆匆地从楼上跑了下来 跟在他们身后的 还有七八名保安部的保安 同时狼窝九号和宗也在这其中 你是谁 找我们周总干什么 周总现在不在公司 有什么话你和我说 周婉秋现在的确不在公司 而是和夏天一起去了省城 不在 真不在 他去省城了 你要是来化缘的 我们可以给你一些钱 别在这里闹事 不化缘 周婉秋不在 那这秋草集团 谁说了算 我说了算 我是秋草的副总 你到底想干嘛 有什么事情 直接和我说也行 我想来抓周婉秋 既然他不在 那就抓你吧 和尚说话相当的直接 完全没必要拐弯抹角 话音刚落 他便一个箭步 朝着周振雄那边抓了你 两名保安瞬间挡在了和尚前面 然而和尚瞬间出手 左右一拍 瞬间将这两名保安给拍飞出去 高手 看到这一幕 那一旁的和松瞬间皱起了眉头 同时全身上下 已经在暗自蓄力 大体之内 又一次响起了一连半非常有节奏的呼吸声 声音之中 夹杂着汗叫 偏色之后 在场这些保安 全被和尚给轰背出去 甚至有一人脑袋抬了和尚一拳 当场头骨炸裂 蹊跷流血 不堪一击 和尚再次将目光望向了周振雄这边 周振雄下意识的后退了一步 而和尚则是一把朝着他抓了过去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一直在蓄力的和松抓紧机会 一个箭步便冲了上来 一击爆发力极强的和尚 瞬间将和尚给扫飞出去 和尚的身体停在了大厅的门口处 刚站稳 和松便又一次冲了上来 只见和松飞身一拳 砸向和尚 和尚用双掌抵挡 砰的一声闷响 巨大的力道再次让和尚后退好几步 最终退到了门外 那一片空地之上 和尚从里面冲了出来 一脸阴冷的看着和尚 我不管你是谁 也不管是谁派你来的 这里不是你能扎野的地方 嘿嘿嘿 居然还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对手 今天要么你把我给打死 要么我把你给打死 话音刚落 和尚已经一个剑步冲向和松那边 和松感觉到一股如同山越一般的压力迎面熄来 他不敢有任何的轻敌 第一时间做好了应对准备 连续不断的拳头碰撞 很详细 和松面对和尚这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也仅仅撑了几招 便被和尚一拳给打飞了出去 好厉害 和松心头一沉 脚下用力 在和尚冲过来的瞬间 他又是一腿扫了出去 和松的惨叫瞬间响起 他扫出去的这一腿 居然被和尚给硬接了下来 只见对方一只手抓住了和松的脚踝 另外一只手猛地朝着和松的脚上一 啪的一声 就如同是那砖头碎裂成两半一半 和松的这条腿被和尚给吠了 惨叫声听着让人头皮发麻 而这和尚却并没有半点的菩萨心肠 所谓趁你病要你命 和尚断了和松一条腿之后 并没有丝毫的停歇 紧接着他又一把抓住了和松的手腕 用力一掰 那是骨节断裂的声音 紧接着就看到那阴森森的断骨 从和松的肌肉里面刺穿出来 和松痛得几乎晕厥过去 而和尚则是顺势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 将他整个人都举在半空之上 他的拳头一下一下地朝着和松的肚子砸去 每一拳下去 和松部内的肠子便好似断裂一截一半 而他的嘴里面也会有一口鲜血 和尚连续不断的在和松的小腹上砸了十几圈 一直到和松彻底没有了动静 才停了下来 此时和松的小腹上面已经是血肉模糊一片 和尚一把将和松扔到了地上 对方双眼依旧瞪着 这位狼窝的九号死了 就这样被这个黑衣和尚用拳头给硬生生的砸死了 死不瞑目啊 大厅门口那边的周振雄等人在见到这一幕的时候直接傻眼了 煞时间整个秋草集团都乱成了一团 而和尚则是再次走向周振雄那边 这一次 没人再敢上来阻止和尚 周晚秋既然不在 那你就跟我走吧 和尚我这总得带一个人回去交差啊 既然你是这公司的副总 想被我抓了你 夏天一样会着急的 和尚抓着不敢有丝毫反抗的周振雄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离开了秋草集团 此时南江省城原家 当周晚秋接到邓刚的那一通电话之后 他整个人也是傻眼了 有一个和尚去了秋草集团 打死了和松和一名保安 带走了周振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振雄不敢有丝毫的隐瞒 第一时间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夏天 当夏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那张脸瞬间变得雷云密布起来 苏九儿 你真有主意 无尽的力气从夏天的身上爆发出来 这一刻他怒了 彻底的怒了 以至于站在旁边的周振雄 也是被此时的夏天给吓着了 夏天 你别这样 我有些害怕 环秋 你和小草就待在原家 哪里都别去 我现在要马上回庆祝一趟 夏天一边说 一边摸出了手机 给风八指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风八指 马上去望月山的山腰别墅 保护好我的岳父岳母 另外通知草满 让狼窝所有人 给我做好战斗准备 此时狼窝那边 一众狼窝成员依旧和平日一样 进行着高强度的训练 风八指在接到夏天电话的时候 原本还躺在狼窝的那些废弃轮胎上面睡觉 而这个时候 他却是蹭的一下就站了起来 他这个举动 瞬间引起了狼窝所有人的注意 接下来 风八指的声音更是传遍了整个狼窝 狼窝成员 做好战斗准备 夏天 你搞什么名字 何松死了 被人打死了 此话一出 风八指愣住了 周围其他的狼窝成员也愣住了 狼窝这些人平日里训练的时候 相互对打 打得非常狠 但是走出这里 他们便是最好的兄弟 最亲的亲人 而这个时候 他们听到自己的兄弟死了 下时间 在场所有人的眼眶 都是一片血红 夏天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没时间跟你解释 马上按照我说的去做 另外告知狼窝所有人 一切 听从草门安排 等我通知 这个时候 狼窝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轰鸣的声音 在场所有人的神经突然崩直 然后一窝蜂地朝着门外冲去 外面 一辆皮卡车载着何松的尸体开到了这里 曹满正在和司机交谈 曾强和陈大力等人 第一时间朝着皮卡车那边冲了过去 当看到皮卡车上躺着的何松之时 他们嘴里发出了一阵 如同野兽一般的咆哮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开皮卡的司机明显是被这些人给吓到了 战战兢兢 紧张无比 封八指将一只手搭在了这名皮卡司机的肩膀上 别害怕 他们不会伤害你 你能不能送我一程啊 行 这名司机像是见了鬼一样 第一时间钻上了司机台 这个地方太恐怖了 就好像是地狱一样 而陈大力此时已经将何松的尸体从车上搬了下来 一群狼窝成员将他围成了一个圈 眼眶空红 放慢 看住他们 等下听电话 风八指吩咐了一声 也跟着跳上了皮卡 朝着远处开去 此时狼窝里面那些喂养的狼或者藏獒 也好似感受到了这种悲伤之意 当第一头狼仰天咆哮起来之后 剩下的也尽数张开了嘴 对着天空咆哮 煞时间 整个狼窝的上空都回荡着这些狼或者藏獒疯狂的咆哮声 交织成一曲亡灵续曲 笼罩在整个狼窝 二十多名狼窝成员没有任何人说话 就这样站在何松的尸体旁 像是在默哀 一直到三十秒之后 那里一个砸出了一拳 空气中传来哄的一声爆鸣 是谁 是谁这么大胆子 居然敢杀何松 走 去给何松报仇 煞时间 所有的狼窝成员都行动了 他们爆跳如雷 心中的怒火早已经燃遍了整个胸膛 眼看场面就要控制不住 曹满急忙大喊一声 所有人不要激动 曹总 九号死了 我们要给他报仇 你别拦着我们 我知道你们心痛难受 我和你们一样 但是你们做事前 得先过过脑子 你们现在知道 是谁杀了何松吗 曹总 你知道是谁杀死了何松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天歌既然让你们做好准备 那就说明 他一定会让你们亲自 去给何松报仇 所以你们大家都别慌 现在大家一起 把何松安葬了 就放在狼窝的后面 然后等天歌的消息 一行狼窝成员在冷静下来之后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们开始在狼窝后面挖坑 之前狼窝被夜幕袭击 死掉的那些狼窝成员 所葬的那个地方 很快 坑挖好 一行人将何松葬了进去 没有多余的言语 也没有太多的仪式 所有狼窝成员 只是在心头默念 兄弟 一路走好 你的仇 我们会替你报 同时 大家也会带着你背负的那一份荣誉 继续走下去 此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夏天开着车 一路从商城狂奔到了庆市 在这途中 夏天一连打了无数个电话出去 这些电话是打给唐龙 刘晓玉 以及李志他们的 电话的内容就只有一个 调动他们手底下所有的人 把苏九儿所在的那座酒店给围了 这一次夏天是彻底的被激怒了 原本他对苏九儿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的坏 至少苏九儿这次来庆市 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还算是靠谱 但是这突然之间 苏九儿居然干出了这种事情来 夏天想不通 为啥苏九儿会突然这样做 但是无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 苏九儿今天必须死 同时苏九儿身边的那个和尚也要死 而且会死得很惨 之前夏天第一眼看到那和尚的时候 其实对他印象挺不错的 因为那人虽然是苏九儿的手下 但是夏天却是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一股不一样的气息 同时夏天也专门试了一下他的实力 非常的不错 夏天之前甚至想着如何招揽这个和尚 让他进狼窝 但是现在没这个可能了 凯迪拉克一路飞驰 朝着苏九儿那边所住的酒店开去 也就是这同一时间内 平静了许久的庆市 伴随着夏天的几通电话之后 彻底的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庆市首富唐龙 庆市珠宝女王刘晓裕 庆市地下之王李志 庆市服装大亨孙仲华 庆市房地产大亨刘栋 所有的庆市大佬在这一刻全部动了 他们都用手底下所有的关系 调集了大批的人 全部赶往苏九儿所住的酒店那边 四面八方密密麻麻 加起来至少有好几千人 煞时间整个庆市都轰动了 与此同时市政领导办公室这边 林渊亭办公桌上的电话如同催命符一般响起 几乎都被打爆了 这些电话全都是他下面的属下打过来 内容更是涉及到了各行各业 汇报的消息就只有一个 那便是当下庆市各个行业的龙头级人物 全都疯了一样 调集手中的一切权力 朝着苏九儿所在的酒店那边进发 此时酒店那边的公路已经瘫痪了 而且已经在庆市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林渊亭这感觉头皮发麻 第一时间让人封锁整个社交网络平台 跟那些自媒体发出严重警告 然后又吩咐人调集警察 赶往酒店维持秩序 一直到现在 林渊亭都还没有搞清楚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了 突然到他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 大领导 现在整个庆市的地上地下全部都动了 有这个号召力的也只有夏天了 我知道 林渊亭直接用私人手机 拨通了夏天的电话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 那边传来了夏天的声音 林大领导 什么事啊 夏天 你到底想干嘛 我都已经和你们说得很清楚了 苏九二你们不能动 你这是要干什么 然后他又一次给夏天拨了过去 但是那边一直占线 也就是说夏天 把他拉入黑名单了 混账 苏九二那边联系上了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 大领导 电话打不通 酒店那边的信号 应该是被人给恶意屏蔽了 他们这还有没有 把我林渊亭放在眼里 把这件事情 会怕到小城 请示武警支援 然后林渊亭便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 以最快的速度朝着酒店那边赶去 此时夏天也开着车来到了酒店这边 事实上当夏天看到这边场景的时候 他也有些呆住了 因为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自己几通电话给打出去 居然会引出这么大的动静 这酒店的周围有一条大马路可以通往这里 而此时在这大马路之上 密密麻麻到处都是黑色的轿车 每一辆轿车里面都坐满了人 而且后面还有不少人跟随 总之这条大马路上 此时到处都密密麻麻排满了长龙 一直朝着后面延伸 至少有将近两公里 当夏天将车开入酒店范围的时候 长龙一行人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夏天的身边 天哥 站在这里的全部都是庆市最顶级的大佬 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在等着这一刻 而且已经等了好久了 在这之前 他们就一直很是不爽苏九儿的座态 早就想干苏九儿了 但是夏天一直压着他们 不准他们动手 这让这群在庆市嚣张惯了的庆市大佬 非常的不爽 而如今终于给逮到动手的机会了 他们自然是不留余力的 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力量 将人全部拉到酒店这边来了 紧接着又是好几辆越野车朝着这边开了过来 那是狼窝的成员到了 天哥 夏天转身 一一看向旁边那些狼窝成员 今日何松的仇 你们亲手去报 刚才曹满给他们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套黑色的西服 胸前陪着一朵白花 此时 这每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一种肃杀之气 兄弟的仇 自然要他们亲手去报 夏天转身 看向了那边的酒店 又顺着酒店 一路望向了苏九儿那间总统套房 他的太阳穴轻轻跳动了一下 大手一挥 跟我走 煞时间 这里所有人都动 如同空中那一片乌云 笼罩整个酒店上空 兄弟死了 他夏天就要让敌人灰昏烟灭 就如同三年前的黑暗图腾 定要让他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夏天的兄弟 这世上谁都不能碰 碰之 其亡 这一刻的夏天是真的怒了 黑压压的一片 不断的朝着酒店聚拢 如同潮水一般 要将这整个酒店都给淹没 这个时候 一辆挂着官方牌照的轿车 疯狂的按着喇叭 一路朝着夏天这边开了过来 开到一半 因为这里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这辆车再也没有办法朝着前面移动 分毫 车停下 林元廷在几名领导的跟随下 满头大汗的朝着这边跑了过来 夏天 你给我站住 你疯了吗 想造反吗 苏小姐是我要保护人 你要敢动他 就是我们光丰作对 能不成 你真想被镇压吗 才不快点 让这里的人全部给我丧了 唐龙 孙祝华 刘小玉 你们这是要干嘛 胡闹 你们都是我庆史 杰出的大企业家 不是黑社会 搞什么名堂 你们也要 陪着夏天一起胡闹 快点让你们的人 都给我散了 赶快 难道你们 想让你们这些年的付出 全部都活于一旦吗 你看你们干的 这都是什么事 此时 林元廷一干人 离夏天就剩下十多米的距离 他们是市里面最大的领导 周围唐龙他们的人 都不敢阻拦 然而 就在林元廷等人 离夏天只剩下六七米距离的时候 以陈大力为首的那群狼窝成员 却是毫不客气的 挡在了林元廷等人的面前 你们干嘛 连我的路都赶了 赶快让开 你们可知道我是谁 我不管你们是谁 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要阻止我们给和宋报仇 那他也得被我们给打回去 什么 都退下 陈大力他们这才退到了一边 给林元廷等人让出了一条路 林元廷大步地朝着夏天这边走了过来 满头大汗 夏天 这件事情你不能这样胡作非为 对方可是苏杭苏家的大小姐 你要是敢乱来 后果不堪设想啊 任何后果 我夏天一人承担 今天 苏九儿必须死 没得商量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 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集 原本林元廷还准备了好多话 要和夏天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夏天改变当下的态度 让在场这些人全部离开 但是此时一个照面 夏天第一句话 便将话给说绝了 完全没有商量 夏天 你别让我难做 是你先让我难做的 不过你们招商引资 为了得到苏家的投资 而放弃我 城中城 我并没有话说 毕竟苏家乃是南方一流豪族 能够投资庆史 那是大好事 为此 为此我夏天并没有多说什么 一切按照规矩办事 也没有去找苏九儿的麻烦 但是领导领导 现在那苏九儿得寸进尺 害人杀了我的人 并且还抢责我秋草集团的副总 这件事情 你还让我忍 就说不过去了吗 关于秋草集团发生的那件事情 我深感遗憾 但是我们已经派人 去查这件案子了 你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 而且夏天 你不觉得这有些反常吗 苏小姐平白无故的 为啥要去你们秋草集团杀人 我觉得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灵大领导 有时候这些豪门的少爷小姐 杀人可不需要利用 到底有没有误会 一会儿就知道了 但是夏天 别说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苏九儿今天必须死 没得商量 夏天一边说 一边从怀里面摸出了一块令牌 塞到了林元亭的手中 这是 这是一块通体成暗金色的令牌 背面刻着一条活灵活现的金龙 龙顶刻着天王殿三字 而正面则是两个字 殿主 天王殿主 这是天王殿主令 如果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可以给你上头打电话 如果你上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 你可以让你的上头 给他的上头打电话 夏天 你这 灵大灵大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办 但是只要你把电话拨出去 我相信你就再不会为难 你想要投资是吧 我海外天王殿给你投资 苏家投多少 我夏天比他多十倍 甚至百倍 甚至 我天王殿总部直接搬到庆市斗城 但是 苏九儿必须死 话到此处 夏天不想再多说半句 转身朝着酒店那边走了过去 而林渊廷看着手中那一块天王殿主令 愣了好几秒钟的时间 他还想继续踏步追上去 却是被旁边的两名狼窝成员给拦了下来 这一刻 这些狼窝成员身上全都是力气横生 甚至让林渊廷心头都是一阵毛骨悚然 大领导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林渊廷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拿出了电话 很快 电话接通到了省城大领导那边 林渊廷将当下的情况完完整整的说了一遍 并且特意交代出了天王殿 对面听后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 但是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继续向上头请示 差不多一分钟过后 林渊廷的电话响了 来电显示并不是官方的号码 而是一个只有六位数的特殊号码 林渊廷看着手机上面这个来电显示 当场倒抽一口凉气 六个六的号码 他曾经有听到过 准确来说不是听到 而是有一份专门的资料 让他们这些各地大领导看过 一旦接到这个号码的电话 就代表着事件已经升级到了一种极其特殊的程度 将会由特殊部门接手这个事件 任何人都必须配合这个特殊部门 而这个部门就是六扇门 林渊廷没有想到 夏天的这件事情居然直接惊动了 那个传说中的神秘部门 六扇门 不过此时的他也算是松了一口气 你好 我是庆市大领导林渊廷 请说 你好啊 林大领导 我是六扇门青龙 从现在开始 关于夏天的这件事情 将由我们六扇门全权接受 你可以离开了 行 大领导 我们就这样走了 这个事情 不管了 有专门的人接手的这件事情 倒是省去了我们不少麻烦 但是他们能解决吗 如若这件事情 连六扇门都不能解决 那你说 我们能解决吗 说完这句话后 林渊廷没再多说半句 快步的离开了 就如同是躲避那瘟神一般 与此同时 一座高达六十六层的摩天大楼天台之上 冷风吹拂 青龙站在这天台的边缘 站在鼻铁 如同一杆镖枪 他双手还凶 就这样一站 便站出了一种军灵天下的气势 他那如同鹰眼一般犀利的双眼 一直平视前方 望着前方那一片一望无垠的大海 大海边缘怒海狂涛 远处却是一片风平浪静 海平面一直延伸向远方 如同雨天相接 青龙已经在此站了许久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一直到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青龙突然闭上眼睛 深吸了一口气 当他再次将眼睛睁开的时候 他笑了 海外天王殿 天台后面 有一名穿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 踏步走来 他的身上 同样席卷着一股十分不俗的气息 青龙老大 关于夏天的那件事情 既然我们六扇门已经接手了 现在我们难道不应该做点什么吗 要不我通知六扇门驻三江的负责人 让他们过去处理这件事情 处理 如何处理啊 让那边的人直接过去阻止夏天吗 你觉得他们有那个本事 但是我们已经接手了呀 对呀 接手了 接手之后 我们要做的 就是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做 对 由着夏天去干吧 放心 他不会捅出什么娄子 就算他捅出了娄子 我们六扇门替他兜着 把这件事情给强行压下去 青龙老大 我们为何要这样做呀 你干嘛 要那般照顾夏天啊 我做事情 什么时候需要对你解释为什么了 知道了 青龙老大 此时 庆市这边 几千人包围酒店 早已经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但是在官方配合着六扇门的各种封锁之下 这一场所谓的包围被说成了拍电视剧 甚至在外面有专业的剧组被请来了 将这里的一切都布置成了拍电视剧的模样 而此时 在这酒店之内 苏九儿也早就是看到了这外面的动静 他在这途中拨了好几次电话 然而 这里的所有信号都被屏蔽了 苏九儿站在窗前 手里端着一杯咖啡 看着外面那轰动的场面 脸上却看不出有半点的紧张 君宝 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 小姐 我早就说过了 不要去惹那个夏天 现在 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这样的场面 就算是你在苏黄 也搞不出来 我的确是小看了他 小姐 我保护你离开 早不了的 几千人 把酒店全部都包围了 既然夏天带人打下来了 那我们就下去会一会他们吧 此时 在这酒店的大堂处 一群黑衣大汉从酒店里面冲了出来 这些人 全都是暗中守护在苏九儿周围的保镖 从这一秒开始 这一片地方 属于苏杭苏家的地盘 擅闯者 杀无赦 就算是现在这种围城的情况 这些苏家保镖依旧是保持着高高在上的姿态 他们以为将苏家的名头给搬出来 就能够唬得住人 能够让夏天他们撤退 不过他们错了 大错特错 正如之前省城的那些家族大人物一样 瞧不上地级事的人 高高在上的如同上帝一般 但是这批庆室的大佬 专采上帝 因为这里是上帝禁区 去你的苏家 陈大力一个剑目 便朝着大坑里面冲了进去 一拳轰出 席卷着一股爆炸性的威力 刚才说话的那名苏家保镖 当场被陈大力砸飞好几米 落地瞬间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面喷了出来 难落者 死无全尸 话音刚落 陈大力毫不客气地一脚跺下 那人惨叫一声 胸腔炸裂 大堂内的其他人全都傻眼了 都是用着一种极具惊悚的目光 看着这边的场景 刚才那种高高在上瞬间荡然无存 换做的是进退两难 滚开 我们再次警告一遍 我们是苏杭苏家的人 苏家是南方一流好组 这番话还没有说完 那边二十多名狼窝成员 已经是一窝蜂的 朝着这些苏家保镖冲了上来 就如同是之前 他们一窝蜂冲入草满 给他们带到狼窝里面 那群狼群中一般 战斗一触即发 那些保镖甚至就还没有来得及 不好意思站在那边 对方那些蜂蜂藤人的拳头 便已经空了过来 每一个人都不让你打发 不是你死 就是月团 这完全不是一般的大事 这些全都是愤怒 压抑到了极点的野兽 打他们的残忍片 甚至跟后面的唐龙等人 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 也是一群疼 下居啥时候培养出来的 这样一群疯 前后也有不到的时间 十几名苏家保镖 全部都倒在了血泊之中 剩下寥寥几个 就算还能站着 此时也是被吓破了打 就在这个时候 苏九儿与和尚 终于从楼上走了下去 一群没用的废物 都给我滚一边去 你就是苏九儿 一时间 所有狼窝成员 都不约而同地 盯向了苏九儿这边 就如同是一群狼 盯上了一只羊一般 拿命来 只听见陈大力一声抱吼 拥起那铁锤一般大小的拳头 就朝着苏九儿砸了上去 陈大力本就很虎 完全不会在乎苏九儿 到底是男是女 此时她的脑海里面 就只有一个念头 杀掉眼前这个女人 给何松报仇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由点重科技抽品 声响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一集 然而 就在陈大力的拳头轰过去的一刹那 和尚已经一个闪身 挡在了苏九儿的面前 只见他伸手一抓 居然瞬间抓住了陈大力轰出去的拳头 陈大力眉头一皱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拳头 轰在了一团棉花上面一般 再想用力 却发现拳头间的力量被卸去了一大半 再也无法朝着前面寸进分好 片刻之后 和尚划拳为掌 用力一拍 陈大力巨大的圈区 居然硬生生的被和尚这一掌 给弹回去了好几步 其他那些狼窝成员都是一争啊 下一刻 曾强和圣君等人 也先后朝着和尚这边冲了上来 这些人全都是不要命的拳 出手便是杀招 然而和尚的招式套路却一柔可当 接二连三大解了曾唐他们的招式 然后将他们给弹回 就目前来看 论单条好像在场的狼窝成员之中 没有人是和尚的对手 一起上 增强一侯一群 大师经临通其他几名狼窝成员冲向和尚那边 和尚依旧是不敌不造 见招拆招 不过无奈借狼窝成员人数太多 很快他便败下阵来 拳头如同暴雨一般攻击在和尚的身上 很快和尚便已经受了不轻的伤 但是他始终如同一尊守护神一般 保护在苏九儿的面前 就算受了再重的伤也不愿意撤退半步 眼看和尚马上就要支撑不住 全部都住手 不过这群狼窝成员又只低夏天一个人的命运 怎么会去听苏九儿的吩咐 战斗依旧在继续 和尚的嘴里面已经有鲜血喷出 夏天 你就算是要来针对我 也总要有个理由吧 难道就因为我苏九儿买下了西门平那块地 你就要来找我索命 如苏真是这样 上次你我见面为何不直接摊牌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九儿 都这个时候了 你也没必要再撞我 和松的命 得你亲自来扯 另外 把周振雄给我交出来 夏天 你胡说办到什么 什么和松 哪门子的和松 还有你嘴里说的那个周振雄是个什么鬼 贱人 你还装 此时 陈大力又一次抡着拳头 朝着苏九儿那边轰了过去 和尚已经被其他狼窝成员揍得半死 他再也无力保护苏九儿 贱人 你派这个和尚去秋草抓晚秋 结果晚秋不在 便打死了和松 抓走了周振雄 还不认账 今天 老子就让你死无全是 我没做过 夏天眼疾手快 一个剑步便冲了上来 一把抓住了陈大力的手腕 师父 你干什么 退下 全部都给我住手 一群狼窝成员这才收起了手中的动作 所有人都是用着一种疑惑的表情 看向夏天这边 不明白夏天这到底是什么个意思 天哥 你这是 全部先退到一边 军宝 你没事吧 苏九儿第一时间走向和尚那边 将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此时和尚浑身是血 一身的白衣 更是有好多地方都被染成了血色 我没事 夏天看向苏九儿这边 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此时的苏九儿再次面对夏天的时候 和上一次却完全是两种感觉 之前的苏九儿的确很狂 或许是在苏杭一带狂冠了 而她是苏家大小姐 所以在苏杭一带胡作非为 也没有谁敢拿她怎么样 然而现实这是狠狠地甩了苏九儿一个耳光 这肩底下不是谁都是你亲爹 没必要谁都把你当祖宗一样供着 就当刚才外面几千人围攻酒店 连近视大领导林渊廷都束手无策的情况 再加上刚才和尚被血虐的情况 让苏九儿明白 夏天并不是他想象中那般不堪 夏天 你这是想干嘛 什么何松什么周振勋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承认 不是不承认 是我压根就没有做 夏天 我苏九儿虽然是一介女流 但是敢做敢当这一点还是做得到的 这件事情如苏真是我苏九儿做的 我就一定会认 但这件事情并不是我干的 那你就算是打死我 我苏九儿也不会承认 贱人 你这是怕死了对吧 杀了何松 你还想狡辩 老子现在就干掉你 别以为这和尚换成一身白衣 就可以赖账 没那种可能 换成白衣 那你们之前口中的那个和尚穿什么衣服 黑衣 黑色的衣服 苏九儿 你真没做过 夏天一边说 一边拿出了手机 打开视频 对着和尚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直接给周挽秋发了过去 然后通过周挽秋的手机 发给了邓刚 很快夏天的电话响了 那边传来邓刚的声音 夏先生 之前到秋草的那个和尚 并不是这一位 不是吗 你确定 确定 好吧 夏天挂掉电话 心头唏嘘 看来这次是闹了一个乌龙 但是庆史之前 从未就听说过什么黑衣和尚 那这家伙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呢 夏天 军宝平日连一只蚂蚁都不愿踩死 可别说杀人 你们口中所说的那个黑衣和尚 我知道是谁 是谁 夏天 我家军宝现在受到这么重的伤 我要你马上送他去医院 等我确定军宝没事之后 我再告诉你那个黑衣和尚是谁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夏天一把掐住了苏九儿的脖子 旁边的和尚 普普一切地朝着这边扑了过来 你就是被夏天一把掐飞出去 告诉我 他是谁 他就把苏九儿送去医院 夏天从苏九儿的语气之中 听出了一种果断与坚决 最终他还是将苏九儿给放了下来 然后对着身后的唐龙吩咐道 把这个和尚送去医院 另外 让外面那些人全部散了 是 天哥 唐龙等人很规矩地点了下头 第一时间驱散了外面的人 并且准备将和尚送到医院去 小姐 我陪你一起 俊宝 去医院 不要担心我 但是 小姐 这是命令 和尚却依旧不怨 直到夏天一个手刀 披在了这家伙的后脑勺里 他两眼一翻 直接就晕了过去 带走 现在告诉我 那个黑衣和尚是谁 你等我一会儿 我去上楼拿点东西 夏天也不担心苏九儿会搞什么幺蛾子 更不会担心他会逃走 他没有拒绝 直接转身坐到了不远处的一个沙发上 点燃了一支烟 而苏九儿则是转身上楼 陈大力下意识地就要跟上去 却是被夏天给叫住了 大力 你干什么 给我站住 师傅 这个女人万一要跑怎么办 她跑不了 大约一分钟过后 苏九儿重新从楼上走了下来 她的手上则是拿着那一柄隐形者弓弩 见状 陈大力这些人都是眉头一皱 夏天则是掐灭了手中的香烟 五十米内就算是狙击枪都伤不了我 你这弓弩不行 而且你之前不是已经试过一次了吗 夏天 你让我感觉很恐惧 我手头拿着这个或许会踏实一些 派出那个黑衣和尚去秋草集团搞事情的那个人叫苏狂 是我弟弟 苏狂 夏天 没想到他会来庆室 而且会直接对你身边的人下手 不过这倒是很符合那个家伙的做事风格 他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白痴 苏狂是你龙凤胎弟弟吧 看样子 你和他的关系并不怎么好 我父亲苏鼎重男轻女 苏狂那家伙也从未将我当成是他的姐姐 所以 我和他的关系的确不怎么样 不过夏天 你这次如此的奋力 我也清楚 就算我说的再多 只因为我和苏狂之间的关系 怕是你也不会轻饶我 所以 我也不会反抗 告诉我 苏狂在什么地方 苏九儿拿出了电话 然后拨通了电话上面的一个手机号码 很快 电话便接通了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一个年轻的声音 苏九儿 那么有兴致啊 居然还想着给我打电话过来呢 打电话给你 就是想看看你死了没有 你死了我都没死呢 苏九儿 你猜猜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在庆市 一点意思都没有 直接就给你猜中了 那苏九儿 你知道我来庆市干嘛吗 苏邦 你不该来庆市 苏九儿 你不就是想来庆市招揽那个夏天吗 然后通过夏天 对付三江王原仲 最后让整个三江都臣服苏家 就不对 你这算盘打得好啊 如若你真这样做了 那就是给家族立下大功了呀 到时候 我这未来苏家家属的地位 还真会被你给威胁了 不过苏九儿 很遗憾地告诉你 这一切 目前都告诉我了 所以我就来了庆市 先第一步搞定那个夏天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六十二集 狂人 苏鼎还是害怕 我抢了你的功了 她就是偏心 对啊 她偏心 谁叫你没带伴儿呢 苏九儿 你说就凭你来庆市这么多天了 也没见你有什么进展啊 不仅没进展 反倒是在庆市买什么地 你脑子是不是被驴提了 就你这点能耐 还想拿下夏天呢 果然是一个凶大无脑的女人 不怕告诉你吧 我已经动手了 很快那个夏天就会认识到我的强大 然后她就会乖乖的做我的一条狗 所以最终拿下三江 获取这个功劳的人该是我 你一个女人就别在这里瞎掺和了 当这一番话从苏狂的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 这些狼魔成员也是从中听出了端倪 苏九儿并没有说谎 派人去秋草搞事情的并不是她 而是她的龙凤胎弟弟苏狂 苏狂的身边也有一个和尚 叫做天保 他和军宝来自同一处寺院 当年他们所在的那个寺院发生了大火 里面所有人都被烧死了 最后就只剩下军宝和天保 然后这两人被苏鼎收养 最终分配给了苏九儿和苏狂 作为他们的贴身保镖 尽管军宝和天保是同门师兄弟 来自同一处寺院 但是两人的性格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军宝一心向善 秉承佛指 就算是来到了世俗凡臣 也谨记清规戒律 不吃肉 不喝酒 不打狂语 不杀生 而天保却是心狠手辣 九戒全破 再加上这些年帮助苏狂做了不少的脏事 更是杀人如马 是一个比苏九儿 更加是生命如草芥的大魔头 夏天对着苏九儿招了招手 示意他把手机给拿过来 苏狂 我是夏天 哟 原来你们在一起啊 怎么 夏天你这是要去找我姐 商量西门平那块地的事情呢 听说他想在那块地上修火葬场 实话告诉你吧 他是吓唬你的 因为我们家族根本就不会拿这么多钱给他玩啊 所以夏天 千万别跟苏九儿 没前途打 而我是苏家的大少爷 在家族有绝对的话语权 你若愿意跟我 我保证你呼风唤雨 要啥有啥 派人去秋草集团搞事情的是你吧 杀了我的人 还抓了我秋草集团的副总 你胆子不小啊 对啊 就是我派人去你们秋草集团搞事情的 原本呢 是想抓你老婆的 但是你老婆不在 就只能把那秋草的副总抓过来了 你在哪儿 我来找你 就等你这句话呢 我把我的位置发到苏九儿的手机上 等你过来 行 夏天挂掉电话 紧接着 那边就发过来了一条定位 夏天打开手机定位 确定了苏狂的位置 刚才眼中收敛的那一股杀机 在这时候再次爆发出来 此时的夏天比起刚才 甚至是更加的恐怖 苏九儿站在一旁 手里面紧紧的握着那一柄隐形者公女 不经意间 她的手里面已经全是汗水 夏天将手机丢回到了苏九儿的手中 我要去杀你弟弟 你跟我一起 傍晚过后 夜幕降临了 天空之中下起了嘻嘻嘞嘞嘞的小雨 国庆之后 庆市这一带已经有了一些含义 这里是庆市郊外的一处独栋别墅 是苏狂来到庆市之后 专门租下来的一个落脚地 苏狂作为南方一流豪族的大少爷 其奢靡程度比起苏九儿来说 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住不惯酒店 所以每到一个新地方都会找一个专门的落脚地 停留时间短暂就用租 超过一个星期就用买 此时在这别墅的大厅里面 穿着一身名牌 戴着名表的苏狂 正翘着二郎腿 坐在一张进口真皮沙发上面 惬意地喝着红酒 他的对面坐着那名穿着黑衣的和尚 来 天宝 我们干一杯 少爷 不知道我们这样做能不能行得通 会不会适得其反 为什么会适得其反 我要的就是让那个夏天知道我的实力 这样他才会臣服于我 也就是他那老婆没有在公司 不然你给我抓来了 我就算是当着他的面和他老婆玩 他也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天宝你信不信 当然信 这种事情少爷你又不是没干过 你也干过 少爷 夏天啥时候过来啊 快了 那个老东西弄死了没 没有 少爷 你想把他杀了吗 那我现在就去办 话逼 这天宝已经站了起来 准备去别墅的地下室 将周震雄给干掉 别急呀 天宝 夏天都还没来呢 这么急干啥 等他来了 要是他敢不答应我的要求 你再动手也不迟 如若他敢不答应少爷你的要求 那我将他也一起杀了 杀了他 再去杀袁咒 这三江省谁不服少爷你 我就杀谁 很难想象 这番话居然是从一个和尚的嘴里面说出来的 这个和尚的确是杀性太重了 这个时候别墅的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马达的声音 苏狂蹭的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嘴角抹过一丝怪异的微笑 是那个夏天 来了 少爷 听说那个夏天的个人战斗力很强 你想和他试试吗 放心吧 天宝 你肯定有机会的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别墅大厅 此时在这别墅外面还站着十几名穿着黑衣的大汉 这些全部都是苏狂从苏家带过来的精锐 算得上是一等一的大高手了 苏狂和苏九儿一样 刚过来的时候 压根就没有将这地级市的人放在眼里 此时七八辆越野车已经开进了这别墅的区域 最后停在了别墅的大门口 车门打开 以陈大力为首的二十多名狼窝成员 瞬间从车上跳了下来 随后跟着夏天 一路朝着别墅里面走了进去 一路过来 苏九儿就坐在夏天的旁边 对于这个年纪和自己不相上下的青年 苏九儿又一次感觉到了她的不一般 光是之前一个电话 便号召几千人来围攻酒店这一点 便让苏九儿能够清楚的意识到 自己与夏天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亲眼见证了夏天手下这批人的强大之后 苏九儿的心头更是多了一层阴霾 她感觉自己从一开始就低估了夏天的能力 远远的低估了 如若这里是苏航 她苏九儿或许可以和夏天斗一斗 但是这里是庆市人家的地盘 她苏九儿就算是带来再多的本钱 也不是夏天的对手 意识到这些苏九儿的心头有些不安 纵然这件事情并不是她干出来的 但是今天她一样难有好果子吃 所以一路过来苏九儿都在思考 到底该如何让自己全身而退 当她来到这里的时候 苏九儿的眼中已经多了一抹的胸利 哟 来了呀 这么大阵势干啥呢 面对对面的二十多名狼窝成员 苏狂非但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压力 反倒是愈加的轻松下来 在她看来 夏天这次带来的人越多 就代表她越心虚 如此一来 苏狂就更不会将夏天放在眼里了 苏九儿 你也来了呀 来了也好 正好让你看看我苏狂的能力 让你看看我是如何让这个夏天 跪在我面前臣服于我 做我的一条狗的 哈哈哈哈 而苏九儿则是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苏狂 今天苏九儿倒是很乐意 在这里亲眼见证苏狂 到底是如何把自己给作死的 夏天一步向前 看向了对面的苏狂 我四爷爷呢 夏天口中的四爷爷便是周振雄 因为他是周婉秋的四爷爷 所以夏天也称呼他为四爷爷 你说的是那个不知好歹的四老头子吗 放心他还活着呢 不过这条老狗一直说你会让我好看 这让我听着很不爽 所以就给了他一些教训 直接苏狂拍了拍手 身后一名黑衣大汉 立马将周振雄从屋内带了出来 此时周振雄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好 他全身都是血 鼻青脸肿 很显然是刚遭到了毒打 看着周振雄被打成这副模样 夏天的心头 更是声藏起了一股熊熊的怒哭 我没事夏天 还死不了 夏天松了一口气 准备过去将周振雄给带过来 然而苏狂却是急忙制止住了他 哎夏天 你别着急呀 我们事情都还没有谈清楚呢 你就想把人从我手里面带走 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 先放人我们再谈 怎么样 反正我人都已经来了 你苏大少爷也不怕我耍这么花样 对不对 那倒也是 反正这个老狗对我也没多大用 那就先还给你吧 如若一会儿你的答案不能让我满意 那你们都得死在这里 说完 苏黄招了下手 身后那名黑衣大汉 立马将周振雄给推了出去 一名狼窝成员 立马将周振雄扶到了一边 下一秒 包括夏天在内 他身后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浮现出了一股极浓的杀机 夏天 现在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了吧 我叫苏狂 南方一流豪族苏家的大少爷 我这次来呢 就是想让你臣服于我 帮我做事 在这里啊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跟了我 我马上就带你去灭掉三江王原仲 然后让你来做这个三江王 你一下如何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不答应 但如若你不答应 你现在已经清楚了我的能力和手段了吧 今天我可以搞秋草 明天 我就能搞你全家 当然 也包括你 夏天却压根就没有去仔细听苏狂这一番自嗨的论述 而是将目光移动到了苏狂身边 那个黑衣和尚身上 和松是被你打死的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相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63集 我在秋草集团 一共打死了两个保安 不知道你口中的那个和松是哪一个 怎么 你难不成是想来报仇的 带肿了吗 夏天转身看向了身后那一群狼窝成员 就是这个黑衣和尚 现在去给和松报仇吧 周围 周围瞬间响起了这些狼窝成员 如同野兽一般的嘶吼声 下一刻 这群人如同出笼的猛兽一般 全部朝着黑衣和尚那边扑了过去 这个时候 苏狂和天保 才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劲 夏天 我是苏家的大少爷 你敢和我作对 他抬出来的背景 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此时 这些狼窝成员 已经与那些苏家保镖 以及天保打了起来 这群苏狂的保镖 虽然是苏家的精锐 但很快 狼窝的这些人 便直接将苏家保镖给压制下去 惨叫自起 二十多名苏家保镖 接二连三的倒下 而这些狼窝成员 则是越战越猛 每一个都如同是那发了狂的狮子一般 看到这样一幕 苏狂有些茫然 他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 庆室这边 居然还有这样的一群变态 而另外一边的苏九儿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后背也是寒气直冒 这里夏天带来的每一个人 都能够堪比他们苏家最强的精锐 而且更要命的是 这每一个人都不怕死 在这之前 苏九儿还想着将夏天招为挤用 但是这个时候 他却发现自己大错特错 这样的存在 怕是只有他父亲苏鼎 才有资格去对付吧 不对 就是苏鼎那个老废物 也不是夏天的对手 或许只有苏家昔日那个天才苏渊 才有资格 与夏天一决雌雄 很快 二十多名苏狂的保镖 已经被这些狼窝成员干翻了一大半 剩下的也是强弩之末 随时都可能崩溃 好一群恶狼 天宝不断的挥动着自己的拳头 一连将好几名狼窝成员给轰飞出去 如若论单打独斗 怕是这里没有任何一名狼窝成员是天宝的对手 然而这是一群狼啊 狼是擅长群攻的 很快周围这些苏家保镖 几乎全部都趴在了地上 而那些狼窝成员 则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将天宝给围了起来 陈大力双目血红 一拳砸在天宝的肩膀之上 巨大的力道 好似将他的骨头都给砸裂开了一把 你这家伙是如何杀死和松的 今天我们就万倍偿还 天宝感觉肩膀传来一阵剧痛 还没有来得及稳住自己的身体 身后挥血已经一刀劈了上来 这一刀在天宝的后背上 划拉出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 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后背 同时蒋门神和蝴蝶同时出手 呈左右两方夹击天宝 另外一边圣君和曾强 也是挥动着拳头如暴雨般袭来 天宝早已经乱了分寸 很快他就只能是挨揍的份 就算他想跑也跑不掉了 一旁的苏狂在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 彻底傻眼了 此时原本高高在上的他 也是方寸大乱 他的眼中生出恐惧 下意识的朝着后面退步 那边天宝已经被那群狼窝成员 给干翻在了地上 挥血一刀剁下 硬是将他的一条手臂都给剁了下来 同时其他的狼窝成员 也是争先恐后的对着他攻击 每一个人都给予了天宝 最凶残的惩罚 最终天宝在绝望之中 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双眼一瞪 直接咽气了 就算是这家伙死了 这群狼窝成员依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依旧对他的尸体发出猛烈的攻击 这叫做鞭尸 一旁的苏狂只感觉头皮发麻 而这个时候 夏天则是一步一步的朝着他走了过去 夏天 你 你别过来 我是苏杭苏家的大少爷 你不能杀我 你感动我的人 就应该做好死的觉悟 我不管你是谁 就算你是玉皇大帝 你杀了我的人 也要偿命 对不起夏天 是我永远不识台山得罪了你 求你饶我一次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求你不要杀我 苏九儿 苏九儿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我可是你的亲弟弟啊 现在夏天要杀我 你也不快点给我说说情 我不想死啊苏九儿 此时的苏九儿 依旧是一动不动的愣在原地 如同半截木桩一般 姐 姐你救救我啊 已经有好多年 苏狂没有喊苏九儿姐姐了 一生姐姐 好似突然让苏九儿惊醒一般 她浑身一颤 这时候好像是反应过来 那边跪着的是她的弟弟 出自一个娘胎的亲弟 苏九儿下意识的就朝着夏天那边走了过去 夏天 怎么 苏九儿 你想给你这弟弟求情是吗 你算个什么东西 夏天的这一番话 再次让苏九儿的心头狠狠一抽 事实也是这样 她苏九儿是个什么东西 有什么资格给苏狂求情 她和夏天不仅没有任何的交情 相反的 今日夏天在干掉苏狂之后 很有可能还会随手将她也给干掉 所以现在的苏九儿就是尼菩萨过河 压根就没有和夏天谈条件的资格 然而这一刻的苏九儿却是突然笑了 她似乎压根就没想过给苏狂求情 这个人的确是自己的亲弟弟没错 但是他们之间早就没有了感情 侯门就如同古代的宫廷一般 是没有亲情可言的 王子为了争夺王位还会互相残杀呢 之前苏狂在背地里鬼知道有多少次 在暗中收买杀手 想取苏九儿的性命 夏天 您误会了 我不是想给她求情 而是 想在你面前争取一次活命的机会 话到此处 苏九儿突然就抬起了手中那一柄隐形者弓弩 瞄准了那边跪在地上的苏狂 苏九儿 你想干什么 咻的一声 苏九儿居然毫不客气的扣动了扳机 那只剑如同子弹一般射出 精准的射向了苏狂的脖子 利剑直接洞穿了苏狂的脖子 将她的脖子射出了一个血枯了 苏狂 应声倒地 而这一瞬间 在场好多人都有一种惊呆了的感觉 就算是夏天 心头也是猛的一睁 而那边还在对着天宝鞭尸的那些狼窝成员 也是下意识的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都是用着一种极其震惊的眼神 看向这边 这个女人是不是有些太狠了一点 这可是她的亲弟弟啊 然而她就这样果断地将她给干掉了 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这个女人比乔家的那个私生子乔云法还要狠 乔云法是因为遭受了太多的打击 内心早已经扭曲了 所以最后才狠下心来 干掉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 而这个苏九儿可是一介女流 她可没有遭受到乔云法那般严重的屈辱 但是她杀起苏狂来 却是比乔云法还要果断 这可是和她从同一个娘胎里面出来的呀 夏天深吸一口气 果然这就是豪门 说起来 她又何尝不是和苏九儿 与乔云法一样呢 她的弟弟夏麒麟现在患了重病 需要夏天的骨髓救治 但是夏天却是三番五次的打退了 想来取她骨髓的人 夏麒麟的生死与她何干 苏九儿将手中的那一柄弓弩扔到了地上 转身跪在了夏天面前 夏天 我知道你今天杀了苏狂 肯定不会放过我 所以我快认一步 率先杀掉苏狂立下逃命状 希望能够保我一命 从现在开始 我苏九儿就是你夏天的人 为奴为婢 任你差遣 这个女人不仅心狠手辣 而且脑子转得非常的快 她估计的一点没错 夏天在干掉苏狂之后 的确打算随手将她也干掉 而夏天同时也有想过 将苏九儿归为己用 毕竟接下来 她要布置整个南方这一盘大旗 需要苏九儿这样一枚棋子 但是夏天找不到 留下苏九儿的理由 因为一旦放这个女人回苏行 她随时可以摆脱自己的掌控 与其如此 倒不如直接将她干掉 免得以后是个祸害 然而现在苏九儿搞出这样一出 夏天便再也找不到理由杀她 她杀掉了自己的亲地里 这件事情一旦暴露 那么苏家便再无苏九儿的容身之地 如此一来 苏九儿便彻底的断绝了自己的后路 将自己的性命交到了夏天的手中 夏天走到了苏九儿那边 用手捏住了她的下马 苏九儿 你真是一条五彩斑斓的毒蛇呀 夏天 我已经立下了投名状 你放了我 现在苏狂死了 苏顶就只剩下我一个女儿 你放我回去给我时间 我可以保证 不久之后 整个苏家都会落入我的手中 到时候我成了苏家的主人 苏家自然就是你的了 苏九儿 别把我当傻子 你没有那个能力掌控苏家 就算能像对付你弟弟那样 对付你父亲 苏家还有一个苏渊的 你斗不过苏渊 所以 就算我立下了投名状 你依旧不愿意放过我 放心吧 我不会杀你 你说的对 接下来 我要进军南方 没有一点底牌是不行的 苏九儿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的一条狗 是 主人 起了吧 不过苏九儿 你别想着背叛我 如若你真有那个心思 我有一万种办法 让你生不如死的 主人请放心 我对你绝对不敢有二心 那这次苏狂来庆视被杀这件事情 你打算如何回去 给你父亲和苏家的人解释呢 这些年来 我苏家在外面树敌不少 几乎每年 我和苏狂都会遭到 好几批杀手的刺杀 但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苏行 下场身边有不少人保护 所以那些杀手一直没有得逞 而这一次 苏狂离开了苏行 遭遇到了杀手 被杀手干掉 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甚至 我可以买通一些国际杀手 让他们放出干掉了苏狂的消息 这样一来 苏家就不会怀疑在我们的身上了 夏天思索片刻 然后点了下头 像苏家这样的一线豪族 已经有足够的资格 与各种国际杀手和雇佣兵打交道了 所以苏九儿的这个理由 并没有什么毛病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四集 最终 夏天还是留了苏九儿一命 这个女人虽然心狠手辣 但是接下来肯定还有用 如今夏天 马上就要布置南方这一盘大气 手里头没点棋子 那肯定是不行的 夏天将处理苏黄等人尸体的事情 交给了苏九儿去办 而他自己则是带着一干狼窝成员离开了 此时天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 而周晚秋和周小草还在原家 所以夏天并没有回望月山别墅 他给周晚秋打了一个电话报平安 让他明天再带周小草会庆室 然后夏天便直接随一众狼窝成员去了狼窝那边 今天晚上 夏天打算在狼窝待上一夜 如今何松死了 狼窝九号这个位置空了出来 是时候让狼窝重新排名了 夜幕降临 那一轮阴残彩的弯月挂在空中 月亮的前面飘着几缕黑云 狼窝上空又一次响起了一阵狼嚎的声音 狼窝里面一众二十多名狼窝成员 整齐的站成三排 凝视前方的夏天 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肃穆 整个狼窝此时非常的寂静 就只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和心跳的声音 夏天一一扫过在场众人 眼神如同刀锋一般犀利 那个黑衣和尚 是南方一流豪族中的高手 不过放眼整个南方 他算不得是非常厉害的那种 但是论单挑 你们在场没有任何一个是他的对手 为此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任何人回答 就算是陈大力 此时也选择了沉默 这的确是很伤人自尊的 这将近半年的时间 他们风一样训练自己 都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变得很强很强 然后跟随夏天一起去那世界上最巅峰的地方 看看风景 在这之前 他们也认为自己如今很强了 但是现实却狠狠地抽了他们一个耳光 两久之后 圣君终于开了口 天哥 我们离天罪还有多远啊 夏天转头望下了大门之外 指着天空中那一轮弯悦 差不多就是那么远的距离了 一时间 圣君沉默了 在场所有人都沉默了 你们的路啊还很长呢 而且我现在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能够与我最后走到天罪那一步 你们二十多人当中 可能只有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这次和松的死 只是一个开始 也就是说 接下来 你们的路 会越来越艰辛 你们死亡的几率也会越来越大 如果你们现在有谁害怕了 可以选择退出 没有人选择退出 夏天也不再多说什么 既然如此 今晚狼窝重新排名 你们自己开始吧 狼窝里面又一次响起了一阵 如野兽一般的嘶吼声 每一个人都变得热血沸腾起来 狼窝里面一场大战 正式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 还是那一处高达六十六层的 天穷建筑之上 这一片天空中挂着的月亮是圆的 不仅圆 而且还带着血色 或许是这建筑的楼层太高 站在这建筑天台之上 就好似伸手就能够触碰到 空中的那一轮圆月一般 青龙依旧是站在这天台的边缘 望着前方那一片一望无垠的大海 也不知道他的心头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的旁边还是站着那一名 穿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 他已经陪着青龙 在这里站了大半个小时 老大 夏天的那件事情解决了 并没有搞出什么大乱子 这倒是省去了我们不少的麻烦 嗯 你说 他怎么这么快就解决了呢 老大 感情你很想他 把这件事情闹大呀 是啊 闹大了 我们才能在他面前刷着存在感啊 这真是可惜了 哎 老大 那你为什么非要在那个夏天面前刷存在感啊 能给我一个理由吗 青龙猛地转过身来 目光冷峻地盯着这名中山装男子 对不起老大 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理由就是 他是海外天王店店主 够吗 两日后 秋草集团总部 目前秋草正在筹备进军整个南方市场的计划 不过这个计划遭到了很多的阻碍 甚至到了一种寸步难行的境地 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南方有一个南方商盟 一场高层会议之后 秋草集团并没有商量出什么好的决策 以至于周婉秋在回到自己办公室之后 依然是一筹莫展 夏天推门走了进来 见周婉秋面色不太好 怎么了老婆 还不是关于秋草全面进军南方市场的这个计划 现在很难办 因为南方商盟吧 说说 他们里边什么条件 那个南方商盟的成立点在苏杭 商盟的主导集团是苏杭的沈家 我们秋草想要在南方全面发展 首先就需要加入南方商盟 而加入的首要条件便是五千万的加盟费 五千万的加盟费也不算太多呀 给他们不就是啊 光是这五千万的加盟费也就罢了 但是他们还有更过分的要求 更过分的要求 什么要求 我们秋草集团一旦加入南方商务 以后每个月需要缴纳纯利润的三成作为会费 纯利润的三成 怎么会有这种规定呢 我也不知道 我总感觉 南方商盟是在针对我们秋草 南方的其他集团要加入商盟 大多数只需要付出加盟费就行了 很少有抽取三成作为会费这种说法 而一旦我们缴纳了三成的纯利润 再加上国家上税 那么我们秋草集团根本就没有什么转头了 而且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很有可能会亏呗 或许是因为我们秋草这段时间发展得太快 风头太近的原因 所以南方商盟那边想狠狠耗我们秋草集团的羊毛 那如果不加入这个商盟行不行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这个南方商盟早已经形成规模 如果我们不加入到时候肯定会遭到针对 那要依赖问题更多 所以我们想要全面进军南方 不可能绕得开南方商盟 苏航沈家 这个家族在南方是什么样的存在啊 也算是一方豪门了 据说这沈家是苏航那边的老牌家族 有传闻说是沈万三的后代 在早几十年 这个沈家也算得上是南方的一流豪族 而南方商盟便是那时候由沈家牵头成立的 已经存在了大半个世纪了 不过近二十年来 伴随着新兴事业的冲击 沈家早已经没落了 也早就从南方一流豪族之中重名 但尽管如此 他们手头依旧掌握着南方商盟 在南方商界有着极高的话语权 苏航是整个南方最大的经济区了 各省的商业集团都会朝这一代聚集 而近年来苏航的确是有很大的变化 现如今已经形成了东起天西半城的格局 这个沈家的存在感已经很弱了 而且这南方商盟针对的也是南方这边 比较一般的企业和集团 像齐天集团 苏家以及西蜀状元府 这些真正的一流豪族 是不屑玩什么商盟的 而且他们的生意 也早就不再局限于南方了 也不知道 这件事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 如果南方商盟那边坚持这些条件 我们秋草集团 或许得转移战略目标了 既然南方不行 那就着重北方的发展 另辟西境吧 秋草集团主营服装 而北方的风土人情 和我们秋草的设计理念 有着不小的冲突 所以发展北方的难度比南方大很多 所以晚秋 我们还是得一步一步来 南方商盟那边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这些事情 你有办法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现在你该干嘛干嘛 先在苏航那边建立分部 开线下门店以及租赁仓库 这可不必省城 一切都得好好地规划 资金投入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更不要吝啬 有投入才会有回报嘛 老公 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我都已经说了 南方商盟那边没有搞定 我们秋草不敢贸然行动啊 要不然这钱投进去了 最终却办不了事情 一切都得不偿失了 不行 我还是得再想想办法 等过一段时间 我亲自去素航一趟 找南方商盟好好谈谈 谈肯定是要谈的呀 但是绝对是公平的谈判 而不是卑躬屈膝去求他们 你就听我的 现在啊 该干嘛就干嘛 南方商盟那边 我来解决 周晚秋依旧感觉 夏天的决定有些唐突 还想说些什么 却是被夏天给阻止了下来 老婆 你觉得我什么时候 在你面前说过大话呀 这倒也是 那行 秋草集团进军南方 是正式走向全国 成为国内大型服装集团的重要一步 所以这一次 一定要派出能力出众 而且绝对信得过的人 过去主持大局 你有想过 要派谁过去了吗 这些早就有决定了 我打算让邓刚过去主持大局 他能力出众 而且绝对信得过 让他过去做这南方分部 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嗯 可以啊 可以 那你现在就让他直接去苏航吧 在那边建立分部 做好准备 等那边准备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过去 正好我们接下来 也要去苏航办一些事情 就把这件事情给一并解决了吧 哎 老公 上次来我们秋草集团闹事的那个人 听说也是来自苏航 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想干什么 哦 他们是苏航苏家的人 不过 已经被我给解决了 苏航苏家 号称苏航西半城的那个苏家 没错 他们为何突然来庆市找我们的麻烦 那我们这次去苏航发展 苏家会不会针对我们啊 苏家是不会针对我们的 相反 他会成为我们背后最大的助力 接下来 我们秋草想在南方发展 还全得靠着苏家帮忙 我是周婉秋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五集 最终周婉秋也没有问太多 一直以来 周婉秋都是活在夏天的庇护之下 其实周婉秋的心头 一直有一个愿望 准确来说是一个目标 他希望有朝一日 能够将秋草发展的足够强大 然后反过来帮助夏天 他们是夫妻 所以只有到了实力平等的时候 他们才算得上是 真正意义上的携手共进 十月十七 是小草的生日对吗 就下个星期 小草就六岁了 之前小草的生日都是怎么过的呀 回想起之前周小草的生日 周婉秋的心头便如同针扎一般的难受 在夏天没有回来之前 周婉秋和周小草母女 在周家受到了各种屈辱和针对 在这之前 周小草从未真正的过过一个像样的生日 而且更巧的是 周小草的生日和周子曼是同一天 所以每年在十月十七那天 周家都会给周子曼举行生日宴会 而在生日宴会上 周子曼犹如众心捧月 接受周家人的各种祝福 而同样是过生日的周小草 却只能够坐在宴会的角落 灰溜溜的吃别人剩下的蛋糕 甚至还会被人刻意针对辱骂 非常的可怜 下个星期 我们给小草准备一场生日宴会吧 不需要办得太隆重 但可以邀请袁叔和干娘他们过来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说起来 小草这马上就满六岁了 倒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过一个生日 我亏欠她的还是太多了 是我亏欠你们母女太多了 不过您放心 从今往后 我再不会让你们母女受得半年的委屈 下午的时候 夏天去接周小草放寻 从幼儿园回来的路上 夏天牵着周小草的手 小草 再过几天就是你六岁的生日了 小草到时候想要什么礼物啊 爸爸给你买 生日 周小草对生日这两个字非常的陌生 其他小朋友每当快到生日的时候 都会非常的期待 以至于在一两个月之前 就开始询问自己的父母生日啥时候到 而周小草却从未对自己的生日有半字的提及 甚至他对这个还有那么一些的恐惧 夏天一把将周小草给抱了起来 难道小草不想过生日吗 小草想过生日 但是之前每年的生日 小草都不开心 为什么呀 小草的生日和紫曼小姨是同一天 去年生日的时候 紫曼小姨在生日宴上买了一个很大的蛋糕 小草当时想吃一块 但是却被紫曼小姨给拍到地上了 她说小草是小野种 不配吃生日蛋糕 妈妈当时就和紫曼小姨吵起来了 结果还被扇了一巴掌 后来我和妈妈就被他们赶出宴会了 然后妈妈就抱着小草哭 哭得可伤心了 爸爸 小草记得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 妈妈都会哭 我以小草不想过生日 因为小草不想看到妈妈哭 小草 现在爸爸回来了 爸爸会保护你和妈妈 绝对不会再让你妈妈哭了 今年爸爸妈妈给小草过一个快乐的生日 好不好 那爸爸会给小草买蛋糕吃吗 当然要买了 而且要给小草买一个大蛋糕 到时候小草可以邀请班上的小朋友到家里来 一起给小草庆祝 怎么样 小草如今在班上有好几个好朋友呢 那爸爸 干奶奶他们来吗 还有君瑶小姨 嗯 都来 太好了 小草终于可以过生日了 一个星期转瞬即故 十月十七这天也终于到了 夏天并没有打算去外面的酒店 给周小草订什么生日夜 而是打算就在家里 给周小草举办一个生日party 因为在家里更加的温馨 一大早 曾鸿英便拉着周志文出去买菜 而夏天和周晚秋 则是在家里布置现场 鼻数很大 外面也有花园 所以在这里装扮一个生日现场出来 绰绰有余 一家三口忙活了一上午 终于将生日现场给布置了出来 同时 曾鸿英和周志文也将菜给买了回来 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 快到中午的时候 周小草换上了一身漂亮的新衣服 整个人如同那童话里面的小公主一样 陆续的周小草有些小伙伴到了 没多久 原种一家子也来了 整个别墅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周小草六岁的生日宴也正式开始了 生日宴上都给他送上了精心准备的礼物和生日祝福 同时一个大蛋糕被夏天给端了出来 蛋糕上面插着六根蜡烛 夏天将蜡烛点燃 面带微笑地看着周小草 小草 这是爸爸专门为你准备的生日蛋糕 接下来我们大家为你唱生日歌 然后小草就闭上眼睛许愿 周小草重重地点了下头 看着面前这个粉色的蛋糕 她的眼眶里面又一次有泪光在转动 而周婉秋也是站在一旁 眼眶微红 她的眼眶里面一样有泪花在转动 夏天第一时间走到了周婉秋的面前 紧紧抓住了她的手 今天可是小草六岁的生日 你可不能哭啊 而且我答应了小草 以后都不能让你哭了 嗯 我真是开心 那我们一起给小草唱生日歌吧 好啊 别墅里面响起了一阵生日歌的音乐声 一大群人开始拍手 给周小草唱起了生日歌 生日歌唱完之后 现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小草 现在你可以许愿了 周小草急忙学着电视里面看到的样子 双手抱拳 闭上眼睛许愿 小草希望 爸爸妈妈能够一直陪在小草的身边 希望姥姥姥爷健健康康 另外 希望爸爸妈妈能赶快给小草生一个弟弟 小草 生日愿望是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不灵了 不 小草就是要说出来 要不说出来 爸爸妈妈就听不见 听不见 就不会给小草生弟弟了 夏天啊 小草这丫头说的倒是一点没错 你和晚秋 也是时候考虑要一个二胎了 元叔 你是不是管得太多了一点 多吗 没有吧 吃蛋糕吧你 夏天将一块切好的蛋糕递到了袁中的手中 然后又分给了秦桧 袁君瑶 以及吴迪他们 这么长时间了 吴迪依旧待在袁家 他仍然没有搞定袁君瑶 这让他非常的苦恼 吴迪手里面拿着蛋糕走到了夏天这边 然后神秘兮兮的将他拉到了一旁 夏天大哥 上次你给我说的八字真言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呀 你能不能给我详细解释一下 所以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搞定君瑶那个丫头 没有啊 他压根就不想离我 哎呦 要是君瑶再不答应我的追求 我就打算离家出走了 离家出走 对 我打算隐姓埋名 以另外一个身份闯荡江湖 这样一来 我爷爷一定找不到我 我也就不担心 他废我武功了 我是不太理解你的想法 至于我教你的八字真言 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那你干嘛还教我 其实这也是别人跟我说的 说着 夏天直接找来了纸和笔 在纸上写下了一串电话号码 这个电话号码的主人叫严于修 对于女人这方面 她很有见解和研究 你给她打电话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她 让她来教你 打过去 你就说你是我夏天的小老弟 吴迪半信半疑的 将夏天手中的电话号码接了过去 他能教 他有个绰号 叫做情圣 生日宴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进行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别墅的外面 有一个夏天并不太愿意见到的人出现了 来人是一个光头 并肩闻着三道闪电图外 这个人正是夏家五虎将之一的 奔雷 你来干什么呀 当看到奔雷从外面走进来的那一瞬间 夏天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看向了奔雷那边 袁仲也是第一时间内皱起了眉头 夏天 别误会 今天小草生日 我是奉老爷的命令 来祝小草小姐生日快乐的 奔雷一边说着 一边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他手中拿着一个精致的礼品盒 盒子打开 里面装着的是一个非常精致漂亮的音乐盒子 音乐盒镀金相钻 打开开关 会有非常悦耳的生日歌响起 一看就是精挑细选的礼物 小草小姐 这是你爷爷专门给你挑选的生日礼物 喜欢吗 奔雷将礼物递到周小草那边 或许是因为奔雷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太过凌厉 周小草显得有些害怕 下意识的就朝着后面退了一步 躲到了周婉秋的怀中 夏天一步向前 来到了奔雷的面前 小草不需要她的礼物 你马上带着这东西 给我离开这 夏天 这是老爷花很长时间 专门给小草小姐精挑细选的 怎么说 他也是小草的爷爷呀 小草不需要那样的爷爷 而且小草姓周 不姓夏 但是夏天 闭嘴 奔雷 上次我好像告诉过你 你夏家的人 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 我已经饶过你一次了 这一次 你是想来找死的吗 夏天 当年的那件事情 你父亲也是身不由己 你真那么恨他吗 滚 奔雷终究还是没敢再多说什么 他放下了手中的那个礼品盒 转身离开 站住 把这个拿走 奔雷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 下次你们任何夏家的人出现在我面前 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 我都是之前那个态度 来一个 我少爷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六集 这样一句话已经不是夏天第一次说出来 上次乔家的那件事情 要不是奔雷主动投诚 怕是他早就成为了夏天的刀下亡魂了 而那个时候的奔雷还并不知道夏天到底有多么的恐怖 直到夏天直接去北方干掉了夏家三王之一的上官英雄之后 奔雷才算是真正的意识到 如今的夏天到底有多么的恐怖与强大 之前奔雷不相信夏天有资格和夏家斗 但是在上官英雄那次事件之后 奔雷的心头已经隐隐的有了一些猜想 夏天和夏家之间终有一战 而夏家很有可能才是弱势的那一方 最终奔雷只能叹息一声 转身离开了别墅 他以为可以通过这次的主动 缓解一下夏天和夏尊龙之间的关系 然而事实却是让他非常的失望 走出别墅 奔雷一直走到了这望月山别墅区的大门口 此时在这大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 轿车的后面坐着一个霸气无比的中年男子 这个男子正是夏尊龙 怕是连夏天都没有想到 因为周小草的生日 夏尊龙居然会不辞千里 亲自来到南方庆市 只是到了家门口 夏尊龙终究还是没有踏出那最后一步 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做好去见夏天的准备 奔雷走到了这辆奔驰车前 脸上带着苦涩 那一个礼物被他拿在手中 如同烫手山芋 老爷 老爷 少爷他 夏尊龙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次淡淡的笑容 这个笑容看起来确实有些苦涩 上车吧 其实我早就猜到是这个结果了 十年了 他始终还是恨我 毕竟当年是我太无能了 老爷 其实当年的那件事情并不能怪你 你也是 住口 老爷 我们回去吧 为了赶过来 你是两天两夜没有休息好了 嗯 我们这次来庆市 一定不能让家族的其他人知道 任何人 我明白 老爷 与此同时 望月山别墅之内 因为奔雷的出现 生日宴的现场气氛 好像被蒙上了一层另类的阴霾 周晚秋和曾鸿英他们虽然不认识奔雷 但此时也知道那是北方夏家的人 而且他们也知道了 当年夏天在夏家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以至于他们对夏家的印象都十分的差 丈母娘曾鸿英向来是个直脾气 此时她将夏天拉到了一边 夏天 刚才那个光头是你父亲派来的吧 是 让您见笑了 妈 你会不会觉得我做的有些过分啊 毕竟那是小草的亲爷爷 想送给小草一些礼物 过分 夏天 你这哪里是做的过分 也就是你那个天杀的老子没来 他要是来了 你丈母娘我当场就抽他 你看他当年做的那些混账事情 你可是他的亲儿子 你被人害成了这样 他却是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真是一个十足的废物 夏天 不是我吹 你别看你岳父周志文平日里窝囊的狠 但是要是有人敢害晚秋 你信不信 他就算是拼了那条老命也得保护晚秋 这是一个做父亲的本能 但是你家那位真的是不配为人父 曾红英噼里啪啦说了一大通 惊得夏天一愣一愣的 他这个丈母娘真的是哪里都好 但有时候说话确实是口无遮拦 完全不过脑子 听夏天的反应不太对 曾红英急忙闭嘴 夏天 妈这是有些太激动了一些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的妈 您说的对 夏天和曾红英尬聊了一阵 继续举行周小草的生日宴了 刚才的阴霾没过多久便彻底过去 一整个下午 整个别墅都充斥在一股欢声笑语之中 今晚袁仲一家并没有回省城 吃过饭后 周晚秋和曾红英他们 准备带着秦桧和袁军瑶他们出去逛逛 毕竟庆室的夜景还是很美的 而夏天和袁仲并没有一起出去 两人就坐在别墅二楼的露天花园里面 喝茶聊天 准备什么时候去苏航 再过一段时间吧 如今我们需要以苏航为突破口 进行整个南方的这一盘大棋 而秋草也需要通过苏航这个据点 将线下的生意发展到整个南方 我想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这样会为我节省不少时间 毕竟你刚才也看到了 北方夏家那边已经坐不住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这一次奔雷奉夏尊隆的命令 前来夏天这边给周小草做生日庆贺 表面上看似乎是夏尊隆想尽一点做爷爷的职责 表达一下对自己这个孙女的心意 但事实上无论是夏天还是袁仲 都从这里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 之前夏家和夏天之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的摩擦 而且每一次都是夏家吃亏 凭着夏家老太君以及夏天那个小妈的性格 他们肯定是坐不住了 接下来他们肯定会筹备更加疯狂的行动 而在这之前夏天那边一直有夏尊隆顶着 但是现在夏尊隆都亲自来庆事了 便说明其实夏尊隆已经有些顶不住了 夏天我倒认为一个父亲无论如何也不会防任自己的儿子不管 当年的那件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误会啊 能有什么误会 没说 他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了 就如同古代的宫廷 有的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 牺牲一个儿子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如果他真的是那般铁石心肠 如今也不会做这一切了 谁知道他心里头又在打什么算盘 或许是他已经知道我在海外的背景 想利用我的 有些事情一旦形成了心结 你就很难解开了 现在我不管他为我做了多少 我都不会原谅他 而且夏家欠我的 我也一样会加倍拿回来 夏天 如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南方这边我们得越快越好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能够将海外天王殿的力量调动一些过来 这南方 虽然没有夏家那样的超一流豪族 但光是那些一流豪族 也不好对付啊 我明白 至于要不要动用天王殿的力量 到时候再说吧 对了 那个苏九儿亲自干掉了他弟弟苏狂 如今他愿意甘愿做我一颗棋子 别说 你说这一颗棋子稳当吗 不稳当 这样的女人太可怕了 比之前那个乔云法还要可怕 当时那种情况 他如果不果断干掉苏狂 就活不了 而有勇气 那么干脆动手的人 又怎么可能甘愿臣服于他人 我也是这样想的 这个女人 就是一瓶双刃剑 但不得不说 接下来她对我还有用处 但是我也不得不防着她 我还是一开始的那个建议 南方这边既然要从苏家入手 那你就花点时间 好好研究一下 那个苏家的二爷苏渊 这个人 比苏九二靠谱 嗯 变叔 接下来我去苏航发展 而你也不能停下来了 一旦我在苏航那边有所收获 南方的这整盘大棋 就算是全面启动了 而这盘大棋是一盘快棋 一旦启动 也就意味着 直接到了收尾阶段 所以关于苏航以外的 其他一流好族 你得开始布置了 放心吧 关于这些事情 我早就已经开始布置了 一旦你这盘大棋全面启动 我可以保证 我会将整个南方一流好族 都给你拉入这盘大棋中来 好 原众办事 夏天自然是放心的 既然原众都这样保证了 那夏天也不会再有什么后顾之忧 两人并肩站在这露天花园的边缘 俯瞰下方整个庆室夜景 心头之中 倒是突然生成出来了一种 君灵天下的感觉 君灵天下 终会有那么一天的 一转眼 已经是一个月过去 此时已经到了11月中旬 天气也彻底的转凉 从沁室飞往苏航的飞机之上 周晚秋坐在炮窗的位置 看着外面的蓝天白云发呆 想什么呢 有些紧张 邓叔叔 已经在苏航那边建好了秋草的分布 而仓库和线下门店也全部都找好了 如今那边正在进行各种招聘 再过几天 秋草分布就能够正式运营了 真是好事啊 你紧张什么呀 但南方商盟那边一直没有谈妥 就在前几天 邓叔叔又去找了沈家那边 希望对方能够做出让步 但依旧没有谈妥 放心吧 这次我们亲自过去和沈家谈 一定能够谈妥的 真的吗 老公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飞机一路在这蓝天白云 上午11月 就会被线航国际机场 机场外面 邓刚早已经等候在了这里 随后二人坐着邓刚 来到了这边的一处写字楼 周总 我们秋草分布的位置就在这里 我们的公司在这栋写字楼的第九层 之前装修和里面的办公工具都是现成的 我带你们上去 好 在邓刚的带领之下 三人一度来到了这写字楼的第九层 整个公司看起来很大 里面可以容纳下将近100人同时办公 但是此时这公司里面也仅仅只有十来人 而且这些人都是熟悉的面孔 他们全都是从庆室那边临时调过来的 周总 周总 大家辛苦了 继续忙自己的吧 然后周晚秋和夏天 一路来到了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内 周总 仓库和线下门店 我已都已经租好了 现在这边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该办的手续 我差不多也都办齐了 但是南方商盟那边一直没有谈龙 我们也不敢正式经营啊 照片员工这些事情 也还搁浅着 本集结束了 我是曾红英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67集 唉 这个商盟成立之初 是为了维护大家的合法利益 促进工商业繁荣 却没想到如今性质完全变了 成为了用来剥削企业 圈钱的工具 而是商盟之前 还是由好几个大型公司的 集团创始人联合掌控 但是近年来 这些理事却全部被沈家踢出局了 如今整个南方商盟 都被沈家给掌控着 成为了沈家生财的手段啊 这些天 你有和沈家谈过没有 谈了 没谈龙 那边的态度很坚决 根本就不容商量 这个沈家 真的是贪得无厌 就像黑社会一样 而且 我也联系过官方渠道 想通过官方 来解决这件事情 但是这苏航是南方核心的经济地带 整个南方 要到这边来投资发展的企业 数不胜数 官方那边 并没有将我们秋草看在眼里 再加上 这南方商盟 如今已经掌控着这边的商业命脉 官方 也不可能因为我们一个企业 而得罪南方商盟啊 退一万步说 就算官方出手 帮我们解决了目前的困境 之后南方商盟 想跟我们穿小鞋 也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所以这 也始终无法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走官方渠道 肯定是不行的 黑社会倒不质疑 用南方商界的毒瘤 来形容这个商盟 倒是非常贴切 你们别管这件事情了 现在就把招聘广告给打出去 既然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公司就必须马上运转起来 但是夏先生 南方商盟那边 这既然是一颗毒瘤 那就把它拔了吧 拔掉这颗毒瘤 夏天可没有开玩笑 这个南方商盟 虽然强大很多 但是对于拥有海外天王殿背景的夏天来说 这也不过是强壮一点的蚂蚁罢了 所以夏天已经将一些信息 发布到了天王殿的天网之上 让天王殿那边提前疏通国内关系 以及沈家在海外的一些投资 做好准备 一旦这件事情彻底谈崩 夏天不介意 用之前对付李家和田家的方式 来对付这个所谓的苏航沈家 在夏天再三的保证之后 周婉秋也不想过多的再提这件事情 因为她已经看出来了 此时的夏天有些生气了 老公 这马上都快中午了 我们先请这里的员工出去吃个饭吧 这些天他们也都很辛苦 于是周婉秋请客 请这里的员工去外面的餐厅吃了一个午饭 吃完饭之后 邓刚带着二人来到了这边的一处公寓 这处公寓是邓刚专门租下来 给秋草员工安排的住处 同时也专门给周婉秋留了一套 三居室的公寓装修的很是温馨 而且干净整洁 上午的周车劳顿吃过午饭之后 周婉秋看起来有些疲惫 于是他便打算先睡一个午觉 而夏天则没有睡 他就坐在公寓的窗台上 手机里面不断的翻看着一些资料 这些资料全都是原仲之前整理给他的 这次来苏航是奔着整个南方这盘大棋来的 至于那个所谓的沈家的南方联盟 夏天压根就没把它放在眼里 周婉秋并没有睡多久 便被铃声给吵醒 打电话来的是冯雪 现在白蛇剧组依旧在苏航这边 小雪他们在这边已经好多天了 下午要在西湖断桥那边 拍白素贞和许仙在断桥相会的戏 我们过去看看 好啊 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情 那就过去看看吧 两人从公寓出发 然后坐了一辆出租车 一路朝着西湖那边开了过去 此时西湖断桥这边下着绵绵细雨 而这一场细雨下的正是时候 白蛇剧组要在断桥上面 拍摄白素贞和许仙相会的场景 这阴雨天气更加能够衬托出现场的气氛 为了拍摄需要 今天下午断桥这一带 全都被白蛇剧组给租了下来 那远处的湖边长廊之上 则是聚集了不少人观看 夏天和周婉秋直接去了断桥那边 此时拍摄正在进行 他们并没有去打断 而是站在一旁观看 不得不说 如今冯雪的演技愈加的成熟 同时许仙的选角也是相当的出彩 虽然这许仙并不是当红明星 但是无论是演技还是长相 都是非常的出色 这部白蛇一旦制作出来 肯定能够大获成功 夏天也表示赞同这个观点 这部剧的制作的确十分的精良 尽管秋草传媒只给出了五亿的投资 但是这拍出来 绝对能够达到十亿的效果 差不多二十分钟之后 冯雪在断桥上的那一场戏拍完 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 冯雪在张力的跟随下 快步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导演成哥也是第一时间过来打招 晚秋姐 夏天大哥 你们来了 你们去忙吧 我就是过来看看小雪 不会介入剧组的拍摄 周小姐 能够和你这样的老板合作 真是我成哥的荣幸 很感谢您将这部剧的一切决定权 都交由我 您放心 我一定能够给你们秋草传媒 拍一部轰动全国的大片出来 我相信会的 成哥和张力他们都去忙自己的了 而冯雪则是和周晚秋雨夏天 到了一旁的休息区休息 怎么样小雪 还值吃力吗 还行呢晚秋姐 剧组里面的人都很好 而且陈大导演对我也很不错 跟着他 我能够学到不少东西呢 嗯 这部剧之后 我有预感 你一定能够在国内爆红 所以现在的这一切付出 都是值得的 嗯 就在这个时候 剧组的外面 一辆汉马朝着这边 停在了剧组封锁黄线之外 车门打开 从上面跳下来了三名 穿着名牌 年纪大概在二十多岁的青梦 带头的 手中捧着一大束玫瑰花 直接无视了前面的黄线 朝着剧组里面走了进来 两名守在黄线处的导安 第一时间等下来 拦住了这几人 不好意思啊 几位先生 断桥这边今天下午 已经被白车巨组给租下来了 不接待外面的游客 游客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老子是谁 这两名保安 这才仔细地看了这几人一眼 下一刻 他们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一种极浓的恐惧 向 向少爷 滚一边去 这个向少爷 一脚将保安踹到了一边 然后捧着那一束玫瑰花 大摇大摆地朝着剧组里面走了进去 冯雪妹妹 每次来找你你都说你忙 你看你现在居然坐在这里聊天 哪里忙啊 今天你必须要给我向欣一个面子 和我出去吃个饭聊聊天 要不然本少爷可是要生气了 向欣 这几个人是谁啊 是苏杭这边的富二代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叫向欣 经常来剧组纠缠我 烦死了 这时候向欣已经捧着那一大束玫瑰 朝着冯雪这边走了过来 冯雪妹妹 这是我专门为你精挑细选的 999朵玫瑰 希望您喜欢 怎么样 省个脸 晚上和我约会呗 这向欣来头不小 就算是白蛇剧组也不敢贸然得罪 所以冯雪心头虽然很不喜欢这个家伙 但是也不敢给他脸色看 向少爷 我这边还有好几场戏没有拍完 所以向少爷的好意 我心领了 又拒绝了 冯雪妹妹 你这三番五次拒绝我 可不好吧 怎么说我向欣在这苏杭一带 还是有些名声的 你这样不给我面子 我会被人笑话的 向少爷 我这的确很忙 走不开的 我可以等你啊 晚上约你如何 晚上还有夜戏呢 阿星啊 我看你还是算了吧 人家压根就看不上你呢 你刚才不是还跟我们吹着冯大明星 一定会给你面子吗 你看 现在被打脸了吧 冯雪 我向欣可是给足了你面子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人家女孩子不愿意 就别在这儿像一条狗一样纠缠了 怎么说也是大家族少爷 就不怕丢了你们家族的脸吗 你这家伙是谁 居然敢骂本少爷 滚 操 你这家伙是活腻了 敢这样和我说话 向欣当场便火冒三丈 拳起拳头便朝着夏天这边砸了过来 却听到砰的一声 夏天一脚踹出 当场便将这个向欣给踹飞了出去 四周一片死机 冯雪没想到 夏天居然这么直接便动手了 瞬间变得有些紧张起来 夏天大哥 这 你现在是我秋草旗下的艺人 任何人都不能骚扰你 那边向欣被踹飞出去 脸上写满了痛苦 他的那两个朋友 立马将向欣给扶了起来 随后愤怒地看向夏天这边 你好大的胆子 敢对阿欣动手 两名富二代火冒三丈 挽起袖子就想上来揍夏天 别上去 这小子是练家子 叫人 赶快叫人 其中一名富二代当场便拿出手机 一连拨了好几通电话出去 打完电话之后 其中一人恶狠狠地指着夏天 有种的 就在这里给老四等十分钟 你要是敢跑 今天 整个白车剧组都要遭殃 夏天脸色阴寒 踏步走来 他的身上自带一股威严气势 瞬间让向欣三人心头发 等着 有种就等着 三人一边放狠话 一边朝着后面退 随后仓皇而逃 此时张力和诚哥他们听到了动静 也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小雪 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才向欣又来了 被夏天大哥打了一顿 现在他们叫人去了 夏先生 向欣那群人是苏杭这边出了名的太子党 我们惹不起的 现在可如何是好啊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相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68集 不用担心 他们翻不起了 你们剧组就继续拍戏 其他事情我来解决 但是夏先生 放心吧程导演 没事的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 我老公很厉害的 那行吧 你们继续拍戏 可别耽误了进度 白蛇这部剧 公司准备在春节当上映 所以得加快进度 诚哥他们只能够选择 相信夏天和周晚秋 继续拍戏 但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影响了冯雪的状态 一场戏接二连三的恩机 老公 真的没问题吗 放心吧 区区几个太子党 我还没放在眼里 看来这剧组在外面拍戏也不容易 今天既然这事被我撞上了 那我就干脆把这件事情 给彻底解决了吧 夏天走到了一边 然后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天哥 苏九二 我来苏航了 现在在西湖断桥 天哥 我马上过来找你 二十分钟吧 不 十分钟 是天哥 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剧组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 震碍欲聋的马 这每一个都是苏航这边的富二代 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 只见他们手中提着棒球棍或者铁链 在向心三人的代理下 嚣张的朝着剧组这边走了过来 在向心的手中 甚至还拿着一柄宫女 苏航太子党他们也敢惹 给老子把手里砸了 一行二十多人 风风火火的朝着剧组里面走了进去 周围的那些保安健壮 没有任何一个敢冲上来阻拦 听到这边的动静 剧组的拍摄立马终止 诚哥和冯雪他们 第一时间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当看到那边 一行二十多名太子党的时候 他们的脸上很明显地写着惊句 夏天大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夏天却是表现得十分的轻松 他站了起来 然后独自一人朝着向心那群人走了过去 速度还挺快的呀 不过你就叫这么点人过来 不够打的呀 向心大怒 他抬起手中那柄弓弩 就对准了这边的夏天 小子 你还敢过狂 信不信老子现在扣动班机 就能够红碎你的脑袋 马上给老子跪下斗签 然后自断四肢 要不然老子要了你的命 我最讨厌的 便是别人拿这种玩意儿对准我 话音刚录 夏天突然一个闪身 便移动到了向心面前 眨眼之间 向心手头那柄弓弩 便已经落入了夏天的手中 现在 你还敢和我狂吗 什么 夏天放低弓弩 随手便是一枪 那一支利剑当场射穿了向心的大腿 向心惨叫一声 扑通一下便跪在了地上 所有人都傻眼了 谁都没想到 这个夏天居然会如此的直接 这一枪下去 这向心的这条腿 怕是彻底的废了 给我上 所有人都给我上 杀了他 一众二十多名苏航太子党红着眼 朝着夏天这边扑了上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红色的兵力 却是风驰电扯而来 他冲破了外面的黄色警戒线 一直开到了这边的现场 车刚停稳 里面的人还没有下车 就传来了一个霸气的女人声音 全都给我住手 你没有几条命 刚才这里闹事 一时间 所有人都将目光望向了声音的来源处 然后就看到苏九儿 从那一辆红色兵力上走了下来 这一瞬间 这群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富二代 直接就傻了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 苏九儿这个女魔头会出现在这里 这是巧合吗 不对 这不是巧合 刚才苏九儿说了什么 他说 他们有几条命 事实上 这群富二代正是之前在改装场那边 和苏九儿一起玩的那一群 这个象星 则是之前送隐形者公奴 给苏九儿的那个新老弟 九儿姐 你怎么来了 九儿姐 苏九儿一脸的阴沉 连续好几个耳朵踩了去 随后又踹出了好几 好几名富二代 都被苏九儿给踹翻在了地上 然后苏九儿 一路朝着夏天这边走了 天哥 全场皆惊 成哥呆住了 冯雪和张力他们也呆住了 至于象星和那些太子党 心中更是风起云涌 夏天没有回答 而是直接转身坐到了一旁 端起了一杯茶 而苏九儿则是一脸阴寒 她的目光 一一扫过在场的这群富二代 刹那之间 这每一个富二代的心头 都有一种拔凉拔凉的感觉 接二连三 二十届富二代 居然全部都跪下了 但最前面的象星 甚至已经忘记了 大腿处传来的那种剧痛 这一刻的她 彻底的茫然了 九儿姐 好想 求你 求你饶了我这一次 让你趴下 象星浑身一颤 只能乖乖地趴在了地上 而苏九儿则是朝着旁边的一名富二代招了招手 对方立马规规矩矩地 将一条棒球棍递到了苏九儿的手中 苏九儿一棍朝着象星的另外一条腿给砸了下去 一连十几下 那铁质的棒球棍 竟然连在被敲打在象星的双腿之上 当她停下来的时候 这象星的双腿 已经是血肉模糊一片 最终 苏九儿将那带血的棒球棍扔到了一边 转身看向了那边的夏天 夏天则是摆了摆手 这个时候 苏九儿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再次一一扫过在场那些富二代 接下来你们谁再敢来白蛇巨族找麻烦 这就是下场 滚 一心富二代如获大赦 带着那已经昏迷过去的象星仓皇而逃 而苏九儿则是转身走向了夏天这边 刚才她脸上的那种霸道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换作的是极浓的恭敬 甚至还有那么一些惊惧 夏天心头在冷笑 好似苏九儿现在对自己的这种态度 装得有些太过了 你很怕我 苏九儿心头一颤 却不知如何回答 你弟弟苏狂那件事情 怎么解决的 我父亲因为苏狂的死病倒了 家族里面的其他人也非常的愤怒 现在正来查杀苏狂的那群杀手的踪迹 现在苏家这边 有不少原先苏狂打理的生意 都交给了我来打理 天哥 你这次来了苏航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我就是过来度假的 没什么事 你去忙你的吧 但是天哥 我听说你们秋草集团现在想到苏航发展 正在和南方商谋那边谈 苏九儿 这些事情你怎么知道 你这是在调查我吗 不敢天哥 凡是有外面的企业想要入住苏航 我们苏家都有消息来源的渠道 这并不是故意调查你 苏九儿 我希望你别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 别试着背叛我 要不然 你会死得很惨 是 天哥 我知道像你们苏家这样的一流豪族 早已经不屑和南方商谋这样的低级联盟玩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需要你操心 就算你苏九儿出面 人家沈家也不一定会给面子 我说的对吗 是的 天哥 沈家在这苏航也不差 你去忙你的吧 如果真有需要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是 天哥 苏九儿离开之后 夏天和周晚秋继续在这里待了一下午 而冯雪的麻烦如今算是彻底的解除了 白蛇剧组的每一个人也都非常的高兴 他们没想到夏天居然这么厉害 在苏航这边也依然是王者 晚上 夏天 周晚秋和剧组一起吃了一个饭 然后回到了公寓 夜幕时分 苏九儿的别墅之中 别墅前的游泳池前 苏九儿穿着一件比基尼 正在游泳池里面游泳 这可是即将入冬的天气 整个苏航的温度不到十度 而这苏九儿却一如夏日那般 在这游泳池里面游了好几个来回 最终他将自己整个人都潜入水中 屏住呼吸 一直在水下面待了好久 冰冷的池水不断的刺激着他的肌肤 甚至连同他的大脑 也是被这种寒气给狠狠的刺激着 以前苏九儿并没有这种冬泳的习惯 甚至在夏季他也很少用家里的游泳池 苏九儿爱美 喜欢在浴室的大浴缸里面放上牛奶 撒上花瓣 美美的泡牛奶浴 这是每一个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都喜欢用的方式 毕竟女人都爱美 自从苏九儿从庆室回来之后 她的习惯就完全变了 她每天都会将自己泡在这游泳池里面 将近一个小时 无论是天晴还是下雨 此时的苏九儿憋着一口气 将自己整个人都沉入着游泳池的池底之下 周围那冰冷的池水 不断的挤压着他身体的每一寸 每一缕 好似将他关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空间里面一样 也只有在这种无尽挤压的狭小空间之下 苏九儿的心头才会多出那么一些踏实 他那躁动的内心才会安静一些 苏九儿真的很想就像现在这样 在这池底好好地睡一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却是突然感觉自己胸前一凉 他猛地睁开眼睛 下一秒 他整张脸都变得猙獰 猙獰之中 透射着一股极浓的恐惧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 下期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六十九集 这或许是幻觉 但在苏九儿看来 这却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多月了 从他从庆室回来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睡上一个好觉 每当他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他就会看到一张脸 那是一张非常争鸣的脸 眼睛 鼻子 以及嘴巴 里面全是血 那张脸逐渐幻化成一个人 他蹊跷流血 面色争鸣 脖子上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黑洞 这个人就是苏狂 每天晚上苏九儿都会看到苏狂 那种恐惧 那种折磨 就算苏九儿之前再狠 再怎么铁石心肠 也会被这个给搞得崩溃 他甚至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和尚 让和尚来给他超度诵经 但是依旧没有任何的效果 这些天 军宝每天晚上都会陪在苏九儿的旁边 就好像一个父亲陪着自己的女儿一样 一直到苏九儿睡了过去 军宝才会离开 这一个多月来 苏九儿的心从未踏实过 也从未安定下来 所以最后 他选择了到游泳池里面洗澡的这种方式 这种被冰冷的池水刺痛身体 被挤压的感觉 会让他那躁动的内心 拥有一丝短暂的宁静 然而苏九儿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苏狂居然又来了 就算他把自己藏在这冰冷的游泳池底下 苏狂居然还是把他给找到了 游泳池底下的苏狂依旧是那般的猙獰 他的脸上还是到处都流着鲜血 那表情时而向笑 时而又向哭 他就这样 从前方一两米的距离 一步一步的朝着苏九儿这边走来 他脖子上那个血洞开始越变越大 最后半截脖子都碎开了 少了支撑 苏狂的脑袋则是歪斜到了肩膀上 看起来更加的渗人 鲜血从他脖子上的那个血窟窿里面流出来 越流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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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整个游泳池的池水都被染成了血色 苏狂的身体突然就变得好像是一条鱼一样 他朝着苏九儿这边游了过来 最后苏狂的那张脸 又一次凑在了苏九儿的面前 两张脸相聚只剩下不到一公分的距离 几乎是切在一起了 苏狂的那张脸相聚只剩下不到一公分的距离 你一定要杀了他就不怕死了 怕死在这里 你也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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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个时候 苏九儿看到苏狂那一双布满红金的手 开始朝着自己这边伸了过来 他似乎是想伸手过来掐苏九儿的脖子 苏九儿想跑 但是他却发现自己整个人如同是被施展了定身咒一般 根本就跑不了 苏狂的手越来越近 终于他掐住了苏九儿的脖子 苏九儿开始呛水 紧接着他的双腿还是本能的乱瞪 他想摆脱苏狂 但是却发现苏狂的力气大得出奇 他压根就无法摆脱对方 大量的池水涌入自己的嘴里面 然后进入肺部 苏九儿感觉越来越难受 他双眼怒瞪 眼睛里面满是血丝 身上的力气则是迅速的被抽空 苏九儿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他甚至看到了自己的灵魂 已经有一半从身体里面窜了出去 他知道自己就快完蛋了 真的是马上就要下去陪苏狂 在这游泳池下面 就如同是葬身在那海底深渊一把 苏九儿感觉到了无助 感觉到了绝 然而就在他感觉自己的灵魂 就快彻底的脱离自己身体的那一瞬间 他的头顶却是传来扑通一声 一道白色的人影落入水中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苏九儿这边游了过来 这道人影是军宝 此时军宝在苏九儿眼中 就好像是那上天专门派下来救他的天神一把 甚至在军宝的身上 苏九儿看到了光 军宝以最快的速度游到苏九儿这边 然后一把抓住了苏狂的手 他在用力 用力的想将苏狂的手 从苏九儿的脖子上掰开 但是苏狂却是非常的狠 始终不愿意放开苏九儿 和尚有些愤怒 他愤怒的看向苏狂 好似在低后 放开 这一刻 苏九儿的心头 好似突然就踏实了下来 那种感觉就好像只要和尚陪在自己的身边 他就永远不会出事一样 然而此时在和尚眼中 却并非是苏狂掐住了苏九儿的脖子 这个世界上没那么扯淡 又怎么可能会有鬼魂呢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苏九儿自己幻想出来的罢了 此时苏九儿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 不断的晃动着身体 终于和尚用力的将苏九儿那双手 从他自己的脖子上移开了 因为苏九儿自己掐得太紧 所以那手在移开的时候 指甲嵌入肉中 划出了几道血淋淋的抓痕 和尚一把抱住了苏九儿 然后拼命地朝着游泳池上面游 短短两三米的距离 对于苏九儿来说 就如同有地球到月球那般漫长 终于和尚带着苏九儿扑上了头 扑出水面的这一瞬间 新鲜的空气瞬间被苏九儿 大口地吸入肺中 紧接着他便剧烈地咳嗽起来 这种咳嗽 让他胸腔都快爆炸一般难受 一直咳嗽了好久之后才停了 而这个时候 和尚已经将苏九儿抱上了案 他的脸上也挂着一种心有余悸的表情 苏九儿抬头望着和尚 眼神之中的京剧还没有消散 却又多了几分的茫然 你又抹上了 君宝 你是信佛的 既然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佛祖 那你信不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魂 君宝沉默了许久 他似乎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苏九儿 随后君宝将苏九儿从地上扶了下来 你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去 苏九儿的情绪突然变得有些暴躁 这时候别墅的佣人拿来了毛巾 帮助苏九儿擦拭着湿漉漉的身体 一边去 苏九儿粗鲁地将佣人推到了一边 然后静止去了别墅的浴室 浴室里面早已经准备好了牛奶浴 苏九儿在牛奶浴里面泡了一会儿 便急 他冲洗干净自己的身子 然后穿好了衣服 他来到了镜子前 目不转睛地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镜子中的自己 依旧是脸色发白 毫无缺色 好似整个人的精气神都被抽空了一般 自从庆世回来之后 苏九儿这一个多月来 精神上都在遭受着巨大的折磨 他已经受了好多斤了 他就这样目不转睛地 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越看越出神 就在这个时候 浴室的灯光 好似突然闪烁了一下 他突然看到镜子里面 有一道人影正背对着自己 这个背影正是苏狂的背影 哈纳之间 苏九儿好似又遭到了魔障一般 他看到苏狂的脑袋 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转了过来 最后彻底地将正脸转向后背 透过镜子 他正朝着苏九儿这边 咯咯咯地笑 苏九儿猛地一拳砸在了镜子上面 镜子碎裂了 镜中的苏狂也终于消失了 苏九儿的拳头被玻璃划伤 由鲜血流出 一滴一滴地滴在前面的洗手盆上 金把一切的水分跑了进来 为了避嫌 他的眼睛上面蒙着一条白布 小姐 你没事吧 君宝 他又来了 小姐 你的压力太大了 君宝和苏九儿走出浴室 来到了楼下的沙发上 君宝给他冲了一杯姜茶 希望可以驱除一下苏九儿身体里面的寒气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别墅的管家急匆匆地走了上来 小姐老爷让你过去 什么 苏九儿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心头更是猛地咯噔一下 而且自从苏狂死了之后 苏顶经常都会因为悲痛卧床不起 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苏九儿了 为何这个时候突然要让他过去 苏九儿没有回答 一旁的君宝则是说道 小姐今天身子不舒服 明天吧 小姐 老爷派人过来接小姐你 车都已经等在外面了 苏九儿终究还是站了起来 苏狂亲自派人来请他 那他就完全没有办法躲了 我和你一起吧 两人走出别墅 外面门口停着一辆黑色的大温 开车的是一名留着落腮湖的中年男子 这个人苏九儿认识 他绰号大胡子 是自己父亲苏顶身边众多高手之一 这个大胡子在苏顶身边那些高手中的实力 能够排进前三 是苏顶非常器重的手下 而这次苏顶居然会派大胡子来请苏九儿 那便说明苏顶找苏九儿 有着很重要的事情 苏九儿非去不可 大小姐 请 大胡子很是恭敬的帮助苏九儿打开了车门 苏九儿和军宝坐了上去 十多分钟之后 这辆大奔开进了一处战地面积极广 整体风格成欧式的庄园之柱 这里便是苏杭苏家 小姐 老爷在祠堂等 请随我来 苏九儿的心头猛的咯噔一下 一种不好的预感瞬间袭上他的心头 前不久苏黄举行了葬礼 林卫进入了苏家祠堂 这个时候苏顶突然要在祠堂见他 这是要干什么 在大胡子的带领之下 苏九儿和军宝一路朝着苏家祠堂那边走去 此时天差不多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天空之中又下起来小雨 苏家祠堂这边 苏顶独自一人站在前面那些苏家仙人灵牌面前 显得十分的落寞 他看着自己儿子苏狂的林卫 沉思很久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 看起来也非常的差 狂儿 你已经走了一个月了 为父很想你啊 今日你能否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做 现在为父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就在这个时候 祠堂外面传来了脚步 苏顶立马抹掉了眼角的泪水 挺起了熊躺 他转过身去 看向门外 来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七十集 门口 大胡子和军宝推到了一边 而苏九儿则是面无表情地从门外走了进去 父亲 上香吧 苏九儿从旁边拿起了香 规规矩矩地给在场苏家的列祖列宗上香 然后他转身看向苏顶 父亲 这么晚了你把我叫到这里来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 那个夏天 是不是已经来苏行了 是 而且我已经见过他了 今天在西湖断桥 相信那伙人去找白蛇剧组的麻烦 被夏天给教训了一顿 后来相信他们不服气 把太子党全部叫过去了 最后是我出面摆平了这件事情 你还真把夏天当成你的主人了 父亲 当时那种情况 如若我不会地臣服 那个夏天一定也会将我给杀了 我那也是无奈之举 而且那个夏天非常的厉害 我们想要给弟弟报仇 用强势绝对不行的 所以我们必须从长计议 连军宝都不是那个夏天的对手 而且 在那个夏天的手底下 还有一大群非常变态的杀手 当时我是亲眼看到他们把天宝给围剿而死的 苏九儿在回苏航之后 并没有向他之前对夏天保证的那般 撒谎说苏狂是被杀手给杀死的 而是直接告诉了苏鼎以及苏家人 苏狂是被夏天给杀害的 当日在庆室发生的所有事情 苏九儿都原原本本地交代给了苏鼎 唯一没交代的 是他亲手杀苏狂这点 他歪曲了事实 说苏狂是被夏天亲手杀害的 那夏天这次来苏航 要干嘛 夏天的老婆周婉秋 是秋草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秋草集团是做服装的 前段时间在新媒体线上做得非常的红火 而且在三江省那边 秋草集团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速 所以如今秋草想在线下进军整个南方 便来了苏航建立分部 不过他们现在卡在了沈家的南方商盟 今年来沈家越来越贪了 他们一定是对秋草集团 世子大开口了吧 对 不过 我认为这秋草集团入住苏航 只不过是一个幌子罢了 那夏天的野心很大 他过来 绝对不只是为了秋草集团 而是想针对我们整个苏航 上次我去庆市就已经发现了 夏天和那个三江王袁仲的关系很不简单 他们就像是两块稀铁石 死死的稀在了一起 袁仲有了夏天 先是打下了三江的北江 然后是整个三江 同时连乡省的乔家 听说如今也被他们掌握在手中 这两个人的最终目的 还有可能是整个南方 而现在 他们已经打算对苏航出手了 区区一个三江王 也想和我们南方一线豪足斗 他算个什么东西 父亲 不管那夏天和袁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既然夏天这次已经来到了苏航 那么弟弟的仇就一定要报 我已经想好了 过几天 我会想办法将那个夏天 引入我们的地盘 然后我们提前做好埋伏 来个瓮中捉鞭 听说前段时间华夏境内 进来了一大批世界顶级的杀手和雇佣兵 连赏金猎人都偷渡进来了 他们好像是来追杀一个人 搞出了很大的动静 如今那批人之中 还有好多没离开华夏 我们要杀夏天 或许可以买那些杀手出手 难道你认为 要对付那个夏天 凭我们苏家的高手 还不够 父亲 除非是金雷寺的守护神出手 凭着我们苏家的强者 或许还真不一定能够杀得了夏天 但如若 不到苏家生死存亡之际 金雷寺的守护神是不可能出面的 这些年来 你和你弟弟一直不喝 却没想到啊 这一次你居然如此的伤心 苏狂说什么也是我的亲弟弟 他被人害死了 我这个当姐姐的自然会替他报仇 而且这也是我无能 当时我亲眼看到了那夏天杀了苏狂 我就站在一旁 确实帮不上任何的忙 我恨透了那个夏天 真的吗 苏九儿 你给我跪下 什么 父亲 你为什么要让我跪 我凭什么要跪 苏鼎此时双眼却是冲血 眼中布满了血丝 额头上的青筋更是一根一根的崩起 这一根啪的一声 苏鼎将一个玉镯拍到了旁边的香桌之上 苏九儿 我知道你向来没有把我这个父亲放在眼里 现在当着你娘的面给我跪下 这一只玉镯是苏九儿的母亲留下来的遗物 也是他母亲的家传宝 当时他在临死之前将这个手镯交给了苏鼎 说是在苏九儿出嫁的时候就把这只玉镯当作苏九儿的嫁妆 而在这之前苏九儿见到这只镯子便见镯如见人 苏九儿可以不尊重苏鼎 但却不能无视自己的母亲 苏九儿最终还是跪在了地上 这相当于是跪在了他死去的母亲 苏狂以及苏家的列祖列宗面前 苏九儿紧皱着眉头 他努力的让自己去扮演一个即将被冤枉的角色 一定要入目三分 父亲我不明白 你少给我装糊涂 苏九儿 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现在你就当着苏家的列祖列宗 当着你母亲当着苏狂的面告诉我 你弟弟苏狂 是不是被你杀死的 苏九儿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 紧接着便是一片空白 不过这种空白 仅仅在几秒钟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紧接着苏九儿猛的摇头 苏狂是被夏天杀死的 你还敢狡辩 苏九儿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你实话告诉我 你弟弟苏狂 是不是被你亲手杀死的 我没有 苏狂 原来我这个女儿在你的眼中 就是那样的狠毒 那样的不堪 苏狂可是我的亲弟弟 我怎么可能会下得去那个手杀死他 你给我说实话 苏狂 是死在夏天的手中 我承认我这个当姐姐的无能 没能保护好苏狂 但是我会给他报仇 军宝 老爷 军宝 你是出家人 出家人不打狂语 要是你说了谎 你就是破了戒 现在你告诉我 苏狂 是不是被苏九儿杀的 军宝的面色也是变得相当的严肃 他好像是在思考 好似十分的为难 你说话 老爷 当日 我被那夏天的人打成重伤 并未遂交解 一同去现场 而是被送去了医院 所以对于那天发生的事情 军宝 并不知情 你的确是不在现场 但是苏九儿任何事情都会告诉你 现在你如实给我说 苏九儿 当时是怎么和你说的 他有没有说 是他 亲手杀了苏狂 此时苏鼎整个人看起来实在是霸道极了 这种气息甚至让苏九儿也感觉到了心头有些发麻 此时的苏九儿心头是真的怕了 他害怕军宝这个榆木脑袋真的会说出真相 这样的话 他苏九儿就完蛋了 甚至苏九儿已经看到此时在这祠堂外面 埋伏了很多人 一旦军宝说出实话 那他苏九儿今天就必死无疑 回答我 老爷 小姐的确跟我说了 关于少爷死亡的这个事情 他告诉我 少爷是被夏天给杀死的 他很伤心 也很自责 而且这段时间小姐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给少爷报仇 少爷不是小姐杀的 苏鼎的眼中闪过一丝的诧异 同时苏九儿心头也是猛的一睁 他们或许都没有想到 军宝居然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军宝从不说谎 这是苏家每一个人都清楚的 所以他都这样说了 那苏鼎就没有理由再继续追问下去 苏九儿很明显的感觉到 祠堂外面那一股杀机迅速的退去了 而苏鼎眼中的那一股力气 在这时候也迅速的消失 换作的居然多了几分的柔和 九儿 你快起来 父亲 弟弟不是我杀的 父亲相信你 刚才还怒气冲冲的苏鼎 居然瞬间就不怀疑了 而这个时候苏九儿像是突然明白过来 他突然想到了一则新闻 就是国外有一家人房子着火了 整座房子都烧的只剩下了一个框架 遇上这种事情 一般人肯定会嚎啕大哭 内心崩溃 然而这一家人却是面带微笑的 在那废墟前面拍照留恋 这事情已经成为了定局 没有挽回的可能 既然如此 那就换种心态吧 父亲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我就先离开了 去吧 夏天这次来了苏航 那就绝对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另外 你说他老婆也来了 是的 父亲 那就让他的老婆也下去给狂儿陪葬 是 父亲 离开苏家庄园 苏九儿亲自开着那一辆奔驰车 在马路上飞驰 车上救他和军宝二人 苏九儿一路踩着油门 汽车的速度则是在不停的加快 很快就已经超过140马 窗外的事物不断的朝着后方飞逝 在流光就好像是穿梭进入了石垢隧道中一般 一旁的军宝身色有些反应 好像是形势处 汉车突然传来了一声刺耳的杀车话 高速飞机之下 整辆车一直朝着前面滑行了十几米才停了下来 军宝 你又破戒了 你说谎了 军宝沉默不语 脸上的神色变得郁家的纠结起来 军宝 一个多月了 我终于可以像现在这般开心的笑了 你知道吗 苏顶肯定是怀疑我 我猜他甚至想杀我 因为他确信 是我杀了苏光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七十一集 刚才在祠堂的外面 他埋伏了很多高手 军宝你信不信 只要我点头承认 他立马便会下令杀我 我虽然是他的女儿 但是我的命 没有苏狂直前 但我算是看出来了 苏顶也是举棋不定 刚才我从他的眼中看出了慌乱 因为他也害怕我承认 毕竟 我要是死了 他苏顶就真的绝后了 金宝 你知道吗 我安全了 至少是现在安全了 因为他没得选择 他刚才之所以要叫我去祠堂 就是想听我的答案 生或者死 我选择了生 也给他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 但是军宝 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因为我不确定苏顶以后会不会改变想法 所以我还得趁着这点时间 做做其他的准备 他如若真打算对我动手 肯定会毫无忧 因为我只是一个女儿 所以小姐 那天 你并没有和我开玩笑对不对 苏狂少爷 真是你亲手杀死的 君宝 你这是在责怪我吗 君宝沉默不语 这么多年了 这好像是君宝第一次对苏九儿有了情绪 我骗你的了 我怎么可能那么狠心 杀死我的亲弟弟呢 君宝 你记住 苏狂是夏天杀死你 苏九儿猛的一脚踩下了油门 前方那昏暗的道路上 一道血淋淋的恐怖身影 突然应刻在了苏九儿的眼前 苏狂 你以为你如今还能吓得到我吗 苏九儿将油门踩到了底 奔驰车发出一声轰鸣 如同一头脱僵的野马 呼啸着朝着那道身影撞了过去 最终消失在了无尽的夜色之中 四日上午 一辆轿车在公路上飞驰 一路朝着沈氏集团的大楼方向开去 开车的是夏天 旁边坐着周晚秋 今天周晚秋就要去沈氏那边 找南方商盟的负责人 商量关于秋草集团加入南方商盟的事宜 如今秋草集团在苏航这边做好了一切准备 而且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进去 这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夏天开着车一路上也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也相信自己的老婆 只要有准备就一定能够如愿一场 此时他们的车离沈氏集团的大楼已经很近了 最多再开几分钟就能够到达那边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 夏天的眉头却是突然一皱 下一秒他猛的一脚踩下了油门 整辆车瞬间加速 在前面一个拐角处则是来了一个急速的飘移 瞬间转到了另外一条路上 一直在整理资料 准备说辞的周晚秋吓了一跳 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怎么突然开得这么快 还有这条路不是去沈氏大楼那边的呀 你是坏老婆 夏天继续加快了速度 此时这辆车已经开到了将近120码 这可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区啊 车速被他开得这么快 已经是相当的恐怖了 周晚秋坐在一旁 只感觉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面跳了出来 也就开车的是夏天 要换作是其他人 周晚秋怕是早已经被当场吓晕过去了 轿车依旧在这车水马龙的马路上狂飙 就好像是正在进行着一场刺激无比的急速狂飙一把 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夏天开着车几乎是将这一带绕了一大圈 最终他还是将车停到了沈氏集团的大门口 老婆我们到了 周晚秋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 面色更是苍白的很 一直到将近半分钟之后 他才缓了过来 他现在很想吐 就在他忍不住要吐出来的时候 夏天急忙一把按在他的胸口上 顿时一股清凉在他的胸前徘徊 周晚秋立马感觉好受多了 老公 你刚才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飙车呀 我们明明几分钟 就可以到达沈氏集团的大楼了 不为什么呀 这苏航美景 我们好不容易过来一趟 还不得多转转 这不是想多看看这苏航的风景吗 老公 刚才是不是有人在跟踪我们 没有啊 不是说了吗 为了看风景 好了老婆 这时候也不早了 你赶紧上去 找宋氏的人好好谈一谈吧 我先把车停好 然后在里面等你 那好吧 周晚秋最终还是没有多问 她也早就习惯了夏天这种神秘 她拿起准备好的那些资料 准备下车上楼 老婆 等等 怎么了 周晚秋转过头 一脸疑惑 夏天闪电般的将嘴凑了过去 在周晚秋的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老公相信你 一定能够谈成功的 在周晚秋下车上楼之后 夏天则是第一时间从车上走了下来 这一瞬间 她的双眼变得如同阴损一般犀利 目光所到之处 是马路的正对面 此时 那边一辆黑色的红旗牌轿车正停在那里 车窗没有摇下 所以夏天并看不清楚里面坐着的到底是谁 但是夏天却是可以确定 此时那车里面的人正透过车窗盯着她这边 刚才就是这辆车一直在跟踪夏天开的这辆 所以夏天才会突然加速改变路线 她并不是想将这辆车给甩掉 而是想试探一下这辆车的能力如何 让夏天心头有些惊讶的是 她的车技已经算得上是专业赛车手级别了 然而对方却是能够死死的将自己的车给咬住 完全没有跟丢 不经意间夏天的嘴角微微翘起 浮现出了一丝十分怪异的笑容 而那边的红旗轿车则是重新发动 很快便消失在了夏天的视线之中 夏天从包里面摸出来一支烟点燃 从仙女山你们出现开始 再到庆室 然后是苏行 你们一路跟了我一个多月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上次我在庆室搞出那么大的动静 几千人围攻酒店 然而这件事情 后来却是这般悄无声息被平息了下来 连一点水花都没溅起来 这些都是你们的功劳吧 夏天从嘴里吐出了一口白烟 然后将手中的烟头掐灭 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我不喜欢玩捉迷藏的游戏 更不喜欢玩猜猜猜 你们要是再不说清楚你们的目的 就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夏天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 也朝着沈氏集团的大楼走了进去 此时在这沈氏集团大楼的一处豪华办公室内 一名年纪大概在三十多岁 一看便是成功人士的男子 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翻看着桌上的一叠资料 这个人名叫沈寒丘 沈家大少爷 沈家家主沈洪的独生子 而沈洪是南方商盟的会长 沈寒丘则是第一理事 平日里沈洪将主要精力都放在沈家的打理之上 而南方商盟这边的决策一直是沈寒丘在打理 此时在沈寒丘的旁边还站着一名戴着眼镜的男子 他叫陈欣灵 是沈寒丘在国外留学时玩得很好的同学 毕业之后两人回国 沈寒丘开始着手打理家族生意 而陈欣灵则是跟着沈寒丘一起进入省市 如今充当沈寒丘助理的角色 沈寒丘此时正在看关于秋草集团的资料 脸上则是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 秋草集团真是一头肥羊啊 寒丘 这次这个秋草集团想申请加入南方商盟 在南方发展 不仅需要交给我们五千万的加盟费 同时以后每一个季度 我们还要抽取他们纯利润的三成作为会费 这会不会做得有些过了一些 之前其他公司要加入南方商盟 我们最多就只抽取了纯利润的一成 过吗 心灵啊 一直以来你的胃口比我都还要大 怎么这一次你反倒是胃手胃胃起来了 没有 我只是感觉这个秋草集团是一只肥羊 咱们得慢慢来 这万一一开始就把肥羊给吓跑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放心吧 这秋草集团的资料我已经看了很多遍 它不可能跑得掉 这个公司在三江庆市成立 至今不超过一年 但是这个公司的发展却是非常的宽 特别是在线上的发展 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 这秋草集团的线上生意啊 已经开始面向全国 甚至在海外呢 也有一批忠实的粉丝 同时 帮助这家公司代言的 也是好几位当红的一线明星 势头那是相当的猛 不过 这只是针对于线上 而线下 这秋草集团啊 始终是在三江踏步 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走出三江 而这一次 他们之所以这么着急的 要加入我们南方商盟 就是想让公司线下 在南方全面发展 哎呀 心灵啊 我们现在 可算得上是掐住了这个 秋草集团的咽喉 他们线上发展的这么快 但是线下 却一直不能够得到 大规模的发展 这种情况一旦失衡 那对于他们公司来说 将会是非常的致命 所以 秋草集团没得选择 他们 必须要加入南方商盟 没有第二条路 但是 你就不担心 他们直接放弃南方这块市场 选择进军北方 北方 那更不可能了 那秋草是做服装的 而南北两方向来有着不小的地域差异 服装风格也是有着一定的差距的 秋草集团不可能会那么大胆 抛弃南方市场 而且选择北方市场发展 退一万步来说 他们就算真的有这个打算 北方那边的胃口 可不一定会比我们小 如今南方商盟 早就已经成为了沈家生财的手段 特别是最近几年 沈家做的越来越过 而沈家之所以要这样做 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知道 很多年前 沈家也是这南方的一流豪族 那时候可没有东齐天 西半城之说 而外面的人一提到苏杭 首先就会提到沈家 那是沈万三的后代 同时也是整个苏杭最有钱的家族 不过在很早之前 沈家就开始没落了 最惨的时候 甚至差点灭族 最后还是靠着南方商盟渡过难关 如今沈家大肆利用南方商盟薅羊毛 他们有野心 就是想通过南方商盟这个工具 迅速敛财 让沈家重现当年的辉煌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集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72集 杏林 你现在就把协议给我打印出来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秋草集团的负责人马上就要到了 我沈寒秋最大的愿望 就是帮助家族重现当年的辉煌 最多再过三年 我沈寒秋一定能够做到 行 陈兴林第一时间将协议书给打了出来 而且在这协议书内 他们还特意多加了一条 这个协议的有效期是一年 也就是说一年之后 他们需要重新签协议 而到时候其中的条款也有可能会改变 所谓的改变就是继续加价 他们有可能会将三成换成四成 甚至五成 反正南方商盟在他们沈家的掌控之中 到时候就算是提出这种过分的要求 秋草也不敢不答应 现在秋草或许还有放弃进军南方的选择 一旦一年之后 秋草在这里啥都发展起来了 到时候再想全身而退 就完全不可能了 那时候的秋草还不是砧板上的鱼肉 这沈家想怎么宰就怎么宰 陈兴林将协议给打印了出来 递到了沈寒丘那边 真舒坦啊 已经好久 没有遇上秋草这种大鱼了 一旦这件事情谈成了 父亲肯定会非常的高兴 这对于我们沈家来说又是大功一见 陈兴林 我现在都忍不住想去庆祝了 就今晚怎么样 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比较新鲜的项目啊 这段时间苏杭这边能玩的 我们都玩遍了 说起来我还真想不到还有什么好玩的 不过韩青 现在放眼整个苏杭 最会玩的就是那苏家的二爷苏渊了 要不今晚我们去太湖 到苏渊的赌船上玩玩如何 苏杭太湖在华夏南方也是相当的聪明 而要问这太湖上什么罪牛 当地人怕是都会毫不犹豫的说 是苏渊的赌船 当年败给了苏鼎的老婆之后 苏渊在这艘赌船上面 以一万块钱的筹码赢了上百万 然后他通过这一百万的运作 最终重新翻身 并且将生意做到了海外 如今在海外拥有着极其庞大的生意链 而在发达之后 苏渊则是将这艘赌船给买了下来 然后通过这艘赌船 控制了南方一带不少的大人物 帮他铺路 而要想吸引这些大佬到赌船上面玩 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吸引力 所以不得不说 苏渊的赌船确实是花样百出 啥都玩得出来 这段时间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便是苏渊的赌船 开始玩得还比较畸形 但是现在都有些腻了 说来也是 确实是玩腻了 对了 听说前几天老李那边 进口来了一批俄国金毛狮王 今晚要不要让他带到别墅来 我们来一场黄野派对 从战斗民族来的啊 烈性不 那是肯定的 这红酒喝习惯了 换个口味 尝尝福特加 还是比较惬意的 好 我最喜欢的就是烈性 今天 趁着拿下秋草集团 咱们哥俩 好好的庆祝庆祝 就你说的 狂野派对 周氏集团的负责人来了 做好准备 我们一会儿 好好地敲他一笔 进来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推开 穿着一身小西装 踩着高跟鞋的周婉秋 从门外走了进来 此时周婉秋整个人身上 都充斥着一股极佳的气质 再加上他这精致的五官 真的是亮丽十足 在他进门的一瞬间 沈寒秋和陈兴灵 便直接被周婉秋给吸引了 沈寒秋的心头 更是猛的一睁 他完全没有想到 秋草集团的董事长 居然会长得如此的漂亮 刹那间 他便被周婉秋给吸引住了 而且就刚才 沈寒秋还在和陈兴灵 讨论关于女人的话题 而这么快 便有这样一个爵士大美女 送上门来 沈寒秋的心头 便更加的激动了 他是这苏杭一代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什么样的女人都尝试变了 如今要求和眼光也是越来越高 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沈寒秋没有找到让自己满意的了 然而在周婉秋出现的这一瞬间 沈寒秋很明显的感觉 自己心动了 沈先生你好 我叫周婉秋 是秋草集团的负责人 我这次过来 周小姐 快请坐 沈寒秋的眼睛 开始不停地在周婉秋的身上打亮着 周婉秋感觉到 沈寒秋的眼神有些不对 轻轻地皱起了眉头 沈先生 我这次过来 是想谈秋草加入南方商盟的事情的 这个加入的条件 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谈 沈寒秋此时的目光 依旧不停地在周婉秋身上打转 心圆一马 周小姐 五千万的加盟费 再加上纯利润三成的分成 这是规矩 规矩可是不能破坏的 但是我觉得 你们这样的做法并不会长久 你们可不能只看到眼前的这点赢头小利 我希望 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秋草接下来的计划 相信你们看了之后 一定会发现双赢的局面 秋小姐 难道你还不明白我们的意思 这是规矩 我们不可能因为你 而坏了规矩 然而陈心灵这话音刚落 一旁坐着的沈寒秋 却是立马站了起来 她伸手去接过了周婉秋 递过来的那一份资料 顺势就想去抓周婉秋的手 周婉秋晚应极快 第一时间将手给抽了回来 没能让沈寒秋得逞 周小姐 其实呢 这规矩是人定的 规矩是死的 人却是活的 这件事情呢 我们是可以谈的 一旁的陈心灵心头一睁 刚才不是说好了 要狠狠地宰秋草集团吗 怎么沈寒秋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 不过陈心灵很快便明白了沈寒秋的意思 这家伙是看上周婉秋了呀 而且之前其他公司要加盟南方商盟的时候 类似的事情沈寒秋可没有少做 而且每一次沈寒秋都能如愿以偿 那沈先生 既然你说可以谈 那就先请你过目 我给你的资料吧 哎哎 不着急 心灵 去酒柜上 把酒拿过来 我要先和周小姐 好好地喝一杯 陈心灵会议一笑 立马朝着酒柜那边走了过去 他从上面拿出了一瓶福特加 倒了两杯 又顺势从包里面 摸出了一小瓶白色的粉末 倒入了酒杯之中 下药这种事情 沈寒秋和陈心灵经常做 早就已经是熟练无比 他将酒给端了过来 沈寒秋立马将被下药的那一杯 推向了周婉秋那边 周小姐 这生意呢 向来都是在酒桌上面谈成的 来 初次见面 为了表达我们双方的诚意 先喝一杯如何 不好意思啊沈先生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酒 那喝一小口 总没有问题吧 抽小姐 该不会这点面子都不给 那 沈先生 初次见面 我敬你一个 两人碰了一下 周婉秋将那杯福特加 轻轻地抿了一口 可能这酒实在是太烈 这酒刚喝下去 他便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对面的沈寒秋也将酒杯放到了嘴边 一边喝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周婉秋 周小姐 你没事吧 要不要喝杯水 不用了沈先生 现在我酒也喝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当然可以啊 这次你们秋草集团想加入南方商盟 关于加盟费和会费这一点呢 我们的确可以谈 我们南方商盟不仅可以降低加盟费 同时还可以降低抽成 毕竟呢 我们这南方商盟成立的目的呢 就是想让大家携手共进 共同发展 你说 对不对啊 周小姐 所谓携手共进呢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周小姐 你觉得 如何 沈寒秋一边说 一边将手摸向了周婉秋的手 周婉秋如遭雷击 猛地将手给抽了回来 你干什么 携手共进啊 周小姐 说话间 沈寒秋已经站了起来 一脸坏笑地朝着周婉秋这边走了过来 而此时周婉秋突然感觉脑子如同被灌了牵一样 晕乎乎的 他意识到了什么 猛地站了起来 你 你们在桌里下药啊 周婉秋猛地转身 就要离开这里 然而他刚回身 就看到陈欣灵 笑眯眯地挡在他的面前 周小姐 你看你酒量 真是太差了 就喝这么一小口就醉了 来 我扶你去休息一下怎么样 就那边那个沙发 你 让开 周婉秋一把推开了陈欣灵 快速地朝着门口那边走 然而他却发现自己已经走不了直线了 眼前更是一片模糊 脑子则是一片混沌 夏天 夏天 什么夏天 现在可是秋天啊 周小姐 走 我们去沙发那边 休息一下 一边说 沈寒秋一边向陈欣灵使眼神 陈欣灵熟练地过去锁上了门 这种事情 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干了 这些南方这些公司 想加入南方商盟 都会到此来找沈寒秋谈 而那些公司的负责人 为了完成谈判 最大限度的降低加盟费 都会尽力地满足沈寒秋的一切要求 曾经有不少公司的气质女强人 主动现身 也有的老总 直接奉上了自己的情人 甚至是老婆和女儿 你给我滚开 周晚秋本能地挣脱了沈寒秋 用尽全部力气 一个耳光甩在了沈寒秋的脸上 猎性 我喜欢 他一把抱住了周晚秋 然后朝着沙发那边拖 周小姐 你反抗吗 越反抗我们就越兴奋 你真是一头不听话的小野马 不过你放心 完事之后 关于你们秋草集团加入南方商盟的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好好地和你谈 哈哈哈哈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 下期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七十三集 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办公室的大门传来轰的一声 这可是质量极好的名牌木门 但却是被人一脚给硬生生的从墙壁上给踹了下来 甚至这两边的其他墙壁也都出现了凹痕 门口 夏天如同一尊魔神一般站在那里 脸上写满了愤怒 眼中更是布满了血丝 你是谁 夏天 周晚秋见到夏天进来 慌乱的内心终于安定下来 紧接着他整个身体都软了下去 夏天一个箭步冲到周晚秋那边将其抱住 再看向沈寒秋和陈兴林那边的时候 那一股无尽的杀机已经布满了他的全身 保安 保安 给我把他拿下 门外 立马有保安匆匆忙忙的冲了进来 一群保安抽出随身携带的电棒 朝着夏天这边冲来 夏天一脚踹 当场便将冲在最前面的那名保安给踹飞出去 巨大的冲击力 使得这名保安直接晕得过去 剩下的那些保安健壮 全都茫然了 他们还在惊愣之际 夏天如同 暴雨一般的拳头已经砸了上来 砰砰砰 每一天砸下 都会有一名保安被轰飞出去 短短几秒如门 一只八名保安 全部都躺在了地上 这边的沈寒丘和陈心灵在看到这样一幕的时候 直接傻眼了 夏天回头看向二人 我老婆你们也敢动 找死我 哪只手碰了我老婆 你 你别乱来啊 我可是沈寒丘 沈家的大少爷 南方商榜的李氏 你要是敢动我 我保证 你们整个秋草集团都得完蛋 沈家大少爷 苏狂如何 苏狂 沈寒丘心头一差 他当然比不上苏狂 因为人家可是南方一线豪族的大少爷 但是苏狂已经死了呀 苏狂我都敢动 更何况是你 难道苏狂 是你是 沈寒丘的话还没有说完 夏天便已经动手了 情急之下 沈寒丘急忙推了陈心灵一把 让他挡在了自己的前面 二话不说 一脚将陈心灵踹飞在了地上 几秒之后 这家伙双手双脚的骨头 都被夏天给踩碎了 见到这一幕 沈寒丘全身寒毛炸裂 双腿打颤 如同坠入了万年冰窟一般 饶 饶命 我们可以谈 什么都可以谈 休早加入南方商榜 我们分文不说如何 我不会杀你 但是我会让你 生不如死的 夏天转头 看向了办公桌上的那两杯福特加 随后又看向了那边的酒柜 这么喜欢用酒来玩弄女性是吧 那今天 我就让你喝个够 话音刚入 夏天直接拿起那两杯福特加 怪入了沈寒丘的嘴里面 这还没够 紧接着他又去酒柜上面 将其他洋酒给拿了过来 一连给沈寒丘灌下了三大瓶 灌完之后 夏天剁碎了酒瓶 然后凭借着强大的力量 将这破碎的酒瓶磨成了玻璃碎渣 然后凭借着强大的力量 将这破碎的酒瓶磨成了玻璃碎渣 全部灌入了沈寒丘的嘴里 洋酒跟这玻璃渣土 全部灌入了沈寒丘的胃里 他哇的一声吐了出来 吐出来的全都是血 沈寒丘趴在地上惨叫哀嚎 夏天却觉得这样依然无法顺气 又迅速打断了他全身的鼓探 干完这些之后 夏天才抱着周瓶丘 离开了沈寿集团的大楼 这次周瓶丘来沈寿集团这边谈判 夏天其实一开始就料到 周瓶丘不可能谈下来 而夏天之所以要让周瓶丘来谈 其实就是想让沈家和秋草发生冲突 然后夏天再进行一些其他的计划 但是夏天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是让他非常的愤怒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他绝对不会让周瓶丘过来 一路上周瓶丘都生疑 夏天开车将他带回到了公寓 回来之后周瓶丘睡了将近两个小时 才终于清醒了过来 老公 老公 夏天 在这呢 老公在这呢 别害怕 别害怕 老公 刚才 没事了 一切都过去了 我已经教训了那个神家大少爷了 你现在感觉好点没有 要不要喝点水啊 夏天过去给周瓶丘接了一杯水 周瓶丘喝了几口 然后将水杯放到了一边 老公 你把那个沈寒丘怎么了 打残废了 他居然敢打你的主意 我就让他下半辈子永远活在痛苦之中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样一来 我们秋草集团不仅会彻底失去加入南方商盟的机会 肯定还会遭到沈家的报复 这里是苏航 不是庆室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别担心老婆 一切有果呢 秋草这边该干嘛就干嘛 南方商盟 在苏航嚣张不了多久了 话到此处 夏天站了起来 然后走向了窗台那边 拿出了手机 他拨了一个电话号码出去 很快电话接通了 那边传来了草满的声音 老板 我们已经到福航了 那就行动吧 夏天挂掉了电话 然后又回到周晚秋这边继续安抚他 此时下午两点 一样是阴雨绵绵 苏航这边一到秋季 一个月之中 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这种阴雨天 一座大桥之上 十多辆越野车排成一排 在这大桥上面飞驰 开在最前面的那辆夜夜车上 坐着一名双手戴着钻石戒指 胸前纹着一个龙头的大汉 此人绰号龙武 乃是苏航这一代非常有名的地下大佬 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南方商盟李氏之一 沈家养着的一条恶犬 这些年 沈家仗着南方商盟胡作非为 不断的敛财 而那些公司却是敢怒不敢言 这其中有很大的原因 那个夏天打碎了沈家道少爷全身的骨头 并且给他灌下了三瓶高度洋酒和三个玻璃瓶 你说 这要不要我亲自动手 这秋草集团什么来头 他们好大的胆子 连沈寒秋都敢动 沈寒秋是沈红的独子 现在沈红已经气疯了 我们是跟着沈家吃饭的 可别把事情办砸了 一会儿我要活的 如若他们敢反抗 直接打残废 带走也行 是 吴爷 十多辆越野车一路向前 然而 就在这些车开到这座大桥中间位置的时候 对面的车道上面 却是突然有几辆越野车偏离了车道 开到了这边 挡住了车队的去路 车队瞬间被逼停 正打算闭目养神的龙武 猛的睁开眼睛 怎么回事 前面有车看错到了 我下去看看 板顿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两名黑衣大汉 而对面 五辆越野车凌乱的摆开 彻底挡住了这边的去路 那边的车门也打开了 上面走下来了一大群人 每一个人身上都充斥着一股霸道与张狂的气息 这群人正是狼窝成员 这次狼窝全体出动 由狼窝经纪人草满金子带头 全部来了苏行 而他们来苏行的第一个任务 就是在此拦截龙武这些人 你们是谁 赶快把车开走 别挡路 而此时狼窝的灰血 用手摸着腰间那一柄灰刀 踏步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你们是沈家的人 这是要去抓秋草集团的董事长的 你是谁 既然知道我们是沈家的人 还不赶快滚开 然而这板村的话音刚落 灰血已经被他那柄灰刀从自己腰间抽了出来 闪电般的一刀 板村指着灰血那一只手掌当场被灰血给消飞了出去 而这个时候因为双方的车堵住了大桥上面同行的道路 两边已经有不少的车被堵在了桥上 喇叭鸣笛声连续不断的响起 同时一些司机更是好奇的将头从车内探了出来 看向这边 灰血一脸的邪恶 修然间他打算出第二刀 这一刀对准了那板村的脖子 危险住手 别杀人 这点天的 不能闹出太大的动静 然后曹满便拿出了手机 拨通了夏天的电话 老板 我们已经在大桥上拦下了沈家派来抓你们的那些人 接下来是要把他们全部逼回去吗 不用逼回去 反抗者杀了扔江的迷气 什么 老板 这可是白天 这样做会把事情闹大的 到时候可不好收场啊 尽管闹 闹得越大越好 为什么 错了 我需要跟你解释为什么 我知道了 老板 而此时 这群早已经憋坏了的狼窝成员 早已经忍不住了 看着对面那些人 每一个都如同是那野兽 看到了白嫩的羔羊一般 一脸的兴奋 而对面龙武那些人 在听到这边的动静之后 已经从车上走了下来 十几辆车 五十多人 每一个人的手中都拿着家伙杀气腾腾 你们是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连我龙武的人都敢动 要你们命的人 话音刚落 这群狼窝成员就如同是那出龙的野兽一般 兴奋地朝着对面的龙武那群人冲了上去 作为苏杭这边的地下大佬 手底下的这些手下还是有些能力的 不过这也是针对普通的地下混合来说 他们比较厉害 而当他们遇上这群狼窝疯子 茶菌是瞬间的战线 煞十点 整个大潮上空都是惨叫哀嚎一片 血腥弥漫 如同变成了那僧罗地狱一般 我是周婉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274集 20多名狼窝成员 对战50多名苏杭地下分子 毫无悬念的战斗 这完全就是血虐 很快 龙武这边50多人 便有将近一半躺在了地上 而那些狼窝成员 不敢对方誓死誓活 通通伸到了家 这一幕实在是太震撼 太血腥了 苏杭这一代 已经有好多年 没有呈现出这种血腥暴力的群殴画面 此时 那些被堵在两边的司机 都忍不住拿出了手机 偷偷地拍摄着 这桥上大战的画面 而此时 在这大桥东边的一处建筑之内 这处建筑一共有20多层 就修建在这座大桥的旁边 此时这建筑的22层上面 一名穿着中山装的男子 手头拿着一个望远镜 透过前面的落地窗户 一直盯着大桥这边看 此时这男子 额头上清晰地绷着青巾 但拿着望远镜的手 更是在轻轻地颤倒 很明显 这是给气的 疯了 真的是疯了 男子终究还是忍不住了 他不愿再继续看下去 将手中的望远镜 狠狠地砸在了地上 他的身后 还站着两名穿中山装的男子 此时 他们的脸色也是非常的难看 很显然 这三人正是六扇门的人 而拿望远镜的那一位 叫做马阳 就是之前在那66层高的建筑楼顶 陪在青龙身边的那一位 马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那个夏天肯定是故意的 不知道 马阳在自己头发上狠狠地抓了几把 此时大桥上面 那一场血腥的战斗依旧在继续 而且大桥两边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驻足观看 终于 马阳拿出了手机 拨出了个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了 那边传来了青龙的声音 说 老大 这件事情我办不了 你自己出主意吧 什么事 那个夏天 是个疯子 他故意支持自己的手下 光天化日之下 在苏黄大桥上 与当地的地下世界的人火拼啊 目击者都有上百人 老大 这件事情 一定会闹得很大很大 那个夏天 到底是想干嘛呀 这件事情我管不了 您过来做证吧 管不了你就给我下课 老大 那夏天 闭嘴 把这件事情给我压下去 什么 老大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给他擦屁股了 还要这么干啊 压下去 是 老大 青龙下了死命令 马阳再也不敢多说什么 虽然他的心头非常非常的不爽 但是他最后也只能照做 六扇门要把这种事情压下来 并不是没有那个实力 毕竟在必要的时候 官方那边一切都有义务和责任 听从六扇门的吩咐 此时 大桥上这一场火拼已经结束了 前前后后一共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五十多名当地地下世界成员 包括龙武在内 全都被狼窝那群变态给扔到了江里 他们有的还没死 在江里疯狂的扑腾呼救 而有的则已经彻底的失去了呼吸 尸体漂浮在江面上 惨不忍睹 而此时两边的大桥上 有些不怕事的司机已经拍下了好长一段视频 准备发朋友圈 然而却在这个时候 他们惊讶的发现 这桥上的信号莫名其妙的就被屏蔽了 不仅没有四季网络 甚至连打电话的手机信号都没有 而这群狼窝成员在完成任务之后 就这样大摇大摆的上车 开车离开了大桥 半个小时后 一行二十多名狼窝成员 来到了离夏天他们公寓 大概七八里的地方 这里是一排仓库 是邓刚专门租下来囤积货物的 而现在 夏天却是命邓刚专门腾了一个仓库出来 此时 二十多名狼窝成员站在这里 看着前面的夏天 刚才大桥上那件事情 你们做得很好 接下来 你们将会在这儿待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仓库 便是狼窝新的据点 一众狼窝成员的脸上 都抹过了一丝兴奋 增强第一个问道 大哥 这次你将我们狼窝全部人都叫到了苏杭这边来 接下来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 接下来 这里将会有一场战争 非常严酷的战争 只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头 一众狼窝成员面面相觑 他们不明白夏天口中的战争到底是什么 不过他们也没有多问 反倒是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精芒闪过 脸上更是挂着一股极浓的兴奋 曹门 你过来 老板 有什么吩咐 这里是狼窝的新据点 需要什么东西你尽快弄过来 这里面是五千万 作为这次狼窝来苏杭的活动经费 天哥 现在我们狼窝很有钱的 这一直以来 我都会让狼窝在暗网上接任务 赚了不少 而且之前你给我们那些钱还剩很多呢 一码归一码 这次来苏杭 才是真正残酷的开端 这段时间 有给狼窝找心血吗 一直在找 但是 现在要符合狼窝条件的越来越少了 现在狼窝一共是24人 很难再扩大规模了 花钱建了一个网络 专门寻找适合加入狼窝的人 区域不仅仅是南方 整个华夏甚至国外 只要能够符合条件的 都给我找进来 老板 这次为何会这么急啊 你知道当年的天罪 人数最多的时候 有多少人吗 多少 500 而最终活下来 成为真正天罪成员的 仅仅只有53 曹满 接下来 苏杭这边将会有一场很残酷的战争 会死很多人 如若你不快一点 给我招收一些心血进来 狼窝会灭亡的 此时的夏天严肃到了极点 而曹满也是意识到了 这件事情的不一般 重重地点了下头 天哥 刚才我们在大军事 拧出那么大的动静 我一直不太明白 你为何要让我们 故意把事情搞大 毕竟这里是苏杭 不是我们的地盘 这事搞大了不好收场啊 那你看看这里的社交圈 事情有没有被搞大 曹满拿开手机 第一时间翻看了苏杭当地的社交圈 然后他并没有发现 任何关于大桥这次事件的报道 而且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狼窝成员在大桥上面 杀了那么多人 现在警察应该也找上门来了 然而警察同样没有来 这不科学 曹满还在震惊之际 夏天则是笑着 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 别揣错了 该干嘛干嘛吧 对了 老规矩 如果秋草在苏杭这边建立了分部 每天至少派两名狼窝成员 去秋草分部做保镖 还有 这里是秋草分部在苏杭的仓库 以后秋草在整个南方线下铺货的商品 都会被中转到仓库这边 这里的安全也就顺便交给狼窝来负责了 啊 行 夏天没再多说 转身上了车 刚上车就听到车内传来了一阵雷鸣的憨声 后座之上 风八指斜靠在座椅上面 呼呼大睡 醒了 夏天回身一拳朝着风八指砸了过去 然而风八指并未睁眼 却是闪电般的将夏天的拳头给拦了下来 他睁开稀松的睡眼 焊着夏天 接下来去哪儿啊 你去保护我老婆 我接下来或许要进一趟橘子 夏天啊 我总感觉不到对劲呢 哪儿不对劲 我怎么感觉 我现在成了你们家专用保镖了 与此同时 苏杭这边 一家三甲医院的手术室内 一台手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而且参与这台手术的 全都是这医院最顶级的专家教授 因为这台手术的病人来头非常的大 他正是沈家的大少爷 沈寒秋 此时沈寒秋整个人看起来极惨 他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了 而且食道被严重划伤 胃里面更是大出血 医院里面的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 抢救沈寒秋 不过收效甚微 如果换作是其他普通人 这些医生怕是已经放弃治疗了 但是现在他们不敢 因为这手术台上躺着的是沈寒秋 沈家家主沈宏已经下了死命令 今天这家医院要是不把他的儿子给救回来 那他们全部都要给沈寒秋陪葬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沈宏这个人心狠手辣 向来是说到做到 而沈寒秋可是他的奴子 手术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 最终医院也是紧紧保住了沈寒秋的性命 主刀医生从手术室里面走了 手术室外 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在那里等候着 他两病如霜 眉毛入病 整个人看起来极具威严 不过此时在这威严之下 更多的是一股悲伤与愤怒 这个人便是沈宏 沈家家主 同时在沈宏的身后 还跟着几名人高马大的壮汉 这些人是沈宏的保镖 沈爷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儿子情况如何 沈少爷并无生命危险 只是 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沈少爷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 不可能再多结血 踏实以后一辈子都只能够躺在床上 而且那碎玻璃严重划伤了沈少爷的食道 为了是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伤 下半辈子可能 只能靠营养液续命了 这 是不是比死人还要惨 这 待下去 火埋了 沈爷 这可和我无关了 我已经尽力了 沈爷你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然而 没有人去听这医生的求饶 两名壮汉已经强行将这医生给拖了下去 沈红并没有进入手术室去看自己儿子一眼 而是转身下楼 走出了医院 外面 一辆黑色的大奔停在医院的门口 沈红朝着车上坐了上去 汽车启动 在公路上一路飞驰 而汽车的后面 坐着一名 年纪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的青年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七十五集 沈叔叔 小桃 我让你父亲去办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为什么一直到现在 我都还没有收到他的消息 青年名叫龙小桃 是龙武的儿子 沈叔叔 我父亲死了 他们在跟我缩好大桥的时候 突然遇上了一批疯子 五十多个人 被他们打死了一大半 全部都被扔到江里面去了 什么 龙武干什么指的 这件事情都办不好 沈叔叔 我父亲已经死了 这并不能怪他办事不利啊 只能怪那个夏天太厉害了 是啊 那个夏天太厉害了 老杨 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一名男子突然转过身来 他的手中拿着一柄散发着荧光的匕首 荧光一闪 这龙小桃的脖子上面瞬间多了一条血分 他下意识的用手捂住自己的脖子 然后鲜血却如同泉涌一般 从他的脖子里面喷了出来 龙小桃无力的瘫软了下去 沈洪则是从包里面摸出来了一只手帕 擦去了那溅在自己身上的鲜血 脸上乌云密布 老子花那么多钱养你 你却连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好 所以 别怪我让你龙家绝后 前方副驾驶那个被称为老杨的男子 也是拿出了一条手帕 擦拭着笔手上的鲜血 老爷 那个夏天的信息查到了一些 在三江那边的确是一号狠人 而且他所在的三江庆城 被称为上帝禁区 刚才在大桥上干掉了龙武的那批人 是夏天手底下的一批变态 而且苏家大少爷苏狂 也是死在这个人手中 这些信息 你是从哪里得出来的 一个匿名的号码 给我编辑过来的一条信息 虽然这个号码没有来源处 但是我大致能够猜到 这条信息是苏家的人 给我们发过来的 苏家 苏鼎 不 更有可能是苏九二 他想利用我们去对付那个夏天 老爷 需要我动手吗 不 这个夏天和秋草集团 不能有地下的方式来解决 那样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 沈红一边说 一边拿出了手机 然后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了 那边传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沈老弟 好久没有接到你电话了 最近都忙啥呢 刘大哥 今天我儿子被人恶意重伤 我要报警 下午四点左右 天空中的阴雨有下大的痕迹 此时公寓这边 周婉秋站在窗前 看着外面的大雨 脸上写满了着急 就一个小时前 他一连接到好几通电话 里面全都是不好的消息 因为上午夏天重伤了沈寒秋 导致秋草集团和沈氏集团彻底闹掰 现在沈氏已经通过南方商盟 对秋草做出了打击 秋草集团也是属于南方 其中有很多线上业务的合作对象 都是南方商盟的成员 就在刚才不久 沈红已经放出话来了 他要在一天的时间内 彻底的搞死秋草集团 凡是现在还要与秋草集团合作的 便是与他沈家 与整个南方商盟作对 周婉秋没想到 事情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原本是想让秋草进军南方市场 求得更大更好的发展 却没想到最终搞成了 现在这样的局面 如此一来 秋草不但没有可能 打开整个南方市场 连三江秋草本部 也遭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 周振雄那边 已经打了好几通电话过来 说是原先与他们合作的 好几家大公司 在刚才全都选择了毁约 放弃与秋草集团的合作 同时还有好几家投资商 也是直接宣布撤资 而这些还不是罪之命的 最要命的是 南都丰雅那边也表态了 他们已经撤下了秋草集团的品牌服装 在南都丰雅论坛上的所有推荐 而且就在这些推荐被撤下后不久 南都丰雅的论坛上面 被人恶意爆出了许多 关于秋草的负面新闻 而且这些新闻全都是恶意诋毁 同时还有专业的水军 在论坛上面带节奏 一时间整个秋草品牌 都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而这种情况按照正常的流程 反倒是允许了置地 这已经是明显在针对秋草集团了 负责秋草集团线上运作的黄海 也就是黄川的弟弟 第一时间打电话到了南都丰雅那边 希望那边能够赶快撤销这种恶意的诋毁 然而他却是得到了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 这种恶意诋毁 背后运作的正是南都丰雅 沈家发话 发动整个南方商盟针对秋草集团 而南都丰雅同样是南方商盟中的一员 而且这个公司在南方商盟也有着不小的话语权 与沈家可谓是沆瀣一气 这次沈家要对付秋草南方商盟自然是一马当先了 周晚秋被这件事情搞得焦头烂额 继续这样下去 最多几天的时间秋草定将会面临全线崩盘 这个时候夏天推门走了进来 关于秋草集团这边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 但是夏天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紧张 别担心老婆 老公 这件事情不好收场了 沈家已经发动整个南方商盟 对付我们秋草集团 凭我们现在的能力 根本斗不过沈家 不用着急 有我呢 哎呀 行了行了 你们肉麻不肉麻呀 就在这个时候 风八指的声音突然在两人的后面响起 就连夏天都被吓了一跳 公寓的客厅 风八指正坐在那里 惬意的吃着茶几上面摆着的香蕉 连夏天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夏天和周晚秋从卧室走到了客厅里面 风八指将香蕉皮扔到了垃圾桶里面 转身看着夏天 夏天 你要干什么就赶快去吧 这儿有我呢 嗯 老公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看外面你就知道了 周晚秋顺着窗户望了出去 下一秒 他全身血液都好似凝固了一般 只见公寓的外面 突然出现了好几辆警车 一群警察正朝着公寓里面走了进来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沈红报警了 这些警察是冲着我来的 不过老婆 你千万不要担心我 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 晚上我就能出来 但是沈红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 放心吧老婆 这些人奈何不了我 至于南方商盟针对秋草集团这件事情 你也什么都不需要做 我可以向你保证 明天天亮之前 一切事情都能解决 而且南方商盟也会不复存在的 真的 真的 这个时候公寓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风八指过去开了门 一群警察 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好 夏天先生 现在我们怀疑 您与一桩恶意伤人案有关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这是拘捕利 保护好我老婆 去吧去吧 老官 在这里等我 夏天轻松的对周婉秋笑了响 然后伸出了双手 带头的警察直接给夏天上了手铐 然后将夏天带入了警局 下午六点 夏天被带到了警局的拘留室里面 这是一个很昏暗的小黑屋 屋子里面仅仅亮着一盏昏暗的白尺灯 夏天在这里坐了有差不多半个小时 外面终于传来了一阵 塌塌塌的脚步声 很快 铁窗外面出现了一名身材有些肥胖的中年男子 这个人名叫刘宗林 是这里的负责人 跟在他旁边的还有另外一位两鬓斑白的男子 正是沈红 你就是夏天 对 你就是沈红沈家主吧 你还笑得出来 夏天 你恶意伤人 并且指使你手下的人谋杀 你就等着吃花生米吧 不仅你要吃花生米 你老婆 还有你在庆室的女儿和家人全部都得完蛋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动我儿子 我沈红一定会让你死得很惨很惨 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 我为什么要那样对你儿子 沈红 你们沈家这些年 利用南方商盟干的坏事可不少 不知道有多少想入住苏行的企业家遭到你们的毒手 你和你儿子这些年所犯起的罪状 可是庆祝难输啊 我这是替天行道 人在做 天在看 你儿子早该想到会有这样一遍 混账 夏天 你都死到临头了 你还敢嘴硬 你死定了 我宣布你死定了 沈老板 怎么我听你说话 感觉这里是你家开的一样 你旁边这位都没资格说这话 你就那么确定我会被判死刑啊 沈红和一旁的刘宗林都是一争 夏天的这一番话可谓是意味深长 夏天 你别得意 你犯下这么大的罪 这次肯定会死得很难看 刚才不是说了吗 要说犯罪 这沈氏父子庆祝难输 但是我很好奇啊 这位领导怎么就没有抓到他们来调查调查呢 而且我听说之前南方好多企业家都来这里报过案吧 他们都想控诉这沈氏父子的罪状 但是后来这些案子全都石沉大海了 这位领导 你能跟我解释一下 混账 夏天 你可别在这里胡说霸道 信不信 我再给你加一条诽谤的罪名 我是不是诽谤你们心里头清楚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你姓刘对不对 刘大领导 反正现在也闲来无事 我和你们打个赌怎么样 打赌 夏天 你少想耍花样 我现在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既然你今天进来了这里 就别想着出去了 这还真不是你们说了算的 我们就来打个赌 就赌十分钟之后 坐在这里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怎么样 我是周晚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七十六集 夏天 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了 十分钟过后 你将会被送到看守所 然后你的案子会被承交上法庭 判你死刑 不会的 十分钟后 将会受到审判 将会受到审判的是你们 而且接下来几天 你们整个南方商盟都会土崩瓦解 而你们沈家也将灰飞烟灭 胡说八道 夏天 我看你已经疯了 你是因为害怕对不对 不 我一点都不害怕 你现在给我跪下 或许我还能让你沈家保留一点基业 不然你沈家几天之后 可真会在苏航消失得无影如踪了 混账 如若不是眼前的铁栅栏拦着 沈红铁定已经冲上去甩夏天的耳光了 这个夏天太狂了 狂得好像一个神经病一样 不下跪是吗 机会我可给你了 既然你不珍惜 那就别为我无情了 不过话说回来 像你们沈家这样的毒瘤 的确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 你死到临头了 还敢胡说八道 不 死到临头的不是我 而是你们 沈红和刘宗还想笑 但是下一秒 他们却突然笑不出来 后面又一次传来了一阵阵塌塌塌的脚步声 一群穿着特殊制服 一身正气的工作人员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当看到这群人的时候 或许是心虚 沈红和刘宗林都是脸色一变 你好 刘领导 我们是 带头的那人亮出了工作证件 这一瞬间 刘宗林好似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半 额头上更是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现在怀疑你有严重违规的情况 请跟我们走一趟 接受调查 而一旁的沈红也是一脸的震惊 他甚至都还没有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刘宗林便被带走了 而里面的夏天 则是面带微笑的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此时 另外一名一身正气的男子 朝着沈红这边走了过来 跟在他身后的 还有几名警察 沈红沈先生是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周俊阳 从现在开始 我正式接受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怀疑你在过去几年内 行贿我们公职人员 恶意伤害外来企业家 非法敛财 非法集资 以及和多起恶意伤人 杀人有关系 现在正式拘捕你 什么 沈先生 正好这里就是拘留室 趁势省去了不少的麻烦 进去吧 旁边一名警察 立马打开了拘留室的大门 他们客气的将夏天 从里面请了出来 然后将沈红给推了进去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现在你信了吗 接下来 就是你们沈家 和南方商盟了 沈红一脸煞白 好似全身的力气 都被抽空了一半 直接瘫软在了地上 周俊阳来到夏天面前 一脸恭敬地说道 夏先生 有人在外面等你 我知道 南方商盟这颗毒瘤 这些年在南方商界 干了太多太多的坏事 一定要拔掉 那是必须的 夏先生 所有的证据和资料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今夜之后 南方商盟将会彻底的瓦解 沈家也一定会受到 应有的惩罚 这颗毒瘤 一定会被拔掉 铁窗内 沈红惊恐万分 他疯了一样 拍打着前面的铁窗 大喊夏天 高抬贵手 人在座 天在看 我没有控制法律的权利 所以沈红 你求我也没用 送你一句话 自作孽 不可活 夏先生转身走出这里 门外 一辆黑色的红旗轿车 早已经停在了那里 夏天拉开车门 走了上去 坐到了后海 怎么称呼 马阳 六扇门三十三室之一 驻苏航负责人 啊 六扇门三十三室 我很好奇啊 你们六扇门在华夏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和米国的黑顿 东营的神隐 俄国的克罗克比起来 这六扇门要比他们强一些呢 还是弱一些啊 六扇门 是专门针对华夏各大顶级家族 以及江湖势力而建立的 是华夏官方一个极为特殊的部门 必要之下 华夏官部 务必无条件配合六扇门执行任务 同时 六扇门 有调动军队的权利 至于你口中所说的 黑顿 神隐 以及克罗克这些 他们存在的性质和我们六扇门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国度不同 谁强谁弱 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解释 你还满意吗 你好像对我有什么偏见啊 不过对于和我不熟悉的人 他就算是对我有成见 我也不会在乎他 因为我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你 马阳被夏天气得不轻 他的确对夏天有着不小的成见 因为他感觉夏天给他们六扇门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同时他也想不通 为啥他的顶头上司青龙会那般的看中夏天 车上出现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一直到夏天将这一款推箱子的游戏玩到了十几关 马阳终于还是忍不住了 夏天 难道你一点都不好奇 我六扇门为何会找你吗 夏天退出游戏 将手机给收了起来 然后打开了车门 你要干什么 你没资格跟我谈 要谈就把你老大找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马阳的脸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作为六扇门三十三室之一 马阳手头拥有着极大的权力 而且在六扇门里面 他也有着不低的地位 而现在夏天居然那般看不起他 换作是谁 心头都会觉得不爽 更何况 马阳已经忍夏天很久了 你跟老四站住 马阳如同鲤鱼一般 从车里面窜了出来 一把抓向了夏天的肩膀 夏天肩膀微微一抬 马阳只感觉有一股巨力袭来 然后整个人都被弹飞了出去 你妈的 马阳眉头皱成了一个穿子 心中则是生腾起了一股挫败感 他握紧拳头 快步地朝着夏天那边冲了上去 此时的马阳已经下定决心 要和夏天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夏天 街道的对面 一个霸气的声音 却是突然响了起来 马阳住手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老大 你不是去办事了吗 你怎么来了 对面站着的正是青龙 此时他手里面夹着一只雪茄 不紧不慢地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他走过来 红旗车内另外两名六扇门成员 也是第一时间下车 恭敬地给青龙打招呼 赶快滚 别继续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老大 这个家伙 马阳 你真是越来越不把我的话当回事了 马阳一争 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太过了 他急忙走上了红旗车内 与另外两名六扇门成员一起 开车离开 此时夏天和青龙四目相对 又见面了 夏天 青龙笑眯眯地从怀里面将自己珍藏的古巴雪茄摸了出来 要不要来一根 抽不习惯 你真不会享受 那边有一处茶楼 我们去那里谈谈心如何 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呢 没时间 六扇门青龙 如果我估计的没错 你们六扇门还有白虎 朱雀和玄武吧 六扇门门主之下 你们算得上是二把手 猜对了一半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就是六扇门门主 不可能吧 六扇门那么牛的组织 凭你做不了门主的 我口中的门主 并不是指的是六扇门的扛把子 我 神虎 朱雀 玄武 被称为六扇门的四方门主 分别管理着整个华夏的东南西北四方 神虎 为什么是神而不是白啊 一个称虎罢了 不要太在意 然而夏天却总感觉 这有些不对劲 好像六扇门在白虎这个称谓之上 有着一些特殊的故事 不过青龙既然不想多说 夏天也没打算多问 而在我们之上 还有一个扛把子 那才是真正的大老 而且大老身边还有一个元老会 所以我们四方门主 在六扇门只能算得上是第三级 说白了 我们就是在外面风吹雨淋的骡子 我突然改主意了 可我有些渴 去那边的茶楼里边喝喝茶也不错 行啊 不过这次得你请客 好歹也是公务员呢 那么抠啊 一马归一马 今天我帮你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 你不得感谢我一下 那倒也是 夏天没再多说 和青龙一起朝着那边的茶楼走了过去 两人在茶楼找了一个包房坐下 然后分别泡了一杯龙井 从仙女山开始 然后到庆室 最后又是现在的苏杭 你们六扇门一直跟着我不累吗 这是我们的工作 就算是累 也得咬牙撑着 明说吧 你们六扇门到底想干什么 听说 你一直有想让天王殿回归华夏 落叶归根的想法 而我们六扇门 不就是专门管你们这些的 你说你们天王殿那么庞大的势力 要真回华夏来了 那我们不还得好好地管管 我们是正规合法的公司企业 要回归国内 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尽一份力 你们管不着 青龙 别拐弯抹角了 那倒也是 听说你这次回华夏 野心很大吧 为了对付你的本家 你不需要拿下整个南方 我们六扇门呢 主管的便是国内各大一流豪族 超一流豪族 甚至王族 还有整个华夏的隐世世家 江湖也都归我们管 夏天 你这次来苏航的目的 是为了下整个南方的那一盘棋 那你说 我们六扇门 该不该管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七十七集 该管 但是这南方的所谓一流豪族 对于你们六扇门来说 也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让那个马阳出面 就已经绰绰有余了 没必要惊动你这位四方门主之一的青龙吧 夏天 看来你很了解我们六扇门啊 你是不是在暗中调查我们啊 我可要事先告知你一句 别轻易地去查六扇门 会出事的 你也很了解我们天王殿啊 所以青龙 你是不是也在暗中调查我天王殿啊 我也给你一句忠告 别轻易去查我们天王殿 要不然就算你是六扇门 我们也不一定会给面子 喝够了吗 我要去结账了 还有这么一大杯呢 那一会儿你自己结 你想要拿下整个南方 成为这南方的王 我们六扇门批准 而且南方一流豪族有不少 你这一个一个地打过去 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接下来 我们六扇门 会把苏杭这个地方专门分出来 把那些一流豪族 全部请到苏杭这边来 让你们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如何 夏天停下了脚步 他其实等的就是青龙的这番话 如果能将整个南方的一流豪族 都弄到苏杭这边来 那的确是省去了不少时间跟麻烦 条件呢 什么条件 别装了青龙 你们六扇门处心积虑地接近我 而且主动贴上来 帮了我这么多的忙 不可能没条件 说吧 你们将苏杭画出来作为战场 帮我把整个南方一流豪族都拉入这盘大气之中 有什么条件 等你平掉了苏家之后 这盘南方大气正式开始 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条件如何 随便你吧 说完夏天走出了茶楼的包房 然后在吧台那边放了两百块钱 直接离开了茶楼 回到公寓 天已经彻底的黑了下来 见到夏天回来 周婉秋心头悬着的那一块大石头 总算是落了下来 老公 你可算是回来了 怎么样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夏天刚进门 周婉秋便担心地问道 没事的老婆 南方商盟那边的事情 我已经搞定了 接下来几天 这南方商盟将会土崩瓦解 同时沈家也会完蛋的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我们秋草也恰好 可以通过这次事件 确定一下 那些合作伙伴的决心 明天一早你就放话出去 凡是现在与秋草断绝合作 与秋草交恶的公司 将会永远失去 与秋草集团合作的机会 啊 真的 可以吗 绝对没问题 那行 次日上午 秋草集团按照夏天所说的那样 直接对整个南方的合作公司 发出了通告 收到这个通告 一时间整个南方公司 都把秋草集团当成了笑话 南方一片嘲笑 甚至南都风雅那边 直接开出了一个板块 将秋草集团发出的这个公告 给挂到了这个板块上面 曝光 让整个南方的消费者 也跟着一同来嘲笑秋草 这次南方商盟 针对秋草集团 南都风雅可谓是先锋 各种花式操作 恨不得直接将秋草集团给踩死 事实上 南都风雅和秋草集团 压根就没有任何的仇怨 甚至之前双方之间的合作 一直是非常的愉快 关系也还不错 而这一次 南都风雅的所作所为 的确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寒心 南都风雅之所以那般卖力 就是想讨好沈家 此时南都风雅总部 董事长办公室内 一名大富翩翩的中年男子 坐在老板椅上 一边抽着雪茄 一边翻看着论坛上面的各种帖子 他的脸上则是挂着一种非常奸诈的笑容 秋草集团 别怪我孙志落井下石 要怪就怪你们自己作死 你说你们惹谁不好 偏偏要去惹沈家 这沈家可是南方商盟的掌控家族啊 整个南方商界都是沈家说了算 你们敢惹沈家 这不是找死吗 这个人叫孙志 正是南都风雅的老板 这个时候 他的办公室大门被人给敲响了 孙志喊了一声进来 门外走进来了一个 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正是黄海 哟 这不是庆世皇室传媒的新老总 黄海先生吗 你这大老远的跑我这里来干嘛 孙志其实早就知道黄海过来的目的 毕竟在这之前 黄海已经不只是一次 给南都风雅这边打电话了 希望南都风雅能够在论坛上 撤销对秋草集团的恶意诋毁 然而南都风雅这边 却直接拒绝了黄海的这个要求 不仅没有撤销诋毁 反倒是变本加厉 你好杨总 我这次过来的目的呢 是为了秋草集团 在南都风雅论坛上的那些 嘿嘿嘿 黄先生 这件事情呢 没得谈 什么 论坛上那些 对于秋草集团的言论 完全是恶意诽谤啊 你们南都风雅 一定要做出处理 而不是纵容 甚至煽风点火 你们南都风雅 作为国内南方 最大的新媒体论坛 做出这些事情来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法律责任 有本事你让人来抓我呀 哈哈哈哈 黄海 实话告诉你吧 我南都风雅 就是故意针对你们秋草集团 但那又如何 谁叫你们秋草集团 那么不长眼睛 居然敢和南方商盟作对 敢和沈家作对 这件事情没得商量 你回去告诉周晚秋 等死吧 你 所以孙志 你是铁了心 要和我们秋草集团作对 你好像搞错了 我不是铁了心 要和你们作对 而是铁了心 要弄死你们 哈哈哈哈 你别后悔 后悔 后悔什么 你们秋草集团 马上就要完蛋了 难不成你还以为 我南都风雅以后 还会来求你们办事情吗 开什么玩笑 你一定会后悔的 哼 不送 孙志完全没有任何挽留的意思 眼中满是嘲讽 黄海离开之后 孙志继续抽着学家 刷着论坛上面的帖子 毫不惬意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电脑屏幕上 一则消息却是突然谈了出来 苏航沈家家主沈红 因为行贿 杀人 敲诈 勒索 强奸等多项罪名被带走 同时南方官方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 兴查南方商盟 什么 这不可能 开什么玩笑 哪里来的小道消息 沈红被抓了 这怎么可能 这绝对是假消息 现在这些媒体为了博取眼球 这是啥新闻都变得出来 这是太恶心了 然而这压根就不是什么小道消息 当天下午 接二连三关于南方商盟的负面新闻 被爆了出来 甚至南都风雅这边的记者 也是通过自己渠道收集到了不少的消息 这个消息压根就不是胡编乱造的 而是真的 而且伴随着各种新闻被报道出来 接下来这些消息更是在整个南方网络上 形成了一股暴风 席卷整个网络 次日更大的新闻被报道出来 南方商盟近年来各种恶劣事迹完全被坐实 官方以绝对的手段制裁了南方商盟 南方商盟就此解散 而在这个消息宣布出来之后不久 南都风雅这边也直接收到了官方发过来的信件 解散南方商盟 孙志拿着这一封从官方那边寄过来的信件 依旧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而几乎在这同一时间内 另外一封信同时被寄了过来 这封信一样是官方发出来的 当看到信中内容的时候 孙志整个人都傻眼了 南方商盟作为南方商界的一颗毒瘤 已经被官方给拔除 但是南方商界依旧需要携手共进 互相扶持 共同发展 所以在南方商盟被解散之后 新的联盟将会即日成立 新联盟改名南方商会 由秋草集团董事长周晚秋小姐 担任南方商会的会长 什么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南方商会 什么南方商会 为什么会让周晚秋做这南方商会的会长 孙志急忙拿起了电话 接二连三的拨了好多通电话出去 这些电话全部都是拨给苏行那边各大公司的老总 那些公司也是南方商盟的成员 就算是已经接到官方寄过来的信件 就算是现在整个网络都在报道关于南方商盟被解散 新的南方商会即将成立的消息 但是孙志依旧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如若说他之前没有做出那些针对秋草集团的事情来 或许他早就接受了毕竟无论是南方商盟还是南方商会 对他都没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孙志却是自觉坟墓 他彻底的慌了 第一通电话很快就接通 那边传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 对方是苏行本地的一个企业家 也是南方商盟的一员 和孙志的关系一直不错 叶老哥你好啊 进来身体可好 孙老弟你好啊 我最近还行 你呢 这打电话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叶老哥 我就是想问关于南方商盟的事情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南方商盟真解散了 对啊 孙老弟 你肯定已经收到官方信件了 南方商盟完蛋了 新的联盟马上就要成立了 改名南方商会 由秋草集团的董事长 周婉秋小姐担任会长 同时呢 商会新的理事也将重选 哎 对了孙老弟 你们南都风雅 在这南方也算是大企业了 又是搞新媒体的 你要是申请商会的理事 肯定会有很大的几率获选啊 孙志都快哭了 他现在已经将秋草给得罪死了 别说是申请理事了 怕是南方商会成立之时 便是他南都风雅 倒霉之时 叶老哥 这不科学啊 有沈家在 南方商盟为何会解散 这 这开玩笑的吧 沈家那么大的家族 在苏航早已经是根深蒂固 这么多年了 官方都没能奈何得了沈家 现在怎么会这么突然 沈家 孙老弟 你不会还不知道吧 知道什么 就在昨天夜里 沈家完蛋了 整个沈家都在苏航灰飞烟灭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季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二百七十八集 孙智不知道 就昨天晚上 沈家在各个领域的生意 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又或者是国外 所有生意都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而沈家的股市更是在短短半个小时之内全面崩盘 沈家在国外的天使投资一样是遭到了崩盘 再加上沈家这些年干了太多的坏事 在官方下定决心彻查沈家之后 沈家很多高层直接被带走 账目被清查 到最后 沈家甚至连申请破产的事件都没有 便直接从这苏航烟消云散了 孙智手中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而他自己则是无力的坐在了老板椅上 一脸 完蛋了 全完了 我这是自己做死 孙智用力的在自己额头上拍了一把 整个人都茫然了 孙智居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慌乱之中他手忙脚乱的吩咐自己的下属 赶快撤销论坛上关于秋草所有的负面新闻 同时将所有重要的板块都专门划分出来 帮助秋草洗白 这虽然是亡羊补牢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啊 这个孙智的求生欲还是挺强的 与此同时 庆市这边 黄海他们已经得到了南方商门和沈家垮台的消息 整个秋草集团上下一片欢呼 这些天因为难度风雅针对秋草的事情 黄海一直都在做着各种努力 身上每一根神经也都是全部绷住 他大哥黄川将黄氏传媒交给了他 同时也将秋草献上各种运作的事情交给他打理 那是出于对他绝对的信任 所以黄海绝对不允许出任何的岔子 如今虽然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转变 但黄海依旧不敢有任何的放松 就在他打算寻求国内其他新媒体网站 与秋草集团合作之际 他的电话响了起来 看着来电显示 黄海心头一惊 想到了一些什么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哎 孙老板 什么事啊 真没想到你居然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呀 黄先生您就别和我开玩笑了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针对秋草集团 我现在要赎罪 我已经将南都风亚论坛上面 所有关于秋草集团的负面新闻 都给撤下去了 同时我们打算 拿出所有流量板块 主推秋草的品牌 全部免费 哟 孙老哥 你这是咋了 突然转型了 还是吃耗子药了 你们南都风亚 那么大的新媒体网站 突然对我们秋草这么好 该不会是有什么阴谋吧 不敢 真不敢 我们南都风亚 就算是和天王老子作对 那也不敢和秋草集团作对呀 你之前还说 要踩死秋草集团来着 黄先生啊 之前是我孙氏做的不对 是我南都风亚做的不对 还请你一定要提我 给周万秋小姐道个歉啊 大家之前合作那么愉快 交情还是有的吗 黄海随意地敷衍了一句 便直接挂掉了电话 合作愉快 愉快你大爷啊 但凡你南都风亚之前 还念那么一丝旧情 做事情就不会做得那么绝 也不会闹到现在这种局面 现如今秋草翻盘了 你孙智又想来跪舔 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黄海第一时间 给周晚秋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将南都风亚这边的事情 完完整整地 给周晚秋说了一遍 黄先生 这种事情 你以后不用给我请示 你自己怎么想的 就怎么做 之前我们秋草集团 已经将话放出去了 之后所有要与我们 断绝合作的企业 将会永远失去 与秋草集团合作的资格 这并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了 晚秋小姐 不过南都风亚的实力 确实还是有的 接下来如若不和南都风亚合作 我们得立马 开拓新的合作渠道 毕竟 现在线上这一块 新媒体 始终是流量最大的地方 这个不用担心 也不用去找什么 其他新的合作渠道 南都风亚那边 这些民意样存在 很多违规操作 已经有人开始查他们了 再过几天 南都风亚的总裁孙智 一定会被带走 光是这一次污蔑诽谤 我们秋草集团这一点 就足够让他赔个底朝天了 再加上他这些年 其他的违规操作 甚至足够判刑 你好好的准备一下 过几天 孙智那边东窗事发 我们秋草集团 直接收购南都风亚 收购 南都风亚 电话那头的周婉秋问道 怎么 你觉得有问题吗 没问题 晚秋小姐 一点问题也没有 没问题就行 所谓吃一见掌一致 我们秋草 这次在南都风亚那边吃了大亏 被人掐住了咽喉 以后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再发生 黄先生 这件事组织交给你去拜 需要什么警官开口 好的 晚秋小姐 您放心吧 绝对不会出任何的问题 给我一周的时间 这件事情 一定会给你办讨当 行 挂掉电话 周婉秋深吸了一口气 脸上浮现出了一丝 惬意的笑容 一旁的夏天 滴了一杯水给他 喝口水吧 这一上午 你都接了十几通电话了 全部都是打电话来求你的 而你却将他们全部都给拒绝了 什么感觉 老公 我刚才 会不会太霸道了一些 而且有些企业的合作 对于我们秋草集团来说 还是挺重要的 不 我想要的 就是你这种霸道 要想干好一个企业呢 首先就要做到 说话算话 之前我们丑话已经说到前头了 但是没人听 而现在 我们的话应验了 那就别怪我们无情 至于合作方嘛 你完全不需要担心 南方这么大市场 只要你成为了南方商会的会长 以后就不会抽合作的 老公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便让秋草翻盘 甚至直接瓦解了南方商谋和沈家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你忘了 你老公我一向挺猛的呀 猛吗 那是当然 你老公我不仅在外边猛 在家里更猛 要不我们试试 哎呀 你个大坏蛋 这可是白天 哎呀 拉上窗帘关了灯不就成晚上了吗 快点吧老婆 小草一直催着要个弟弟 但是为什么你肚子就一点没动静啊 我也不知道啊 要不我们去医院做做检查 不去 我听他们说二胎都是这样的 比一胎要难怀上 这是正常情况 但是我们只要每天晚上都按时交作业 很快就能怀上他 相信我 真的 对 老公不骗你 窗帘关上 灯也关了 公寓里面一片和谐 这些天 秋草集团这边的确是接到了无数的电话 甚至有些公司的负责人 直接去了庆市秋草的总部 这些人都是在秋草危机的时候恶意出面采秋草的企业 不仅终止了原先和秋草的合作 同时还落井下石和南都风雅一样 恨不得直接将秋草集团给踩死 而现在秋草集团逆风翻盘 甚至一举成为了南方商会领头羊一般的存在 如此一来 这些企业全部都慌了 他们都想重新和秋草搞好关系 重新与秋草合作 但正如周晚秋一开始所说的那样 这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既然你们一开始就无情 那现在就别怪秋草无意 这一次秋草的态度十分的艰决 之前但凡得罪秋草的 这一次绝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秋草不仅会与他们断绝一切合作 同时还会取消他们加入南方商会的资格 至于秋草以后会不会利用南方商会来对付这些企业 那就没有谁说的清楚了 一个星期之后 这所有的一切事情都解决平息了 同时在官方部门的帮助之下 南方商会正式注册 由秋草集团牵头 周晚秋将会成为南方商会的会长 同时好几个与秋草集团交好 在秋草集团陷入危机境地的时候 并没有落井下石 反倒是帮助秋草渡过难关的企业 则是有机会成为了南方商会的理事 南方商会注册之后 过不了多久便会正式成立 而他绝对不会像南方联盟那边变成敛财的工具 而是真正的秉承商会成立的宗旨 大家共同努力 携手共进 同时搞定了南方商盟的麻烦 秋草集团也正式打开了南方的线下市场 苏航分部也开始全面运转起来 线下门店开启 秋草品牌的服装也从庆市北运到了苏航仓库 正式开始在南方大展拳脚 同时黄海也没有让周晚秋失望 秋草的品牌服装也从庆市被运到了苏航仓库 正式开始在南方大展拳脚 同时黄海也没有让周晚秋失望 在他与周晚秋通话后的第三天 孙志果然被官方带走 南都风雅被清查 风雨飘摇 而黄海则是趁着那个机会果断出手 一并收购了南都风雅 让其成为了秋草在南方线上的最大依仗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而如今夏天帮助周晚秋搞定了关于南方商盟的事情 接下来也该着手去忙他自己的事情了 他这次来苏航主要的目的便是南方的这一盘大棋 这一盘棋一旦启动便不会再有回头路了 半夜时分一处豪华的庄园之内 这处庄园很大 也很气派 夜晚的时候亮起各种灯光 会给人一种非常豪华的感觉 但是这是以前 如今到了晚上 这庄园里面并没有太多的灯光亮起 有的只是那仅有的路灯 这里是沈家的庄园 就一个星期前 这里还是灯红酒绿 而如今却已经萧条一片 沈家垮了之后 沈家各大产业遭到了查封 同时沈家有很多嫡系和高层也被官方带走 剩下的则是为了保命 带着沈家仅有的家产逃离苏哈 所谓树倒胡孙散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而此时在这沈家庄园的大厅之内 确实有一群人站在这里 这群人一共有将近50人 每个人手中都提着一把 散发着寒光的钢刀 甚至有好几个腰间还别着枪 我是周婉秋 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 由点重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79集 这些人有一半是沈家这些年培养的高手 而另外一半则是龙武的金锐手下 此时在这人群之中的最前面 站着一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 他的手中一样是提着一把刀 这个人便是老杨 之前在那奔驰车上一刀干掉了龙小涛的那一位 老杨跟了沈红有将近30年的时间 从他还是一个矛头小子的时候 便跟着沈红办事 这些年沈红对老杨很是不错 拿他当兄弟 所以老杨对他也十分的忠心 而这一次沈红栽了 他吞不下这口气 他在这个时候召集了沈家的高手 同时也联系了龙武手底下的一批死忠 希望借助这些人的力量 干掉夏天那批人 给沈家报仇 兄弟们 沈家倒了 我知道大家心头都很难受 也很迷惑 为什么这么偌大的沈家突然就倒了 我只能告诉你们 这次我们遇上的对手很强很强 所以今夜的行动 我们就算是完成了任务 也不会得到任何的好处 目的就是给沈爷和龙武报仇 沈爷那边出不来了 永远都出不来了 我们没那个能力将他弄出来 但是我们可以给他报仇 今夜 我们为了沈爷和龙武 可能会丢命 现在 你们要是有想离开的 我不勉强 一众五十多人 眼中都写满了坚定 其中一名壮士站了出来 杨哥 都这个时候了 如我兄弟们心头怂 从一开始就不回来了 这些年 沈爷对我们如何 大家心知肚明 没有沈爷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啥都别说了 干吧 不对 干 我们这些人 没有龙武爷 也是早就死在大街上了 啥都不必说 今天我们 就算把这条命给豁出去 也得报了这个刘 杨哥 说吧 接下来 兄弟们要怎么做 那个叫夏天的 手底下 有一批很厉害的疯子 只要我们今晚 把他们给干掉 接下来 再对付夏天 和那个秋草集团 就容易多了 那群人 现在所在的地点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就在北区那边 一个仓库 那里是秋草集团的 中转仓库 今天我们不仅要干掉那批疯子 还要烧了他们的仓库 等干完这一票 我们就直接去秋草分部的公寓 把夏天和他的老婆 以及秋草集团的所有员工 全都杀掉 好 就这么干 一众人全部都红着眼 身上杀气疼疼 倒酒 老杨一声令下 旁边立马有人 倒了五十多碗酒 老杨端起一碗 喝了这碗酒 壮士一去不回头 干了 干了 所有人都举起了手中的酒 一饮而尽 老杨第一个 将手中的碗摔在了地上 大手一挥 出发 五十多人 坐着十多辆越野车 一路风风活活的 朝着秋草集团仓库的方向开去 同时 这些车上还装着不少的汽油桶 他们今晚不仅要杀人 还要放火 月黑风高 秋风带着几丝寒意 但是仓库这边 却是一片热火朝天 在狼窝的这些人 来到苏行的第二天 草满边已经将该置办的东西 全部都拉到了这里 这个仓库 几乎是一比一的还原了 庆室那边的狼窝 这个时间是狼窝一天之中 玩得最害的时间段 狼窝里面二十多名成员 正在疯狂的训练着自己 夏天说的一场战争 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这些狼窝成员 更加的拼命了 这个时候 十几辆越野车朝着这边开了过来 最后停在了外面的一片空地上 老杨第一个从车里面跳了出来 他又一次用手帕擦拭了一遍手中那一柄刀 就是这里了 先把仓库给我烧了 然后进去杀人 一众五十多人第一时间将汽车上的汽油桶给拿了下来 然后走向了仓库那边 准备将那些汽油泼向仓库之上 旁边一头狼和一头藏鳕疯狂地叫了起来 叫得人心烦意乱 如果光是这个叫声 仓库里面的那些狼窝成员并不会在意 因为这些畜生几乎每晚都会这样叫一阵 直到这边 有人不耐烦地摸出了腰间的枪 朝着那一头藏鳕便射了过去 一声枪响 响车整个夜空 那条藏鳕脑门挨了一枪 呜呜两声直接倒在了地上 这人骂骂咧咧地将枪别回到了自己的腰间 然后打开了一个汽油桶 将里面的汽油全部都泼到对面仓库墙壁上 而这个时候 狼窝里面依旧是训练的热火朝天 直到那一声隐隐约约的枪响 传入了众人的耳朵里面 煞时间 整个狼窝都安静了 曾强第一个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朝着正在与他对战的圣军说道 怎么回事 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我好像也听到了 是枪声 灰血第一个抽出了腰间那一把灰扑扑的灰刀 外面有枪声 出去看看 蒋门神也跳了出来 紧接着是蝴蝶周凤和陈大力这些人 煞时间狼窝二十多人全部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刚走到门口 他们便看到了老杨带着五十多人 对着那边的仓库泼汽油的场面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了几秒 他们在干啥 陈大力用手在自己脑门上摸了几下 一脸的疑惑 曾强看着旁边躺在地上 红的白的留了一地的藏壕 瞬间暴怒 我的藏壕被人给打死了 那汽油 他们这是在泼汽油 兄弟们 有人砸场子来了 告诉他们 老杨这群人突然感觉心头有些慌 因为此时他们看到的这群人 好像都不太正常 这些人还在发愣之际 对面陈大力那些人已经疯了一样 朝着他们这边扑了上来 这太突然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前戏 甚至对方都没有问他们到底是来干什么呢 他们就直接扑上来了 当老杨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有七八个兄弟倒下了 就只是这群人 在大桥上干掉了龙母他们 要报仇的 现在上啊 老杨握着那一把被他擦得正亮的刀 第一时间朝着那些狼窝成员回击 这老杨作为沈家那边跟了沈红三十余年的高手 实力的确非常的强大 第一个照面 一名狼窝成员便被他给劈飞了出去 这一刀下手极狠 速度也飞快 硬是劈断了这名狼窝成员好几根肋骨 就在老杨准备用刀对付另外一名狼窝成员的时候 灰血已经朝着他这边冲了上来 这是金属碰撞之后所散发出来的特殊声音 火光四箭 灰血和老杨直接大战了数十个回合 最终老杨一刀劈在了灰血的身上 一样的 灰血的身上瞬间出现了一条血淋淋的口子 但是灰血就好像是没事人一样继续向前 与此同时 蝴蝶和另外一名用刀作为武器的狼窝成员也加入了战斗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老杨很强 所以必须要联手才能够将他击败 狼窝这边一开始个人荣誉感很强 在单打独斗的情况下 每个狼窝成员都不希望有其他人来插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伴随着狼窝这些人参加的战斗越来越多 如今他们的思维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有时候单打独斗是绝对不行的 而狼窝是一个团体 他们也需要配合 以多胜少并不丢人 打不过敌人 那才是真的丢人 在灰血蝴蝶等三人的配合之下 他们已经将老杨逼得连连后退 很快老杨便乱了章法 说到用刀 他老杨在苏杭这一带也算得上是顶尖的刀客 曾经他甚至有一人砍翻三十人的战绩 那段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刀法是天下无敌 但是这一次他才意识到了自己好像并没有自己所想象中的那般强大 准确来说这次他遇上的对手太变态了 而另外一边二十名狼窝成员对战五十多名好手 却依旧不占丝毫的下风 甚至可以说二十多名狼窝成员处于绝对的上风 对方来人的确很厉害 但是如今的狼窝早已经是今非昔比 仓库前惨叫一片 接二连三由老杨那边的人倒在了地上 而他们一旦倒在地上便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可能 当然狼窝这边也并非完好无损 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一半的狼窝成员身上挂彩 甚至还有好几个重伤 但是这群人就好像是没有痛觉神经一样 无论他们的身上挨了多少刀 脸上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痛苦 反倒是看起来更加的猙獰和疯狂一样 此时已经有好几名老杨带来的人 开始崩心态了 情急之下有人摸出了枪 对着一名狼窝成员开了一枪 这一枪打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当看到对方居然用自己的中指和食指 刺入那伤口之中 直接将那枚子弹从里面抠出来之后 这人彻底的茫然 特别是对方此时居然还在笑 他拿着那颗子弹 好像神经病一样笑的时候 这人只感觉整个人都崩溃了 这名狼窝成员正是曾强 他手里面拿着那一枚带血的子弹 一边笑一边朝着那人走了过去 男人嘛 打架就需要靠拳头 你哪把枪算什么事 情急之下 对方照着曾强连开了好几枪 但可能是因为他太紧张的缘故 这几枪全都打偏了 甚至有一枪直接射在了自己人的身上 垃圾 用枪算什么男人 曾强已经来到了这人的身前 他一把掐住了对方的喉咙 给我吃下去 那人瞪大双眼 嘴巴张开 曾强将手中那一颗带血的子弹 一把塞入了这人的嘴中 他顺势一拍 咕噜一声 这颗子弹硬生生的 被曾强给拍入了对方的食道 咽了下去 曾强一脚将此人踢飞 随后转身走向了另外一人 那肩膀上的枪伤完全被他给无视 眨眼之间曾强又干掉一人 此时不只是曾强这边 其他地方也都是变成了差不多的情况 一开始的火拼早已经变成了血虐 整个仓库门前血腥哀嚎一片 惨烈无比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节 欢迎收听 有点重科技出品 生相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八十集 整个大战持续了差不多有十分钟的时间 这场大战停止之后 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血腥的味道 老杨死了 被灰血和蝴蝶三人联合砍死的 不过这一战很惨 因为灰血和蝴蝶都被老杨砍伤了 而另外一名狼窝成员则是被老杨给直接砍死 地上到处都躺着尸体 鲜血将他们脚下的地面染红 每一个狼窝成员身上都挂着鲜血 或是别人的或是自己的 仓库那边 风八指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 他好像才刚睡醒 这个时候草满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 脸色并不太好看 往我死了一个 重伤是一个 其他每一个人身上都挂着伤 风八指 如果你出手 或许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损失 从现在开始啊 一直到最后那场战争到来之前 我都不会再出手了 为什么 因为对于狼窝来说呀 战争已经开始了 是战争就会死人 就会受伤 只有在这场战争之中活下来的 还能算是真正的强者 所谓优胜劣汰 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来的这批人 是沈家的精锐 而沈家算得上是南方的豪门 这个差不多就是南方豪门的力量 但是我们最终面对的并不是豪门 而是南方的一流豪族 甚至不止是一个一流豪族 现在你明白我意思了吗 从现在就开始受伤 总比最后那场大决战开始的时候 死掉要强吧 这些话是老板让你转达的吧 聪明人都应该明白 找人把这里处理了吧 接下来 我要亲自训练这群家伙 行 曹满打了一通电话出去 没过多久 并有一辆大卡车来到了仓库这边 将老杨这些人的尸体全部运走了 不得不说 曹满的人脉的确很广 无论到什么地方 他总能够找到这种毁尸灭迹的帮手 今晚的这件事情 曹满在第一时间内通知了夏天 而夏天在听完之后 说辞和风八指差不多 就是优胜劣汰 是自然法族 四日上午 苏九儿的那一栋别墅之内 如今苏九儿已经不再惧怕苏狂来找他 当他迈过了那一道坎之后 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看到苏狂了 但是尽管苏九儿没有再看到苏狂 但是一些习惯 却是被他给保留了下来 就比如 每天泡在游泳池里面的这个习惯 苏九儿好像是喜欢上了那种 被冰冷的池水包裹全身的感觉 苏九儿憋了一口气 沉入池底 足足憋了有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君宝一直站在岸边 见苏九儿迟迟没有上来 他有些着急 君宝打算跳入泳池之中 将苏九儿给拉上来 然而就在他即将跳下去的那一瞬间 苏九儿猛地从游泳池下面 坤了 君宝 你也想下来洗洗吗 没有 我只是 你是在担心我像上次一样 差点死在这游泳池里面吗 嗯 我都说了 我现在已经不怕苏狂了 苏狂不敢再来找我 我没事 苏九儿朝着君宝那边游了过去 透过眼前的水珠 看向君宝那边 也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君宝在苏九儿的眼中 多了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君宝其实长得很帅的 如果他有头发 甚至连电视上的那些小鲜肉 都没有他长的水 再加上他习惯穿一身白衣 所以整个人看起来 会是给人一种 不识人间烟火的气息 君宝 你想下来和我一起洗洗吗 君宝摇头 明显是要拒绝的 苏九儿却不管君宝的反应 他突然一把抓住了 君宝的脚踝 用力一扯 君宝整个人都被苏九儿 给扯到了游泳池里面 扑通一声 君宝浑身都打湿了 那丝绸一般的白衣 在打湿之后贴在他的身上 好像瞬间就把他那完美的身材 给勾勒了出来 看着君宝那慌乱之中 带着腼腆的模样 苏九儿哈哈大笑起来 他不断地用水浇在君宝的脸上 君宝 你怎么了 是不是和我在同一个池子里面洗澡 你害羞了 小姐 你别开玩笑 说着 君宝就要转身走上游泳池 苏九儿却是突然朝着他那边扑了上去 将自己整个人都贴在了君宝的后背之上 君宝 我们这叫做鸳鸯细水 小姐 别开玩笑 君宝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子 在这之前 他就算是无意间摸到了苏九儿的手 就会感觉有很大的罪过 更何况是现在苏九儿故意这般戏弄他 这些天 君宝总感觉苏九儿有些变了 他好像故意想对自己表达些什么 小姐 你放开我 君宝想要甩开苏九儿 但是却又不太敢太用力 因为他害怕伤了苏九儿 但是苏九儿却依旧是不依不饶 君宝越反抗 他好像就越兴奋 最终 苏九儿就好像是八爪鱼一般 粘在君宝的身上 君宝 你说实话 你喜欢我吗 小姐 你放开我 不 君宝 我要你老实回答我 你喜欢我吗 苏九儿的嘴 离君宝的耳朵越来越紧 到最后 甚至已经贴到了他的耳根子 君宝只感觉 自己半边脑袋全都苏玛了 而他身上的血液 在这个时候 也好像凝固了一般 小姐 我 苏使回答我 然而 君宝却不说话了 整个人就好像是木桩一般 定在水里面 朱九儿 中秋儿 终究还是松开了君宝 率先朝着岸边游了上去 然后坐到了泳池旁边的一个沙滩椅上 君宝 我逗你玩的呢 你看看你 整个人都变得像是红甘蔗一样了 真有趣 小姐 你以后就别逗君宝了 君宝 刚才这个问题 我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 旁边有人给苏九儿送上来了毛巾 苏九儿拿着毛巾走到君宝的面前 一点一点地帮他擦掉脸上的水珠 准确来说 那并不是水珠 而是汗珠 汗珠自己来吧 小姐 君宝 沈家完蛋了 南方联盟也解散了 如今南方商界这边 多了一个南方商会 是由秋草集团牵头 周晚秋担任南方商会的会长 你知道周晚秋是谁吗 周晚秋是夏天的老婆 哦 君宝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我都没害怕过谁 但是这个夏天 却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害怕 你说他到底哪里来的人脉和能力 居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的就搞垮了沈家 搞垮了南方商忙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夏天 它是神仙吗 我现在很害怕 我知道吗 小姐 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任何人想对你不利 君宝都会拦着他 君宝 你拦不住夏天的 但是我 会尽一切权利 苏九儿突然用手勾住了君宝的脖子 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 在君宝的额头上亲了一口 君宝 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是真心对我好了 以后 你别叫我小姐了 你叫我九儿好不好 九儿 小姐 我叫不出来 君宝 总有一天你会这样叫我的 好了 你去洗个澡换身衣服 一会儿跟我一起去个地方 去哪里 小姐 去找一批很强大的人 一批能够对付夏天的人 夏天活着 我睡不着觉 半个小时后 苏九儿和君宝 都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从别墅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开着那一辆红色的冰铃 一路朝着别墅外面开去 西子湖畔别墅区 是苏杭这边新开发的别墅区 这一片别墅区开发的很大 占地面积也非常的广 而且这些别墅修建出来 无论是造型还是质量 也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别墅区却并不好卖 虽然它名字叫做西子湖畔 但事实离西湖还是有不近的距离 近年来 伴随着市场的饱和 再加上好的位置和地段 早就被其他楼盘给占完了 西子湖畔开发商 再想在这一片修别墅赚一笔 已经不太现实了 到现在 这个别墅别说是卖了 就算是租 也是十分的困难 此时 西子湖畔别墅区的售楼部这边 夏天独自一人走了进去 有西子湖畔的销售人员第一时间走了上来 一群销售人员就朝着它围了上去 端茶送水 嘘寒问暖 毫不热情 先生 请问你是要来买别墅的吗 我们这里什么户型都有 位置朝向也好 而且最前面的能够看到西湖美景 虽然距离有些远 但却一点都不遮挡视线 而且我们楼盘现在正在搞活动 价格非常的便宜 先生 你看中哪套和我说 绝对让你满意 工作人员一边说 一边将夏天带到了那边的沙盘处 讲得滔滔不绝 口若悬河 天花乱坠 你们这西子湖畔别墅区 一共有多少套别墅啊 连排加上独栋 一共有八十多套 哈 才八十多套啊 这别墅区看来不怎么大呀 不大 先生 我觉得别墅居住啊 讲究的是一个环境 越小配套措施越好 你要在这里买一栋啊 肯定会享受到很多 其他大型别墅区 享受不到的待遇 那倒也是 八十多栋 差不多也够了 那行 你去准备一下合同资料 这西子湖畔别墅区 我全部买下了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 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八十一集 啥 先生 你这个玩笑 好像开得并不怎么好笑啊 你感觉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如果你们不能做这个主 就让你们老板过来 我亲自和他谈 夏天直接从身上摸出来了一张 黑金色的银行卡 放在了旁边的柜台上 这张卡没有恶毒限制 多少钱都能刷住 来真的 这些工作人员 已经感觉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 这种情况 他们可不敢贸然做主 尽管他们心头并不相信 夏天能够将这西子湖畔别墅区 全都给买下来 但万一是真的呢 所以 这些人也不敢贸然得罪夏天 然后 这里的负责人 第一时间 给开发商那边打去了电话 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 数辆豪车停在了售房部的门口 一大群人 风风火火的朝着这边走了进来 带头的是一名地中海 他姓刘 就称呼他为刘老板 这个刘老板 便是这西子湖畔别墅区的老板 那位客人在哪里呢 你就是这西子湖畔别墅区的老板 对 刘老板第一时间和夏天握手 看见夏天这么年轻 虽然他也很怀疑夏天的购买能力 但是 这也耽误不了他什么时间 现在西子湖畔很难出手 万一这是真的买主呢 这位先生 不知道怎么称呼啊 姓夏 夏先生你好 你真打算把我们西子湖畔所有别墅都给买下来 没错 我挺忙的 所以你就说你们到底卖不卖吧 如果愿意卖 我们现在就签合同 如果不愿意 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卖 当然卖 夏先生 请跟我过来坐 刘老板第一时间将夏天请到了一边的贵宾室 然后吩咐人去将合同拟定了出来 十分钟过后 助理将一大碟合同资料给拿了过来 夏先生 我们这西子湖畔并不是什么大型别墅区 一共有83栋别墅 其中有50栋连牌 30栋独栋 连牌呢 一套在900万左右 独栋 1500万起 其中 最前面有几栋 位置最好的 一栋 3500万 你就算一下总的价格吧 对了 你们这儿 全部是附带装修是吧 啊 精装修 拎包入住 所以这算下来 我们的别墅啊 并不算贵 毕竟 夏先生你知道的 这装修啊 是无底洞 装下来特别的贵 啊 一共多少钱 刘老板旁边的助理 已经开始在飞速地点着计算机 做着计算 很快他便算出来了 夏先生 一共是12亿8千万 夏先生 如若你真诚心药 我们可以免三年物业费用 行 拿去刷吧 密码六个六 我这边签字 成 成交了 而此时 夏天已经拿着签字笔 在这些合同上面 飞速地签了起来 夏先生 难道 你就不看一下合同啊 没那个必要 你要是敢坑我 全世界都没你的容身之地 刘老板突然感觉自己的后背 莫名地就窜起了一股寒气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听起来本就是一句玩笑 但是当这样一句话 从夏天的嘴里面说出来的时候 这刘老板却是深信不疑 很快 那边刷卡的助理刷完了卡 激动地将卡给带了回来 夏先生 这是您的卡 行了 效益完成 再过几天 我带人过来住 你们把所有的准备工作 都给我做好了 一直到夏天 已经离开了这里好久 这里的这些工作人员 才好像是反应过来一般 紧接着整个受防部 都是一阵欢呼 这太不可思议了 原本他们这别墅区 差点都卖不出去了 却没想到 今天居然来了这样一个土豪 一口气 将他们整个别墅区 全都给买了下来 也不得不感慨 现在的土豪是真的牛逼啊 买了十几亿的东西 在他们看来 就好像是在菜市场 买白菜一样 连价都懒得还 走出售楼部 夏天开车 回秋草公寓那边 车上 夏天给袁仲 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小天 恭喜啊 没想到你这么快 便让秋草集团 在南方站稳了脚跟 我现在是发现了 这些所谓的南方豪族 在你面前 根本就不够宽难 别奉承我了 袁叔 这次是有高人帮忙 南方这盘大棋 马上就要启动了 我们也得提前做好准备 袁叔 我已经在苏航这边 买下了一个别墅区 你可以开始 调集人手过来了 夏天 苏家不出 我们要是过来得太急 怕是会引起 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你确定要这般着急 苏家 我还没放在眼里呢 也就这几天吧 苏家也会和沈家一样 在这苏航灰飞烟灭 那行 我这边好好地准备准备 在你搞定苏家之前 我会把人派过来 同时 西数状元府那边 我也让吴迪回去联系一下 对了 那个吴迪是个直男 而我感觉你好像 很认同这个女性 但是军阳那丫头 好像并不怎么待见吴迪啊 年轻人的事情 我并不想管太多 一起按照他们的意愿吧 不过 我自己的女儿 我自己了解 她虽然嘴上不待见吴迪 但是我能够看得出来 从一开始 这丫头对吴迪就有意 所以他们都在一起 这是时间上的问题 哎 小天啊 我袁仲 既然找不到你这样优秀的女婿 不过能够让吴迪那小子 做我女婿 也还不错 提我向干娘问好 然后夏天挂掉电话 一路朝着秋草公寓那边开去 与此同时 苏杭郊外的一片民房里面 这一片民房 早在很多年前 就被当地政府给占地征用了 原本是想在这一片修建别墅区的 不过后来因为各种纠纷 所以这一片一直没有开发 当地居民早就已经搬走 所以这一片民房 在很久之前就变成了鬼楼 民房四周都是杂草横生 路上更是布满了青海 同时一些房子因为年久失修 也早就崩塌了 这个地方平日里很少有人来 偶尔有一些喜欢玩刺激的年轻人 会到这里来玩玩直播 搞个什么鬼楼探险的直播节目 吸引眼球 不过就在差不多半个月前 这里却是出现了一次闹鬼事件 当时同样是有几个直播的年轻人 到这里玩直播 在直播的中途 却是突然拍到一只鬼 在这周围晃荡 那只鬼长得非常的吓人 据说整张脸都烂了 像是被人给拔掉了皮一样 十分的害人 那只鬼的出现 当场将这群年轻人给吓得半死 他们劈滚尿流的离开了这里 之后这边就传出了闹鬼的传闻 也正因为这个传闻 导致如今这片民房区域更加的荒凉了 如今真的是连直播的年轻人也不敢到这里来了 一辆红色的兵力 却是风驰电车的开进了这片居民区 最终在一处杂草横生的坝子上面停了下来 苏绣儿从车上走了下来 眉头紧重 她的旁边跟着军宝 军宝打亮着这四周的环境 小姐 我们来这个地方看什么 一森森的 军宝 你可是信佛的 难不成你还怕鬼 不怕 但是我在这周围 感受到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气息 就好像这里隐藏着很多洪荒猛兽一般 小姐 我们得小心一些 军宝 你猜对了 这里的确隐藏着一群洪荒猛兽 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快一个月了 他们是谁 苏绣儿还未来得及回答 对面的一处爬满爬山虎的楼房前 一个人走了出来 这一刻 苏绣儿只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半 对面 一名穿着一身黑衣 满脸畸形 几乎都分不清五官的男子 静直的朝着这边走了过来 他没有鼻子 牙齿外露 眼球甚至从眼眶里面突出 脸上则是坑坑洼洼 就好像整张脸都被硫酸给洗了一遍一般 军宝皱起了眉头 下意识的将苏绣儿 挡在了自己的后面 一脸警惕的 看着对面走过来的那人 对方却是在离苏绣儿二人 大概五米左右的距离停了下来 然后他便笑了起来 这家伙笑起来 真的比哭还要恐怖 苏绣儿小姐 我提前就已经告诉过你 我的长相很吓人 让你做好洗礼准备 嘿嘿嘿 但是现在看来 你好像并没有做好准备啊 我怎么知道你居然会长得这么恐怖啊 对面那人好像并不在意别人怎么去议论他的长相 也不会管别人是否会用有色眼睛看他 相反的他反倒是很喜欢自己这副样子 因为这恐怖的模样可以在第一次见面给对手造成一种极强的心理压力 而对手一旦有压力心就会乱 心乱了这个人就可以更快更迅速的干掉 所以这个人无论去哪里从来不会戴面具 甚至他曾经在机场或者火车站这些客流量巨大的地方 他也是以这样的面目示人 就好似他非常喜欢看到别人见到他这张脸惊恐躲避的模样 他就是想让人害怕他 让人恐惧他 这个人不仅是面部畸形 就连他的内心也是畸形的 苏九儿在好一阵子之后 他勉强接受了这人的长相 然后他小心翼翼的朝着那人走了过去 你就是鬼娃 这不是很明显吗 鬼娃笑眯眯的指了一下自己的这张脸 然后朝着苏九儿伸出了手 他的手和他的脸一样恐怖 就好像这个家伙全身上下每一处地方 都被硫酸给洗过一遍一半 你想干嘛 初次见面 难道不握下手吗 我看还是算了吧 和你握手 我回去会睡不着觉的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皇殿 第二百八十二集 鬼娃全身上下并不是被硫酸洗过一遍 而是被大火烧的 鬼娃是月室那边的人 小时候他长得白白净净 像个女娃一样 性格也十分的懦弱 那时候 月室那边非常的乱 各种地下帮派伶俐 很多少年还在读书 就已经在外面认了大哥 混地下了 以至于那时候 学校霸凌非常的严重 而鬼娃在学校 一直被人欺负 有一次上体育课 鬼娃在换衣间换衣服的时候 被人恶意锁到了换衣间里面 因为天气炎热 换衣间湿火 被锁在里面的鬼娃差点被烧死 当他被救出来的时候 鬼娃全身上下大面积烧伤 整张脸也被烧得不成人样 后来鬼娃在医院里面躺了两年 最后就算是经过各种直皮治疗 最终也变成了 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鬼娃出院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 去找当年欺负他的那些人报复 一个星期的时间 鬼娃用了各种残忍的手段 杀了八人 当时在越市那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再之后鬼娃就消失了 三年之后 鬼娃成为了国际上一名非常厉害的杀手 在杀手榜上排名前二十 名气极大 而这一次苏九儿要找的人 就是鬼娃这些人 他要找杀手和雇佣兵 对不下天 其他人呢 苏九儿朝着周围看了一圈 只感觉浑身上下一阵难受 这些所谓的国际杀手 不都是喜欢住酒店睡沙滩的吗 怎么搞得像是做贼一样 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这些国际杀手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是A级通缉犯 哪里敢去住什么酒店呀 他们每到一处住的最多的地方 便是这种穷乡披壤的荒凉地带 因为只有这种地方 才能够将他们给隐藏起来 特别是华夏 对于这些杀手和雇佣兵来说 更是禁地 要是他们敢在闹市里面大摇大摆 怕是早就已经被华夏的特种兵 给抓起来了 在里面呢 请跟我来 鬼娃转身 朝着后面那一片阴森森的民房 走了进去 此时 在这一处三层楼高的民房之内 一群十多人就住扎在这里 房间内到处都扔着啤酒瓶 以及各种塑料盒 十几个人肤色不一 年纪不一 男女都有 大多数人都是随意地坐在地上 或者靠在窗前玩着手机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四个人在打麻将 四个人全都是西方人的面孔 但是他们打起麻将 却是相当的熟练 如果以后退休了 真想来华夏养老 这里真的不错 好吃的好玩的啥都有 就拿着麻将来说 比扑克牌好玩多了 说话的是一名黑人大汉 手上戴满了翡翠戒指 像极了一个抱挖户 他的对面 一名金发女人说道 哼 我倒是觉得这里无聊极了 要不是鬼玩说最近能够接到一笔大业务 我早就离开这个鬼地方 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追夜修罗过来 来到这边连夜修罗的鬼影都没找着 还在这里浪费了一个多月时间 每天都窝在这种鬼地方 我身上都快长臭虫了 Mary 你应该感到知足 同时也应该感到庆幸 窗户那边 一名穿着黑色弹力背心的 洛塞湖大叔说道 消息你们也都收到了 夜修罗这次 把我们这么多人 引到华夏来 是有原因的 仙女山那件事情已经在暗网上传开了 绿魔和亚当他们在仙女山上 遭遇了天王殿殿主 全都被吐了 甚至连美洲豹和冷舌 这种顶级的雇佣兵团 也全都死在了天王殿殿主的手中 还好 当时我们没有像他们那般冲动 要不然在场诸位 现在怕使也和亚当他们一样 下地狱了吧 画到此处整个现场好像突然就变得安静了下来 当他们收到仙女山那件事情的消息之后 的确是被吓到了 天王殿主果然名不虚传 一个人居然干掉了那么多的杀手 雇佣兵以及赏金猎人 真的是恐怖如斯 这些人连夜逃离了仙女山 原本是想偷渡离开的 然而却不知道什么原因 华夏这边突然戒严 堵死了他们很多去路 所以这些人之后辗转华夏好几座城市 最终逃到了苏杭 一直到半个月前 这边的戒严才解除了 不过这些人如今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华夏 他们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杀手 雇佣兵以及赏金猎人 向来没有白跑一趟的道理 就如同那小偷进了屋 哪怕是抓一把灰离开 也是必要的 一个星期前苏九儿联系上的鬼娃 说是要请他们帮忙杀一个人 一千万的酬金 一千万对于这些人来说 的确有些太少了 毕竟他们这里十多个人呢 分下来一个也就一百万不到 但事到如今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这段时间他们有好多人 都居住在这阴森森的民房里面 都快憋死了 最起初甚至还时不时受到当地直播的年轻人的打扰 后来鬼娃出去吓唬了那些人一次 总算再也没有人过来打扰了 如今他们在这里等了这么久的时间 也终于等到了金主上门了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门被人敲响 苏九儿和军宝在鬼娃的带领之下从外面走了 伙计们都停一下 伙计们都停一下 我们的金主来了 大家都过来 我们看得见 我说鬼娃啊 你没事能不能少说话 快是人的 你好 这位漂亮的东方小姐 我叫玛丽 你好 想要我们帮你杀谁啊 事实上你发布出来的任务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就能够办到 但是现在大家都想挣一份 所以我们都可以帮你 或者你从我们之中挑一位也行 我需要你们所有人一起去 我需要你们杀的那个人 很强 有多强 小姐 你很漂亮 谢谢 但是我并不喜欢黑鬼 一千万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出面 价格太低了 一千万只是定金 如果你们真能够把我杀了那个人 我可以给你们每人一千万 周围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 将目光望向了苏九儿这边 一时间好像每个人 都对此产生了极浓的兴趣 说说 杀谁 无论你口中的那人有多强 我们都能够替你搞定 明天晚上八点 你们直接来我苏杭苏家 到时候我让你们杀谁 你们就杀谁 行 这是一千万定金 事成之后 我会把其他钱 打到你们每一个人的 指定账户之上 美丽的小姐 真不想留下来玩玩 说了 我对黑鬼不感兴趣 但是 我对你挺感兴趣的 黑人有些不依不饶地 朝着苏九儿这边追了上来 军宝眉头一皱 第一时间挡在了黑人的面前 让开 东方的和尚 我对你可不感兴趣 军宝 你退下 军宝规矩地退到了一边 苏九儿则是上前一步 打量了这黑人一番 小姐 我很厉害的 你信不信 我现在可以出一千万 让你的这些临时伙伴 要了你灵命 黑鬼的瞳孔猛地一缩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苏九儿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苏九儿在军宝的跟随下 一路离开了这一处楼房 在穿过一条街道的时候 军宝却是突然说道 小姐 那边还隐藏着一批人 他们比刚才那批更加的很好 我知道 苏九儿轻轻地点了下头 然后看向了那不远处的 另外一处建筑 此时在那建筑的一个窗户位置 有一道人影站在那里 他好像也在看着苏九儿这边 不经意间 苏九儿的嘴角扬起了一丝怪异的弧度 两人走回到那一辆宾利车上 扬长而去 这一片好似又变得安静下来 而且到处都充斥着一种诡异 此时就在苏九儿看过去的 那个建筑位置 一名留着长发 穿着一件风衣 戴着墨镜的男子就站在那里 而在他的身后 则是站着一群身材彪悍 穿着黑色特制作战服 全部武装的手下 这是一只雇佣兵 名为暴风雇佣兵团 而这只雇佣兵的带头人 便是这名穿风衣的长发男子 他的名字就叫做暴风 而这只雇佣兵在国际上的地位 比之前的美洲豹和冷舌还要高 这是一只国际上最顶级的雇佣兵团 头儿 那个女人就是找你合作的那个人 身后 一名背上背着一柄AK的男子说道 之前美洲豹他们在入境的时候 身上所携带的所有重型火器 全都没能带的进来 因为这边查的实在是太严了 然而却不知道 这暴风雇佣兵团 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把所有的武器 都给带进来了 没错 就是他 仙女山那一战 多亏我们提前留了个心仰 猜到了那个叶修罗的阴谋 要不然 我们也得和花豹子他们一样 葬身仙女山 嘿 头儿 我觉得你有些太高估那个天王殿主了 那一战要是我们在山上 说不定死的就是夏天了 是吗 看着我的眼睛 把你刚才所说的话 再说一遍 头儿 自信可以 但绝对不能自大 那个夏天 没你想象中那么好对付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 别和天王殿的人发生冲突 更何况人家还是天王殿主 这个人急忙点头 暴风在他们这些人的心中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既然这个夏天 让他们心中的神都那般忌惮 那便说明 这个人的确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存在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 欢迎收听 由点中科技出品 生象工作室制作的多人有声剧 天王殿 第283集 头儿 我一直想不明白 那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她既然找了鬼娃她们 为何又要来找我们 因为鬼娃她们是那女人找的炮灰 她们会死 为何 因为那女人找她们对付的 就是天王殿主 什么 一时间 整个暴风雇佣兵团的成员全都愣住了 头儿 你刚才还说那个夏天很难对付 让我们不要轻易去招惹她 那你为何又要接那女人的生意啊 我可没说我们要对付的是夏天 好好准备吧 接下来这个一亿赏金的任务 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难 完成任务之后 我们立刻离开这个鬼地方 反正 我是一辈子都不想招惹那头恶魔 傍晚时分 夏天和周晚秋在公寓里面 做了一顿烛光晚餐 正在吃着 生活就需要仪式感 无论在什么地方 无论忙什么工作 夫妻俩的和谐生活还是必须的 老婆 南方商会那边的进展怎么样 一切都在筹备之中 官方已经将信件给发了出去 南方这些企业 对此都没有什么排斥 都表示愿意加入南方商会 一切进展的都非常的顺利 我想再过半个月吧 南方商会将会召开发布会 那时候才算是正式成立 之前南方商盟在南方商界是胡作非为 使得这些企业遭了不少罪 如今南方商盟终于垮了 南方商会成立 他们自然都非常高兴 不过老婆 你接下来作为南方商会的会长 虽然宗旨是为了促进南方商界的蓬勃发展 但是该硬气的时候还是得硬气 可别让别人欺负到你头上了 放心吧 我用你这样硬气的老公在背后支持 怎么说也不能在外面给你丢脸啊 嗯 我相信你了 两人笑着碰了一杯 周婉秋的确很少喝酒 但是在自己老公面前 她却总想放肆一下 喝完一杯红酒之后 夏天直接走向周婉秋那边 将翘脸微红的周婉秋 给一把抱了起来 老婆 这吃饱喝足了 走 我们该去搜索夜了 你 你真的很坏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吗 夏天将周婉秋抱到了卧室 两人打情骂俏了一阵 就在夏天准备来一场狂野的游戏之际 她的手机却是很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 搞什么呢 夏天有些不爽的将手机拿了过来 这关键时候被人打扰 真的很让人火大呀 打电话来的居然是苏九儿 夏天起身下床 然后去了外面的阳台 苏九儿 什么事情啊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打电话过来了 天哥 你来这苏航也有好一段时间了 而且这段时间因为沈家和南方商谋的事情 你在苏航这边的名声越来越大了 名声越来越大的是秋草 关我夏天什么事 说吧苏九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天哥 上次关于苏狂的那件事情 我用杀手作掩护瞒了过去 但是当时我来苏航 家里人是知道针对你来的 所以回去之后 我和我父亲说 已经和你达成了合作协议 并且你不久之后就会来到苏航 与我们苏家一起商量对付齐天集团 我父亲信了 而如今你来到苏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父亲想见你 唉 说来也是 我都来苏航这么长一段时间了 也是该去见见你父亲了 要不然他会怀疑的 说吧苏九儿 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明天晚上 就在我们苏家庄园 请 夏天回到了卧室之内 周婉秋躺在床上 用被子盖着自己的全身 将一个脑袋漏了出来 老公 谁打来的电话呀 我怎么听到有女人在说话 没有啊老婆 哪儿来的女人啊 草满打过来的 说了一些关于狼窝的事情 手机拿来 你还敢骗我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老婆 你吃醋了 谁吃你的醋 我才没有呢 你就是吃醋了 夏天一把拉开了周婉秋的被子 啊 叫什么叫啊 又不是没看过 说着 夏天火急火燎的朝着周婉秋扑了上去 一个小时之后 周婉秋躺在夏天的怀中 老公 刚才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呀 我总感觉 有些心绪不宁的 这次来苏航 除了我们秋草集团 要在南方全面发展 你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办吧 对 老婆 我接下来 要在南方下一盘大棋 这一盘棋如果我赢了 之后整个南方的大家族 大集团也都会掌握在我的手里 所以你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针对南方这边 所有的超一流家族吗 不是针对 而是博弈 更何况 我还有原家帮忙呢 乡省的乔家也能够为我所用 再加上 西蜀状元府 以及其他一些超一流家族 所以现在哪些是敌哪些是友 还没有彻底的波云见天呢 老公 这盘棋下下来 会很危险吗 是 可能会死很多人 老公 你一定要这样做吗 没错 必须要做 只要完成了这一步 我才能够真正地做到 直接面对北方下降 老婆 你已经知道 我曾经在夏家经历了什么 也知道夏家那边 一直在找我的麻烦 所以夏家的这座山 我必须得翻过去 老公 无论你做什么 我都会支持你 谢谢你老婆 谢谢你的支持 你得我真好 所以 刚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个女人 到底是谁 是苏家的大小姐 苏九二 她明天想让我去苏家做客 说她父亲想见我 老公 之前关于那个苏狂的事情 该不会 别担心了 没你想的那么危险 再说了 区区一个苏家 还奈何不了我 两人相互拥抱在了一起 沉沉地睡了过去 四日下午 夏天直接开车去了苏家庄园 而在开车去的路上 夏天拨了两通电话出去 第一通电话 是打给天王殿影部负责人 蝙蝠的 天王殿虽然在海外 但是这些年影部的情报部门 早已经涉及了世界各国 特别是在黑暗世界这一方面 影部的情报更加的精准 所以就算夏天现在身处苏航 有一些确切的消息 她一样可以通过影部得知 而第二通电话 是打给天王殿十八大将中的一位 按照计划行事 挂掉电话 夏天开着车 一路去了苏家庄园 此时在这苏家庄园之内 苏鼎早已经在代客厅等候多时 夏天在苏家家丁的带领下 来到了代客厅这边 苏鼎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笑着走向夏天 夏兄弟 求养大名 今日来我苏家做客 真是使得我苏家蓬壁生辉 快请坐 苏老爷客气了 能够受到苏老爷的邀请 也真是我夏天的荣幸啊 夏天坐下 旁边有庸人端上来了 上好的大红袍招待 夏兄弟一路过来 肯定口渴了吧 喝口茶 确实是有些渴了 夏天端起那一杯茶喝了一些 然后将茶放到了一边 苏鼎虽然平庸 但是做了这么多年的苏家家主 再怎么平庸也熬成狐狸了 至于夏天 他则是信奉一力破万法 今天无论这苏鼎和苏九儿 是真心邀请自己也好 还是想耍什么花招也罢 夏天都不在乎 就算这真是一场鸿门宴 夏天也无所谓 曾经在海外 他可是参加过不少的鸿门宴 而最终 这所谓的鸿门宴 也就变成了对方的断头饭 这个时候 拴着围裙的苏九儿 从厨房那边走了过来 为了表现出诚意 苏九儿今天亲自下厨 他要做一桌拿手好菜 给夏天尝尝 事实上 苏九儿压根就不会做饭烧菜 他口中的亲自下厨 其实就是在厨房指挥厨师 这菜烧出来 和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夏天 你来了 再坐一会儿 菜门上就烧好了 你和我父亲好好聊聊 打完一个招呼 苏九儿又转身 朝着厨房那边跑去 夏天坐在这里 和苏鼎闲聊了一阵子 没一会儿 那边苏九儿便通知开饭了 夏天和苏鼎来到了饭厅这边坐下 此时饭桌上准备了一大桌的美酒佳肴 不得不说 这苏家人还是挺会享受生活的 请来的厨师也都是大师级别 烧出来的菜算得上是色香味俱全 苏九儿端着一盘红烧肉走了过来 夏天 爸 你们先吃 我这厨房还有两道菜 刷好了就过来 夏天 尝尝我们家厨师的手艺 绝对让你实质大动 夏兄弟 喜欢吃什么 随便一点 不必客气 啊 夏天点头 然后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他倒是真没有客气 这时候已经到了饭点 也是有些饿了 再加上这苏家厨师烧的菜的确不错 所以夏天吃得倒是十分的开心 来 夏兄弟 你看 我们这马上就要成为盟友了 我们走一个 成蒙苏老也看得起我夏天 以后有什么吩咐 尽管知会一声 我夏天能够办得到的 一定竭尽全力 能够替苏家办事 是我夏天的荣幸 夏天 夏天和苏鼎在这边吃得很高兴 而那边的苏九儿 在回到厨房转悠一圈之后 却是朝着苏家的后门走去 此时在苏家的后门这边 一辆红色兵力 早已经停在这里等候多时 开车的是军宝 直接苏九儿解开了身上的围裙 一脸嫌弃地扔到了一边 然后打开车门 坐了上去 小姐 今晚不是要宴请夏天 并且对付她吗 为什么 你又那么着急都要离开 军宝 这种事情很复杂 凭你的脑子 一时半会儿 我无法跟你解释清楚 开车军宝 马上离开苏家 走得越远越好 本集结束了 我是夏天 我们下期见